公元前771年 周游王烽火系诸侯丢了江山 历史由西周进入春秋时期 然而最先在春秋争霸中斩入头脚带 却是毫不起眼的郑国 敬请关注国史通建之如此天子 在中国历史上 我们习惯把夏商周称为上古三代 而周朝的历史 其实又有着西周和东周的区分 西周与东周 虽然名义上同为周天子统治 但在政治统治和社会形态上 有着根本的区别 而从西周到东周 却是出于一次历史的意外 这两端历史的分界线 由一位爱江山更爱美人的周游王 和一位爵士美人来划定 他的爱为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 也成为了历史的转折点 百家讲坛邀请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国史通鉴》今天播出 《春秋战国》片第一集 如此天资 在中国历史上 周游王也是一个划时代的人 他干了一件什么事 这件事严格说起来 并不是干得太糟糕 他在位的时候立了皇后 这个皇后是来自于僧国的 所以叫僧后 而且是皇后生了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叫姨旧 而且立了太子 但是我们要说一句不好听的话 她也爱美 爱美自信人间有知 所以一天她到后宫去 突然发现一个特别漂亮的女孩子 一看就敬畏天然 说世上哪里这么美傲的女孩子 一定是天上来的 这个女孩子叫宝氏 是现在的陕西省汉中一带 一个诸侯国 叫宝国 她进贡来的一个小女孩 从此以后 周游王就喜欢这个宝氏了 喜欢得不得了 一看宝氏之后 把这个身后就看出糟糠了 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这个女孩子怎么看怎么顺眼 就为天人 后来这个小姑娘生了一个小孩 叫做伯福 爱恶激恶 既然喜欢她的母亲 又把爱放到这个小孩身上 结果 有一天她就下决心了 既然是喜欢宝氏 就要给她名分 既然喜欢薄福 也要给她名分 因此她做出了一个断然的举动 把身后废掉 把这个已经立了的太子废掉 重新立后宝氏 重新立代子薄福 你看看 做了这么一件事情 但是我刚才又说了 在所有的干坏事的君主里头 她这件事严格算起来 不算什么 但问题是 这个宝氏 可能性格比较内向 不太善于笑 怎么恐她 她也不愿意笑 结果有人出主意了 出什么主意 说我们的栗山那一带 浩津的东边是栗山 说栗山这一带 我们设立了很多烽火台 如果由游牧民族 狩猎民族 乃至农园民族 心怀不轨 要打浩津的话 那么我们把栗山的烽火台 点起火来 白天熏烟 晚上点火 那附近的诸侯就会来救 如果我们把火点起来 诸侯们到这个浩津城下了 是不是这个王浩 这个宝氏会笑一下呢 这本来是一个收主意 怎么能够这样干呢 结果周游王一听 非常高兴 可以啊 试一试 结果把烽火台的火一放 远近的诸侯 一看浩津出现了危机 这就是军事警报 立即带部队来浩津进行征援 但是一路上并没有看到什么战争的迹象 大家纳闷之下 来到了浩津城下 这个时候周游王和宝氏正站在城头上 这个宝氏看到一队一队的车马 一队一队人马 人还马轿 那怎么回事 他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 微微地笑了一下 周游王特别地高兴 终于看到了这个美人的一笑 中国历史上 有的时候老把王国的事情 王臣的事情 赖在人家漂亮女孩子身上 还有一句成语 叫做千金一笑 那就是指这个事 那么还有说法 说漂亮女孩子一笑 一笑亲人臣 二笑亲人国 什么叫做亲 他笑一下 把那个臣都要笑倒 笑一下把你这个国要颠覆 要这样说 这样一来 这就干了一个大的快事 大家非常愤怒 然后周天子周游王宣告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事情 就很想念你们呢 让你们过来一下了 你看看 这不胡闹吗 这样一来 十性与祝贺 这就像我们后来 一个教小孩的一个故事一样 说狼来了 有狼来的故事 也许就是这个故事的言成 那么也就在这段时间 也就在周游王 发现了超级美女宝石 同时把它立为王浩的 这一段时间 自然界发生了变故 发生什么变故 山川地区 发生了强烈地震 那山川 渭水 金水 落水 注意 这个落水 冷南是 我们所说的 流入渭水的那个落水 也就是渭水北边的那个落水 而不是现在起源于陕西南边 经过洛阳 流入黄河的那个落水 它仍然是在陕西境内 那么 这山川 是盐黄 这两个部族的发源地 同时也是 周明族的发源地 不但是发生地震 而且在地震过程中 这三条河的某些断落 某些河断 断流了 断流叫什么 断流叫川洁 就没有水流出来了 叫川洁 另外 由于强烈地震 有一座山出现了问题 这座山叫祁山 祁山发生了山体崩裂 这个事情在当时是非常恐怖的事情 连在一起叫 叫川洁山崩 川洁流了 山崩裂了 而且这个山不是一般的山 是西州的圣山 祁山 当年的古宫胆富 当年李周文王就在这里 引导周明族走向新王 所以当时叫凤鸣祁山 但是这是周明族的象征 如果用后来的风水说 那就是他的龙脉所在 这个山一崩 那不得了了 所以当时就有人发布预言 说周将亡议 周是不是将要灭亡了 如果他不灭亡 怎么可能山崩 怎么可能川洁 而且发表这个预言的人 不是一般的人 是专门看天象 专门预测未来的人 这个人叫做柏阳富 叫柏阳富 由他来发布的预言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预言 他发布这个预言以后 在山崩川洁以后 周天子周幽王 废除了身后 立了宝室 废除了太子 立了伯扶 那么他又继续发布预言 说周王义 三个字 先是四个字 周将王义 然后发布三个字 周王义 他为什么这么说 如果前面是三崩川洁 川洁 他发布预言 那倒还有道理 那么宝室一出来 他又发布一个 周王义 他说什么呢 说这个宝室 是宫中流出去的一个妖孽 当年夏 商都出了妖孽 因此都灭亡了 现在周也出了妖孽 叫做王 那么他同时类比 说当年的衣水和落水节 夏亡了 黄河出现问题 商朝亡了 那么三川出了问题 周要亡了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舆论 这种社会舆论 它有两个方面的重大意义 哪有两个方面的重大意义 第一 它代表着民意 代表民意 它代表着一种社会舆论 社会舆论代表着民意 当政治亲民 当政治连接 当老百姓都比较高兴的时候 社会舆论往往是正能量 但是 当社会出现了些问题 当政治出现了某些腐败 舆论往往是负能量 这个负能量 那是要命的事情 这是其一 它代表着民意 第二 这个舆论又影响着民心 它会影响民心 当他是正能量的时候 能不能随着他走 当他是负能量的时候 也随着他走 而且问题出的越多 老百姓还越相信舆论 所以这样一来 问题就出来了 一方面是有权文人士发表预言 另外一方面 大家也都搞得人心仿仿 有些人甚至兴高采烈 甚至把周王毅当作一个共识 这就非常糟糕 当他把舆论变成共识的时候 这个政权 在民众的心目中 它的分量已经不重要了 实际上事实说明 一方面民众在围 这些舆论所欢呼缺越的时候 而舆论引导着这个国家崩溃的时候 最后是欲食举粉 老百姓跟着也受苦 但是在没有发生这个事之前 大家往往是兴高采烈 再看笑话 那么这样一来 问题就严重了 到了周幽王帝在位的第十一年 也就是公元前七百七十一年 出现大问题了 身后的父亲 身后引导着另外一个诸侯 同情他的诸侯 和全农共同向浩金发动进攻 周幽王一看 果然出现了问题了 出现问题怎么办 出现问题赶快要人 把烽火台的烽火点起来 但是烽火点了以后 等了一天 两天 三天 五天 没有诸侯来救援 怎么回事 大家曾经上过一次当 以为这一次放烽火 又是哄女人开心的把戏 所以大家不来了 等到消息传出 说浩金被攻破 大家就冲冲忙忙来起兵 但是这个时候 浩金已经被全农 被身后攻破了 而且这种结局 和事态的发展 又是身后所控制不了的 他只能控制自己的军队 而控制不了其他的军队 所以全农的部队 到浩金 见人杀人 见房烧房 见财务掠夺财务 周幽王死在乱军之中 那么宝氏到哪去了 不知所踪 不知道到哪去了 他的儿子也不知道到哪去了 非常可能是死在乱军之中 这样一来 一个王朝被颠覆了 一个国王被杀了 西州也就此结束了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周游王战死 西州结束 历史从此进入东州时期 东州为什么又被称为春秋和战国 新的王朝有着怎样的气象呢 敬请收看 国史通鉴之 如此天资 周游王为博美人一笑 而不惜烽火系诸侯 导致师到寡注 也由于他废后而演来的这场兵变 最终丢了江山赔了性命 在历史上留下千古骂名 周游王的战死 意味着西州王朝的结束 那么这个结局该怎样收场 西州又是如何变成东州的呢 这里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个问题 讨论一个什么问题 由于时代相隔这么久远 也离我们现在两千八百年前后 那个时候的人们的看法和我们现在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现在的立场上 这个圣侯是应该对西州的灭亡承担责任的 你怎么能够因为你女儿被废 就勾引其他的民族 一起把一个王朝给颠覆了 但是那个时候的人们不是这样想的 人们反而同情他 立场是站在他那边的 觉得你周游王废身后就是不对的 而且废了以后还准备派兵来打僧国 也就更不对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圣侯奋起反抗 那是道义的 所以这么一个圣侯 虽然杀死了一个国王 虽然颠覆了一个王朝 虽然摧毁了一个城市 但是大家还同情他 并且在他的建议之下 把周游王废儿子 共同附送到浩军东边的那个洛义 从此周就发生了东迁 这个太子在东边重新建立政权 那就是后来的周平王 那么这个事件在历史上叫做平王东迁 那么我们也把周平王东迁以后 由于有人写了一部书 这部书名字叫做春秋 由于在这个时期 进入了一个动荡的时代 所以我们把这个时代 既把它叫做东周 也把它叫做春秋 所以中国历史就开始进入到 东周列国 或者说进入到春秋时代了 那么下面一个阶段 还有战国时代 那个战争就更加惨烈 所以我有的时候说 春秋时期的战争 和战国时期的战争 它有点不一样 春秋时期的战争 它有点带有讨伐性 为正义而战 而战国时期的战争 它是灭绝性 动不动杀人数万数十万 那属于兼兵性的战争 所以它的战争更加惨烈 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 古人 它的价值观和我们 现在大概不一样 它更强调的是 谁正义 谁不正义 谁是对的 谁是非的 它没有我们现在 这么大局观 没有我们这个大局观 如果我们现在的立场 它一定是错的 同时 那个时候另外一种官员 和我们现在 和后来也不一样 哪一种官员 华谊官 和后来也不一样 就说这个全农 我们现在看是少数民主 但是它并不是活动在西部边境 北部边境的少数民主 那个时候中国的大地 中国的狂和流域 农业民主 游牧民主 狩猎民主 它是并存的 并不是所有的土地 都开发出来种田 有些地方 它是很大的牧场 它是游牧民主活动的地方 游牧民主和农业民主 它是全崖交错的 它是活动在一起的 我们大家想一想看 如果这个全农 是来自于很西北的地方 来自于西方的地方 北边的地方 那栗山发风火 那不是来不及吗 那个风火台应该在西边 而不是在东边 所以这些少数民主 和华夏民主 它是全崖交错的 那个时候还没有形成 后来像秦汉大一统以后的 那种华谊官 那么虽然他们摧毁了一个城市 虽然他们杀了一个国王 但是当时的人们看起来 战争就是这样的城市 有哪一场战争不死人呢 当年的商汤 罚杰 武王罚赵 不也是死人吗 以后我们将讲到战国的时候 恶灾真是杀人如马 血流成口 那个战争才更厉害 所以我们谈到这一段的时候 我想跟大家说 刚才这些说明 那个周平王东迁以后怎么办 从此以后 周的都城 他就不再再耗尽了 而是在末裔 这变成东周的一个国度 但是从态势上看 这个东周和原来的西周 是不可同日而已 我们看看当年周武王 发咒 辅奔三千 代价四万 而在孟经 和经这一代地方来会合的 来表示拥护的诸侯 多达几百个 浩浩荡荡的队伍 杀奔操个 那么现在 周平王东迁 奇迹惨惨 在一些诸侯的保护下 非常落难 来到了东周 我们再看看 当年的周武王 在攻灭了 桑州王以后 回到浩津 以浩津作为统治中心 同时 部署建立 成州 以成州控制诸侯 以浩津作为根本 何等的强盛 那么现在这个东周 凡顾四周 都是诸侯 落意弹丸之地 要人缺人 要粮缺粮 实际上是处于一种 非常悲惨的待遇 日子真不好过 这样一来 周天子的权威 就更加进一步的衰落 所以后来司马迁在 史记里头 写到平王东迁以后 用了一句话 来表述周天子的 尴尬的处境 那么他怎么说的呢 他说 周是衰微 诸侯强并落 其处秦境 是大 郑游方博 那个郑游谁出 本来应该是郑游周天子出 郑游中央出 现在不是这样了 郑游那些大国来出 大国说了算 但是 最早 给周天子 给周平王 气瘦点 最早使周天子 周平王 感觉到 激人离下的 倒不是齐国 晋国 楚国和秦国 而是在他东边的一个 并不怎么太强大的国家 这个组合国叫做郑国 郑 所以有很多历史学家 甚至认为 如果要说 大 恐怕还不是从齐樊宫开始 还应该从这个郑国开始 郑国在春秋争霸中并不起眼 但春秋这部史书的记载 却是从郑国开始的 那么郑国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 敬请收看国史通建制 如此天子 中国古代朝代的称谓 其实是后人使用的 一种历史分歧方法 西州东州 以王朝都城的方位来区分 西州的都城浩京 及今天的陕西西安 东州的都城洛邑 及今天的河南洛阳 一西一东 产生西州东州 而东州的使用 又往往仅相对于西州 我们更习惯于 把东州分为春秋与战国两段 春秋的名称 源于鲁国的史书 春秋 经过孔子的增山 而成为儒家经典的五经之一 春秋虽然是鲁国的史书 但是它的开篇 却记载了郑国的故事 那么这个郑国有什么特别之处 它开启了怎样的春秋时代呢 那么我们说到的这个郑国 实际上它出现很晚 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是周幽王的父亲 周宣王的时候出现的 周宣王有一个弟弟 名字叫做姬游 他把这个弟弟就分封在浩津附近的一个地方 浩津附近的哪个地方 现在陕西陕地 华县 我记得我上一次谈分封的时候 曾经跟大家说过 西州的分封制有一个原则 什么原则呢 周天子能够直接控制的地区 中州地区 成州地区 它是不分封诸侯的 所以诸侯都在外围 但是 随着周天子的权威越来越衰微 随着需要分封的儿子们越来越多 弟弟们越来越多 所以 在京畿附近 在浩津附近 在洛义附近 也就分封了一些诸侯了 那么周宣王就把自己这个弟弟 分封在距离浩津 近在咫尺的地方 华县 这个诸侯国叫镇 所以我们现在一说到镇 马上老字就想到荷兰 想到镇州一带 但是镇最早是封在华县 那么这个基友 后来由于镇国的地位提高了 由伯爵提升到公 自称公 所以 这位基友 人们就把他叫做镇公 后来他死了以后 给他一个号 叫做镇凡公 这个镇凡公是具有政治头脑的一个人物 他虽然被封在华县 但是看到 宣王在位的时候 特别是幽王在位的时候 这个国家已经开始在动荡了 因此他要为自己 为自己的子孙后代来着想 万一这个西州出现问题 万一这个政治出现崩盘 该怎么办 所以他就请教了另外一位高人 这个高人 又是一个太史 太史伯 但是不是刚才这个 博扬富 而是另外一个 他就问他 他现在国家这么动断 我封在这个镇 你看看有什么办法 来保住自己的后代 这个太史伯 实际上也看到政局的动荡 就告诉他 说我跟你出个主意 出个什么主意 在洛义的东边 有两个小国 这两个小国 一个叫做过 一个叫做快 这两个国的国君 都是建立妄议制度 老百姓对他们非常不满意 那么您现在的身份比较好 在周宣王周幽王的时候 这个郑凡公 也就是季游 被请到朝廷里面做司徒 来管理天下的户口 是天子身边的进城 他说你现在 威望极高 地位也很重要 你可以放一个话出去 说想在罗义的东边 找个地方来居住 这两个国家的国君 一听到这个消息 一定拍你的马屁 拍你的马屁 一定会把一些城献给你 你可以搬到那边去 那么这两个国家的人民 对这个诸侯又十分的不满 那么你去了以后 这两个小国 还不就是你的了吗 那郑凡公一听 很高兴 向周幽王打报告 说这个地方太逼近浩津 离浩津太近 我想搬搬家 搬到洛宇东边去 这本来就是一个不好的主张了 周幽王如果明智的话 会想到 这个人是不是在置外于自己 是不是对朝廷不放心 但是也许周幽王正盯着那块地方 经济的地方 你走了以后 那块地方不是我的吗 于是答应了 这个 基尤 也就是郑凡公 这样一来 郑国就有了另外一块地盘 就迁到了现在的郑州附近 也就是洛阳的东边 迁到了那块地区 迁到那块地区以后 但是 这个基尤 也就是郑凡公 他冷难在周幽王身边做他的师徒 做他的亲 因此在 僧侯在全农攻打耗尽的过程中 他拼命地保护周幽王 最后战士 所以他是有功于周王室的 那么他的儿子就和其他的诸侯一起 保证周平王 先都到了洛阳 这样一来 这个周天子和郑国 又处在一起 本来就离得很近 周幽王在浩金 这个郑凡公在华县 离得很近 一个在西 一个在东 现在周平王签到了洛伊 离郑国又离得很近了 又靠在一起 但是此一时彼一时 形势发生了逆转 这个时候离周平王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有点寄灵一下 凡是周边 都是诸侯国 他自己就这么一块地盘 而郑国 由于郑凡公的这种威望 由于他儿子和其他的诸侯一起 把周平王签到了洛阳 所以他在诸侯里头 有崇高的威望 等到郑凡公的孙子继位的时候 郑国原来是中原地区的一个小霸主 这个郑章公在历史上很著名 我们中学教材里头 好像具一篇文章 左传的第一篇叫做 郑伯可断语焉 说的就是这个郑章公 说郑章公出生的时候 他母亲是难产 所以对这个儿子很讨厌 因此想把这个位置 劝说郑章公的父亲 把这个位置 传给自己的小儿子 同时设置重重状态 来诬陷 或者排斥这个大儿子 所以郑章公一直 记他母亲的仇 一直记他弟弟的仇 一直到他继位以后 他母亲还提出非分的要求 要他给他的那个弟弟 叫断 给一个大的地方 让他居住 最后郑章公答应了 但是非常有臣服 他的臣服 丝毫不下于他的祖父郑凡公 郑凡公是有臣服的 他为自己的子孙后代 争取到了郑这个地方 这个新的地盘 但是郑凡公 他未能处事 非常了得 大家对他都非常好 他很肯帮助人 所以在诸侯里的威望很高 但是这个郑章公呢 学到了他 遗传到了他祖父的 一个方面的贫心 就是非常有臣服 也很有才干 但是心胸不免狭窄 这就不一样了 后来他设置陷阱 一步一步 把他弟弟逼得身败名裂 而且向他母亲发誓 我再也不见你了 如果我们要见你 除非在黄泉之下 就是死了以后 所以中国历史上 又有一个典故 就是黄泉相见 后来有人跟他出主意 他逼走了弟弟以后 那么弟弟身败名裂以后 母子之间还是要和谐嘛 所以有人跟他出主意 不是黄泉相见吗 你挖一条地道 到下面去 你母亲也到那里去 你也到那里去 这不相见了吗 于是他挖一个地道 母子两个相见 又其弱隆隆 祁桓公被尊为春秋五霸之首 但他却自称酒色之徒 是个从来不管事的甩手掌柜 那么他不管谁来管 祁国是怎样率先称霸的呢 敬请收看 国史通鉴之甩手掌柜 郑庄公和弟弟共诸段 争权夺位的事件 作为春秋诸侯崛起的开端 在历史上非常有名 不仅被左撰列为首篇 对后世影响极大的古文观止 也把郑伯刻段余焉 放在开卷千古传送 我们今天常用的成语 多行不义必自闭 即使文中郑庄公对弟弟的警告 郑庄公指责弟弟多行不义 是指他一下反上 在处理完家事之后 郑庄公自己也开始对周天子 多行不义了 那么他在对待家事他是这样 对待国事他也同样是这样 那么周平王在位的时候 郑庄公已经继位了 但是郑庄公觉得我们这个郑国 对周贡献太大了 我所需要的荣誉 我所需要的位置 你还没有满足我 所以对周平王就有一答没一答 表示了某种意义上的轻慢 这个周平王也是有性格的 你是诸侯 我是天子 你一轻慢我 我怕谁啊 我也轻慢你 所以郑庄公虽然是东周的亲 但是在东周的朝廷 他是受到冷落的 一受到冷落 一路之下 他再也不见周平王 不但不见 周平王死了以后 他不奔商 不去出席追导会 周平王的儿子周樊王继位以后 他不参加继位大帝 所以你看看一个诸侯 他能够这样侵卖周天子 你也是周天子 不但如此 还干另外一件事 到了夏天 派军队 到人家周天子已经小得可怜的地盘上 抢收麦子 到秋天的时候 派军队到人家少得可怜的地方 去抢收蜀米 把周天子气得要命 然后抢了人家 属米 爱子不帅 他还来到周天子的王室 他上朝了 你看看 有这样欺人的吗 有这样欺人太圣的吗 抢了周天子的粮食 然后再去见周天子 看你怎么地 敢把我怎么样 这个周天子周樊王也是有个性的 当然不敢杀他 不敢触罚他 但是敢怠慢他 冷落他 不把他当一回事 既然不把我当一回事 郑庄公回到郑国 也继续不把周天子当一回事 这样一来 你看 天子和诸侯之间较劲了 你不怠慢我 我也怠慢你 终于周天子忍不住了 周樊王毕竟还年轻 没有郑庄公那么老某身孙 他赖不住怎么办 赖不住就讨伐 所以他联络了四个小小的诸侯国 联络了陈国 蔡国 国国 魏国 都是郑国附近的那几个小诸侯国 力量不大 然后带着五国联军 周天子是天子 然后四国 然后攻打郑国 周天子来讨伐 郑庄公怎么办 他绝不坐以待毙 他调集军队迎战 你看看 历史上 在西周的历史上 还没有出现激性的诸侯国 和周天子正面对抗 我们刚才说了 昭王的时候 曾经讨伐诸侯 淹死在汗水 但是那不是激性 在周牧王的时候 也曾经起兵 去讨伐西边的诸侯 也不是激性 即使是激性 也没有哪个跟他对抗 但是 郑庄公作为一个激性的诸侯国 公开和宗祖国 也就是周天子 兵农相见 结果周 樊王带着了一伙乌合之重 又打不赢 一战子下 郑国的军队一个冲锋 四个小国率先逃跑 谁也得罪不起郑庄公 周樊王一看 大肆已去逃跑 要转车头逃跑 郑庄公立部队追 这里头 降临里头出了一个蟒汉 这个蟒汉叫祝丹 祝丹呢 一看周樊王逃跑 他就赶坐他的车 就去追 而且这人是个神剑手 春秋时期与一些神剑手 也我们看到 楚国也有神剑手 这个郑国有一个神剑手 他眼看追不上了 把剑拔出来 搭上弓一箭射去 郑中 周樊王的臂膀 周樊王差点从车上掉下来 这个朱丹一看 非常高兴 赶坐车就要追 这个时候郑庄公制止他了 别追了吧 你追他干什么 我们打败了周天子的军队 而且你射伤了周天子 这已经是以下犯上了 你要去追他 把他抓过来 抓过来交给谁 交给我 我怎么办 那天下诸侯怎么看我的 这就是政治家和一个将领的区别 将领打了胜仗 就要把战利品夺回来 但是政治家知道 你夺回来以后怎么办 没办法处理 所以放了周樊王一马 但是从此以后 周天子的威信继续下降 政治是带有根本性的下降 那么中国有一句话 叫做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所有的诸侯都在传 你看看这个郑庄公 竟然可一可 天子抗衡 还竟然把天子都射伤了 你看看这周天子以后再怎么混 见到诸侯还有什么脸面 但是他还必须混下去 那么周天子在以后的处境 到底怎么样 他如何面对诸侯 郑国他在这一次战争以后 他如何地继续发展 我们下一次再讲 谢谢 齐桓公被尊为春秋五霸之首 但他却自称酒色之徒 是个从来不管事的甩手掌柜 那么他不管谁来管 齐国是怎样率先称霸的呢 敬请收看国史通建制 甩手掌柜 公元前771年 周平王东迁落役 中国历史由西周进入了东周时期 东周在历史上 又被分为春秋和战国两段 说到春秋 我们首先会想到诸侯争霸 随着周天子权威的衰落 各诸侯国开始了自己崛起的道路 但在历史上 提起春秋争霸 首先要提的就是五霸之首齐桓公 那么齐国有着故事 齐桓公又是如何率先缔造霸业的呢 百家讲台邀请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 为您讲书系列节目 国史通鉴春秋战国篇第二集 甩手掌柜 在黄河流域 随着周天子的衰落 率先兴起的就是那个东方的大国 齐国 这个齐国是当时的周五王 封在江子牙的封地 那么江子牙我们过去曾经谈到过 他传说是元帝的后代 所以姓江 但是他的一个祖先 在大禹治水的时候 立下了功劳 所以封在吕这个地方 因此他又姓吕 你看看史记的齐太公世家 直称江子牙叫吕尚 那么他既是五王伐咒 西周取代商的第一大功产 同时他又是周五王的约夫 他的女儿嫁给了周五王 而且封到了东方作为一个大国 因此经过若干年的发展 随着周王室的衰落 特别是到了 平王东迁以后 齐国已经是东方大国了 但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在郑庄公 欺凌周桓王的这一段时间 齐国发生了内乱 但是有的时候内乱也未必是坏事 有的时候内乱反而可能带来机遇 那么齐国的这场内乱 说明是带来机遇的 什么机遇 在这个乱的过程中 有两个具有国军继承权的公子 逃到了 逃出了齐国 其中一个叫做公子鸠 他逃到哪里 因为他的母亲是鲁国人 所以他就逃到鲁国 这个鲁国的国都 齐府是在齐国的国都 在林子的西南 他来到这里 静观齐国内部的变化 希望一旦有机会 他通过鲁国的强有力量 来竞争这个国军的人权 而另外一个公子 叫做公子小白 他的母亲是卫国人 这个卫国在齐国的西边 但是离得过于遥远一些 同时这个卫国的国力 也不是太强大 所以这个小白 他就逃到哪里 逃到举国 这个举在齐国都城 林子的南边 比屈府更近一些 当然不是一个人逃 他们都各自有自己的助手 有他们的师父 那个公子鸠的师父 一个叫少傅 还有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观众 而公子小白的师父 也是大名鼎鼎 叫报树雅 他们就分别逃到这两个地方 那么齐国继续绿乱 但是机会来了 到了公元前685年 齐国的国军 通过一次政变 成为一个无军状态 齐国没有君主了 没有君主 他们都来了机会了 而这两个公子 在齐国有内线 所以这个情报很重要 内线很重要 由于这个公子小白 他的一个举 离林子更近 所以他得到的情报就更快 一得到这个情报 由报树雅主持 立即向举国借军队 打点心脏 就往林子进发 那这个公子鸠怎么办 他也得到情报 但是他这个情报 得得更晚一点 因为他的距离更远 怎么办 没关系 派了他的一个师父 就是管仲 带着一支小分队 到路上进行拦截 拦截谁 拦截公子小白 你不是消息更早吗 我到路上拦截你 在路上就灭了你 看看你还能不能争 这个办法 不能说是不好 应该说是高招 管仲 一路上日夜兼程 结果还真在路上 拦截住了小白的车队 但是小白的车队 人马多啊 他的车队 是一支清旗兵 车辆比较少 人员也比较少 所以硬碰是不行的 这个管仲 他的师父 抱手牙 正在保住小白 这个时候各位其主 他们是师范好的兄弟 但是各位其主 管仲乘着别人不注意 弯弓达箭 一箭就朝公子小白射去 这一箭就射中了小白 小白硬胜而倒 管仲一看非常高兴 死了 于是他调转车头 奔飞鲁国 到鲁国去报告给公子鲸 公子鲸停了以后非常高兴 然后向鲁国借了兵马 鲁国也很高兴 派出军队 附送公子鲸 套号荡荡 向齐国进发 这一路上应该说是欢声笑语 因为非常高兴 对手已经死了 本来他们是烂兄烂弟 但是一旦皇位继承权 成为一个争夺目标 就变成一对冤家对头了 现在小白死了 他们可以放心地到齐国 去继承这个国军的位置 但是一来到齐国的边境 被齐军堵住了 公子鲸一看 齐国还不错 尽管内乱 那个国防还没有懈怠 于是让人传句话 说你们让我们过去 这是齐国的新国军到了 但是没想到那边的齐军说 我们已经有国军了 哪来又有新的国军吗 没这个事吗 结果一听 公子就傻了 怎么回事呢 原来管众的那一箭 并没有真正射中 公子小白 而是射中了他衣服一袋的 这个代沟 但是当时小白也是集中生智 怕管众还有后手 第二箭第三箭 如果箭群发怎么办 他随着这一箭过来 立即倒在车上 大喝一声 不动 装死 不但骗过了管众 把暴树牙也吓得 纷飞破晒 看着管众的车走了 他然后得意洋洋的 从车上爬起来 让暴树牙 整理心脏 继续出发 就像齐国进发了 那么公子小白 在齐国的内线 那是了不起的了 两个家族 一个姓高 一个姓国 又叫国高二四 这两个家族 在齐国的地位 就相当于 周少二公 在西州的地位 周公和少公 共同辅政 那么在齐国 是国四和高四 共同辅政 这是齐国的四层 他们一边传递出消息 说现在国军没有了 你赶快回来 另外一方面 联络各个贵族 准备迎接小白 从这个角度来讲 即使公子纠仙道 要登位 要继位 都不是那么容易的 因为他们等的是等公子小白 所以公子小白 一来到林芝 那么别人已经做好了 迎接他的准备 这样一来 齐国就有新军了 这个公子小白 就顺理成章地 做了齐国的国军 这一位 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极其熟悉的齐桓公 那么从此齐国 就在齐桓公的领导下 开创了他的霸言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管仲在帮助公子纠 争夺王位的过程中 设上了正敌公子小白 小白装死逃过一劫 成为了大名鼎鼎的齐桓公 那么他将怎样报管仲的 这一件之仇 国是通鉴职 甩手掌柜 公子鞠与公子小白 争夺王位的这一段历史 除了日后鼎鼎大名的齐桓公以外 他们两人各自的师父 管仲与豹书牙 同样名垂精实 我们有个形容志向相投 歌颂有意的成语 管豹之交 说的就是管仲和豹书牙的故事 他们有意深厚 在政治上却各畏其主 那么当公子小白胜出之后 公子鞠的结局如何 公子小白又如何抱 管仲的一见之仇呢 那么公子鞠怎么办 鲁国怎么办 这个时候的鲁国 应该说也是东方大国 他是周公的封地 但是由于周公在朝廷府镇 他没有来到封地 封地是由他的儿子 国秦来进行掌管 那么鲁国经过许多年的发展 也越来越大 但是开始的时候 齐鲁两国之间 还有其他的小弟诸侯国 或者小弟其他的游牧民族 狩猎民族 但是随着两国国内的发展 他们变成邻国了 一旦变成邻国 就出现问题 大家都要扩中势力 就一定发生矛盾 那么这个时候鲁国的国君 叫鲁庄公 鲁庄公看到公子鲁 投奔他非常高兴 为什么呢 如果能够用过自己的力量 把公子鲁 立为齐国的国君 那么他就有恩惠于齐国 那么齐国就给他报仇 但是现在一看 小白已经截图先登了 公子鲁没希望了 但是不甘心 第一不甘心的是公子鲁 凭什么他小白做 我就不能做 我的母亲是鲁国 他的母亲是魏国 没什么势力嘛 其次不甘心的是鲁国 那么鲁国好不容易 养着这一帮子人 吃喝玩乐 目的就是想扶他为国君 然后得到报仇 现在机票带打了 怎么办 继续试一把 赌一把 所以就在当年的秋天 公元前485年 鲁国调集军队 附送着公子鲁 想乘坐齐国内乱已久 而小白立足未稳 来重新改变齐国的格局 结果大军长驱直入 一直来到齐国国都 临滋的附近 那个地方现在叫环台 当时叫前十 那么齐国怎么办 齐国当政的就是鲍树牙 鲍树牙一听说鲁国来了 他也调集军队 在前十一意待劳 结果双方举行了一次大战 这场战争非常惨烈 历史上把它叫做 齐鲁前十之战 由于这个地方是齐国的府地 所以齐国的准备它更充分 而从当时的国力来说 应该说齐国也更强大一些 所以鲁国战败 鲁庄公带着部队狂奔逃跑 齐军在后面紧追不舍 那么这个时候 鲍树牙干了两件事 哪两件事 第一件事 派一支部队切断鲁庄公 归国的归路 切断他的归路 第二件事 派人以 他实际上是以自己的名义 也可以说是以齐国的名义 向鲁国的国君下了一封书 书信 也可以叫国书吧 齐国的这份书是怎么写的 我们不说原文 它的大概意思是这样 分几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 齐鲁 是两个友好邻邦 但是由于公子鲁的事情 我们发现了战争 实际上这个无可厚非 贵国出于道义 来扶持公子鲁 那也是道义所为 没什么可以值得指责的 但是第二 现在我们齐国已经有了新军 希望贵国尊重我国人民的选择 来尊重我国的选择 不要再两国接仇了 这是第二 第三 为了两国的友好关系 也为了齐国的安宁 有一个人是不能存在的 哪个人不能存在 公子鲁是不能存在的 他的存在就是我们两国的祸害之源 但是由于他是我们国军的兄弟 我们国军不好处理他 所以得劳家贵国 帮助我们一把 把这个公子鲁给杀了 你看看有这样要挟人家的吗 第四 公子鲁的两个老师 少父和管仲 是我们国军的仇人 我们国军必须守任子 希望把他们卸送到齐国 这个时候的鲁庄公 那是精控六胜无阻 归路被切断 齐国大兵压境 怎么办 只好听从齐国的这种强权 把公子鲁杀了 把尸体呈验起来 然后准备用囚车 把少父和管仲 押送起来 交给齐国的使者 但是公子鲁这两个师父 性格不一样 这个少父觉得 主人已经死了 我已经受了一次弩了 我难道还到齐国去 受了二次弩吗 他不去 他自杀 要和主人一起死去 而另外一个师父 管仲 他是另外的态度 他说现在这个结局 跟我有关系 由于我没有设施公子小白 使我们造成了被动 我应该承担下全部的责任 我到齐国去 你看看 两个师父一死一走 这个结果 正符合齐国的要求 管仲随着齐国的使者 随便接下筹 来到齐国边境 立即又接下筹 变为座上宾 什么原因 鲍树牙已经在国庆 等候着他 老朋友见面 当然有许多感慨 但是也非常的高兴 立即把管仲 从球车里面放出来 立即成为座上宾 鲍树牙陪着管仲 浩浩荡荡荡 回到林芝 还没有到林芝 在郊外 齐桓公已经在等了 你看看 出现这么一个局面 大家说怎么回事 当时管仲要进入球车的时候 鲁国就有人向鲁国国军提出 我看管仲的这种表情 它是有内缘的 它跟齐国是有关系的 而且管仲是大财 是天下之奇才 这种人一旦放归到齐国 对我国极其不利 因此他提出两个主意 第一 不放人 留到我鲁国 为我所用 你到哪里不是服务吗 为我所用 第二 干脆把管仲杀了 三具尸体 统统运回去 看你齐国怎么办 但是鲁庄公那个时候不敢 你把管仲留下来 怎么向齐国交代 你如果把他杀了 难道能够阻挡齐国的强大吗 还得住了齐国 所以鲁庄公没办法 还是送了管仲 那个齐桓公应该说 还是有大量的 按理来说 管仲射了他一箭 尽管是有惊无险 但确实是仇敌 所以当鲁庄公 向秦帆公说 公子鲄已经不在乎了 一个死老夫算得了什么 无所谓 少夫也无所谓 但是 管仲是一定要为我所用的 秦帆公当时不答应 说这是仇人 怎么能够答应 他来为我所用 抱手压跟他说 如果您 想安安稳稳住齐国的国军 没问题 我和我的朋友帮助你 一点事都没有 但是 你要让齐国强大 要让齐国 称霸于诸侯 非管仲不可 齐帆公当然也知道 各位齐楚 我做了一个猜测 齐帆公比如说 还耿耿于怀 我就是声不达这口气 抱手压说 你咽不加这口气 没关系 他射了你一箭吧 等他回来 你射他十箭 出出气 你看看 齐帆公怎么样 当然 这个是我的推测 假设我劝齐帆公 我可能可以这样说 但是不管怎么说 管仲回来了 一番交谈 齐帆公对管仲 也早就熟悉了 他们都是朋友了 抱手压是他自己的师父 而管仲 是公子九的师父 公子九和公子小白 本来就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都是兄弟 他们的师父又是好朋友 所以对管仲的大财 早就知道 所以立即把郭震 让管仲处理 那么从此以后 齐国在管仲的帮助之下 齐帆公开始带领着齐国 强大起来 历史是什么 是固执堆还是固执会 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还是指引当下的启示录 封建 变法 共和 纵横 争霸 春秋 周勤汉堂 摇顺雨汤 熟悉的名词 全新的解释 讲述中国人自己的 历史进化论 一部 与众不同的中国通识 百家奖谈栏目特别奉献 系列节目 国事通鉴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豹书牙不渡嫌技能 利剑管仲 齐桓公不计前嫌 任用管仲 使齐国能够推行管仲模式 并最终走上霸业 那么管仲是如何管理国家的 国事通鉴制 甩手掌柜 公子小白能夺得王位 并在诸侯中率先称霸 成为齐桓公 他最重要 也最正确的政治手段 就是不计前嫌地 把国家的政务 交给了管仲 体现了他胸怀的开阔 和眼光的精准 用我们今天的话说 作为当时齐国CEO的管仲 也不负众望 把齐国带上了 迅速崛起的道路 那么管仲究竟 是如何治国的呢 我们从夏章 一直说到的西州 说到东州 现在说到了齐 那么这个国家 到底是怎么管理的 我们一直没说 只说了在西州的时候 大封诸侯 建立起全国的这种网络 但是具体本国的管理 是怎么干的 我们没有说过 幸亏有一个管仲 幸亏有一本书 叫管子 我们知道管仲 在齐国是怎么干的 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 齐国是这样干的 以往可能是怎么干的 史记有一句话 说自从管仲 自齐以后 即使到管仲死了 齐国仍然在执行他的政策 齐国仍然强大 那么意思就是说 管仲他有一套 治国的方法 治国的理验 用我的话来说 应该是一种管仲模式 那么管仲模式是怎么回事 我们分析一下 管仲模式 它分成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内政 一方面是军令 也就是政和军 双管齐下 我们先看他的内政 管子里头有这么一句话 我念一念 读给大家听 三齐国而五齐弊 定名之居 成名之士 临为之忠 而慎用其六炳焉 这么一句话 这就是管仲模式 也是管仲治理齐国的一套基本的办法 我们来分析 由于古人记载 它非常简单明了 我们现在的语境不一样 我们就来分析 它到底怎么回事 先说第一句 三齐国而五齐弊 这实际上是管仲为齐国制定的一种 基层管理制度和复基管理办法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先说三齐国 所谓的三齐国是怎么回事 国 我们上一次也谈到过 它是指都城 以及城市大都市进去附近 这个叫国 那么什么叫做三齐国 管仲把齐国的林姿和其他的大都市 它分成二十一个乡 这二十一个乡 其中有六个乡 它居住的是工和商 也就是说居住是守工业工人 守工业主和商人 他们居住在六个乡 还有四五个乡 居住的是市 这个市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读书人 而是指当时的一些小贵族和平民 严格说起来 是一些有身份的 它是市 而这个市一共十五乡 管仲把这十五乡分成三个区 每区五个乡 这就叫三齐国 把它分成三个区 每个区两千户 五个区就是一万户 那么一旦碰到战争 每一个户出一丁 出一个兵 那么三区 十五个乡 那就一共可以调集 所以这个所谓的三齐国 严格说起来 它既是一种居民的管理制度 同时它又是一种兵育制度 这就叫三齐国 那么什么叫做五齐壁 这个壁和国是对称的 国是大都市和它的周边 而壁这是农村 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 就是乡村 管仲把齐国的乡村 它建立起一种 从下到上的管理机构 管理制度 最底层叫做义 三十户为义义 然后第二层叫竹 十义为义竹 第三层叫乡 十足为义乡 第四层叫县 第五层叫属 所以它把全国从下到上 它发成五个层级 叫义竹乡县属 每一个属五万户 而全国一共五个属 这就叫五齐壁 五齐壁实际上是把 全国的乡村封成五大片 另外也 它还有一层意思 还有一层什么意思 把基层组织建立起来以后 它根据土地的 收入收成的高低 它来挣税 所以有一句著名的话 叫做向地而催真 什么叫做向地而催真 就是根据土地的收入的情况 来制定你的付税 所以这样一来 我们说三七国 是一种城市的管理和复级制度 同时和兵役制度联系在一起 而所谓的五齐壁 实际上是一种乡村管理制度 它分成五个基层 另外分成五大片 五大区 同时把它和付税制度结合在一起 所以它是一种复级制度和付税制度的一种结合 这就是它所谓的内政 第一个部分 叫三七国而五七弊 那么下面一句也很有意思 怎么说 下面一句叫定名之居 成名之士 临危之中 这实际上是管仲一个基本理念的体现 管仲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一个概念 什么概念 四农工商四名者 国之十名也 这太了不起了 国家的构成就是四种名 哪四种名 四农工商 他们是国之十名 正是在建立在这样一种基础上 管仲提出了三句话 生有其居 长大了有其业 死了以后得其所 我们说死得其所 实际上在这里得到了体现 那么它具体怎么弄呢 四农工商所有的都有固定的居住地方 我们刚才在谈 三七国 五七弊 已经说到了这个 同时 四之子 横为子 横为士 而商之子 横为商 公之子 横为公 龙之子 横为龙 也就是你父亲干什么 你儿子也干什么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 有点莫名其妙了 那不是龙生龙 凤生凤 老鼠生 咱可以打洞吗 但他当时不是这样讲的 他当时认为 你公之子 你继续做工 你可以熟悉你的记忆 商之子 你继续经商 要熟悉市场运作 所以这样一来 他认为 他的业务 可以比较熟悉 另外 如果死了以后 有规定的一片撞梯 有规定的一片撞地 这样一来 你死也有其所 我们今天看到 观众的治国方略 并不足以为奇 但是在两千多年前的 古代社会 却有碧露蓝绿的 开创之功 在当时 是非常先进的 管理手段 所以奇国 能够迅速上下一心 形成统一意志 走向富强 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 管众又只是 齐桓公聘用的 一个CEO 如果把国家的大事小行 全部交给了管众 那么齐桓公 做什么去了呢 他就如此甘心 又放心地 把国家交给管众吗 但是管众的内政不仅如此 我们刚才说的这一篇 只是说到它的一部分 那就是管理制度 实际上它有其他的办法 包括发展生产 发展商业 齐国它有三孙之力 东陵黄海 同时 它盛产磁盐 而且铁矿也非常丰富 所以有记载说 管众在自齐的时候 他开发三川之力 而且把鱼盐之力 也开发出来 那么这样一来 齐国内部管理比较严整 而且又有钱了 又有钱怎么办 做军令 强大军队 这个就比较好办了 有钱 有人 而且这个军队的制度 是在三七国的制度 基础上建立的 每一处出一兵 每一区出一万 所以齐国一调动起来 就三万军队 上中下三军 那么这三军 总统帅 他的统帅 齐管工 那么谁具体领导 齐凡工和高士国士 各领一军 就三军了 这样一来 管众对自己的这一招创作 他就非常得意了 他告诉齐凡工 你看看我们的军队 虽然只有三万人 但是您带着这三万人 可以重坑天下 什么原因 我们的战斗力特别的强 为什么特别强 士兵们相互之间非常熟悉 所以管众说 我们的士兵打几仗来 夜战 深乡门 我们打夜仗 我只要一说话 旁边的士兵就知道 是我了 这叫夜战深乡伟 斗战 木乡士 我们白脸打仗都认识 杀敌人是杀僧人 不是杀俗人 而且 有难同当 有父同享 你看看这个部队的战斗力 那就厉害了 这样 齐国的国力强大 军事力量也强大 他完全具备称霸的这么一个资格 他怎么称霸 应该说当时的国际环境 我们现在是第二次谈到国际环境 刚刚谈国际环境 是说国际环境对政国不利 但是国际环境对齐国有利 怎么有利法 第一 周天子没权威 落难 受人欺压 他需要有人立体 第二 各个诸和国 由于没有小诸和国 由于没有周天子的庇护 相互之间 你争我斗 还有农业民族 受到游牧民族 狩猎民族的侵夺 和进攻 所以他们不稳定 在这种情况下 所以说管仲是天下之奇才 他提出了四个字的 称霸的口号 或者说是称霸的这么一种目标 和手段 哪四个字 尊王 朗仪 什么叫做尊王 尊崇周天子 我尊崇你 周天子 你是我们的公主 然后朗仪是什么 带领这些激辛的诸侯 带领这些农业民族的诸侯 来抵抗游牧民族的这种侵扰 他这样做 这样一做 齐浩宜打错 尊王朗仪的齐浩宜打错 得到所有的诸侯和周天子的用户 周天子正是难过的时候 现在突然 有人竟然还记得我是周天子 你看这多高兴 所以齐藩宫每当有会盟 召集小诸侯开会 周天子一定派人去出席 大家不要小看 这就叫名正言顺 周天子尽管落难 尽管寄人篱下 但是他的名气还在这里 位置还在这里 那些诸侯国 特别是齐国周边的那些小诸侯国 什么蔡国 陈国 曹国 什么魏国 过国 取国等等 正被别人欺负 正被那些游牧民族 在侵吞他的领土 现在齐藩宫一打住旗号 我们要保护你 他们也高兴了 一旦齐藩宫有号召 他们立即来了 大家不要小看这些小兄弟 就像联合国开会一样 他们就是选票 打起仗来 他们就是联合国军 来齐藩宫带着这一帮人 称霸了 同时还规定 各个国家内部 如果发生问题 诸侯国内部发生问题 我们要帮助他共同解决 因为西州发生的问题 任何一个诸侯国也会发生 所谓博人暴动的事情 不仅仅是西州才有 诸侯国也有 那么齐藩宫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这些小国自然高兴了 但是大家要问 我们一方面在说 齐藩宫称霸 但是另外一方面 只在说一个人 说谁 说管仲 管仲 我们不断地称赞他 做这个事 做那个事 那么齐藩宫干什么 人家是霸主啊 我这里要说一句 齐藩宫 他确实是霸主 但是这个霸主 用四个字来表述 叫做甩手掌柜 他甩手的 他甩手掌柜 就在管仲和豹树牙 不断地劝齐藩宫 说要振作起来 我们要为整个国家 做出贡献 我们齐国 要为天下人 做出贡献 齐藩宫没信心 他说我这个人呢 想了惯了 那些雄才大略的事 那些做大的事业 那我做不了 别人说你怎么做不了 管仲问他 你怎么做不了啊 有我们帮助啊 齐藩宫说 我这个人呢 有三个毛病 说出来你们也笑话我 哪三个毛病 第一 我好游猎 一旦发现 哪里出现了心理动物 哪里野兽成堆 那我就要去游猎 我就要去狩猎 往往是通宵达旦 误了不少证事 这是第一个毛病 第二个毛病 好酒 如果哪里发现了有美酒 别人进贡给我美酒 那也是通挑达旦地喝酒 由于喝酒 我也误识 误了不少事 甚至得罪了不少外国的死结 别人来了 我醉酒了 没有接待人家了 所以得罪别人 第三个毛病 好色 什么好色 好漂亮女孩子 你看看 这不是很大的毛病吗 你看管仲一听 真有意思 他的所有上国君主 十国君主 王国君主的毛病 他统统有 甚至还更多 但是管仲说 没关系 你这些毛病真是问题 但是不是大问题 为什么不是大问题 因为你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认识到错误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 你就是好同志 但是虽然你认识到了错误 你还可以不改 你看看 你可以不改 你继续游戀 继续喝酒 继续喜欢女孩子 但是有一条 你把国家的事情交给我就完了 你不管 我来做事 我和我的兄弟们做事 和抱手牙来做事 保险不耽误你爹 游戏喝酒 喜欢女孩子 那个秦帆宫一听 还有这么好的事 一方面一点都不耽误 另外一方面还可以做霸主 那行吧 你管事 我完 所以从此以后 四十来年 齐帆宫一直做 谁手掌柜 那么管事的是谁 管事的是管仲 谁要你姓管 那么齐国就是这样发展 但是问题也来了 问题来在哪里 问题也来在这两个人 一个人齐帆宫 他也不管事 一个人管仲 管事管得太多 他的问题出在这里 我们下一次再说 谢谢 春秋五霸之一的 晋文公一生坎坷 他曾经被父亲驱逐 兄弟追杀 流浪十九年 年近六十 仍然一事无成 那么他有着 怎样的人生传奇 敬请收看 国事通鉴 春秋战国片之 多事之秋 在春秋争霸的过程中 地处煽动的齐桓公 首先崛起称霸 这得益于 齐桓公博大的胸怀 能够不计浅显的任用 与他曾有一剑之手的管仲 管仲为齐桓公入朝礼政 长达四十年 这四十年间 齐国天下太平 而齐桓公则甘愿过 他甩手掌柜的日子 但这并非千秋万代之计 管仲和齐桓公 都将走到生命的尽头 在齐桓公之后 结果他霸主大旗的 并不是他的儿子 而是晋国的国君 晋文公 那么晋文公有着 怎样的人生传奇 他又走过了 怎样的崛起之路呢 白家讲看栏目 邀请江西师范大学 方志源教授 为您讲书系列节目 国史通鉴 纯秋战国篇 第三集 多事之秋 我们上一次谈到齐国 在尊王朗仪的这种旗号下 高高猛进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齐桓公又在管仲的承诺之下 他不断地享乐 享受生活 但是这个好日子 一晃就四十年了 管仲的齐国执政 也差不多四十年了 四十年一下来 管仲也就快进八十岁了 垂垂老义 但中国语句话 靠跌跌会老 靠墙墙会倒 那么眼看着管仲不行了 齐桓公才发现问题严重了 所以他来到管仲的病榻前 看着自己这个 曾经是具有一见之仇的 这么个大恩人 虽然也一见之仇 但是他是有恩于其国的 那么看着他 说你现在要离开我了 怎么办 管仲当然知道 他问怎么办什么意思 就是管仲死了以后 百年以后 谁来接管仲的班 管仲半天没肯起 为什么没肯起 实在想不到何事的人 我们可以设想 管仲一定长期以来都是在考虑这个问题 但问题在哪里 问题管仲太杰出了 管仲太能干了 所以一般的天才 他在干别人的时候 他就以天才的眼光也要求别人 看了半天 找不到几百 因此一拖再拖 拖到自己 行之将亡 齐桓公看着他 等着他 只见这个管仲 口张了几下 也说出了几个名字 说出几个名字 马上自己又摇头又否认 实在找不到 那齐桓公着急嘛 你不说我说 那么齐桓公就向他说了几个 自己认为可以的任务 拿几个 说了三个 第一个 叫做易牙 第二个 叫做树雕 第三个 是公使开放 说了这三个人 而且每个人 都说出他们的理由 那个易牙是什么人呢 易牙也不是一个非动寻常的人物 一方面他有政治头脑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还是一个 具有极高厨艺的厨师 他所喷掉的食品 喷掉的食物 那齐桓公就喜欢得不得了 恐怕他的厨艺 丝毫不下于 我们曾经讲过的另外一个人 谁 商汤的 国相 易允 老子曾经有一句话 说是 治大国 卢蓬小仙 实际上说的就是那个易允 易允不是投靠到一个贵族家里 做厨子吗 后来能够建到商汤吗 那么这个易牙 也具有这种高超的厨艺 实际上 恐怕也有点想下学易允 除熟艺 是一个敲砖的敲门砖 关键想接近齐桓公 结果有一天 易牙又给齐桓公 一盘美味佳肴 一盘肉 齐桓公一吃之下 太好吃了 比以前吃过的都要好吃 等到齐桓公吃完了以后 易牙垂垂了 垂垂干什么 齐桓公说 我说好吃不是很高兴的事吗 易牙说 我难过 你为什么难过 因为您吃的是我的儿子 他为了使齐桓公高兴 把自己还在强保自身的儿子 做成美食给齐桓公吃 齐桓公听到以后 非常的感动 连声说 易牙爱我 易牙爱我 这是第一个易牙 第二个叫树雕 树雕是什么人呢 也是具有才能力 特别具有管理才能 他可以把齐桓公身边的事 管理得津津有条 但是 作为个男人 又不能到宫中来服务 那怎么办 他自工 自工变成什么 自工成宦官 所以他是个患者 那么 因为这个事情 齐桓公也特别的感动 说 真难为你了 为了为我服务 你既然连自己的身体都不顾 那树雕豪言壮语 只要能为您服务 我这个身体算什么 齐桓公一听更加感动了 连声 说树雕爱我 树雕爱我 第三个 叫公子开方 公子开方是什么人 魏国的 国军的继承人 他竟然 抛弃这个继人人的位置 不要 来到齐国 为齐桓公服务 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下 我上次说 齐桓公的母亲 是魏国人 而这个公子开方 是从魏国来的 非常有可能 这个公子开方 和齐桓公的母亲 那个家族是有渊源的 那么齐桓公有一天问他 恐怕也经常问他 说你现在为我服务 一干就是十多二十年 难道你不想念你的祖国 不想念你的父母吗 一说到这个 公子开方 就要泪流满面 说我哪里不想啊 人摸过于亲 亲摸过于父母 我也想他们 但是为了为您服务 我一切都可以抛弃 齐桓公很感动 连声说 开方爱我 开方爱我 他一边说 管众一边笑 实际上是苦笑 一边摇头 齐桓公一看 奇怪了 这么优秀的人才 这么忠于我的人才 怎么就不可以了 管众看着这位君主 他的伟大之处 这心胸坦荡 自己跟他有一见之仇 他竟然把自己 从奸下仇变为座上兵 而且唯以国政 用人不疑 疑人不用 把整个国家交给他管理 但是这个君主最大的毛病 也就在这里 也正在因为他心胸开阔 把天下人都看着是好人 在他眼睛里头 天底下几乎没坏人 所以管众更加担心 他跟齐桓公说 有我在 这三个人是没关系的 一旦我不在 这三个人恐怕对您不利 所以你一定要疏远他们 最好把他们驱逐出齐果 那齐桓公 耳朵里面听着 心里就低估 有这么严重吗 但是在管众死了以后 他还真地遵从管众的愚主 把这些人驱逐出去 但是一段时间以后 觉得生活一点乐趣都没有 你看看想吃好地 没有这个一牙跟他烹饪 他觉得什么都不好吃 宫中管理 没有树雕在这里管理 也一塌糊涂 没有公子开放 他觉得像抽雕的什么样子 觉得很不开心 于是他想 是不是管众多虑了 这些人也不至于那么坏吧 把他们又找回来了 君臣之间 重新其乐融融 管众递解还是要死去 实际上齐桓公见管众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应该问 但是他没问 或者说不愿意问 什么事 不但管众需要接班人 他也需要接班人 管众死的时候 齐桓公也年过花甲了 也面临着要接班人的问题 但是他也没有学好 所以在管众死了以后 两年齐桓公得病了 而且一病不起 这样就好了 他的几个儿子之间 相互争夺 谁也不服谁 因为齐桓公没有制定接班人 没有谁要接班人 所以整个齐国就乱了 那么三位怎么办 易牙 树雕 公子开放 他们这个时候没有功夫 管齐桓公了 因为齐桓公将要死去 他们需要的是 寻找新的国军 所以同时投入到 那场内乱之中 那么伟大的齐桓公 成就第一霸的齐桓公 最后在病中 在恶中悲惨的去世 死了以后十多天 臭气出来 外面的人才知道 然后把他安葬 你看一代英雄就这样走了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齐国在管仲和齐桓公死后迅速衰落 中原的超级大伙 晋国随后称霸 那么晋国是怎样崛起的 他的国军晋文公有着怎样的故事 国事通鉴之 多事之休 齐国迅速崛起成为霸主 主要归功于在国内推行的管仲模式 但也由于管仲的不可复制 人亡正希在座难免 在管仲和齐桓公去世后 齐国的霸主地位迅速衰落 当齐桓公正在为接班人发仇时 位于黄河中有的超级大国晋国正在崛起 也正是晋国的国军晋文公 终于接过了齐桓公霸主的大旗 那么晋国是如何发展的 晋文公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齐国在齐桓公的领导下发展的过程中 晋国也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 这个时代处于两个国军的时代 一个晋武功 一个晋献功 特别是在晋献功时代 和齐桓公几乎是同一个时代 那么当齐桓公高举尊王狼仪的旗号 成为霸主的时候 晋国怎么办 晋国正在埋头苦干 他建立了两个军 一个上军 一个下军 国军领一个军 另外一个大臣领一个军 他比这个时候应该说比齐国 还是要弱一点 齐国三个军 他两个军 但是晋献功 埋头苦干 努力工作 不断地发动战争 一共发动了所有次战争 美战皆胜 一共灭了17个国 还有38个国表示听众他的领导 所以这样一来 齐国在东边称霸了 晋国在中部地区强大起来 特别要命的强大 是他征服了一个国家 灭了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叫利隆 把这里一个应该是游牧民族 或者守恋民族把它灭了 灭了利国 在这利国呢 就带来了两个漂亮女孩子 姐姐尤其漂亮 所以人们把它叫做利基 另外他还灭了一个国 这个国也很著名 叫做过国 为什么著名 因为我们有一个成语 叫做戒图灭过 有两个祝贺国 一个叫做渝国 一个叫做过国 晋国都想把它拿掉 但是如果一拿 怕这两个小国联合起来 战争就不好打了 这个有人向晋献公出了一个主意 出了一个什么主意 叫戒图灭过的主意 向渝国提出 我们是友好邻邦 但是那个过国得罪了我们 我们想借你的路 去灭这个过国 灭了以后 土地财产我们均分 这是引诱 当时渝国就有人提出 绝对不能听信 晋国这是狼子野心 但是渝国的国君 不敢得罪晋国 同时也想沾点小便宜 所以为什么说小便宜不能沾 他一起这个沾小便宜的心 就浪漏了 让晋国的军队浩浩荡荡 通过渝国把过国灭了 灭了过国以后 渝国国君很高兴 准备坐等胜利的果实 谁知道晋国的军队 在回城的过程中 顺手就把渝国灭了 这就造成了中国又一个成语 叫戒图灭国 所以我们在讲春秋的时候 讲战国的时候 许许多多中国的成语 历史故事都是从这里过来的 那么我回过头来 说到了一个利国 灭了利龙以后 把利基带回来 怎么看怎么喜欢 后来这个利基 又给晋献功生了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取了个名字 叫西齐 晋献功就产生想法了 因为喜欢这个小姑娘 就一心一意 想把这个小姑娘生的儿子 离为她的继承人 这又碰到 我们上一次所讲到的 周幽王时候的故事了 那怎么办 凡是国君有所想 一定有人帮他出主意 不管这个主意好还是坏 一定有人帮他出 所以叫做上之所好 下之所趋 所以有人给晋献功 出了一个主意了 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 儿子多了 当然是好事 儿子多了 打架的人多嘛 但是儿子多了 也是坏事 争夺位置的人也多 现在您呢 想把这个小儿子 西齐 订为国君 你那么多的儿子怎么办 尤其是有三个 已经表现出高度的才能 而且都有封地 一个是太子孙孙 他已经定下了法定继承人 第二是公子从儿 在浦城 还有第三个 叫公子一五 这三个公子都是卢郎师傅 万一你死了 你及时把这个位置传给了西齐 这三个儿子 他管得住吗 管不住怎么办 有一个办法 把群公子都杀了 这个主意确实是个收主意 有这样干事的吗 但是我们回过头来说 站在政治家的立场上 站在靖国的立场上 站在靖宪宫的立场上 特别是站在 可能的未来的国君 西齐的立场上 他还真需要这样干 否则出雷烂 但是靖宪宫于心不冷 都是亲身骨肉 难道一定立一个就要杀其他吗 他下不了这个手 但是下不了手没关系 有人会劝他下得了手 谁还是那些出主意的 尤其是立即 自己的儿子如果立为太子 最后继承了位子 那三个卢郎师傅 他的哥哥 还不把他和他的儿子撕了吗 所以不断地吹枕边风 我们历史上经常有枕边风 现实生活里头也经常有枕边风 枕边风一般是很强劲的 但是一般不是好风 一般是歪风 那么靖宪宫听出了这种枕边风 于是咬咬牙下决心 把这三个儿子干掉 于是派出军队杀这三个儿子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靖宫宫为了传位给新欢的儿子 竟然不惜追杀另外三个儿子 父子恩断 太子自杀 而崇尔于怡吾这对难穷难地 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呢 活是通见之都市之秋 为了爱吾及乌 而费力太子的事情 每朝每代都在上演 但像崇尔兄弟的父亲 靖宫这样 为了立新欢所生的小儿子 就要下令追杀另外三个 已经人到中年的儿子 做到如此凶残的 还真不多见 这个斩断父子恩情 灭绝人性的命力一发出 崇尔兄弟的命运会如何呢 这三个儿子怎么办 老大 生生 太子 有人劝生生逃跑 这种事情很有意思 这边派军队去杀 那边实际上送信的人 早就出去了 多有内线 多有朋友 这个生生也接到了信息 他不逃跑 他说我已经得罪了我的父亲 也得罪了他现在喜欢的这个利己 如果我逃跑 我是陷军又不逃 我干净 我自杀 因为我的身体是父亲给的 我要以孝子的身份来唤醒父亲 让他不要对其他的兄弟下毒手 所以他自杀了 另外两个怎么办 另外两个在他的助手们的帮助下 逃跑了 一个逃到敌国 一个逃到梁国 这两个全逃跑 但是有一点说明 他们之所以能够逃出去 跟进宪宫是有关系的 放了他们一马 如果不放这一马 一定是要被杀掉的 那么现在国内就剩下西级了 所以金先公死了以后 把西级离于接班人 按道理说 晋国就稳定了 有新的君主了 但是不行 内部的贵族产生了内乱 在一个功臣 就是戒途没过 直接打仗的那个统帅叫李克 在他的领导下 晋国内部的贵族 发动兵变 把一旗杀死了 把利己也杀了 杀了以后怎么办 要寻新军 寻哪个新军 就在崇尔和一武里头进行选择 崇尔到哪里去了 崇尔这个时候逃到了敌国 因为他母亲就是敌女 所以他又跑到他姥姥家中 来躲烂了 他不是一个人来的 他都有助手 这些助手以后 我们可以知道 都是非常著名的 三种人物 第一种 能够为他建立广泛的社会的言诺 以道德可以服众的 那一类的 这个人的代表叫赵崔 后来他的子孙 建立了战国时期 一个著名的国家 叫赵国的赵崔 第二种人 有自谋的人 哪些有自谋的人 可以帮助崇尔出谋划策的人 他的代表人物叫胡燕 第三类人 是武士 会打仗的人 这种人的代表 叫魏秋 这个魏秋是非常彪悍的一个人物 后来他的子孙 他的后代 建立了战国时期的另外一个国家 叫做魏 所以赵 韩 魏 三国 这里已经出现了两个了 他们的祖先 大家一合计 靖国发生内乱 到底情况怎么样 还摸不清楚 所以 从而这一支 他的谋士们就给他出主意 我们暂时不动 做官其变 看看还有什么问题 等到形势明朗了 我们再去 你看这是他们的选择 但是有的时候 鸡不可施 施不再来 他这边选择不去 那么李克派来的使者觉得 国无军不行了 就找一武 那一武在哪里 在两国 实际上一武跟从而 才是真正的烂兄烂弟 他们两个人的母亲都是嫡女 而且两个人的母亲是姊妹 从而的母亲是姐姐 一武的母亲是妹妹 所以当逃跑的时候 这个一武就准备也逃到敌国去 但他的助手们不同意 所以从而已经到了那里 我们如果去 这不表明是一伙的吗 如果国军派军队来 那敌国抵挡得住吗 还不把我们交出去吗 所以说这个一武手下 也有高人 那么李克靖国的使者一来 这个一武和他的助手们一听 从而这么好的机会都放弃 那么我们不能放弃 所以一武想立即回到靖国去继位 但他的助手们告诉他 发生内乱的人一定是有所求 从而之所以不回去 是因为看不清形势 我们到梁国来 实际上有另外一个目的 梁国的西边有一个大国 这个大国是秦国 我们应该得到秦国的支持 秦国的帮助 然后再去进国继位 这个一武听中了他助手们的意见 但是后面那一步他就出问题了 如果仅仅到此为止 应该说一武手下的这些助手们 他们看问题比从而的助手们 看得更明白 截助要先登 但是后一步他就住错了 住错在哪里 他表现得太着急 怎么太着急 他一边派人到秦国去 说希望你帮助我来做进国的国军 同时许乐 不是承诺 别人没有要求的 是他自己许乐 如果适成之后 适成了 我将把秦国靠着秦国边境的五个城 割给秦国 你看看 他就先许愿了 同时告诉秦国派来的使者 我一旦做国军 我将给这一次发动政变的那些贵州们 引擎我去的这些贵州们 以土地 你看看 外面也许乐 里面也许乐 结果义武在秦国的支持下 做上了进国的国军 后来给了他一个称号 叫做惠光 这就是历史上的进惠光 他是公子从尔的弟弟 那进惠光做了国军以后 他就要对秦国有个交代 人家派兵护送来 你怎么给一个交代 人家军队的首领 是要带回五个城市去的嘛 结果他写了一封书信 让来人交给秦国的国军 书信怎么写的 说我已经答应给秦国武做城 但是跟大臣们一讨论 没得到同意 大家都认为你是新军 而进国的城都是将士们 一刀一枪 抛头颅撒鲜血得来的 是先军留下来的城国 你寸功未利 你怎么就把五个城丢掉 我听过千方百计 说服没用 所以我只好牵你这个人情了 武做城没办法给你 以后再报答吧 你看看 实信于诸侯了 那么对内怎么办 对内同样不给 已经许闹的土地 辞土不浪 但是一天到晚 看着那些人去城市 总觉得好像欠他们的债 那怎么办 有办法 杀了 所以把为首的杀掉 这样他做了国军了 觉得住稳了 但是不久 进国发生自然灾害 发生自然灾害怎么办 老百姓没有粮食吃 政府储备粮不够 于是有人出主意 借吧 借粮 向谁借 最近的 又有丰收的 是秦国 敬汇宫觉得为难 我们刚刚失落 刚刚成没有给别人 我们又向别人借粮 别人可以借给我们吗 住手们说 试试看吧 还是去借 于是晋国 使者又到秦国 结果人家秦国也发生讨论 这种背信轻易的国家 我们难道还帮助他们 这个时候的秦国 还不是后来的虎狼之国 秦国的国军决定 虽然他背叛我们 但是我们 还是要实行一种 人道主义啊 我们借粮给他 结果秦国的粮食 源源不断地运到晋国 帮助晋国渡过了南国 更有意思的是 第二年反过来了 秦国发生自然灾害 晋国获得了丰收 那秦国当然 理所当然就向晋国借粮 晋国也讨论 晋汇公想借 他的助手们又出手主意了 我们已经得罪了他一次 武作成没给他 干脆粮也不借给他 不但不借 我们称他有问题 我们跟他打一仗 来得到更多的理 你看这就太不敌道了 如果说一个国家无耻 一个中和国无聊 在晋汇公统治下的这一帮人 真是无聊加无耻 那么晋国调动军队 准备进攻秦国 秦国借粮食没借到 听说晋国还在集结军队 要发动进攻 群情击粉 于是上上下下 都闹起来了 不要等他打过来 我们先打过去 这样一来 秦国也调动军队 浩浩荡荡地想进国进发 结果两个国家的军队 在一个叫韩元的地方相亏了 这场战争 应该说比 我们上节课所谈到的 齐鲁的前世之战 要更加惨烈 为什么更加惨烈 秦国的国军 差点被晋军俘虏 而晋国的国军 晋废公就被秦军抓住了 所以一个国家的国军被人家俘虏 这个战争应该说规模是比较大的 非常惨烈的 晋废公被俘虏 压到了秦国 这个非常可怜 也非常无耻 得到了应该得到的下场 但是秦国国军的夫人 这是晋国的 过去国军的女儿 所以听说晋国出了这种事 就去劝秦国的国军 你还是要把他放了吧 要不然留在这里干什么呢 晋国发生内乱 那对晋国人命不好 秦公还是不错的 晋国国军又把这个惠王放出来 晋风公来到晋国 这个面子是丢尽了 面子丢尽了 他又挽回面子 他一看手下这些大臣 手下这些臣子 总觉得别人 有一种异样的眼光 在看着自己 也许他自己多心 也许是真的 于是他想到 他们这样 用异样的眼光望着我 可能是在等着另外一个人 等着谁 可能是等着 公子丛尔 他们可能是有恶心了 那怎么办 这个位置要稳定 必须除掉一个人 除掉谁 除掉公子丛尔 所以刺客又派出去了 要到敌国去刺杀公子丛尔 一个62岁流亡国外的老人 究竟如何登上晋国国军宝座 并最终成为春秋五霸中的第二霸呢 敬请关注国史通建 春秋战国编制 晋文霸业 从我们普通人的角度来看 晋文公丛尔的命运实在不好 先开始 国中立太子 因为有哥哥在 没他的份 后来父亲要新立太子 丛尔人到中年 还被追杀 父子恩断义绝 当弟弟当了国君以后 本以为从此太平无事 谁又想树欲净而风不止 弟弟竟然也要追杀他 那么此时的晋文公身在何处 已经流浪多年的他 还会有怎样的坎坷路呢 这个时候的 从尔在哪里 还在敌国 他到敌国已经12年了 他离开晋国的时候43岁 在这里待了12年 55岁了 他年轻的时候 离去豪行壮志 正在消退 所以他就想待在敌国不走了 也在这里娶了媳妇 生了小孩 觉得日子过得不错 但是他手底下的人不同意 这就叫树欲净而风不止 你在这里过安稳日子 我们陪着你 我们是要干大事业的 这个时候正好 从晋国内部传来消息 说要派人刺杀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赵崔 福燕 魏仇 以及其他等等的助手 不断地劝说 强行把公子从尔 裹泄出 敌国 他们来到哪里 来到齐国 那个时候管仲已经死了 所以大家跟从尔出主意 说他现在正需要人才 我们到齐国去 可能会发挥我们的这个人生价值 结果来到齐国 齐樊公真是了不起 用上宾之力 接待了公子从尔 以及他的随行人员 每个人都配备车马 而且还把齐女 齐国忠实的一个女儿 嫁给了公子从尔 这个齐女既温柔又漂亮 还年轻 所以公子从尔从此 在齐国住了下来 但是不久 齐樊公死了 齐樊公死了 齐国陷入内乱 别人也排斥他们了 一帮来自靖国的 卢狼四虎的人 看一下 个个有谋略 个个有武功 如果到我齐国来 那我们怎么带你们 所以在齐国也受到排斥 结果这一批人就决定 公子从尔还必须离开齐国 离开齐国到哪里去 争取离近国近一点 看看有什么问题出现 争取寻找机会 但是公子从尔坚决不同意 结果他们就密谋 众人密谋一定要把它弄出去 这里就出了一个故事 这个什么故事 说他们密谋的时候 是在一棵树下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 他们密谋的时候 被齐女的一个毕女 听到了他们策划的这个秘密 而且这个女毕女 把他们的策划告诉了齐女 就是从尔在齐国许的媳妇 没有想到这个齐女 还真是齐女子 他立即把这个女毕女给杀了 怕他泄露消息 同时找到胡彦 找到赵崔 和他们共同来讨论 如何把从尔弄出去 大丈夫不能在这个逍遥乡里面 你要干事业 这个时候公子从尔多大谁说 六十了 他到齐国都四五年了 年纪六十 这个从尔不同意 不同意怎么办 齐女好久接待他 好年安慰他 然后把他灌醉 灌醉了以后用车开到郊外 郊外什么照吹啊 服言啊 已经把自己的行李已经准备好了 把这个罪人搬上车 然后扬边吹马 车子就向西进 等到公子从尔一觉醒来 久醒了 到什么地方啊 不知道 还听到路上这些人在津津洛道 说他们如何用阴谋把自己裹挟出来 极其的生气 抄起武器 叫杀胡彦 因为他认为胡彦是守谋 而且胡彦呢 妹妹又是嫁给从尔的 所以是他的大舅子 更轻一下 更轻 所以他抄起这个武器 追这个胡彦 胡彦就逃跑 从而说 如果事情不成 我要生吃了你 这个胡彦一边跑一边开玩笑 我年纪都这么大了 有什么好吃的吗 不管事情成不成 事情就这样了 林子已经不见了 齐国也出来了 于是一路上流荡 到了这个国家 有的国家接待他 到了那个祝侯国 那个祝侯可能又不理他 这样 齐齐惨惨 来到了楚国 这个时候 楚国的国君 叫卒臣王 这里注意 在所有的诸侯国里头 首先向周天子 真正在名义上叫板的 是楚国 郑昌宫 尽管那样的欺凌 周平王 欺凌 周桓王 但是 他还叫公 他不敢称王 但是 楚国已经称王了 这个时候在位的是 楚臣王 楚臣王 用接待 邻国的君主的规格 来接待 公子从尔 和他的随行的人 这个公子从尔 受宠落金 非常高兴 好吃好喝 受到礼遇 于是不断地表示感谢 那楚臣王 也是雄才大略的 这个君主 就开玩笑 问公子从尔 你不断地说感谢我 你怎么感谢 这从尔一问 被问得亚可无言 自己还在流浪 还在寄了你一下 谈得上什么报答 那楚臣王说 我给你指点一下 如果你以后 有机会 驻上国军 你怎么报答 给他指了一条路 那从尔说 想来想 我实话实说吧 天上飞点 地上跑点 五湖四海的珍宝 你都有 我还真没怎么办法 来感谢你 但是楚臣王说 你总得许个愿吧 随便你说什么 说了我不难过 他说 我就实话实说吧 楚国也是大国 我晋国也是大国 如果有一天 我们两个国家 发生了战争 那怎么办 我退避三色 我避开你 退三色 一色多少 一色三色你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之间 万一发生战争 我们晋国 退后九十里 然后我们再来打架 这个倒有意思 所谓的退避三色 后来不幸成为称宇 楚国和晋国之间的战争 晋国果然退避三色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下节课再说 谢谢 一个62岁流亡国外的老人 究竟如何登上晋国国君宝座 并最终成为春秋五霸中的第二霸呢 敬请关注国史通鉴 春秋战国编制 晋文霸业 从公元前七百七十年 到公元前四百七十六年 历史上称为春秋时代 在这二百九十多年间 可以说是风炎四起 战火连天 相传春秋初起 诸侯列国一百四十多个 经过连年兼并 大国兼并小国 同时又相互攻伐 争夺霸权 历史上 把先后称霸的五个诸侯 叫做春秋五霸 晋文公就是继齐桓公之后 第二位称霸的诸侯 并且此后 晋国称霸了近百年的时间 可是我们知道 晋文公崇尔一直流亡在外 那么他是如何回国 继承国君位置的呢 他又是怎样在短短的几年时间 强大晋国 并最终称霸诸侯的呢 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 为您讲述戏的节目 国史通鉴 春秋战国篇 第四集 晋文霸业 晋国的公子崇尔 正带着他的流亡政府 带着那一帮人 正在楚国游史 这个时候传来消息 说他在晋国的他的弟弟 晋惠公去世了 那么晋惠公的儿子 晋怀公继位 那么但这个晋怀公 则得罪了他西方的一个邻国 这个邻国就是晋国 这个晋国呢 传说是皇帝的后裔 皇帝的一个孙子叫专虚 也就是我们过去说的五帝里面的第二位 这个晋族 据说就是那个专虚的后裔 那么在咒王伐咒期间 他们这个部族啊 由中原地区逐渐向西进行迁徙 迁徙到现在甘肃省的天水以南 那一带地区 当时那个地方叫西垂 迁到那里 同时承担着给西州养马的这么一个责任 和当地的一些游牧民族 农业民族 他们杂储在一起 到了申侯勾结西龙 全龙攻打后监的时候 这个秦族啊 也从西垂赶过来 来秦王 并且和其他的诸侯一起 把周平王附送到了洛伊 这样一来他也有功了 于是周平王给人家开了一个空头支票 对他的领袖说 你们跟西龙是杂储 但这个西龙非常不像话 把我们周的发源地 齐山 周园都给占领了 如果你这个部族 有本事 打败西龙 那么这个地方就归你了 我为什么说他是空头支票 因为那个时候不但是齐山 不但是周园 来自整个温水流域都已经非洲所有 都是别的部族 别的诸侯占了 那么给秦的部族开这么个空头支票 但这个支票后来兑现了 通过几代人上百年的发展 秦这个部族不断地奋斗 不断地发展 发展到什么程度 发展到整个温水流域里上游和中游 几乎都被他占领 于是他们把他的活动中心 由西锤就迁到了现在陕西的方向一带 叫做雍 这样一来 他的国力就越来越大了 而且不断地向东边进行开拓 国家和人是一样的 一个人如果他的本事健长了 如果他的功夫高了 他的地位高了 他就该管管身边的人了 国家也一样 当一个国家 他比较弱小的时候 只要别人不管我 就是很好的事 当他国力强大的时候 他就希望在国际事务中 发生一点作用 秦就是这样 那么在秦木工的领导下 秦把国都牵到了雍 而且继续向温水的下游推进 这样一来 他就非常想关心中原的事情 而这个时候恰恰中原发生的事情 什么事情呢 我们上一次谈到晋国发生的事情 晋国进宪宫 去世 把位子传给了他那个很喜欢的女孩子 立即的儿子 那么晋国发生内乱 发生内乱以后 两个公子逃出 一个公子崇尔 一个公子一无 那么这样一来 秦国他就想乘这个机会来干预 派了使节 找到了崇尔 说我们秦国用兵力 附送你回国 但是崇尔不同意 我们上一次谈到 崇尔是考虑到 这个晋国的形势不太明朗 但是我们不能排斥另外一个原因 什么原因呢 当一个人 在国外的强大的力量支持下 陆祖本国做国军利手 他是要付出代价的 别人是需要报仇的 不是说支持了你就支持了你 他是需要补偿的 我们应该说公子崇尔 也未必不是从这个角度考虑 所以谢绝了秦国的帮助 但是秦国支持了他的弟弟 就是衣武陆祖靖国 就是后来所说的晋汇宫 晋汇宫死了 这个怀宫继位 但是怀宫跟秦国没有把关系搞好 所以秦国觉得机会又到了 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出 实际上秦国一直在关注 靖国的事务 不但关注靖国国内的事务 还在关注靖国这个流亡政府的 这个事情 要不然他怎么知道公子崇尔 带着一帮人已经在楚国了 所以借秦国派人来到楚国 说服公子崇尔重新回国 我们支持你 这个时候应该说 是公子崇尔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他这个时候多大岁数了 62岁 在外流荡了199年 如果这个机会再不把握住 可能一辈子没击溃了 所以这一次他结束了秦国的好意 至于以后要不要补偿 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于是带着他的手下一帮人 在秦国的护重之下和强力支持之下 回到了靖国 并且夺取了这个靖国国军的位置 把他弟弟的儿子 他的自己的侄子怀公驱逐出去 那么从而继位以后 这就是我们历史上非常著名的 又一个君主了 春秋五霸的第二霸 靖文公 靖文公带着他的那一帮精英 那都是精英 在外流浪19年 大家都在娶妻生子 也都在积累财富 但是他们更多的是讨论 如何回到靖国 回到了靖国以后 如何来管理靖国 回到了靖国以后 如何来称霸诸侯 他们讨论的是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可以说 在外的19年 就是靖文公和他的文臣 和他的武将 在外面讨论治国方略的19年 那么回到了靖国以后 靖文公立即采取措施 国语 史记 用了很多的篇幅来谈靖文公 回到靖国以后 他做什么事情 首先做的事情 是稳定内部 是发展生产 我们可以用几个概念 来概括他 在靖国干了些什么事 第一 选贤认能 把贤者选出来 把能者放到合适的位置上去 这样一来 他的干部解决了 第二 奖励农商 什么叫做奖励农商 就是发展生产 农业生产 奖励商业 这是第二 第三 亲邀伯父 把老百姓 把贵族的 邀越 付税 尽可能减少一些 让大家满意 第四 废除旧债 把过去 游流下来的国家债务 统统废除了 解除了的债务 第五 团结贵族 第六 教化民族 推行在六条措施以后 那么靖国在非常短的时间里头 迅速地恢复原来的思绪 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 所以不久 我们使记用八个字来概括上他的成果 叫做正贫民富 财用不亏 那么政治非常清贫 人民开始富裕 而国家呢也不缺钱花 那么他内部 筑立得很好 也许是因为流浪多年 也许是因为自己已经不年轻了 晋文公一级位 马上就开始采取措施 稳定内部发展生产 勤于修正 历经图治 靖国迅速发展 跃入强国之列 然而晋文公的志向 却远不止于此 他要称霸中原 那么这位春秋时期的 第二位霸主 是如何开始 他称霸的第一步的呢 当内部一好的时候 靖国已经是在发展之中 立即在军事上 他发展起来 原来在晋宪宫的时候 就是晋文公的父亲的时候 靖国已经有两个军 那么到他手上 扩大到三个军 上中下三个军 我们我记得有一次谈管仲 谈齐国 齐国是管仲在齐国治理的时候 发展了三个军 三万人 所以管仲说 我们用这三万军队 可以纵横天下 那么晋文公这个时候 也是三个军了 那么要称霸怎么做 没关系 齐桓公已经做出了榜样 晋文公继位的时候 齐桓公刚刚死去八年 那么齐桓公在管仲的辅助之下 是打出了尊王朗仪的旗号 但是靖国 他甚至用不着打这个旗号 别人就找上门了 谁找上门 当时东州的君主 叫做周湘王 周湘王这个时候正在发生事情 他有一个弟弟 这个弟弟叫戴 人们叫他叫太书戴 这个太书戴 就是一个捣乱的族 当周湘王还没有继位的时候 这个太书就想和他争夺王位 同富异母帝 就想争夺王位 结果没有争夺成 周湘王做了国军 结果这个太书戴就逃到齐国去了 应该说周湘王还是不错 把这个弟弟用着齐国接回来 非常善待他 但这小子不学好 哥哥把他接回来 他竟然和嫂子勾搭上了 又喜欢上了周湘王的王后 结果周湘王这个当然不答应 非常愤怒 一路之下把王后废除 这个王后是来自于敌这个民族 也是在中原地区活动的游牧民族 那么叫敌后把他废除了 但是放过了他的弟弟太书戴 当然对王后也没有过于严厉的谴责 这是废掉他 但这个太书戴又生出坏事来 竟然勾结这个王后的母族 敌人一起攻打洛义 周湘王带兵去抵抗 结果打败了 打败了就逃跑 逃到了郑国 他一边逃的时候 一边发出文书 希望各个诸侯国 特别是同性的诸侯国 来秦王 来帮助我们 实际上这个时候 能够有力量秦王的 又能够迅速解决问题的 只要是两个诸侯国 一个是秦国 这个时候秦国的势力 已经发展到渭水的下游了 另外一个是晋国 晋国在晋文宫的领导下 已经恢复了他的秩序 这个时候秦国是磨刀火火 机会来了 立即准备起兵 来帮助秦王 同时把周王迎回到洛义 晋国怎么办 晋文宫有点犹豫了 所以我们以后不断地要说到 晋文宫会有犹豫 但是诸位注意 有的时候犹豫不是没有主张 犹豫有的时候 他是大智慧 结果他犹豫 他说我们国内的事情还没做好 怎么能够去出兵 这个时候有一个人站出来 此人就是赵崔 和他流亡了19年的赵崔 又一次挺身而出 说我们这个国家 现在陆王定霸 旧才此起 什么叫做陆王定霸 我们如果能够把跑出去的周王 把他迎接回来 这就叫陆王 什么叫定霸 我们这个霸业就可以定下来了 特别是我们和周天子 他是同性 如果我们不干 让这个秦国抢先了 我们一点脸面都没有 晋文宫犹豫了 决定出兵 不但出兵 而且自己亲自御驾亲征 当然那个时候还没这四个字 他亲自出征了 而且兵分两路 第一路 打瘟 瘟在哪里 瘟在现在河南省的瘟县和梦县之间 因为敌人和这个太书带就盘踞着这一带 准备继续捕捉周湘王 另外一路到郑国去 迎接周湘王 当然以晋国的这个战斗力 打敌人那是吹飞之力的 三个月不到 敌人被打跑了 太书带被杀了 那么湘王迎接回来了 周湘王回到了洛义 那么恢复了原来的面貌 东周又稳定了 但是对于别人来帮助了我们 我们该怎么办 周湘王也一点没有密系 把两个地方 一个河内 一个杨帆 就是现在荷兰省的北部 和晋国交界的那两块地区 划给了晋 所以你看看 哪怕是亲戚帮忙 都要给报仇的 所以我们就想到一个事 我们从夏 然后谈到桑 然后谈到西州 现在又谈到春秋 凡是窝里斗 得好处的一定是别人 一定是外人 所以这是一个重大的教训 春秋时代 风烟四起 战火连天 司马迁说 春秋之中 士君三十六 亡国五十二 诸侯奔走 不得保其设计者 不可胜数 由此可见 春秋时期的诸侯争霸 也是一种自保的方式 弱小的国家 甚至连生存都会受到威胁 那么晋门宫迎接周湘王 回到了洛义 晋门宫尊王的目的达到了 可是要想称霸 还需要做一件事 嚷仪 那么当时最大的仪 在哪里呢 最大的仪 实际上既不是龙 也不是犬 而是来自于南边的一个蛮蚁 叫什么 它的名字叫楚 是楚国 那么这里我们要说到 尽管管仲帮助齐桓公 提出了尊王朗义的这个口号 但是齐国 说到底 没有真正朗多少义 没有打多少大仗 尽管管仲说 凭我们这三万人 可以重坑天下 大国无敌 但是 根据我的看法 齐国凡是碰到战争 它都是四个字 那四个字 齐软怕硬 但是管仲不这样 管仲有一句话认为 他说 王者之道 德者之行 是在于伦德 在于伦义 我们可以不战而胜敌 齐桓公有很多很喜欢的女孩子 我过去跟大家说过 他自己号称 自己有三号 号酒 号烈 号色 结果在一次和女孩子们 划船的过程中 有一个女孩子得罪了她 玩笑开过了肚 损害了她的尊严 结果她觉得很没面子 把这个女孩子进行惩罚 这就罢了 还做了更过分的事 竟然起兵 打这个女孩子的祖国 叫蔡国 欺负人家蔡国 结果蔡国很容易打 一打就胜了 于是齐桓公就想 最大的蛮夷是楚国 是不是成这个兵威 加上他又调集了其他的小诸侯国 用联合国军 来吓一下这个正在发展的楚国 于是向楚国进攻 这个楚国当时的国军 叫楚臣王 注意 齐桓公还是公 人家楚国已经是王了 那么楚臣王不是瞎大的 楚国也不是瞎大的 一听说齐桓公 到着联合国军 顺路我进 他调集军队进行抗击 这个双方对垒 齐国开始服软了 一看到人家争刀争枪的 在这里干 他不打了 于是由管仲出面 来对楚国进行声讨 怎么声讨 避重就轻的声讨 两条 第一 你们楚国 也是西州分封的诸侯国 我们每个诸侯国 都要定期向周王室进攻 但是你们已经很多年被进攻了 这是一件事 第二件事 三百年前 周天子昭王 南巡 结果在那楚国的地盘上 下落不明 不知道到哪去了 你要有一个答复 你看看 我为什么说他是避重就轻 重地在哪里 重地是楚国 已经不断地尝试掉了 十几个 来自几十个 激性的诸侯国 和其他的诸侯国 你如果声讨他 应该要他退出来 但是管仲 不敢说这个话 知道这个话 说了也没用 而说两条 不清不重点 应该说是 轻描胆写的 这个楚国的死者 也很厉害 这个人的名字 叫曲王 以后他一个后代 更著名 那就是曲元 曲元的一个先祖 是楚国的代表 就回答他 你们批评的针对 我们确实很多年 没进贡 是我们的错 我们一定改正 但是 那个周昭王 死在汉水 那谁知道 他怎么死的 你们去问问汉水去 跟我们没关系 但是 如果贵国 要以上势力 要欺压我们楚国 那对不起 我们楚国的每一个城市 江汉之间的所有的河流 将是齐军的葬身之地 你看看多厉害 这代表南方的一种品位 代表南方的这种发展势头 结果管仲怎么办 一点办法都没有 于是双方签订了 腹部侵犯条约 这个合约叫做少林之盟 在现在的荷兰省 掩饰一代签订了 于是双方罢聘 习国也回去了 你看没打仗 所以楚国继续发展 那么晋国要发展 就直接面临着这个楚国了 你如果要让一 要让这个最大的 而恰恰楚国这个时候 不断地向黄河流域推进 欺负魏国 欺负曹国 在楚城王的时候 公元前633年 也就是晋文宫继位以后的第四年 楚兵打宋国 这个宋国 他是商朝的后裔 应该在当时也是一个不小的国家 他曾经有一个国君 叫宋湘公 就曾经想称霸的 后来被楚国打败了 那楚军就攻打宋国 攻打宋国 宋国抵挡不住 抵抗了一年多 向靖国求助 靖国怎么办 不能不打 但是这个时候 靖文宫又犹豫了 犹豫什么 有两点犹豫 这个时候在公元前632年 在六年之前 公元前638年 楚国曾经打过一次宋国 把当时的宋国打得大败 而且宋湘公也受伤了 另外 靖文宫在楚国的时候 也见识了这个楚城王的雄哉大连 尤其见识了楚国 将士的这种勇猛 所以他有些犹豫 打得赢打不赢 另外 不救也不行 这个宋国在他流浪的时候 曾经对他很好 但是救马不一定打得赢 而且楚城王对他也很好 怎么办 所以他犹豫 还做了一个梦 做个什么梦呢 梦见他和楚城王两个人打架 搏斗 结果自己打输了 躺在地上 人家趴在他身上 他一身冷汗下行 更不敢打了 他把这个事情告诉他的大舅子 叫胡燕 也是跟着他十九年在外面的一个老狐狸 一说了这个梦 胡燕就恭喜他 说这是个急躁 什么叫做急躁 国军你看看 主公你看看 你躺在地上 你是面朝天的 所以你可以得到天佑 他趴在你身上 是脸朝着地的 他在向你赔罪 你看看 有这样解梦的吧 但是大家不要小看这个解梦 解梦就是减轻你的心理 使你重生振作起来 而这个靖文宫还振作起来了 准备和楚国决于死在 这个时候 靖国也已经是三个军了 国力强大了 尤其重要的是人才极其 他有谋略家 有战术家 还有精兵强将 尤其是在这个时候 冒出了一个 可以说是那一个时代 最杰出的军事战略家 他的名字叫仙政 这个仙政就向靖文宫补弃 说这一仗是必须要打的 报私定霸 在于今天 我们报答 别人给我们恩情 我们要定霸业 就在今天 必须决定 而且他提出连环三计 什么连环三计 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楚国不是在打宋国吗 而且现在楚国 又打下了朝国 朝国跟他结盟 还他又和魏国联姻 变成了三国的小联盟 他也是个小联合国军 我们怎么办 暂时不就送 把楚国的两个盟国 把他打掉 一个朝国 一个魏国 晋国打楚国 没有必胜的把握 但是打朝国和魏国 那是必难胜利的 打下了朝国魏国 怎么办 把朝国魏国的一部分国土 赠送给宋国 让宋国拿着这些领土 作为礼物 分别向齐国和秦国求救 希望秦国和齐国 跟楚国进行联络 放宋国一马 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 如果楚国撤兵 那很好 我们达到了阻挡楚国的目的 如果他不撤兵 那很好 他就得罪了齐国和秦国 如果进过齐国 结成盟国 那么打楚国 那是有必胜把握的 作为看看 还没有开打 先发动外交攻势 所以军事从来不是单纯的战争 军事 它包含着政治 包含着经济 包含着外交 他要把国际关系 把它梳理起来 然后才是我方站在必胜的位置 看到秦国这三招一出来 楚国发生了矛盾 楚城王一看 他自己对晋文公 他也有机会的 因为晋文公带着一帮人就到楚国 而且还发生了种种好玩的故事 晋文公手下的一个名将 叫做魏仇的 竟然在楚国 双手扑了一个猛兽 把楚国的将领都惊呆了 所以他对晋国也是有忌讳的 他不想打了 但是他的军事统帅 令允子玉 他想打 而这个子玉又是魏国的公主 什么叫做公主 就是魏国王的亲戚 他们也是同姓的 一个宗 他要打 而且他的几个兄弟 也都带兵 都要打 楚城王没办法 你要打你们打吧 我回去 结果楚城王拉起一部分军队 回去了 留下子玉和晋国 看看 楚城王的退出 让对阵双方的局势 发生了逆转 可以说 战争还没有打 楚军已经处于不利地位了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 胜券在握的晋军 却在和楚军对决的时候 突然向后撤了九十里 那么晋文公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一次对军的结果 又是怎样的呢 请继续收看 国史通鉴 春秋战国编制 晋文霸业 只一看国军走了 你在搞外交战 那我也搞外交战 楚国怎么弄 楚国派死者到晋国 当然也把风声放出去 提出什么要求 提出双方撤兵 你晋国也撤兵 我楚国也撤兵 恢复到战前的状态 你看看 这一招是很厉害的 晋国怎么办 晋军怎么办 群体反对 哪里像你这么占便宜的 你楚国打这个宋国 还没有打下来 你撤军 那是可以理解的 那个魏国和朝国 我们已经把它吃掉了 你还要我们撤军 我们打下的地盘 让我们放出来 这没这个道理 于是想拒绝楚国的要求 但是这个时候 宣征又出来了 答应楚国的要求 你看看 谋略家就是谋略家 为什么答应 他说 楚国提出这个要求 三国都感谢他 那三国感谢他 打得离死我国里 宋国感谢他 魏国和朝国感谢他 如果我们不答应 那我们就得罪了这三国 得罪了三国 得道多助 食道寡助 那么怎么办 同意他 但是同意不是让楚国 太得便宜吗 没关系 宣征又有三招 哪三招 这是谋略战 第一 同意 双方撤冰 这是第一条 第二 有条件点 什么有条件 派死者到朝国和魏国 说我们答应撤冰 把国土全还给你们 朝国和魏国当然高兴 但是有条件 什么条件 你们要派死者到楚军去 宣布和楚国断交 和我国建交 那我国就撤冰 你看看这第二条 第三条 扣押楚国的死者 激怒子狱 这太厉害了 又是三招 这连环烧招子狱吃不消了 他正在军营里面 等待自己的死者 来听消息 但是没有等到自己的死结 而是等到了朝国和魏国的死结 朝国和魏国的死结 怎么的 宣布和楚国断交 和靖国建交 因为靖国现在放我一马 这指于气得要命 于是带领军队 向禁军发挣进口 宣证要的就是这一条 就是要激怒你 激怒以后再跟你决战 这个时候靖文宫怎么办 靖文宫着出了一个决议 撤冰 后退九十里 叫什么 退逼三色 什么叫做三色 古代行军 三十里要休息一下 要给马喂喂水 给人休息一阵子 所以休息三阵就叫三色 休息一次 叫一色 一色三色里 所以靖文宫退逼三色 是连续退九十里 结果大家都反对啊 我们急入止欲 就是要他来进攻 现在他正在进攻 我们反而撤退 这个时候有一个人站出来了 谁站出来 胡燕站出来了 那个跟靖文宫解梦的 他的大舅子站出来了 说必须撤军 当年我们这一群人 这一是主公 这一是我们的君主 在楚国的时候 人家楚城王对我们太好了 而且楚城王问 你以后怎么报答我 我们君主已经回答了人家 万一不幸 两国之间发生战争 我们退逼三色 那么我们要成熟诺言 于是撤兵 九十里 紫玉看着进军撤军了 继续追击 最后两军在一个地方对类 哪个地方 陈浦 在陈浦两军对类 都是上中下战军 排列出来 就是左中右三军 进军是左中右 楚军也是左中右 那么楚军有些问题 楚军的中军 和楚军的左军 都是精锐部队 但是他的右军有问题 右军是在楚国 扩张的过程中 发展的过程中 被征服的一些部主 和诸侯国的那些 南丁组成的军队 但是他这个弱点 被先者已经发现 所以先者命令自己的左军 就是进军的左军 向楚军的右军 发动猛攻 结果一阵冲击 楚军的右军 抵挡不住 进军的左军 乘胜追击 这个时候 先者又命令自己的右军 向楚军的左军 发动进攻 但是楚军的左军 是精锐部队 而且这个将领 就是楚国令云 中军主塞 紫裕的弟弟 结果楚军 拼死抵抗 双方打了一阵 晋国 自治不去 说进军的右军 就撤军了 楚军的左军 成胜追击 这个时候 先者怎么办 先者正在中军 看到这个形势 立即调集 自己的左军 正在追击 楚军右军的 一部分部队 并且把中军的 一部分军队调出来 同时向楚军的左军 车意发动攻击 一旦发动攻击 晋国的右军 也停止了撤退 立即反身进攻 原来晋军撤退 他的右军撤退 是假撤退 是右军深入 这样一来 楚军的左军 楚军的右军 同时溃败 那紫裕怎么办 他在中军 他不敢动 他不知道 进军的中军 会不会发动攻击 这个时候 他指的撤退 为了保全兵力 中军撤退 收罗左军和右军的残余 就撤出了战场 楚军溃败 那紫裕怎么办 这个时候 他指的撤退 就撤出了战场 孟治愚一句名言 叫做春秋无义战 但是这句话 严格说起来 不是太准确 春秋十二的战争 还真有一点君子之气 什么叫做君子之气 他是讲究讨伐战 讲究击溃战 而不是讲究歼灭战 他打败了 你服输 他就算了 所以晋军也不追起 紫裕就带着 楚国的残军败将撤出 就此一战 成仆之战 晋文宫威震天下 不但是尊王成功 而且朗一成功 此后的若干年的楚国 就没有到中原来闹事 战战打完了 任功行赏 那么晋文宫怎么办 大家都认为 守公是谁 守公毫无疑问 是三军统帅 中军主将 宪政 但晋文宫竟然不是这样 守公给了 支持他退逼三色的胡燕 大家不服气 晋文宫说了一句话 宪政功劳确实很大 但是他是一师之功 胡燕 劝我 恪守承诺 这才是万事之功 所以大家注意 晋文宫那个时候 他已经在讲究这种智慧了 军事 是一种诈谋 所以大家说是兵不厌诈 你可以用兵 可以用计 但是 你答应过的事 你承诺过的事 必须兑现 这叫什么 这叫承信 这叫守诺 可以说这两个词 一个承信 一个守约 为晋国 长期为中原之霸主 提供了巨大的无形资产 实际上 这不但是一个国家 包括一个个人 国家的立国资本 一个人的立身资本 都应该是这四个字 哪四个字 承信 守约 那么晋国此后 就长期成为中原的霸主 那么打败的 楚国怎么办 我们下一次来谈 楚国的事情 谢谢 楚庄网 春秋五霸之一 一鸣惊人和问鼎中原 这两个成语 都出自他的故事 那么他是如何 让楚国称霸中原的呢 敬请收看 国事通鉴之 一鸣惊人 楚庄网 春秋五霸之一 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 他在位初期 贪图酒色和音乐 三年无所作为 可同样还是这个楚庄网 竟然一鸣惊人 成为了问鼎中原的霸主 楚庄网当政时 是楚国最强盛的时期 在他以前 楚国虽然也很强大 但始终受中原势力压迫 那么楚庄网 究竟是如何一步步 让楚国强大起来 并最终问鼎中原呢 当时的中原霸主晋国 又是因何败给了楚国呢 江西师范大学 方志远教授 为您讲书系列节目 国史通鉴 春秋战火篇 第五集 一鸣惊人 陈浦之战 可以说是 楚国发展的过程中 经受到的第一次重大打击 那么这个楚国 是怎么个来由 我们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那个楚人呢 自称是皇帝 第二个儿子 就是专须的后裔 这跟秦国是一样 他们都自称是专须的后裔 所以后来取缘 在黎梢里头一句话 说是 帝羔羊之苗义 这个专须又是羔羊士 那么同时认为 又是姚时候 一个管火的神 叫朱荣的后代 在武王伐咒 特别是周文王 在扩大周的这个势力的时候 他网络天下的英雄 这个时候 你想姜子牙过去了 还有其他人过去了 同时还有一个 九十岁的老爷子又过去了 这个九十岁的老爷子 叫玉雄 而成为武王的老师 那么这个人 后来被认为是楚国的始楚 那么周文王伐咒成功以后 大封天下诸侯 这个时候羽雄已经去世了 于是他找到了羽雄的真孙 叫做雄义 也给他封了一个国 但是这是一个子爵的国 叫楚国 他的国封在哪里 他的国就封在丹阳 这个地方叫丹阳 那么按照一般的解释 这个丹阳 是在现在湖北省的滋江 又有一说 我到战胜这一说 是在湖北省滋规的东部 那么通过长期的发展 它逐渐有一个 非常小的一个部族 逐渐扩大了 那么我们曾经还谈到过 当年那个次雍 和阎黄打仗的时候 他带着九离部落 后来战败以后 一部分留在中原 一部分南侧道 长江流域的云梦 和彭泽这一带 也就是现在的湖北 和江西这一带 那么这些民族 形成了一个山苗 实际上也是 楚国的来源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 楚民族 楚国 它实际上是南方 主要是长江和汉水一带 那一带鲜民的 龙和的一个民族 那么后来它的势力 越来越大了 在楚国的发展中 有一个国军 是在有划时代意义的 这个国军的名字 叫熊通 因为楚国后来就以熊为姓 包括现在湖北省 江西省 南昌市 熊都是主要的省 那么他们就是 楚的后代 那么在熊通的时候 我说他是划时代的 划时代的人物 一般有两大特点 或者是制定规矩 第二 是不守规矩 那么这个熊通 他就属于不守规矩的 但是同时也制定规矩 我们过去也谈到 齐桓公在中原会蒙诸侯 靳文公又在中原会蒙诸侯 实际上真正比较早会蒙诸侯的 楚国是一个 就这个熊通 早在空院前704年 周梵王16年的时候 那么他已经在南方 长江流域 在汉水会蒙诸侯了 当时参加会蒙的 有十来个当地的诸侯国 包括申国 雍国 云国等等 甚至对两个没有来 会蒙的这个诸侯国 他进行讨伐 一个叫黄国 他进行讨伐 还有一个 现在湖北隋州一带的隋国 他进行讨伐 那么在讨伐隋国的过程中 隋国的国君就跟他说 他说你我都是友好邻邦 用得当打仗吧 熊通说 你 你看看不但是我们这里乱嘛 你看看中原 中原不是乱得一塌糊涂吗 他说我们这个国家 除有这种能力 在中原 我们搞定次序 他说现在我要求你做一个事 我可以不打你 做一个什么事 你们不是经常和周天子 要沟通吗 要去汇报工作吗 你们就代表我提出一个要求 要求周天子 承认我的一个身份 什么身份 王 你周天子是周王 我楚也要叫王 谁不敢不答应 于是他的使者到了东周的时候 就像周凡王提出 说南边一个蛮夷 叫楚 本来是个子爵 现在他的国君 要称王了 理所当然周天子不答应的吧 那不乱套了吗 救天下救我一个王嘛 还能够有好几个王吗 不行 结果随国的国君 把这个消息向楚国一传递 这熊童很牛的了 这熊童说 你不让我称王 难道我就不称王吗 我自己称王 于是楚国在公元前704年 熊童自称王了 后来能不能给他一个号 叫五王 就是楚五王 这是中国这块大地上 那个时候的第二个王 这个楚五王死了以后 他的儿子叫楚文王继位 楚文王继位以后 把国都由丹阳 也就是由现在的资规的东边 迁移到现在的湖北省的江陵 当时叫尹都 迁到尹都了 那么经过五王和文王的发展 楚国发展真正日上 特别是到了引渡以后 以江陵为中心 四处扩散 那么到了楚陈王的时候 就是经历过陈浦之战 这个败仗的陈王的时候 他已经非常强大了 他在陈浦之战的前六年 我上节课曾经谈到过 曾经打败了当时 号称强大的宋国 甚至把宋湘空也打伤了 破灭了他的霸主梦 陈浦之战虽然阻断了 一时阻断了楚国北境的势头 但是他无法遏制 楚国继续发展的态势 但是楚陈王陈浦之战以后不久 过了几年吧 楚国发生内乱了 楚陈王又犯错误了 犯什么错误啊 犯晋宪曾经犯过的错误 他也立了太子 但是后来又想把他 喜欢的一个女孩子的儿子 立为太子 而废掉原来的太子 但是楚陈王的太子 不是晋宪宫的太子 他怎么样 他发动宫廷政变 把父亲别做自杀了 自己做国王了 因此这个王 后来人们把他叫做楚慕王 春秋五霸之一的楚中王一继位 三年不理朝政 只顾吃喝玩乐 可是他却成为了 楚国最有成就的君主 这又是为什么呢 国史通鉴之 一鸣惊人 楚国经过几代楚王的发展 逐渐强大起来 公元前613年 春秋五霸之一的楚中王继位 可是这位新军的所作所为 却令楚国上下大跌眼镜 楚慕王死了以后 他儿子继位 这个儿子很好玩 名字叫熊宇 伴侣弟弟 这个熊宇 继位以后三年 不管国家的事 也不出去 一天到晚待在宫廷里面 喝酒 给女孩子玩 还有特别酷爱音乐 而且不允许别人向他提一件 发作命令 敢见者 死无事 你如果哪个想对我提一件 杀了 不舍免 楚国有楚国的昏君 但是楚国也有 楚国的政治的大产 这样三年都不干事 这个国家不是国将不国了吗 结果有一位叫做吴举的人 前面还有一些肯定 那么历史记载 这一位叫吴举 又让人传信进去 说报告国王 我要见你 兄弟一听 还有不怕死的 说见就见吧 然后一进去 看到这位国君很有意思 左手搂抱着 郑国进贡的 美女 右边搂抱着 从越国进贡的加厉 身边全是中古约气 最眼朦朧 他听到这个吴举进来 连眼都不睁 头也不抬 就冷不定问一句 不怕死吗 不怕死 说 那个吴举也不管他说 怕死还不怕死 也不管这个国君 看他还是不看他 还是邪视他 还是证视他 他不管 他说我跟你说个事 刚刚听来的一个事 一个什么事 我念念原文 这个原文很有意思 他说 有鸟在父 三年不飞不鸣 何鸟也 有一只鸟 立在三缸之上 三年不飞 三年也不鸣 这到底什么鸟 我不知道 我请问国君 结果这个楚王 冷不定把眼睛一睁 又闭上 回答了一句话 三飞将冲天 三年不鸣 鸣将军人 我告诉你 这是一只什么鸟 这只鸟可以三年不飞 但是一飞 这冲天 这只鸟可以三年不鸣 但是一鸣这金人 大家熟悉这条成语吧 叫做三年不鸣 一鸣金人 不但是熟悉这条成语 我们也应该熟悉这个名字 叫楚庄王 这个国君就是楚国的楚庄王 春秋时期五大霸主 赫赫有名的第三位 楚庄王 那么吴举一听 他这样回答 心里有敌了 出去了 但是他只是对他一个人这样说 别人不知道 又又不怕死 看到这个国君 还在此刻玩乐 于是忍不住了 继续提一件 楚庄王还是问他一句话 不怕死吗 不怕死 说 这个人又说了一番话 杀生以民君 诚之怨言 我就要更提一件 提了你杀我 我成全我们楚国的事业 是我的意愿 苏庄王一号怎么办 这个时候正好三年了 楚庄王一战胜 命令车月 立即上朝理事 这一理政就不得了 一个月过去 两个月过去 杀了几百人 提拔了几百人 杀的都是在这三年里头 引导他喝酒 引导他玩乐 引导他 赶快四点 而提拔的都是在三年里头 跟他提一件 在扎扎实实 帮国家办四点 所以大家一看 果然一出手 就是雷霆万军之事 一鸣惊人 一飞冲天 然后大家才知道 这个国君不但不浮土 而是非常的精明 不但非常的精明 而且非常有臣服 你看看 他这三年在干一件事情 干什么事情 在干调查研究的事情 在干考察干部的事情 他这个考察干部 是自己伪装 是一个糊涂蛋 但是在暗中考察干部 但是要说 哪一个干大事的人 哪一个有雄才大略的君主 他不是有臣服 你说齐帆公 齐帆公整天落哈哈的 说自己是三号 号酒 号烈 号色 你说他没有臣服 他臣服生得很 如果没有臣服 管中了一件 明明没散射住他 他会突然 惊叫一声 然后倒进来不起来吗 这叫什么 这就叫臣服 那么要说到 楚庄王智慧 臣服还很多 有一个著名的故事 有一个著名的京剧 叫做 摘因会 说楚庄王 清真以后 打了圣仗以后 大会 玄成 然后大家举行烛光宴 喝酒 当时什么灯 我也一下没有考据 全举起灯来 举火 喝酒 楚庄王高兴 命令王后 给有功之臣 一个一个进酒 正在王后进酒的过程中 一尘风来了 把灯 把火 吹灭了 吹灭了就有人 做小动作了 因为这个王后 长得肯定很漂亮 这个有人 称作王后从身边过的时候 拉人家的衣服 幸亏此时拉衣服 结果这个王后心里很不痛快 但是也是 不是等先之辈 如果一般的女孩子 那不尖叫起来吗 她不叫 不甘声 顺手把那个人头上的 冒灰的音 把它摘下来 然后走到楚王旁边 告诉楚王 立即点火 如果哪个的冒灰上 没有音的 就是干坏事 就是想调戏我的 结果没有想到 楚庄王一声号令 所有的人把帽子摘下来 把头盔摘下来 我们今天喝一个 不戴头盔 不戴帽子 喝酒 然后再把火举起来 一看 全是盘着辫子的 大家一个样子 喝完了酒 尽兴而散 结果这一次战战之中 有一个人拼命地保护他 拼死地保护他 这个楚庄王说 我也没这么对你好啊 你怎么这么冒死救我 这个人告诉楚庄王 我就是那个被摘了阴地了 您留了我的面子 我都给你拼命 你看看 什么叫做雄才大跃 任何一件小事都可以看出来 那么楚庄王清晨以后 第一件事 消灭了一个在他三年没管事 反叛楚国 和楚国过不去的国家 这个小祝贺国叫雍国 然后又发兵打宋国 一战就缴获了宋国几百两军战车 然后又打洛义西南部的一个 勇猛民主 并且把军队陈列在洛义的附近 给周天子造成威胁 这个时候的周天子 叫周定王 湘王已经去世了 这个定王一听说储君 兵临臣下 他就派一个大夫 叫王孙满 是他的一个堂兄弟 派他去问问情况 这个楚国曾经称王 称王不就是想争霸吗 现在有兵临臣下 到底干什么 因为东周经不起折腾了 特别是经不起蛮夷的折腾 中原内部折腾一下 他觉得还可以过得去 那蛮夷折腾那不得了了 浩金就是被全农攻破 这个王孙满受到亡命 就来到楚张王的军云 作为周王的使节 来耗军 耗劳一下 实际上次战叙事 这个楚张王 这个时候连续的军事胜利 也有点胜利充分头脑了 因为他说了 三年不飞 飞将冲天 三年不明 明将惊人 现在既冲天了又惊人了 于是看着王孙满 斗篮说一句话 听说你这个周有一个镇国之宝 是大禹时期留下来的 叫九鼎 不知道这个九鼎形状是什么样子 也不知道这九鼎到底有多重 你看看 问这个事 这个事就变成一条成语了 叫什么成语 问鼎中原 所以中国很多的存语都是春秋战国时期来的 问鼎中原 这王孙满不是等先之辈 他是周湘王的孙子 在周湘王时代 秦国曾经发动过一次战争 打正国 打正国的过程中就要路过东周 他在经过东周金斯的北门的时候 这是经过周王所在地啊 周天子就站在城楼上看了 但是秦国的将领 当然也表现出对周天子的崇敬 统统把头肺摘下来 向周天子致敬 但是另外又悬崖武力 从车上一下跳下去 然后从地上一下跳上车 你看看 悬崖武力 当时王孙满还是个小孩子 站着他祖父旁边 就悄悄地跟祖父说 秦军此战必败 这个周湘王大吃一惊 这小孩子你懂什么 你根据是什么 王孙满说 兵者鬼道 秦军千里偷袭正国 如果我们看地图一看 秦国在关中 正国在中原 千里偷袭 你应该是悄悄地来 悄悄地去 什么原因 因为中间你要路过很多地方 很多军事险要的地方 还有很多大国的地方 有祖国 有晋国 那你不必败吗 你这样悬崖 结果果然 秦军偷袭正国 没有成功 中间有个故事 需要这个商人 悬高卖牛 听说秦军偷袭 他一方面派人到正国去汇报 另外把自己的牛啊酒啊 去建秦国的将领 说我们的国军知道你们来了 派我来后劳 这秦军就觉得 那消息都传出去了 打仗没信心了 后来我又准备撤军 撤军的过程中 遭到了晋国的埋伏 结果全军覆灭 三大将领 全部被俘虏 王孙满的名声 从此名正天下 大家都知道 这个王孙满了不起 是高人 但是楚庄王不知道 王孙满一听 楚庄王问 问鼎中元 问鼎子形状 问鼎子轻重 觉得该教训一下 这个蛮鱼国情 于是说了一句话 在德不在顶 什么意思 要扶别人靠德 不是靠这个顶 顶有没有 都是无所谓的 那么楚庄王 也是卵阴不吃的 然后说你别装狂 我们楚军的将士 只要把毛和鸡上的勾勾 把它敲下来 我们就可以做你的九顶 你不就是几个破顶吗 我就可以住起来 王孙满一听 更狂妄了 然后觉得还是要谈 于是跟楚庄王谈 说本来这个大禹 住顶 它在顶上 把天下的这种金属 把它农成顶 意思就是说不要打仗了 同时把各个地方的 鬼神 鬼怪 都刻成图文 放在顶上 让大家 驱降 避邪 来远离栽害 是这个意思 那么后来下师得了 这个顶就到了商 商师得了 这个顶就到了我们州 如果你君王有德 这个顶虽然小 但是它很重 如果你这个君主 没有德 顶虽然重 但是实际上很轻 然后王孙满问 你说 能够说顶低 形状和重量吗 它跟重量有什么关系呢 虽然楚庄王 仍然不服气 但是我想 王孙满和楚庄王的 这一番对话 实际上是使楚庄王 接受了一次 中原文化的洗礼 那么从楚庄王 以后的一些行动中 从楚国以后的一些发展中 它和中原文化 实际上越来越接近 一心想要建立 霸业的楚庄王 把战火烧到了中原 此时称霸中原的超级大国 晋国会怎样应对 来势汹汹的储君呢 国事通鉴制 一鸣惊人 一鸣惊人和问鼎中原 让我们看到了 楚庄王的野心和抱负 可是仅有抱负是不够的 要想成就霸业 楚国必须要面对 一个强大的对手 中原的霸主晋国 那么此时的晋国 是什么状态呢 面对不断强大起来的楚国 晋国又会如何应对呢 请继续收看 国事通鉴制 一鸣惊人 楚庄王在位 一共是23年 在他执政的前13年 晋国的执政 是一个著名的人物 叫做赵顿 这个赵顿是跟随着靳文公 流浪了19年 然后又在晋国的政府里头 取作十分重要的 着用的一个人物 赵崔 是赵崔的儿子 我们甚至可以说 赵顿 他是那个时代 他们这个时代 整个春秋时期 最具有能力 而具有铁丸手段的一个政治家 那个当时也有人对他提 有意见 以后我们将要说到 因为赵顿的这种铁腕 导致了赵家的整个灭门 灭门之扩 因为当时就有人提 传出来 对他父子两个的评价 说他父亲 好像是冬天的太阳 因为他父亲专门做核四脑的 专门调和矛盾的 而且自己 专门有荣誉就往后面退的 非常谦虚的一个人 所以人们把他的父亲赵崔 比作为冬天的太阳 而把这个赵顿 有铁腕手段的 比作为夏天的太阳 而且还传出一句话 冬日之日暖能随 冬天的太阳 暖到我的骨子里头去了 夏日之日令人畏 这个夏天的太阳 令我们都很害怕 这个赵顿 就是夏天的太阳 但是赵顿在执政的二十年里头 静国在真正中上的发展 联络各路诸侯 费盟各路诸侯 静国仍然保持 霸主的姿态 但是在楚庄王 执政的后十年 赵顿去世了 赵顿去世了以后 不但赵顿去世 我们甚至可以说一个规律 凡是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 统治了一段时间以后 他去世以后 那么这个国家 一般要发生一种纷乱 就像管仲 强有力的管制 那么齐国在他死了以后 发生变化 那么静国也一样 赵顿死了以后 静国的各个大家族 一些贵族 赵韩卫 四范盖 以及中杭 智等等其他的家族 都各行其事 国家没有一个统一意志 这些个家族 一方面围着自己的利益 在争斗 另外一方面 也为了整体的利益 而团结 所以这里头又有勾结 又有斗争 而在这个时候 楚庄王出现了 这种国际形势 就对楚庄王的称霸 它很有好处 所以我也不断地说 一个国家的发展 一个国家的强盛 它离不开国际环境 要看看国际环境 对你有利还是不利 离不开国际格局 这个格局对你有利还是无利 那么现在这个格局 对它有利了 齐国 在齐反共死了以后 很少问其他的事情 秦国 在秦穆公死了以后 也很少过问中原的事情 那么最大的对手 靖国 赵顿去世 内部陷入一个春秋时代 谁也不服谁 这个时候楚庄王称霸 就有希望了 因此 他又开始打了 这一支北上打谁 他不像楚 陈王那样打送了 他打一个最落小的 这个落小的曾经强大过 叫什么国 叫郑国 这个郑国 我们在谈东周的时候 谈到第一个出来的 就是郑庄公 那太厉害了 但是这个时候 已经在各个大国的挤压之下 他在衰退 衰退到后来 出了一个著名的政治家 叫紫产 到处窝旋 进行外交 在夹缝中求生存 但是你毕竟是个小国 加上这个时候 资产还没有出现 那么楚庄王 打郑国 时间在什么时候 时间在公元前 597年 也就是 离城埔之战以后的35年 楚国 打郑国 郑国不禁打 立即向靖国求援 那么这个时候的靖国 主政的 是一个叫做巡灵妇的 靖国长期 作为中原的霸主 小国来求援 他不能不救 楚国在北上 他不能不救 没有不救的道理 于是调集军队 三个军 还是上中下 浩浩荡荡 杀奔黄河而来 但是还没有渡黄河 消息已经传来了 怎么回事 郑国投降 郑国一投降 靖国军中 就发生了矛盾了 这个巡灵妇 曾经参与过春菩之战 按理来说 也是一代名将 但是这个时候 已经年过花甲 变成了老将 老将就持重 他就觉得 既然郑国投降了 这个仗没什么口打的了 干脆 跟楚国谈判 你不要过黄河 就算了 过黄河 我们打一架 但是 进军之中 有人把国内的矛盾 延伸到 和国外的战争之中 我们上一次谈 陈埔之战 陈埔之战 按理来说 从军事上 最大的功臣 是仙政 仙政有一个儿子 叫做仙谷 这个仙谷是中军副将 他就不买 徐林副的杖 徐林副决定不打 他自己悄悄地 把自己的部队 渡过黄河 要去跟楚军打仗 他觉得这样回去太窝了 号兵飞翔 那一仗不打 那不是很窝了吗 他带着自己的本部 渡过黄河 结果一渡黄河 徐林副为难了 怎么为难 他如果跟储君开战 一定是失败 那么如果仙谷失败了 他作为主帅也有责任 所以在别人的劝说之下 他也把晋国的全军 渡过黄河 准备和楚国 坍坍打打 因为他们这两个国 一直是坍坍打打 可以说是由先古一个人的 擅自行为 等于把整个晋国的军队 脱落到一场战争 这也是主帅无人的表现 那么渡过了黄河以后 晋国军队仍然没有统一思想 徐林副也仍然没有统一思想 到底打还是谈 但是既然谈也要准备好打的准备 他还在犹豫 这就犯了兵家之大气 叫临战狐疑不定 这四个字叫狐疑不定 他不知道该打还是不该打 春秋时期 楚国称霸一时 但由于人才的出走 小小的吴国 不仅靠着楚国的人才崛起 还将战争矛头对准了楚国 敬请收看国史通鉴之 后院起火 面对日渐强大的楚国 晋国内部出现了两种声音 有人想打 有人不想打 可是毕竟晋国称霸中原多年 实力不可小觑 楚国想要称霸 必须要面对晋国 那么楚国和晋国的这一次较量 最终的结果又是怎样的呢 请继续收看 国史通鉴之 一鸣惊人 当时楚国的令运 是一个非常了得的人物 他的名字叫孙松敖 中国小孩子都知道 一个两头蛇的故事 说一个小孩回到家里 见到母亲就哭 母亲说你怎么哭啊 她说我路上见到一只两头蛇 听人说见到两头蛇的人就要死掉 所以我马上就要死掉了 她母亲说你怎么处理这个两头蛇的 这个小孩子说 我怕别人见到他 我怕他打死 她母亲说 儿子天不会让你死 你为了别人 你不会死的 这个小孩子果然没死 不但没死 而且活下来 不但活下来还变成楚国的令营 最后他死的时候 楚庄王问他有什么要求 他说没什么要求 某某地方有五十某宝地 沙滩地 涨洪水就要淹掉的 希望你给我这块地 楚庄王觉得奇怪 这个地也要干什么 我给你一块风雨之地 孙孙儿说不要 因为我这个儿子没出息 你给太好的土地被别人夺走 给他一块贫瘠的土地 别人不要 他还可以安身 黎明 你看看 位于大的政治家 这种有自知知名的政治家 他不但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还知道该给自己的后代留下什么 那么这个时候他是另 他不想打 他觉得靖国的力量还是强大的 但是另外一个人主张打 谁 是楚庄王身边的一个大夫 叫做武僧 我武僧认为必须打 而且他也知道 靖国现在举其不定 这个楚庄王决定采纳武僧的建议 所以楚国的矛盾 他和靖国的矛盾完全不一样 他是关于如何更好的结局里这个矛盾 而且楚庄王又决定权 一年九点决定打 但是打怎么打 又用阴谋诡计了 楚庄王派出使者 向徐林复去交涉 说我们看看 怎么双方霸兵 一边这样谈 一边军队全线向靖国发动进去 向靖军进攻 这个徐林复在这个时候 又做出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决定 他一方面在谈的时候 没有准备备战 第二 一旦储君供过来 他没有采取很好的措施来补救 按道理的说 这个时候只有两条路 第一 号令全军坚决抵抗 或者命令一支部队拼死抵抗 其他的部队撤退 但是他不是这样说 号令全军赶快撤退 这样一来就变成一种 没有组织的逃跑了 所有的部队都去挤航战船 结果先上的赶快想跑 后上的溺水 有些溺水的想攀缘上去 结果上了船里把他们的手指砍掉 结果据说渡过黄河以后 船里面的指头 可以云举 把这个指头捧起来 有一把指头在这里 惨不能堵 所以进军全线溃队 但是有一支部队 上军的宠帅是一个很有理智的将领 他在之前就做好了准备 所以当储兵打下来的时候 他已经沉沉舌服 所以上军 进军的上军 没有受到损害 这一战 发生在壁这个地方 这个壁在哪里 在我们现在河南省 形阳的东北 靠近黄河 这一战叫壁之战 那么壁之战和陈朴之战 从他的规模来说 可能是相当 都是三军对三军 从他的效果来说 恰恰相反 陈朴之战 奠定了靖文宫的霸主之业 而壁之战 则成全了楚庄王的称霸 所以从此 楚国称霸中原 靖国归缩到国内 这一次战争 发生在公元前597年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 战争的状况 应该说双方是四军立体 但是由于靖国 虽然无彼败之相 但是主帅服役不定 副将不从命令 矛盾重重 使无彼败之相的靖军 陷于惨败 那么楚军按道理来说 也没有彼胜之相 但是他上下一心 号令统一 所以虽然没有彼胜之相 却取得了全胜 所以在战争里头 服从命令 上下一心 它是极其重要的 如果全军死战 特别是在冷兵级时代 你再有谋略 如果碰到一个全军死战的 陆使随守 还真是很难说 所以刘包成同志在 军事上老是强调一句话 叫两军相遇 勇者胜 两军应用上 你就没有必要狐疑了 哪个勇敢 哪个胜利 那么大家要问 那么起靖国以后怎么样 我跟大家说 靖国虽然打败了 冷兰没有上元旗 它以后继续再发展 不但发展 而且由三个军 扩充为六个军 变成中原地区的超级大国 那么楚国怎么办 楚国一时称了霸 但是问题来了 问题来什么 它身后地有一个国家 正在崛起 正在给它制造 诸多的麻烦 这个国家叫什么 叫吴国 那吴国怎么给楚国制止 楚国制造麻烦 我们下一次再说 谢谢 春秋时期 楚国称霸一时 但由于人才的出走 小小的吴国 不仅靠着楚国的人才崛起 还将战争矛头对准了楚国 进行收看国史通鉴之 后院起火 春秋时期 楚国曾经称霸一时 楚庄王问鼎中原 并且打败了强大的晋国 成为继进门宫之后的 又一位霸主 有学者认为 从表面上看到 楚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的 强势崛起 其实有着更加深层的原因 随着黄河长江两大流域 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 随着长江流域的逐步开发 南方一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步伐 正在赶上 甚至超越北方 也正是这样的原因 在长江下游又出现了一个 与楚国跟中原争霸的新霸主 这就是吴国 那么吴国的崛起 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 小小的吴国 为什么要把战争的矛头 首先对准强大的楚国 百家讲坛邀请江西师范大学 方志远教授 为您讲述戏的节目 国史通见第六集 后院起火 在周的时候 周文王的祖父 叫祖公淡夫 他有三个 自己认为非常不错的儿子 一个叫做泰伯 一个叫做仲渝 还有一个叫做巨利 但是这个古公淡夫认为 三个儿子都不如巨利 也就是老三巨利的 他的儿子叫姬昌 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 所以古公淡夫就一心一意 想把自己的位置 传给这个孙子 因为只有他的手上 才能够使周 继续发扬光大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由于这个姬昌 是老三的儿子 古公淡夫需要把位置 传给老三 老二老大怎么办 这两位 这两位理解父亲的心意 当然 恐怕也是一种壁祸 因此他们远走高飞 出走了 走到哪里去了 据记载 他们走到了南方 走到了金蛮之地 那个时候说金蛮之地 就是指现在整个的长江 后来慢慢地收缩到长江的中游 那么他们来到了哪里 来到了现在江苏省一带 由于是来自中原地区 由于周的文化 周的经济 那个时候已经在发展之中 所以泰伯 还有仲鱼 他们两兄弟来的时候 是当地人们看到了一种 来自中原文化的这种气势 加上他们来的过程中 带着随从 带着财富 在当地进行教化 帮助当地的民众 这样一来 自然得到当地民众的一种拥护 刮目相看 而且随行人员 肯定要向大家告知 这两位是什么样的来历 他们来到南方是什么原因 他们是出于不争夺权势 不争夺财富 他们到这边来 为了让自己的兄弟 这又是一种中原的礼仪 这样一来 聚集在 就有成百上千的南方的家族 追随太伯和他的弟弟 种鱼 这样一来 这一群人 就自然形成一种社会 形成一种南方的小社会 这种南方的小社会 说到底 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为国 那就是一个国家了 实际上 那个时候的国家 甚至比我们现在申请公司还要容易 不要资金 不要注册 也不要报批 它只需要有民众 只需要有领导人 只需要有一块地盘 让他们躲进小楼成一桶 管他春夏游秋冬 这就是一个国家 当然这个国家 他完全不可以 和当时存在的商 和后来存在的西州来相比 他无法跟他们相比 但是这个很可以理解 为什么呢 国家有大有小 他们自己给自己取了个名称 叫吴 当时又叫购吴 到了泰伯 他做这一个集团 做这一个社会 或者说做这一个国家 做了一段时间 领导以后 他去世了 但是他没有儿子 于是就传给了他弟弟 就是那个仲渝 他弟弟死了以后 一直传下来 传到了十八代 出了一个著名的人物 这个人物叫寿孟 吴国在寿孟的领导之下 得到了比较大的法材 而且开始 让楚国有点惊心动魄了 为什么 因为他开始称王了 称王的后面就是称霸 而且这个称王 他直接的支持者 就是楚国称霸中原的天敌 敬国 吴国称王 最受刺激的 恰恰是向其传播 先进文化的楚国 原本楚国在南方称王 向中原争霸 胜可进败可退 毫无后顾之忧 然而 没有头的在长江下游 却又冒出一个王来 这已经让楚国 感到十分不爽了 更加意想不到的是 偏偏这个吴国 还开始和楚国 在北方的宿敌晋国 建立起了密集的关系 那么这当中 究竟会有怎样的蹊跷呢 在这个时候 晋国还派了一个人 来到吴国 帮助吴国发展 这个人是谁呢 是一个楚人 这倒有意思了 晋国派一个楚人 来帮助吴国发展 来对付楚国 这个人的名字叫吴臣 这个吴臣说来说去 应该说 也是楚国的著名人物了 他曾经参加过 碧之战 曾经得到 楚庄王的重用 但是由一个 扭然的事件 导致了这个吴臣 背叛了楚国 而投靠了进口 这个事怎么回事呢 恐怕又是一个老套套的故事了 说当时又出了一个美女 这个美女天下文明 不但是长得美貌 而且也风韵著称 而且不得老 祖岩树特别厉害 据说已经四十岁了 看上去就像少女一样 因此有很多好色之徒 对她很感兴趣 那么这个女孩子 开始是嫁给 陈国一个大夫做妻子 这个陈国的大夫 姓夏 因此这个女孩子 就叫夏季 还生了一个儿子 但是她丈夫 在她生了儿子以后 不久就去世了 去世了以后 由于她的美貌之名 已经远扬 所以当时陈国的国君 和有几个大夫 都跟她保持非常密切的关系 这就弄成陈国 就在诸侯里头 这个名声就很坏 觉得是一个隐乱之国 这样一来 这个夏季的儿子 就逐渐长大 逐渐长大 开始不觉得 后来别人在她后面 指指点点 她也知道她母亲 和陈国的国君 和几个大夫都有染 所以随着年纪的长大 这种仇恨之苦 她就越染越烈 因此终于忍不住了 她发动兵变 发动兵变 把陈国的国君 给杀了 另外几个 跟她母亲关系 比较密切的大夫 就逃跑了 杀了这个陈国的国君 还不顺 她自己 自立为国君 因此这就是 陈国的一场 政变 陈国发生政变 怎么办 陈国又是 楚国的蜀国 楚国就要伸张正义了 这个时候 楚庄王 就要号令诸侯 带着各个 诸侯国组织的 小联合国君 来讨伐这个陈国 当了楚国要打陈国 那时候不费摧飞之地 立即打败了陈国 把这个夏基的儿子 杀了 但是楚庄王 尽管杀死了夏基的儿子 却对 这个死去儿子的母亲 就是夏基 又感兴趣了 他想把这个夏基 带回到楚国去 你看看 这不门名堂吗 所以这个时候 有一个人挺受而出 跟他提意见 此人就叫乌臣 乌臣挺受而出 并且义正词严的 对楚庄王进行批评 说君主您这一次 号令诸侯 起兵讨伐成国 是替天行道 大家都拥抚你 现在成国的内乱 已经平定了 我们把成国的 国君的儿子 胡藏台 我们楚国的使命 就完成了 在诸侯里头 我们名声就很好 但是你如果把这个夏基 带回到楚国 这个名声就不好了 那么就要怀疑 您这一次起兵 我们楚国这一次起兵 到底是为了 伸张正义 还是为了夏基 这对您的名声不好 对我们楚国的名声 也不好 楚庄王听了以后 非常感叹 真是忠诚 真是正诚 真是楚国的骄傲 于是 作为有霸主之心的 这个楚庄王 立即放弃了 占有夏基的这个念头 他不要了 但是 这个夏基的气场太大 名声太大 对他感兴趣的 还不仅仅是楚庄王 楚庄王的弟弟 楚国的军事的统帅 楚国的司马 叫子凡 也对夏基感兴趣 这个消息一传出 听说 楚庄王放弃 司马需要了 结果 吴臣又挺身而出 来劝告 这个楚国的司马 当然这个劝告 是另外一番抢告 小子以理 说您难道 不知道这个夏基 是一个不祥的女人吗 你看看她的丈夫的死 把丈夫的死也赖在人家身上了 她丈夫的死 她儿子的死 成国国君的死 成国的灭国 都跟这个女人有关系 天下的漂亮女孩子多多啃 你干嘛一定要 这个不祥之物 我觉得太没有必要 结果直反一听 也有道理啊 自己要权势有权势 要地位有地位 有财富 要财富有财富 害怕没有女孩子吗 于是放弃 但是谁也没想到 楚庄王放弃了 楚国的司马放弃了 和吴臣打主意 原来他早就有主意 这个是要楚庄王 后来死了 楚庄王一死 这个吴臣带着夏季 逃奔到了晋国 他抛弃了自己 在楚国的地位 抛弃了自己 在楚国的财产 带着夏季 逃到了晋国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 这个吴臣 他是一种死心他弟的爱情 他为了这个喜欢的女孩子 喜欢的女人 他可以抛弃一切 为了爱情 而逃到晋国去 但是他这样一做了 把一个人 气得要命 把谁 不是楚庄王 刚才我说了 楚庄王已经去世了 把楚庄王的弟弟 楚国的司马 只反气势 原来你劝我的哥哥 劝我 原来你自己 居心不良 于是他就见 楚国的新国军 见了楚国的新国军 告诉他 这个吴臣 如何如何的 是小人 胡弄了我哥哥 就是你的父亲 也胡弄了我 他现在 叛逃到晋国 希望国军 能够派出使者 带着后礼 到晋国去 到晋国去干什么呢 到晋国去 要求晋国 遣还 这个楚国的叛选 他觉得 新军会听他的话的 因为这个吴臣 既欺骗了自己 也欺骗了这个新军的父亲 楚庄王 但是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 这个楚国的新的国军 竟然对吴臣 大家赞赏 什么大家赞赏 这句原文 我觉得很有意思 大家听一听 说 其自为谋也 这过矣 其为五先军谋也 这中 中设计之故也 所亦多亦 什么意思 说这个吴臣 他为自己打算 确实做得太过分 但是他为先军的打算 和考虑 却是国家的忠诚 他做了一次忠诚 所以对我们楚国特别有利 大家想想看 这个楚国的新军 心里非常明白 他明白什么 如果不是吴臣劝阻 这个楚庄王 如果把夏季带回到楚国 这个夏季又不幸 和楚庄王生了一个男孩 那么这个男孩 如果长大 现在坐在楚国国王 这个位置上的 到底是自己 还是夏季的儿子 不得儿子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看一个历史记载 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人的心理活动 这个楚国的新军 看上去 也是振振有词 实际上 也是为自己考虑的 那个执反 策动楚王 策动不了 一股路火 和那些对乌臣 有意见的意义 把乌臣的家给抄了 把乌臣的家族给灭了 把人家留在楚国的不动产 全部收归基友 这个事情呢 做得就有点绝了 有点过了 为什么呢 因为在春秋时期 乃至到战国时期 诸和国和诸和国之间 你的大夫跑到我这里来 我的亲跑到你这里去 这是没关系的 混得好继续混 混不好又回来 所以当时在春秋战国时期 可以说是中国大地上 政治里人才流动最频繁的时候 你用我的人 我也用你的人 但是 一旦别人跑到其他的国度 你把别人灭门 这个是绝对不正常的 做得不对 那么乌臣在晋国 听到这种情况以后 非常愤怒 当时的晋国国君 对他非常好 为什么 因为是人才 他很富有自盟 而且晋国的国君 立即给他非常重要的位置 这个时候 乌臣干了两件事 干哪两件事 第一 写了一封书信 让人带到楚国来 就是带给楚国的司马 子粉 这封书信里头 有一句话 令子粉 胆战陷阱 因为乌臣的本事 大家都是知道的 那么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呢 于必死而 拜奔命一死 我一定让你们 疲于奔命 他说到做到 然后做第二件事 向晋国的国君 请命 请命干什么 我出示吴国 到吴国去干什么 到吴国去策动吴国 和楚国作对 当然晋国是非常高兴的 于是晋军派吴臣 到了吴国 吴臣到吴国来的目的 是什么 就一个 让楚国疲于奔命 让吴国不但能够和楚国捣乱 而且有能力和他捣乱 于是他不但自己来了 把自己的儿子也带来了 还带来了一支小分队 带小分队干什么 因为吴国在发展的过程中 他是河流比较多 所以他的水军比较厉害 但是要对付楚国 光靠水师不够 还有陆战 所以他带来的这支小分队 是晋军里面 陆战的高手 部战的高手 车战的高手 实际上带了一支军官教导团来 就培养吴国的军队 来和楚国作对 教吴国的军队如何布阵 如何车战 如何陆战 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海军陆战队了 他是水军陆战队 培养这个战法 那么临走的时候 还把自己的儿子留下来 这个儿子也非等先之辈 他在吴国 被吴国的国军受梦 伪认为行人 什么叫做行人 专门和其他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专门收集其他国家的情报 来对付楚国 那么 左传里头 对吴臣这一支出使 是把他作为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来记载 因为他将改变中国南方的政治格局和战争格局 那么具体的情况 左传还用一句话进行了描述 说自从吴臣到了吴国以后 那么吴国开始强大起来 强大到可以和楚国作对 我甚至认为 吴国的国军受梦 之所以称王 就跟吴臣来直接相关 因为吴臣到吴国来 是在受梦继位的第二年 他就到了吴国 那么他的到来和受梦的称王 他是一定有关系的 那么左传是怎么记载 吴臣这一次的结果 说吴国开始 罚楚 罚朝 罚徐 执返 于是父 一岁 欺奔命 一年就七次出兵 蛮夷属处者 这个蛮夷 长江流域 快河流域 属于楚国的这些蛮夷 吴国 统统把他收复 从此楚国不得安理 由于乌臣和他的儿子 都是楚国的人才 跑到了晋国 还有其他的人也从楚国 跑到了晋国 所以当时有一种说法 说 处才尽用 我们后来不是一句说法叫 唯处有才吗 但是那个时候 处的才 唯尽所用 实际上不仅唯尽所用 而且唯无所用 中国有句成语 叫称王称霸 吴王授梦 既然称王 就说明他有称霸的想法 而吴国要想争霸 首当其冲的目标 就是长江中有的楚国 吴臣的到来 正是与吴王授梦 一排几合 从此 吴国走上了 与楚国为敌的道路 楚国开始后援起火 国无宁日 在若干年以后 又出现了一个 唯无所用的楚国人 而这个响当当的人物 真正让吴国实现了 惩霸的目标 自从吴臣 把吴国推上了 和楚国着对的道路以后 过了若干年 又有一位惊天动地的人物 从楚国逃到了吴国 这个人就叫吴子叙 那位劝楚张王 三年不明 要明的人 劝他三年不飞 要飞的人 吴举的孙子 吴子叙来到了吴国 那么吴子叙为什么又来到吴国 这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那个吴子叙的父亲 他世后楚平王 他世后楚平王的儿子 作为楚平王儿子的老师 这本来也很有地位 楚平王如果死了 他儿子继位 叫太子建 如果继位以后 那么吴子叙的父亲 叫吴奢 那就应该得到很大的重用 但是这个时候 楚国出了一个事 楚平王为了和晋国进行抗坑 于是他要和秦国联姻 于是他摆了一个使者 到秦国去 这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婚姻 当时的政治婚姻是非常普遍的 越是小国伶俐 这种政治婚姻越突出 乃至大国都是这样 那么楚国也准备干这个事 本来是个很好的事 但是出点小问题 这什么小问题 这个使者从秦国回来以后 告诉楚平王 说不得了 这个秦国准备嫁给太子 贱的这个女孩子 竟然是角色 极其的漂亮 我建议您留给自己 然后再给太子贱 另外找一个就可以了 这个楚平王一听 那觉得也可以啊 你看看这一军一成 像什么样子 因为我们现在的话 那不又是小人吗 但是诸位主义 我们可能又是用现在的理验 来衡量古人 在那个时候 那不算什么 那很正常 但是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出在当这个楚平王 把秦女娶过来以后 是他娶了秦女还不算 秦女还算那个小孩 他想把这个小孩立为太子 把原来的太子废掉 这样一来 五子叙的父亲 五奢就不同意了 他坚决反对 他立举古今中外 当然那个时候的古今中外 是指诸侯国 那么历代的教训 说绝对不能干这个事 一干这个事 国家出动荡 但是楚平王不听 不听五奢就批评他 言语激烈 楚平王大陆 把五奢下到监狱里头 并且准备猝死 但这个时候又有人出嘴 说促使五奢不打紧 关键是五奢有两个儿子 太了不起了 一个叫做五尚 一个叫做五云 五云就是五子叙 特别是那个老二 那是惊天伟帝制裁 建议要杀 连他们两个 他两个儿子全杀掉 楚平王又是立临指纷 派人到监狱里头 叫五奢给两个儿子写信 说你两个儿子如果来 说明你对我还是忠信 我就不杀你们 如果你两个儿子不来 说明对我有恶心 我就杀了你 这个五奢心里血量 来就是要一起杀的嘛 他告诉 让他写信里来 他说你可以告诉国君 我这两个儿子都很不错 我这封信也一定写 但是这封书信到了以后 我估计有一个人会来 谁会来 我的大儿子会来 但是有一个人不会来 谁不会来 我的小儿子一定不来 这个小儿子的个性 我知道他 他不会来的 结果楚国派人带着书信 去召见五四的两个儿子 人还没到 有人已经通文报信了 这两兄弟就商量啊 怎么办 老大说 我也知道 如果一到瘾都去 一定是死 但是负命难为 军民难抗 要我们去 我们能不去吗 吴子驱不这样看 吴子驱说 明明知道是死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去 我建议我们兄弟两个逃亡 只要我们在国外 这个楚平王 未必敢杀我们的父亲 那么谁对 谁都对 关键是 你用一种什么价值观 来衡量他 假设 用人终归有一死 用熟命论来归结他 那个老大是有道理的 人总是要死的嘛 父子兄弟死在一起 不也很快活吗 但是 如果我们用四非分 乃至用价值观来衡量他 那吴子驱又有道理 明明知道死 明明可以不死 我为什么要死 难道对昏军对暴军 就不能够抗争吗 我就要抗争 结果兄弟两个一商量 行 老大赴金 尽孝 老二出逃 然后为父兄报仇 兄弟商量已定 死者也到了 那么老大 武尚跟着死者一起走 那么死者也想抓 吴子驱 这吴子驱既记载 我刚才说是有 惊天为地之才 而且双臂有力 立刻举顶 剑无虚发 他坐在那里 把弓竖起来 把剑搭在弓上 死者一看 不抓他了 回去 当然实际上 也带有同行他们父子 放他一马 这样一来 吴子驱经过无数的坎坷 最后他来到了吴国 他认为只有吴国 才有力量 才能够帮助他报仇 结果吴子驱到了吴国以后 策动了吴国的一次军事政变 帮助吴国的公子光 刺杀吴王辽 然后自己做国军 这个吴王就是后来著名的吴王和吕 那么辅佐了吴王和吕 作为吴国的国军 吴子驱开始和和吕 来考虑如何攻打楚国 攻打楚国还需要人才 所以他们广为收落人才 广为招募英雄 这个时候来了两大英雄 一个英雄 后来成为吴子驱的亲密战友 他的名字叫做孙福 从齐过来的 还有一位也成为吴子驱的亲密战友 但是后来因为政见不同 因为对某些具体事情 他们意见发生争持 加上个性不同 结果最后变成仇敌 这个人叫周波匹 也是在楚国 他的家庭遭到不幸 逃到吴国来 招来了这两队 实际上这两位孙武 大家都熟悉一点 那太了不起 孙之兵法 十三篇 那么周波匹在中国历史上 在人们讲春秋时期 把周波匹是批判的很厉害 但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有才能的人 这一来实际上又一次 储才无用了 那么本来本国有人才 到国外是好事 人才流动 但是到了国外以后 都可本国为敌 这就是问题了 那么吴子驱和和离 他们就一个共同的目标了 他们的目标就是储 对吴子驱来说是报仇 对吴王和离来说是一箭封口 把楚国灭了 让吴国吞并楚国 你看看 这个雄心是很大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 这个野心是很大的 当时吴国有多少军队 就有些研究者 研究只有三万军队 那么楚国有多少军队 有人认为如果从高处古迹 达到二十万 从低处古迹 也有十一万到十二万 你看看 用一个三万人的军队 要战胜十多二十万的军队 用一个弹丸之地的吴国 要吞掉千里的楚国 你看他要干这个事 所以吴国和楚国的战争 和楚国与禁国的战争 就将不是一种同等意义上的战争 他不再是讨伐战 而是灭绝战 吴国就要把楚国给灭了 那么吴子虚实际上是有 非常大的字母的 孙子在出主意 吴子虚在出主意 吴子虚出了一个什么主意 你楚国不是很强大吗 财力很大 能力很大 军队很多吗 我给你磨 怎么个磨法 把吴国的军队分成三波 第一波 上半年对楚国发动惊恐 楚国一听 吴国来了 调集大军来对付吴军 这个吴军看到楚国来了 撤退 楚军又回去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 第二波出动 又一次吴军 进行打击楚国 结果楚国一听 吴国来了 又派大军调动 所以说疲于奔命 这样一来多了几次 楚国就觉得他就是小打小闹嘛 没有必要跟他去折腾 不怕他 他就这两下子 但是没有想到 吴子虚的这一招 是虚招 十招在后面 在公元前506年 吴国联络了唐国 还联络了蔡国 联络唐国和蔡国 因为要通过唐国和蔡国 只取楚国的国度 印度 这个楚军 猝不及防 五战五败 吴军五战五截 一直就打到 现在的江陵 当时楚国的都城 印度 这个时候楚贫王已经死了 楚贫王死之前 把自己和秦宇所生的儿子 立为国君 这就是后来的楚昭王 那么吴军一打掉引渡 楚昭王逃跑 楚贫王已经死了 死了怎么办 吴子虚要报仇啊 没关系 把楚贫王的尸体 挖出来 用棍棒打他三百下 把他尸体打得粉碎 才解了一口气 实际上我想吴子虚 尽管这样 心里还是平息不下来 人都死了 打尸体有什么意思 同时 命令军队 四处捕捉 楚贫王 当年吴子虚离开楚国的时候 跟一个好朋友 曾经发过誓 这个好朋友叫申包虚 跟申包虚发誓 我此次离开楚国 一定要把楚国给灭了 申包虚对吴子虚的家庭的遭遇 非常同情 但是对他 对楚国这样充满仇恨 他是不同意的 他说这样吧 我希望你好自为之 也希望你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 把楚国灭了 但是我告诉你 你刚才说有一口气在灭楚国 我也告诉你 只要我有一口气在 我要恢复楚国 结果 引渡被攻破以后 申包虚逃到外地 听说吴子虚 在楚国灭了人家的宗庙 鞭打楚平王 打尸 于是派人 传话 传给吴子虚 说你这样干 太不对了 不应该这样做 吴子虚实际上 自己也知道自己不应该做 对朋友的责问 无言以对 只好常叹一声 说我也是没办法 就印了一句话 日暮除穷 倒行一事 我这是觉得时间不多了 我急于要报仇 所以什么事情都干出来 这就叫什么呢 这就叫日暮除穷 我就倒行一事 那么申包虚怎么办 吴子虚是靠着吴国的力量 灭了楚国 实际上没有完全灭 只是打下了引渡 那么申包虚要恢复楚国 打败吴军怎么办 他也要依靠大国 选择哪个大国 齐国太远 靖国是楚国的敌人 于是选择了秦国 结果他经过七天七夜的奔波 到了秦国的都城 面见秦国国权 诉说了楚国的悲痛 然后说 你们秦宇的这个小孩 楚昭王 也是当时秦国国军的外孙 说现在已经出逃了 我们希望贵国能够出兵 帮助我们楚国 复国 并且打败吴国 但是秦国国军 秦国反复考虑 觉得没有把握 怎么和吴军对抗 结果不同意申包虚的请求 据记载申包虚就 站在秦国国军的门庭外 放生痛哭 还有记载说 一共哭了七天七夜 我想大概人没有这种体力 但是他这种哭声 他面对着楚国 放生痛哭 一方面是感动了秦国的国军和大臣 但是更主要的是 秦国可能通过讨论 虽然楚国是大 但是如果吴国吞并了楚国以后 那么秦国将面临着两个强大的对手 东边是晋国 东南是吴国 那么秦国的日子可能不是太要过了 于是决定 同意申包虚的请求 同意出兵 并且一出兵就是五百层车 一层车按75个士兵计算 那就是三万多军队 派三万军队来援助楚国 这个时候吴国出了问题了 出什么问题 秦国出兵 而越国又在他后头捣乱 有另外一个国家捣乱了 我们上一次谈到 楚国和晋国争雄的时候 楚国的身后出了一个国家 叫吴国 现在吴国和楚国争胜 吴国的后面又出了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叫越国 这就印了一句话 叫做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那么这个越国的黄雀 是怎么出来的 我们下一次再说 谢谢 吴越文化远远流长 然而春秋时期的吴国和越国 却是一对生死冤家 两国之间上演着 螳螂捕蝉 与卧薪尝胆的历史大戏 敬请收看 国事通见之 生死冤家 春秋争霸 风炎四起 公元前506年 吴国军队攻入楚国的颖都 吴军已区区三万人 在吴子虚 孙吴等人的谋划下 打败了拥有二十万之众的楚军 有学者认为 从军事的角度说 这是吴王和吕 一生中最伟大的胜利 虽然由于秦国帮助 楚昌王第二年返回了颖都 但由楚城王 楚昌王开创的楚国霸业 从此一蹶不振 为了避免吴国的再次打击 楚昌王将都城 由长江北岸的影 迁到了汉水东岸的弱 但与此同时 一心想要完成霸业的吴国 也感到了不安 因为与他比邻的一个国家 越国正在崛起 并且正在对他磨刀祸祸 那么越国是如何崛起的 五月之间 又有着怎样的恩怨故事 百家讲坛 邀请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国史通鉴》第七集 生死冤家 我们上一次谈到 虽然取得了对楚国的重大胜利 但是吴国的后方 他也不安宁了 因为有一个国家 正在迅速崛起 就像当年 他在楚国的后面 迅速崛起一样 这个国家叫越国 那么我们得回过头来 说一个事情 说大宇治水以后 后来巡视到会计 就是现在浙江的邵姓一带 并且死在那里 于是下起 就是大宇的儿子 就在邵姓立了一个大宇庙 每年春秋之际 就要进行祭祀 但是后来 这个香火断了 太康也失国了 在邵康复国以后 大概觉得太康的失国 恐怕跟大宇的庙 香火的断结 可能有关系 于是 他命令自己的一个属子 命令自己的一个儿子 到会计 让他在这里进行居住 同时也给他一块地盘 如果按后来分封来说 就给他封了一块地方了 让他世世代代 就守着大宇的庙 让大宇的庙香火不要断 但是我们可以从 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 恐怕也是考虑 把这个属子 遣送到远离中原 这个地方来 避免一场 这个继承的争斗 恐怕从这个意图上来说 是保全这个属子 那么这样一来 在现在的浙江 韶兴一带 就有一个新的组织了 人们把它叫做渝越 后来就是越南 它的形成过程 应该跟吴是差不多的 开始的时候很小 慢慢地随着经济的发展 特别是随着人口的还原 它逐渐发展起来 那么在发展的过程中 它直接面对的 那就是它北边的这个吴了 因为这两个国家 它距离很近 距离太近 吴的中心点 在我们现在江苏省的 苏州一带 太湖的边上 而越的中心点 在现在浙江的 绍兴一带 路关照后来的概念 它就都属于两则地区 离得很近 那么甚至有记载认为 吴国的崛起 和晋国是有关系的 这个我们已经讲过 而越国的崛起 这和楚国有关系 楚国也派了人 在越国进行帮忙 扶持越国 让越国来对付吴国 那么越国 他世世代代继承 到了他的国军 叫允长的时候 他也开始称王了 一称王 我们多次提到 称王就称霸了 吴国是这样 越国也开始是这样 这个越国的国军 允长他一旦称王 他就开始朝着 称霸的目标前进 他的军事力量 就开始超常规的发展 这样一来 是吴国就实时觉得 身后有一个威胁政策 他就有后不之右 所以在后来 流传着一个很著名的故事 说吴王想打楚国 但是又考虑到身后 有一个越国 但是他还下决心要打 有人就想劝 劝住吴王 暂缓打楚国 但是怎么劝呢 吴王的决心已定 于是此人是一个进程 可以在吴王身边活动的 因此他每天早上 他就乘坐有露水的手 手里面拉着弹箍 沾着露水 早上等吴王 结果等到第三天 吴王终于出现了 一看这小子一身露水 手上拿一个弹箍 就问 你这小子干什么 此人要的就是这一问 说 我汇报给大王 说我们这个园子里头 有一只蚕 这只蚕呢 每天早上 非常贪婪地喝露水 心安理得 但是他们又想到 危险将至 因为后面 鱼子螳螂 正在向他靠近 那么这只螳螂 一心一意要捕捉这只蚕 但是他也不知道 险情将至 什么原因 在他的后面 鱼子黄雀 正伸长脖子 正准备捕捉他 但是这只黄雀呢 也在一心一意捕捉 这个螳螂 他也不知道 险情将至 因为我的弹弓 正对着他 此蚕 此螳螂 此狂雀 都知道眼前的利益 但不知道 后患无穷 这是真正的后患无穷 就在身后 吴王一听 哈哈大笑 知道这小子说的是什么 从此以后 螳螂铺蝉 黄雀在后 就变成 与我们又一条成员 那么既然是这样 那就必须把这只黄雀解决的 至少是把它打飞 那他不敢轻易 竭尽这个螳螂 于是吴王合驴 就想了一个招数 这个招数实际上不怎么高明 什么招数呢 就派使者到越国 告诉越王允昌 说我们是友好邻邦 现在我国将要与一场重大的军事行动 干什么 我们将要打楚国 我们吴越是友邻之邦 希望你帮忙 和我一起去讨伐楚国 这个毫无道理啊 因为越国跟吴国并没有结盟 我凭什么跟你一起去打楚国 何况像我刚才所说 有记载说越国就是在楚国的福祉之下 它发展起来的 所以越王允昌断然拒绝 不去 这个按照和吕的 吴王和吕的算盘 是如果允昌同意的话 那么等于把这只黄雀关进了笼子 但是不同意是预料之中 那么就先打你 所以在公元前514年 也就是吴国攻克楚国的都城 引都的前四年 吴国先向越国发动进攻 大举向越国的进队 大兵压进 这个越王隐藏 也是不服输的 他第二级军队 也北上迎敌 就把两军在一个叫做坠里的地方遭遇了 这个坠里在哪里呢 在浙江省嘉兴的南边 有一个叫坠里的地方 双方在这里发生了战争 战争的态势是 吴强远落 而且这一场战争记载很简单 吴越春秋只有三个字 破坠里 也就是说吴国在坠里打败了越国 就这三个字 越国失败了 也就是说这是黄雀被打飞了 但是注意 黄雀并没有被捕捉到 但是打飞了也可以 所以四年之后 在公元前506年 吴军大举进攻楚国 尽管吴王和吕攻下了楚国的影都 但称霸之路并非一蹴而就 而此时越国这只小小的黄雀 却给吴国带来了大麻烦 今天收看 国史通建制生死冤家 实际上吴军在攻破影都以后 秦国还没有出兵之前 秦报已经来了 来了什么秦报 说越军已经在向吴国的边境移动 在攻打吴国了 但是这个消息来了以后 吴王和吕乃自包括吴子虚 可能甚至包括孙虎 假设孙虎还在军中的话 可能不以为难 觉得还是先尽力量 把楚国先把它吞并掉 如果一旦吞并了楚国 吴国这只螳螂 如果捕捉到了楚国的这只蚕 那么这只螳螂 可能就是螳螂中的巨无霸了 甚至可以演变为阴了 如果演变为螳螂中的巨无霸 乃之鹰 那回头收拾这只黄雀 还不是吹飞之力吗 我想这样一个概念 或者这样一种理念 是有道理的 但是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一样 充满着变数 充满着哪些变数 后来发现 充满着三大变数 随着时间的推移 时间拖得太长 第一个变数 是楚国的不屈服 按照吴国打楚国 它是殊胜论 希望短时间一见封口 也确实是攻下了引渡 但是没有抓到楚庄王 但是我想 即使抓到楚庄王 恐怕对大局的作用也不大 楚国可能又立一个新军 什么原因 因为通过几十代人 上千年的发展 楚国已经是一个基础 很雄厚的国家 楚文化已经是有 丰厚底蕴的一种文化了 它建立一种 非常重大的认同感 那么人们它认同楚 它不认同吴 所以尽管吴军战略了引渡 那个流亡政府 楚昭王的流亡政府 冷漫有巨大的号召力 楚军和楚国的民众 随时随地在打击 分散的武权 所以就有点像 我们用一句套话 就是吴军正在陷于 楚国的人民战争的 汪洋大海之中 但是如果只有这个汪洋大海 还不够 第二 秦国在出兵 这个秦国一出兵 就是五百辆车 我们说五百辆 就是三万多军队 那么吴国军队 也只有三万多 秦国的军队 乘勇而来 一鼓作气 那么吴国的军队 已经变成了 强乳之末 长期待在楚国 那么碰到了很大的 激阳上的问题 和士气上的问题 这样一来 一战 秦打败了吴 虽然是一只小小的遭遇战 但是吴军感觉到秦军的压力 这是第二个变数 一旦感觉到秦国的压力 那么回过头来看看 越国的这只黄雀 它的分量就加重了 如果没有秦国的问题 那么这只黄雀不算一回事 一等到楚国再继续反抗 秦国出军 越国的军队 它分量就加重了 这是第二个变故 第三个变故 吴国本身发生问题了 吴王和吕的一个弟弟 他觉得和吕可能快要倒台了 他拉起自己的部队 就回到了孤树 回到了现在江苏 苏州那一带 自己称王 宣布和吕是不好法的 你看看 内乱了 所以我说大国的博弈 和自然界动物的博弈一样 时间一长就充满着变数 这也是因为时间长了 那么和吕怎么办 如果吴军继续待在楚国 将面临着灭顶之灾 所以只好撤退 先解决内部的问题 先把这个弟弟赶跑 有意思的是 他这个弟弟跑到哪里去了 跑到楚国去了 楚国还给他封了一块地 后来叫唐义军 就在那里养老了 那么越国看到吴军回来了 也撤退了 但是这个事情 给和吕造成了深厚的印象 可以说切伏之通 觉得这个黄雀不打者 他就没有办法在中原争霸了 在公元前496年 吴军占领引渡以后的十年 这一年越国发生了一种情况 发生了一种变故 什么变故 越王隐藏去世 越国正在办伤事 为什么我说孟子说春秋无义战 是说五月之间的战争 如果中原地区诸侯之间 别人有伤势 你不能动兵的 但是 如果恰恰成着越王隐藏的去世 起兵 大举发越 隐藏死了要他儿子继位 这个儿子是大家都熟悉的 就是大名鼎鼎的勾建 越王勾建 越王勾建调集军队 也北上引起 结果双方又在同一个地方遭遇了 哪个地方 最低 所以公元前514年底 是第一次最低之战 那么公元前496年 是第二次最低之战 太史还是老太史 吴强越落 吴军觉得这一仗要打败越国应该是问题不大点 但是没有想到又生变故了 怎么生变故 只见两军对垒的时候 一队一队的越国士兵 还有一三男女的越国的囚徒 竟然来到吴国的政权 高声叫骂 当然他们说的是乐语 吴人能不能听得懂 还很难说 吴军就觉得很奇怪 他们说什么 但是更奇怪的一幕发生了 一队一队的士兵 拔出剑 抹脖子 自杀 就在两军阵前 当作吴军自杀 抹脖子 吴军看着木凳口呆 一队死了 第二队又自杀 第二队死了 囚徒又自杀 这个时间 不会太长 太长可能会回过神来 也不可能太短 太短还达不到他的效果 那吴军看着木凳口呆 不知所措 但是越王高剑 就是需要吴军 木凳口呆 不知所措 就在他木凳口呆 不知所措之中 越王高剑身先士卒 立即对吴国发动攻击 这样一来 吴军还来不及准备 政就被越军冲乱了 我们一句成语 叫兵败如山倒 什么叫做兵败如山倒 前面一被冲垮 后面的军队不知道怎么回事 跟着哗逃跑 越军大胜 欧军大败 大家说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吴王和吕 还在这一次战争中 受伤 不久死去 在临死的时候 他把自己的儿子 叫傅差 叫过来 说你记住 记住你父亲是怎么死的 这个仇一定要报 由于吴王夫差 在杀父仇敌面前的心慈手软 给吴国带来了灭顶之灾 而越王高剑的忍辱负重 却让越国起死回生 今天收看国史通建制 生死冤家 吴王和吕 荣马一生 由于有吴子虚和孙武的帮助 吴军几乎是所向披靡 眼看着称霸大也就要完成 没想到 却阴沟里翻船 吴王和吕 竟然死在了 与越国作战的战场上 那么他的儿子夫差 将如何为死不明末的父亲血恨呢 和吴的儿子 带着吴军产兵败将 就回到了吴国 回到吴国怎么办 第一 埋葬父亲 第二 继位 第三 练兵 他把吴国的政务 交给周伯平 就是从楚国逃过来的 吴子虚的好朋友 这个人也是大财 让他做太宅 主持国家政务 那么他自己 付差和吴子虚干什么 练兵 大家要问 那孙武到哪里去了 孙武在这一次战争中 他举着怎么作用 四个字 下落不明 孙武不知道到哪去了 付差 一边办伤事 一边练兵 那越国怎么办 又是春秋无意战了 越王勾建 又想承着人家吴国办伤事 承着吴国军队可能还没练好 他率先发动攻击 因此越王勾建 在公元前494年 也是最理之余以后的三年 向吴国主动发动攻击 他的水师一路北上 进入到太湖 在太湖的礁山一带 逼近吴国的都城了 吴国怎么办 一个字 打 所以吴子虚和吴王夫差 调集军队 进行自卫战争 先自卫 双方在夫郊进行大战 也就是现在太湖的郊山一带 进行一次大战 结果阅兵大败 吴军 陈胜追击 一直追到越国的境内 一直追到越国的中心地点 会计 并且把越王勾建 困在了会计山 大家注意 这个会计山的范围很大 不是一座孤山的 双方可能要进行一次 疏死的搏斗 越国面临着生死存亡 那吴国就面临着 是否彻底消灭越国 但是越国这个时候 也不可以小看 三个原因不可以小看 第一 越王勾建 那用我们现代的概念 是一个萧小 非常有臣服 非常果断 又有残忍之心 他能够说到做到 所以这个人是不好对付的 第二 越国为什么不好对付 越王手下 也有一批人才 最著名的是两个 也都是楚国来的 一个叫做文仲 一个叫做范黎 当然诸位 可能对范黎更熟悉 因为后来有传说 说越国灭了吴国以后 这个范黎带着西施 在太湖飘荡 然后过着神仙国的日子 传说是这样 那么文仲 他非常有治理国家的经验 又极富自卯 而范黎 博学多才 极富极变 所以这两个人 他关系又很好 成为越王勾建的 左膀右臂 上下一行 第三 虽然越国越王被困在会计山 但是他还有五千壮士 这五千壮士 完全可以和吴军 决于死在 这个时候越国怎么办 越王应该怎么办 范黎开始出主意了 这个范黎说了三句话 我们就用最通俗的语言 来表达他这个意思 什么意思 到哪坐山 就唱哪首歌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实际上就这个意思 那么范黎告诉 越王勾建 我们这五千壮士 就是越国的青山 留住了他们 越国就有复国的希望 因此他建议 不惜忍辱负重 向吴国投降 如果有必要的话 代王赢 就是越王勾建 也可以到吴国去 来做吴国的陈奴 人奴负重 越王怎么办 越王也是能去能生的 他接受了范黎的建议 派文仲到吴云去谈判 这个文仲来到吴云 当然要带很多赔偿的礼品 去建吴王 在吴军胜利者的吆喝之中 人家文仲 在帐外就开始跪下来 一直爬行 爬到夫差的面前 痛哭流涕 做检讨 赔罪 说我们国军 年幼无知 冒犯了上国 才遭到这样的天险 我们现在知道错误了 我们愿意改正 我们愿意 为吴国的蜀国 为吴军福 而且我们的君主 我们的国王 愿意到吴亭去做奴婦 我们的王后 愿意为您做奴婢 你看看 这样的悲词厚礼 这样一来 吴王夫差的心理 竟然发生了变化 他本来是堵捉一口气 要灭了越国 要杀了越王高建 为父亲报仇的 但是人的心理也很难说 一旦碰到失败者 向自己苦苦求饶 一旦自己变成胜利者以后 他的心态可能就发生变化 觉得越国已经不行了 留下他也许我的名气更好了 也许又觉得 又产生了恻隐之心了 当然各种各样的想法 也许都有 总的一句话 夫差产生了动摇 杀不杀构建 灭不灭越国 他竟然动摇了 但是有一个人毫不动摇 谁 吴子虚毫不动摇 因为吴子虚认为 两国的中心地带 离得太近 就犹如一山龙不得粮府 不是吴灭越 必定是越灭无 所以吴子虚坚决反对 接受越王的投降 主张进行最后一次歼灭战 全部消灭越前 彻底摧毁越国 把越国作为无国的一部分 谈判陷入僵局 为什么说陷入僵局 夫差没表态 结果文仲又回到会计山 向越王勾剑汇报 越王勾剑一听 这也是男儿有血性 说既然这样 令令把全部女人杀掉 全部男人准备好战斗 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让吴国即使占领越国 越国也是一片焦土 他有这样的狠心 但是文仲认为 事情还没有到这个地步 因为他看到了吴军的内部的矛盾 什么矛盾 夫差的态度 和吴子虚的态度 是不一样的 另外还有一个人没表态 谁没表态 薄匹还没有表态 太宅还没有表态 太宅在吴国 也是有话语权力 文仲说 那我再去一次 于是他第二次来到乌云 这一次和第一次不一样 他不先见吴王 第一次是试探 第二次谈判 谈判之前 先要疏通关系 要行贿 给谁行贿 给吴子虚曾经的好朋友 现在吴国的太宅 周伯匹来给他行贿 行贿用什么行贿 老套套 古代的行贿就是两件东西 第一 珍宝 第二 女孩子 就这两样 美女和珍宝 果然不出所料 因为文仲就认定 这个周伯匹 是喜欢贿赂的 是一个贪财好色之徒 周伯匹看到 这些珍宝爱不失守 看到美女 眼睛很难离开 文仲觉得有戏了 那么他向伯匹求助 说我们国军 真地知道这错了 希望太宅帮我们说说话 我们一定好好效劳太宅 以后太宅有什么吩咐 叶国照办 你看看 内部出了问题就糟糕了 这个周伯匹带着文仲 去见乌王富财 文仲还是苦苦求劳 还是卑之厚礼 还是反复强调 我们的国军将成为女帝奴隶 我们的王后将成为女帝奴隶 但是 这一次文仲说了另外一番话 这番话我估计是和周伯匹商量好的 说了一番什么话 如果贵国一定认为我国罪孽太大 不可饶恕 那么也好 越军五千壮士 将陪着越军同归于解 越国的女子将全部被杀 越国的财富将全部摧毁 无军所得到的就是一片焦头 这番话很厉害的 软中带印 一纲 这个时候 吴王夫差听了以后会怎么感觉 一定会有两种反应 第一 勃兰大陆 你威胁我 那就两军拉开阵势打一架 如果这样的话 陷入僵局 另外一种 心里有考虑 如果接受吴国的投降 可能得到一片完整的土地 得到一批奴隶 对吴国大有好处 这个时候就出现第三者 来进行窝旋和沟通 薄皮 于是说服吴王夫差 说您的志向 不是小小的越国 何况现在越国已经扶苏了 就变成我们的蜀国了 源源不断的财富 运到吴国来 有什么不好 什么叫做 堡垒可以从内部攻破 甚至夫差自己了解自己 都没有薄皮 对自己了解得更深刻 那么这个时候 吴子徐继续提出反对 认为 现在把越王困在这里 这是上天给我国的礼物 如果不接受 那么将遭到天的谴责 但是夫差和薄皮 已经不是这样认为了 认为越国这是黄雀 他已经装进笼子了 没有能耐了 我们何必又斩尽杀绝 更何况 称霸中原的霸义大爷 远远超过 为父亲报仇的这个寺院 所以两个人 吴王夫差和吴子徐 在礼宴上 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差别 当然最后拍板的是吴王夫差 最后决定 接受越国的投降 越国的国君和越国的王后 跟到巫术去 作为吴王夫差的奴隶 这里头也有很多故事 说吴王生病了 越王高健自称懂得医术 竟然让吴王高健把大便解出来 然后用舌头去舔 来辨别 你到底是什么病 吴王夫差看在眼里 感动在心里 亲生儿子也不会这样做 然后吴王的所有的奴隶 都自探不如 我们服务没别人到位 越王高健和他的王后 用自己的实际行为 许说自己的罪念 感动了吴王 结果吴王在三年之后 尽量把越王高健和他的王后放回去了 吴子虚反复地争夺 不行 结果被吴王夫差 刺死 你死去吧 省得一天到晚 叙叙叨叨 影响两国之间的团结 吴子虚被杀了 越王高健回到了越国 然后恪守自己的洛言 源源不断地越国的财富 输往吴国 源源不断地越国的门语 输往吴国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演绎出了一个著名的门语 他的名字叫西斯 朱姬美女西斯 也被送到王庭吴王 那么吴国的国军 继续享受着越国国军 勾建的孝顺 因此他准备称霸中原了 郑果一个位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 弱小国家 他是如何在春秋诸侯争霸的乱局中 得以生存的呢 敬请关注国史通鉴 春秋战国片制 嘉奉求生 为了称霸中原 吴王夫柴花了近十年的时间 运用大量的人力物力 修筑了一条名叫寒沟的运河 通过这条运河 吴国大军北上中原 打败了曾经的霸主齐国 又趁着当时的霸主晋国内乱 在公元前482年的黄池惠盟时 夺得了主盟的地位 实现了称霸中原的吴国梦 然而就在吴王之德一满的时候 从他的国都却传来了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 吴王夫柴在公元前482年 狂辞之会的时候 他一方面成为中原的霸主 另外一方面 接到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 什么消息 岳王勾建 乘坐吴军的大局北上 已经攻破了孤树 还俘虏了吴国的太子 这是什么回事呢 原来岳王勾建他一方面 在公开的表现出对吴国的孝顺 但另外一方面 在卧清畅胆 为复仇做准备 那么他带着自己的王后 和普通的百姓一起 在田间耕作 发展山产 组织军队 修养生息 另外一方面 不断的策划 如何来报 交山之丑 如何来学 吴公之处 透视就演绎出 所谓窩心畅胆的故事 但是他这个卧心 这里跟大家说明一下 未必就是我稻草 实际上是他打瞌睡的时候 用潦草来熏自己的眼睛 那么畅胆 就是出路 仓苦胆 来历练自己的意志 那么岳王勾建 通过这一系列的举措 他给越国的军民 树立了一个发奋图强 握清长胆的 这么一种榜样 通过十年生据 十年教训 越国的力量强大了 于是对吴国 他发挡袭击 这吴王福才大吃一惊 赶快回市 回市怎么办 他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力量 和越国决一死战了 军队非常疲惫 人民非常疲惫 而且内外交困 中原的晋国也跟他关系不好了 中原的齐国跟他关系不好了 西林楚国那更是死对头 这样一来 吴国没有办法 向越国求和 大家说越国是不是 曾此机会一举灭吴 没有 越王高健也认为 这个时候 他的实力 还达不到完全灭吴的 这个程度 但是他有自信 自信是什么 越国正在发展 而且越国的后面 绝无后顾之忧 而吴国 这是人心崩溃 因此两国休战 但是过了几年 越国对吴国发动第二次攻击 这就不留后手了 以此把吴国军队打败 把吴王夫差困在孤苏台 那么这个孤苏台在哪里 现在苏州好像坐了一个孤苏台 是一个旅游景点 据说当年 那个吴王夫差就被困在这个孤苏台 他要求 越王高健 像当年自己一样 留下吴国的宗庙 留下吴国作为越国的附属国 甚至自己也可以和越王高健一样 来做 像越王高健当年做自己的奴婢一样 来适合越王高健 越王高健说 当然他不是这样说的 我想他应该说 过去的故事是不愧重演的 但是允许他带着一批人 住到一个荒郊的地方去 坐到一个天涯海角去 那里活命 但是对于夫差来说 也是一代枭雄啊 我活着不如死去嘛 结果干脆自杀 吴王夫差自杀在不苏台 但是死之前他干了一件事 用一个筋 把自己的头给裹住 把面部包住 时到阴寺之间 他没有脸去见一个人 这个人叫吴子虚 因为他没有听吴子虚的话 得到这种下场 自杀了 那么越国彻底灭了吴国 这两个生死冤家 经过几百年的长期共灵 经过几十年的战争 终于变成一个国家了 虽然各有各的特点 但是在很长的时间里头 他逐渐形成一种文化 人们把它称之为吴越文化 而且在一两千年以后 这一代成为中国经济文化 最发达的地方 那么我们这一段 在谈南方的事情 我们下一集 又要把目光转移到北方去了 那么南方发生的这些事情 我们可以用一个字 来进行归纳 就是和 吴越两个冤家和在一起 那么中原发生什么事 我们将谈到 中原的那个超级大国 就是靖 但是我们也可以用一个字 来解读它 叫做分 那么它怎么分 我们下一次再说 谢谢 郑国 一个位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弱小国家 它是如何在春秋诸侯争霸的乱局中 得以生存的呢 敬请关注 国史通鉴 春秋战国片之 加奉求生 春秋时代战火连天 春秋五霸的轮番出现 就足以说明这一时期斗争的激烈 大国之间为了争当霸主 不断地吞并弱小的国家 因此小国的生存 就显得格外艰难 郑国就是这样一个国家 郑国位于晋国和楚国 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 可以说 是在夹缝中求生存 出境十分艰难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小国 在当时 也出现了一位著名的政治家 子产 子产的一番作为 使得郑国在内政外交上 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那么子产都做了什么呢 它能改变郑国的命运吗 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国史通鉴 春秋战国篇制 加奉求生 我们前面几集 对中国长江流域的情况 做了一些描述 长江由西到东 楚国 吴国 越国 这三个诸侯国 在长江流域 他们进行了 应该说是长思期的 生死搏斗 而在这种搏斗的过程中 我们看到一个大的趋势 那就是河的趋势 吴国曾经一度 占领了楚国的都城 而且想一口 把楚国 这只巨城 把它一口吞掉 但是后来没有成功 反倒是黄雀在后 被越国所算起 后来是越国 把吴国给吞毙了 但是过了若干年以后 越国又灭于楚 最后长江流域 是形成一个大国 那就是楚国了 那么北方 北方由西到东 也是三个大国 秦国 晋国 齐国 但是他们的态势 和南方不一样 他们是谈谈打打 而且表面上客客气气 实际上是暗藏杀鸡 但是总是谈一谈打一打 你也吃不了我 我也吃不了你 这三个大国之外 还有若干国 在西周时期 就分封的诸和国 你像周公丹的封国 那是鲁国 少公寺的封国 燕国 商汤的后裔的封国 那叫宋国 另外还有你像正国 卫国 朝国 菜国 等等 还有大大小小 几十个小国 另外在这些小国的周围 大国的周围 还有诸多的部族 你像游牧民族的部族 守恋民族的部族 所以北方的形势 它冷藍是分 那么这些个小国 实际上日子过得都比较艰难 艰难在哪里 在大国的夹缝之中求生存 但是这些国家 虽然各有各的问题 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生存的道理 所以任何事情的延续 它都是有它的道理 我们就以这个正国为例 这个正国地属中原 在周平王东迁的一段时间里头 这个正国是蛮横的好 曾经干过 抢搁东周的麦子 并且建设周王的这样一种事情 但是随着齐国 晋国 秦国 特别是楚国的崛起 这个正国慢慢地衰落下去 它轮为一个小国了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小国 我们可以看看 它有自己的文化论斗 有上下一心 维护这个国家存在的 他们的一种精神 我们在讲 楚庄王 问鼎中原的时候 曾经说到过一个插曲 大家也许还记得 说秦国 陈卓晋文公去世 晋国正在办伤事的时候 派兵车三百成 千里行军 打击郑国 想给 晋国 束束自己的威风 因为郑国和 晋国 它是同姓的 都是姬姓国 于是 非常张扬地通过 东周的王城 这个时候 站在东周的王城上 有一个小孩 叫王孙满 他陪着自己的祖父 是周湘王 于是发表了一番言论 说秦军此去 必败 一个小孩子 发布这样的言论 果然不出王孙满子所聊 秦国叫郑国 没有占到便宜 为什么没有占到便宜 这里就有个 很著名的故事了 这个郑国呢 他不但地主中原 而且是十分冲耀之地 东西南北 晋军要南下 他要招架 储军要北上 他也要接应 甚至秦国也弄他 这一次秦国就要打他了 但也正是因为 他是交通要道 所以东西南北的货物 他成为一个积散地 经济比较繁荣 商业很繁顺 商人也很多 所以在这个时候 有一个普通的商人 他的名字叫玄高 带着一批货物 从郑国到东周 就是洛阳一带去经商 路过一个华国 就是这两个国家之间 与一个华国 结果到华国 他突然发现 驻马的军队 他就觉得奇怪 这个华国是个小国 比我郑国还小 哪里来的这么多军队 一打听 原来是秦国的军队 准备在这里展桌修整 下一个偷袭的目标 就是郑国 这个玄高大吃一剑 立即派人向本国汇报 向郑国汇报 另外一面 自备了十二头肥牛 当然还有九肉 步驳之类 来到秦军的驻扎地 要求要见秦军的统帅 自称是郑国的国军 派来的前面的使臣 就是先前队 使臣里面的先前部队 那么秦国的将领 觉得非常奇怪 偷袭郑国 这个消息是不能传出去的 怎么郑国的使臣就到了 那个玄高说 我们的国军 听说贵军路过这里 非常高兴 派我备有肥牛十二头 来耗劳将军的左右 我们的国军派的正式辞者 带着国书随后就到 这个秦国的将领非常狐疑 呼吁之间 郑国的使臣来到了 上了一份国书 这个国书写得很有意思 三层意思 第一 说听说贵军路过此地 我们非常高兴 非常想恶情的接待贵军 但是我们国小民穷 拿不出太多的好劳品 但是第二 我们的边上 我们郑国的西边 有一片原野 这个原野叫原谱 上面有很多野生动物 各种各样的磁地 飞金走兽都很多 我们可以让秦国的军队 在上面普列 自己解决自己的军粮问题 我们将提供一切帮助 第三 为了不慢待贵军 我们还通知了宋国和齐国 让他们做好准备 准备接待贵军 你看看 这样一份国书 年里长征 什么意思 你们来吧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不但我们郑国准备好了 我们还通知了我们的友邦 大家都准备好了 所以秦军怎么办 两个字 撒言 还有两个字 无奈 千里行军 跪在偷袭 如果成兵奸臣之下 那是兵家之大忌 所以秦军只有一条路 什么路 回去 但是回去也不是这么轻易回去的 一点东西没捞到 那不是连军粮都要赔吗 所以秦军的回去的路上 顺带把驻扎地华国给灭了 灭了这个华国 捞了一笔军粮 但是他在回秦国的途中 经过一座山 这座山叫小山 在小山的时候 遭遇了晋国的埋伏 全军覆灭 三个军事统帅全部被俘虏 那么指挥这一次 是伏击战争的 就是我们谈到陈朴之战 进处陈朴之战 那位军事统帅 先整 就是他指挥的 我们之所以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了 是想说明一个道理 就是郑国虽然小 他没有力量和秦国抗衡 但是他上上下下 无论是平民 还是贵族 都有保护和捍卫这个国家的一种精神 你像玄高 许多普普通通的商人里头的一个 当听到国家有危难的时候 他挺舍而出 辞职 秦军的行动 并且 在第一时间通知国内 我们再看看郑国的处理 处理也非常到位 那个时候郑国的国军叫郑穆光 以免派出正式使者 去继续延返秦军的行为 同时做好抗击的准备 还通知友邦 建立联盟 准备共同抗击秦军 所以我们看到这样一个 处在夹缝之中的小国 他们有一种捍卫自己国家的精神 而这种精神和他们的当政者 是直接有关系的 虽然秦国偷袭政国没有成功 可他竟然顺道把华国给灭了 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 春秋时期的弱小国家的生存环境 是多么的艰难 他们成为了大国争霸的牺牲品 随时都有亡国的威胁 而政国所处的地理位置 也使得他更加具有忧患意识 我们要看一个国家的面貌 要看一个国家的群众的精神面貌 我们先看谁 先看这个国家是由谁领导的 他的领导人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面貌 那么在夹缝之中求生存的政国 我们举他两个领导 一个名字叫纸彩 一个名字叫纸皮 这个很有意思 说到纸彩 有人认为他应该算是春秋时期 中国第一政治家 这个纸彩 他的名字叫乔 一个字 纸彩是他的字 他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郑木公 他的孙子 所以他姓公孙 所以叫公孙乔 这个纸彩是郑国的贵族 同时也是一个早熟的政治家 就在他年幼的时候 郑国发生了一件事 一件什么事情呢 当时的大国和大国之间是进行战争 大国对小国也进行战争 那么小国之间他也有战争 相互有矛盾 相互争夺地盘 相互争夺利益 一旦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 他就打击架 结果郑国有一次 就出兵 打击了蔡国 蔡国的力量比郑国更于弱小 结果郑国大获全胜 上上下下都沉浸在这种大胜的欢乐之中 经常受郑国的欺负 受楚国的欺负 好不容易捏了一个软柿子 于是有一种 普国同庆的味道 但是有一个人担忧 谁担忧 一个小孩子担忧 资产担忧 他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 说小国无文德而有武功 祸摸大眼 一个小小的国家 你不好好的勤修内政 不好好的让老百姓祸好日子 你去进行军事挑衅 你这不是引祸烧身吗 特别是这个蔡国 是楚国的楚国 如果楚国以此为借口 发兵 那我们怎么办 更有意思的是 领兵打败蔡国的这个将领 郑国将领 恰恰就是资产的父亲 资产的父亲 听儿子对自己的丰功伟计 进行这样的评价 非常愤怒 历声呵骂他 说你小孩子懂得什么国家打死 这个要杀头的要注意 但是 资产的担忧 当年就出现了 就在郑国打蔡国的当年 楚兵 以这个为借口 攻打郑国 结果郑国又赔了一批款 那么资产虽然是公孙贵族 但是郑国的公孙多得很 所以他要斩路头脚 要在郑国的舞台上 站在更高的平台之上 他需要有人赏识 要有人推荐 这个赏识他的是谁 这个人就是紫皮 紫皮当时是郑国的上情 行政一把手 国君下面就是他 他为什么赏识资产 因为一件小事 因为一件人事安排的事 紫皮有一个 很值得他骄傲的儿子 这个儿子叫做尹和 政治上很可靠 所以这个紫皮就想把儿子放在重要的岗位上 来锻炼锻炼 让他在政治上进步更快 一个什么岗位 想让他到郑国的一个义 去做一把手 也就是管理一个义 但是当他征求 资产利益的时候 资产坚决反对 这个尹和 资力太浅 经验不足 没有基层工作的经验 现在拿这么一个大意去让他管理 他肯定管理不好 但是紫皮不以为然 自己是上亲 他跟资产说 我这个儿子是经过长期培训的 不但政治上可靠 而且我看他有政治的天赋 不就是一个义吗 但是资产冷然不同意 冷然说出自己的道理 说文学而后入政 慰文以政学者也 若果行此 必有所害 什么意思 我只听说 一个干部 要在基层里头长期锻炼 取得经验 然后再逐步让他单位 重要的岗位 没有听说过 先让他单位的岗位 然后用那个岗位去学习 没这个道理 资产同事举例子 他说比如 就像您家里有一块好的布料 您一定是希望 要请一个最好的财富 来把它缝制成衣服 你不可能找一个身手 那不招他这块布吗 所以绝不允许 拿民众的生命 民众的生存 来作为政府的官员 练贪子的舞台 你看看 这个官员是非常的先进 也应该非常带有原则性 那么大家说 这个纸皮不就是论民一个官员吗 把自己的儿子放到下面的一个岗位上去 让他更快地成长 那用多少资产 这样教训一通 那纸皮怎么办 给他小鞋穿 从此以后 没这个小鞋穿好骨子吃 如果是这样 我们就以小人之心 来剁君子之父了 等资产阐述完了自己的政治观点 紫皮说了一句话 真心实意的话 君子 物质与大者 远者 这个君子 他所考虑的是大的事情 远的事情 小人物质小者 近者 我 小人也 您是君子 你考虑的是大事 考虑的是长远发展的事 我考虑的是小事 是颜面前的事 所以您是君子 我是小人 诸位看看 实际上纸皮也是君子 他是坦坦荡荡的君子 君子和小人 在个人利益面前 恐怕没有太大的区别 大家都有私心 大家都想为自己的家里好 为自己好 但是他们的区别在哪里 区别在于 君子文道哲习 知错而改 那小人一定是文国是非 坚持办快事 把一切过错归于别人 那么自己理智气壮的干快事 但是此批不是这样 所以正是通过这件事情 紫皮认识到资产的这种宽广的胸块 和那种自博的体验 同时也感受到自己的狭隘 为了儿子 为了爱惜儿子 竟然出出这么一些点子来 这样一来 紫皮觉得 必须把这个位置浪出来 所以他推荐资产 接替自己 但是资产坚决不干 为什么不干 他考虑到郑国 八个字的现状 哪八个字 国小而弊 诸大宠多 这八个字 前面四个字 谈的是郑国的国际形势 什么叫做国小而弊 我们国家很小 地方很狭窄 而且周边都是大国 这是他的国际形势 在夹缝中求生存 而国内情况怎么样 国内情况另外四个字 竹大宠多 什么叫做竹大宠多 我们的贵族就太多 地盘小 资源少 生多竹少 要求要利益的人太多 分不平 一年到晚闹闹响响响 怎么办 他谈到自己的这种顾虑 但是紫皮坚决要求他 接任 并且说了一句 很豪荒的话 说我给你垫体 我给你撑腰 你怕谁 在这个时候 资产不接也不行 你不接受 就是对国家的不负责任 你接受 要处理的事情太多 所以这样一来 也就造成了 我们将要看到的 第二位政治家的产生 就是春秋以来 随着管仲改革以后 的又一次政治变革 那就是资产 在郑国推行行政 事实上我们也可以看到 一个国家要往好的方向发展 是需要很多条件的 天时地利人和 尤其是人和 如果不是紫皮事实的退让 资产也不可能这么快 就有机会来主持国政 而紫皮也正是看到了 资产的能力 才决定让出自己的位置 那么资产在郑国推行新政 会顺利吗 非常遗憾的是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 资产仅仅是和 诸多的人物供一个传 他们有单独列传 所以史记对资产的事迹 记载得很少 但是左传里头 这足够的记载多 所以我们通过左传 看看资产在郑国干了些什么事 我们把左传里面所记载的 资产在郑国推行新政 它的纲领 跟大家说一说 它是这样记载的 都必有章 上下有福 田有风序 如井有武 大人至中间者 从而与之 太词者 因而弊子 是这么一句话 我们分别解释 什么叫做都必有章 都就是都市 城市 弊就是边缘地带 都必有章 也就是说 无论城市和乡村 它都建立一套 很完善的管理制度 什么叫做上下有福 同时也建立起一种 上下尊卑 各安其分 第一种等级制度 作为注意 我已经第二次 还是第三次 说到等级制度了 我们现在往往对这个 等级制度深恶痛绝 但是在古代 无论是中国 还是西方 还是印度 它都是社会稳定的一种 基本保证 三 什么叫做田有风序 这是资产政治改革里头 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就是承认 由国家通过法律 公开承认 贵族对土地的私人战友 贵族对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他公开承认了 什么叫做如今有武 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基层编制 把民众以武为单位 把它编制起来 是一种户口制度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 国家不管是大 还是小 大到像齐国那样的大 小到像郑国这样的小 都需要以一套制度来进行管理 如果我们不形成一套制度 它就管理不了了 所以我们可以说 资产的在郑国的改革 直接继承了 滚重在齐国改革的一些要素 但是 它与世俱进 与世俱进在哪里 与世俱进在三个方面 哪三个方面呢 第一 我们刚才已经说到 公开承认既成事实 承认贵族和平民 对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这实际上开启了中国以后 土地私有制的一个先口 它在法律上承认 第二个意思继续 我们刚才谈 它对国家有公则 它进行讲运 对杰监者进行奖励 但是 对奢侈者进行打击 这个和齐国就不一样了 齐国滚重的改革 是不禁止奢侈的 不但不禁止奢侈 他和齐凡公还带头奢侈 什么原因 齐国在强盛 齐国很繁荣 齐国设施风气 但是郑国不一样 郑国是小国 郑国不富裕 所以他要求杰监 特别是 资产的第三个要素 我们说他与世俱进 他承认土地私有的同时 是有条件的 条件是什么呢 条件就是要在 贵族和平民 所占有的土地上 增加收税 那么这样一来 贵族就不太干了 每一次的改革 总会碰到一些阻力 每一次的改革 说到底就是四个字 心力除弊 那么心力 大家皆大分析 除弊 特别是增加税收 上上下下都会反对 土地越多的人 反对越厉害 曾经有一度 紫坦甚至不得不离开郑国 跑到哪里去 跑到建国去 去避避烂 反对的呼声太大了 大家要问 这个时候紫皮到哪去了 你不是迫着凶路 说有我 有我这个虎在 紫皮的名字叫虎 说有我支持你 谁还敢干 但是除了他这只虎以外 还有其他的虎嘛 还有狼嘛 但是这里又不能不说紫皮了 他还是挺受而出 联络那些雇大局的贵族 对着少数进行反对的贵族 进行压制 进行打击 并且把他们驱逐出郑国 把资产请回到郑国 于是资产回来以后继续推行 那个左传里头还提到两句话 很好玩 说资产刚刚推行改革的时候 贵族们是怎么说的 然后推行了几年以后 贵族们又是怎么看的 我把原文说一说 如果我解释的话 会失去这个味道 说资产刚刚推行改革的时候 贵族们发出舆论 而且通过艺术家到处传唱 怎么传唱 取我衣冠而处之 取我填除我而武之 输杀资产武器与之 这个资产太坏了 拨我的面子 拨我的财产 谁杀资产 我一定去参加 他不挑头 他就参加 那么过了几年 资产改革的成果呈现了 于是又编成歌谣 又四祖传唱 怎么唱的 我有子弟 资产惠子 我有田筹 资产侄 资产而死 随其四子 我们有子弟 资产在这里教诲他 让他做好人 我们有财产 资产帮助我们发财 你看看多好 如果资产死了 我们该怎么办 你看看 这就是一场前后的对比 那么资产能够在郑国取得成功 我想应该得益于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 郑国以子皮为代表的那些贵族 这个时候大部分还是固权大局的 而民众对资产的改革也是支持的 这是他改革成功的一个前提 第二 资产的人格 资产的无私心 我们没有在任何材料里头看到 资产通过这样一场改革 他为自己和自己的家族捞到了多少好处 我们看到的是 他给民众 包括贵族 包括平民 带来的好处 所以这样一来 大家支持 第三 还有一种广阔的胸怀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 开始的时候 因为极力反对资产的改革 把资产逼离郑国的那部分贵族 被子皮驱逐出去的 资产怎么办 资产归来以后 保留他们的家产 不分掉 保留 同时允许他们有自由出入政国的 这种权力 你看看 这就像我们过去所说的 不但团结拥护自己的 还团结反对过自己的 这种一种凶快 所以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之下 政国在通过资产的改革 国家繁荣了 人民富裕了 它在大国的夹缝之间的生存能力 它更强了 那么当时的春秋时代 事情也很有意思 任何一个国家 发生的重要的事情 都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它也有国际社会 它引起什么国际社会的关注 首先 有一个在鲁国的人在关注 这个人是谁 他的名字叫孔子 孔子对于资产的改革 给予高度的评价 当然资产改革的时候 孔子年龄还很小 他后来越来越体会到 资产改革的这么一种重要性 所以他归纳资产的改革 用四个字 来讨论资产改革的成功 资产有君子之道四焉 其行吉也公 其世上也敬 其养民也会 其使民也义 公 敬 会 义 他自己的行为 给别人感觉接触 很有礼貌 很恭敬 而对他年纪大的人 对他身份比较高的人 他充满着一种敬意 而对老百姓 他是以会来对待 而让老百姓做事 他充满着道义 所以我们想想看 如果一个领导者 能够节省自好 能够对民众充满着感情 充满着关心 既让他们在自己指引的这种路线上前进 工作 同时又给他们看得见的好处 你说这样的领导虽不拥抚 一定拥抚的 所以孔子认为 日产是有他的道理 所以我想孔子给资产归纳的这四个市 也应该成为中国任何时代政治家 和官员的四字真言 其行级也供 其世上也尽 其养民也会 其死民也议 供见会议 资产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 这项措施在中国古代特别著名 公元前536年 资产推行了一项重大的改制 就是住行顶 什么叫做住行顶 把自己在郑国制定的法律条文 住在铁顶之上 让大家都知道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纸张 你不可以贴告示 那个时候最流行的文字叫中顶文 所以他把这个字 就住在这个铁顶之上 法律住在这上 这样一来 引起了靖国一个政治家的批评 靖国这个政治家的名字 叫书相 从他的地位和他的身份来说 丝毫不低于资产 那么书相听到这个事以后 给资产写了一封信 这个信上说 我一贯对您都非常崇敬 一直把您作为我的榜样 自从我知道了 你在郑国住行顶 那就算了吧 我们朋友也不做了 通过书信的方式 对资产进行批评 批评的理由 为什么朋友也不做了 他认为住行顶 是非常糟糕的事情 糟糕在哪里 三个理由 第一 公布刑法 不符合圣王的精神 从夏商周 从大宇 从商汤 到周文王周武王 都没干过这种事情 而且古代的圣王 来处理事情 他都是以原则来处理事情 而不是以具体的条文 不是以一把赤子 来量所有的事情 如果这样做 那是对过去的理的极大挑战 因为中国有一个传统理议 叫做行不上大夫 理不下书人 你现在公布刑法 一旦犯法 那怎么办 所以第二条 公布刑法 有损于贵族的尊严 你一把尺子一量出来 老百姓都知道了 你干了什么事 就要接受什么刑法处理 那么如何处置疏民 如何处理贵族 难道贵族的处理和 赎民是一样吗 那赎民就可能不怕贵族了 贵族在赎民的心目中 可能就没有地位了 第三 公布刑法 预示着国家将要灭亡 你看这就严重了 书相说 从夏商周开始 凡是有公布刑法 凡是多治者 就是不断地 翻来覆去的 出台新政策的 他往往面临着国家的灭亡 大家说 这个书相是什么人 这不是典型的守旧派吗 这不是典型的顽固派吗 但是我要说的是 书相也是坦坦荡荡的君子 他是以朋友的身份 以旁观者的身份 向赎产提出这种忠告 赎产怎么回答的 赎产回答说 若子之言 你说的真是对 你说的真有道理 但是我只能根据 郑国的情况 根据我们国家的国情 来推行这种政策 我也知道 我推行这种政策 可能有危险 但是我没有办法 想更远的事情 我只能解决当务之急 我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至于下一步怎么走 我要看形势的发展 作为不要小看 资产的住行点 和书相对他的批评 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 有记载的 理智与法治的第一次论战 也可以说是 理智与法治的第一次经典对话 那么大家说 谁有道理 谁是对的 都是对的 只是时代不一样 形势不一样 你以理为主 以法为辅 还是在另外一种情况下 你法为主 以理为辅 只是倾向和主次不一样而已 所以中国以后的 凡是政治家 在处理国家问题的上的时候 我们只可能看到他 他的主导方向是法 还是主导方向是理 他绝对不可能走偏锋 他只是法而没有理 或者说只是理而没有法 当然 大家说以后我们要谈到 商鞅变法 你怎么解释 我们以后再解释 但是这里我们要说到 苏向的担心 他预言 郑国住行点 国之将亡 但是先亡的倒不是郑国 先亡的是苏向 所在的禁国 那这又怎么可以说 我们下一次 看看禁国的情况 三家分禁标志着春秋时代的结束 和战国时代的开始 那么禁国这个春秋时期的超级大国 究竟是如何灭亡的 敬请关注 国史通鉴春秋战国片之 超级大国 公元前403年 禁国这个超级大国轰然倒塌 取而代之的是韩赵卫三家 可以说禁国的倒塌标志着春秋时代的结束 而韩赵卫三家的崛起 标志着血于兴奉的战国时代 开始了 到了战国时期 周天子已经名存实亡 所以也就不存在春秋霸主的说法 这个时候各个国家开始了 兼并与反兼并的斗争 直到秦统一中国 那么禁这个超级大国 究竟是怎样灭亡的呢 韩赵卫三家又是如何崛起的 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国史通鉴春秋战国片第九集 超级大国 中国的资产和禁国的书像 这两位春秋后期最杰出的政治家 他们对于治国理念 进行了一场经典对话 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 实际上书像对资产提出的批评 他是在担忧禁国的情况 就像我们身边 如果有人在发牢骚 如果有人在骂人 你千万不要介意 你不要以为他是骂你 哪怕他点了你的名 他未必骂你 他是在骂自己 他自己烦 所以书像看上去在批评资产 实际上是对自己国家的情况 感觉到担忧 那么北方黄河流域的三大国 秦国在渭水流域不断发展 向北发展 向南发展 向东挺进 习国在黄河的下游 不断地扩充 不断地兼并 所以后来变成大国越大 小国越小 甚至被兼并 那么当然在黄河流域 最大的超级大国 还是晋国 我们现在概念上的中原 山西河北的中部和南部 河南的黄河以北地区 大体上那属于晋国的地盘 那么晋国和秦国 他们是以黄河为界 所以有晋国这么一个庞兰大物在这里 秦国要突破黄河 它也非常困难 但是就像《红楼梦》里头的一句话 大有大的难处 那么小国有小国的问题 大国也有大国的问题 晋国作为超级大国 春秋时期的超级大国 土地面积大 物产丰富 人才众多 甚至有一点堆积 人才一多就带有堆积 一堆积就发生问题 书相就这个批评资产的书相 他就是这一次内乱中的幸存者 这个事情发生在 他和资产论战前的十多年 那么晋国发生一场内乱 包括书相的童母义父兄弟 在内地一批贵族 下到监狱里头 有些后来被处死 那么书相和他的哥哥 薄华也受到牵连 下到监狱里头 那么这个时候 有好心人来看望他们 好朋友 说没关系 国军很信任我 我可以在国军面前 替你们说好话 书相的哥哥 非常表示感激 但是书相不冷不热 没什么表态 结果这个好朋友一走 哥哥就批评他 他这个好朋友是国军面前的红人 你我兄弟的性命 我们家族的血脉 在某种程度上都靠他来救 你怎么这样冷漠 书相看着他哥哥 说我看未必 他虽然是我们的好朋友 又是国军的红人 但是他的性格 你应该知道 他往往是看着国军的 颜色形式的 那么国军现在 这时候慎怒之下 必于处置我们 他敢为我们说话吧 那么哥哥就问他 那这样看来 那我们就等死了 实际上说未必 也许有一个人可以救我们 他哥哥问这是谁 他说习黄阳 习老大夫 他哥哥说 这个好朋友就在国军身边 住红人 你认为他救不了我们 齐黄阳齐老大夫 已经退休多年了 你还指望他救我们 书相说 可能会救 你不要忘记 他一个著名的故事 这个什么叫做 一个著名的故事 孔子也说到 这个著名的故事 是说晋国 当把三军 上中下三军 扩编为六军的时候 他急需军队干部 当然那个时候 都是出将路向的 文官五官都是身兼一体的 所以急需要干部 那么齐黄阳呢 就向国军推荐了两个人 一个人叫谢胡 一个叫齐武 那国军就问他 听说这个谢胡 不是你的仇人吗 你怎么推荐他 听说这个齐武 不是你儿子吗 你怎么推荐他 齐光阳理智气壮 心快坦白 所以能够理智气壮 他说您问我的 是问谁可以认这个职务 谁能够顺认 并没有问我 谁是我的敌人 谁是我的儿子 他这才是真正的公信 你不要故意心里打小鼓鼓 自己的儿子就不敢推荐 你真正是人才 同样推荐 那才是心底无事天地宽 那么书相说 凭着齐尔大夫 外举不必愁 瑞举不必止 使静国无余嫌 难道他单单会忘记我们吗 他口口听到也觉得有道理 但是又不很肯定 但是不出书相之所料 当国军运到他们这位好朋友的时候 这位好朋友看看君主的眼色 不敢说话了 甚至说了一句 类似于落井下石的话 说了一句什么话 人不弃其心 什么意思 弟弟的事情 哥哥恐怕不能不知道的 你看看这是什么话 弟弟的事情哥哥知道 那当然要是有千年的嘛 但是齐黄阳虽然退休 退休以后住在城外 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连夜进城 找到一个人 找到谁 找到他的一个晚辈 同样也是春秋时期 非常著名的政治家 叫范盖 当时是晋国的执政 晋国的上清 这个范盖 一听说齐黄阳连夜赶回 赶到京城来 连忙出门去迎接 说什么事情 老家 您那个老人家 有什么事 发个话不就行了吗 齐黄阳 没时间寒暄 说晋国现在危险 你知道吗 这个范盖说 确实是刚刚鱼肠内乱 我们正在处理 习黄阳说 国家之故 在于贤者 一个国家要稳固 在于有人 有贤者 当今晋国之贤者 无奴书相 当代晋国的贤人 没有比得上书相 现在他兄弟 都下到监狱里头 难道你还能够安息吗 范盖一听 这个鲁芒在背 作为执政 你是有责任的 范盖一听 就说说 我明白了 连忙同齐黄阳 去见晋国的国家 当天晚上 释放书方兄弟 你看看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事 也可以看出 晋国的人才众多 齐黄阳的大公无私 范盖的重建如流 还有书相的超人见识 恰恰就是这个范盖 当时的执政 和他的一个继任者 这个继任者叫赵央 就是著名的赵检子 在晋国 几十年以后 干了职产 在郑国所干的同一件事 什么事情 住行书 什么叫做住行书 我们说职产叫做住行顶 把刑法住在铁顶上 那么范盖在做执政的时候 制定了晋国的刑法 而他的继任者 叫赵央 赵检子 就把这个刑法 又住在铁顶之上 史书上为了区别 就把职产的那个 叫做住行顶 把这个叫做住行书 实际上都是一回事 那么大家不要忘记 这位赵央赵检子 这也是大名鼎鼎的人 当他把范盖的刑法 住在行顶上以后 国外又在发生评论了 谁评论 孔老夫子在评论了 评论什么 一句话 靖其王府 靖国大概要灭亡了吧 他怎么也能够住行书呢 赵央和范盖 不是不知道 书上对资产提出过批评 但是他们根据 靖国当时的情况 他也干了这件事 那么这个赵央 来自于靖国的 一个著名的家族 这个家族姓赵 实际上也是有来历的 一个家族 我们所知道 他的这个家族 在靖国的第一位著名人物 叫赵崔 第二位著名人物 叫赵顿 我们在讲这一轮课的时候 经常说到他们两个 后来有人评价他们父子两个 赵顿做上亲的时候 有靖国的大臣到外面出差 做使者 别人就问 说你靖国真了不起 人才极极 就如同赵氏父子 赵崔和赵顿 你们对他怎么评价的 这个靖国的使者怎么评价的 他说这两个人都是太阳 高高在天上的太阳 我们渴望而不可及 但是两颗太阳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这个父亲赵崔 这个太阳 是冬天的太阳 他是冬日之日 而儿子赵顿呢 他是夏天的太阳 是夏日之日 冬天的太阳使得暖和 你什么时候出来 我们都想凑近一点 接受你的温暖 所以赵崔 积攒了很多人气 而赵顿呢 他是上亲 他是执政 他是夏天的太阳 所以夏天的太阳 尽管我们也需要 但是有的时候 真是晒死人 赤日炎炎死火烧 不但犯了错误的人 害怕他 连君主也害怕他 对他也敬而远之 君主犯了什么过错 他也深奢俱力 进行指责 赵氏孤儿的故事 因为多次被搬上 戏剧舞台和大荧幕 所以大家并不陌生 但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这个孤儿长大后 到底成为了一个 什么样的人呢 国事通建制 超级大国 这问题就来了 一怕就生恨 所以在赵顿死了以后 晋国又发生一场内乱 晋国的国群 在别人的唆使之下 对赵家进行了诛灭 全体赵姓的男子 全部杀掉 而且有很多的家族 受到牵连 但是这个事情呢 后来是以悲剧的形式而开始 却以喜剧的形式而告终 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有两个门客 赵家的两个门客 他们用自己的生命 用自己的名誉 用自己的家产 把赵氏的一个孤儿 把他救下来了 随着这个赵氏孤儿的长大 那么同情他的人越来越多 而且他也体现了一种很好的品质 所以人们很多的贵族向国军请求 为赵家平反 那么这个赵家 这个儿子 独独留下来的这个独苗 名字叫做赵武 历史记载上把它叫做赵武子 实际上他死后的嗜好叫文子 应该叫赵文子 但大家习惯把它叫做赵武子 那么司马迁史记里头 以文学的笔法 对赵氏家族的灭亡 对赵氏家族的兴起 尤其是对两个门客 如何牺牲自己的小孩 如何保全这个赵氏孤儿 进行了为秒为翘 栩栩如神的描绘 所以成为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 后来又有好事者 把这个故事编成戏剧 而且成为中国第一个 流传到西方剧的戏剧 那么这个戏剧 这个故事叫什么 叫做赵氏孤儿 又叫收姑就姑 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 那么赵武 可能是继承了他祖父 继承了先祖那种血缘 所以成长以后 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人物 而且非常了不起 当时进国的国君就问 问这个书相 说当今我国第一贤人是谁 书相毫不犹豫 赵武 为什么他这样评价赵武 他有一句话 毕如不胜义 言如不出口 然所举事业数十人 皆得其 而于公主 他处于斯门 但是 建国的情况和正国不一样 他的公主比较雷落 而斯门比较发展 也恰恰是因为斯门发展 所以建国的人才 如喷泉一样涌出来 各个家族 都有人才 你像就在赵检子赵央 公布刑法的那一段时间 建国的斯门 是六大家族 哪六大家族 姓赵的 姓韩的 姓魏的 姓智的 姓范的 姓中行的 所以叫做赵韩魏智 范中行 六大家族 每一个家族 都是人才极其 就拿这个赵家来说 我们刚才谈到赵崔 赵盾 赵武 赵央 赵检子 还有 我们马上就要说到底 赵央的儿子 赵无序 那也是一流的人才 所以都是人才极其 那么他们不但是 和公主 在进行争斗 他们斯门之间 也在争斗 所以有的时候说 国家内乱 有的时候说乱的敌人 有的时候乱中出英雄 有的时候通过乱 可能会产生 优胜掠汰 国家强大起来 比如说晋国 晋文公 晋国和他的弟弟 那种优胜掠汰 晋国称霸了 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 国家一乱 不是乱敌人 是乱我们自己 是紊乱了 是破坏了我们的根基 晋国就是这样 这六大家族 相互之间又进行争斗 然后把 范氏家族和中杭氏 给他灭了 大家说这个范氏家族 不是有范盖吗 上秦吗 尽管出了个范盖 同样灭掉 每个家族都是有人才的 晋国的国君到哪里去了 晋国的国君这个时候很窝囊 很可怜 大的地盘 大的人口 都被四大家族做分割 所以晋国的国君 这个时候终于显示出一点 男子汉的血性 他觉得我总得发点声音吧 不发点声音也太窝囊了 所以他准备对这四大家族进行讨伐 但他的军队不够 物产不够 怎么办 修书一封 分别向两个国家求救 向齐国和鲁国求救 但是这个消息一传出 这四大家族不干了 你要向别人求救 干脆四大家族联合起来 攻打晋军的汪公 这个晋军一看不得了逃跑 三十六级走为上 逃到哪里去 逃到齐国去 因为齐国力量还比较大 但是还没有到齐国 在路上就去世了 路上去是就要把他的尸体运回来埋 而且要给他取一个四号 毕竟他是国君 作为注意哈 中国古代给一个死人盖棺定论 取四号也很有讲究的 这个出逃到齐国去 还没有去的这个国君 在四大家族的组织之下 给他取了一个四号 这个四号有一个字 叫出 于是在历史上就把这个晋国国君 给了一个名字叫晋出宫 你不是逃跑吗 不是出逃吗 我们就给你一个出子 晋出宫 所以我们看看古代的人物 如果在古书上 在碑刻上 看到对一个古人的评价 你先看他的四是什么 金国四大家族之首的 智市掌门人智瑶 想为函两家所要城池 两家都痛快地答应 智瑶更加肆无忌惮 也更加贪婪了 国是通建制 超级大国 四大家族在瓜分了 范氏和中行氏 又把晋出宫赶出国门之后 他们的势力就更强大了 事实上 此时真正掌握 晋国政权的 也就是这四大家族了 而在这四大家族里 一智市家族最为强大 实力远远超过赵寒卫三家 何时就是这个强大的智市 最终却败给了 相对弱小的赵寒卫三家 而关于智市的失败 我们还要从他的掌门人 智瑶说起 四大家族的时候 智市的掌门人是谁 叫智瑶 这个智瑶 不是一般的人物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根据史书上记载 别人对它的评价 第一 多才多艺 第二 仪表堂堂 第三 足智多谋 第四 办事果断 大家要说这真是宰相的人才嘛 你看看 要人才有人才 要才艺有才艺 要字谋有字谋 要决断 它有决断 但是 它有一个弱点 它的弱点是什么 一个字 贪 贪得无厌 如果说还有一个字 是狠 它下手狠狠 所以当他的父亲 在考虑 这个班由谁接的时候 有一位人物 叫做智国 他就提出 不能让那个智瑶接班 但是智瑶的父亲觉得 这个儿子太厉害了 如果由他接班 我们自私 就能够壮大起来 那么你为什么说 他不能接班 这个智国 他就告诫智瑶的父亲 说你这个儿子本事太大 但是 如果这样的人 加上一个贪 加上一个坑 这可能就是 灭门的祸根 最后智瑶的父亲 没有采拿这个人的意见 仍然把这个家族的张管权 交给了智瑶 这一位 从此以后和智氏 划进界限 宣告 我不是这个家族了 什么原因 怕连累 这才真正有先见之明 那么智瑶 自从做了这个智氏家族的掌门以后 他和赵寒卫三家 共同灭了 范氏和中杭氏 又瓜分了 晋国国群的一部分土地和财产 由于他力功力的最多 出力出的最大 所以他得到的好处也最多 这样的四大家族里头 有一家就做大了 这位注意 任何时候的平衡 都要力量不相上下 你无法兼并我 我无法兼并你 这才达到一种制衡 如果有一家做大 这个平衡就开始要打破了 那么智瑶就准备要打破这种平衡 怎么打破 先用文斗 先礼后兵 他就考虑了一下 这三家 哪家最强 哪家最弱 于是他和他的谋士们 排列了一下 韩氏是最弱的 魏氏是第二的 赵氏是最强的 于是他们选择了 最弱的韩氏开刀 怎么开刀 派使臣过去 也是谋士 大家都是好朋友 派到韩氏家族 说我们智氏这一次功劳很大 大家也都看得到 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权威再竖一竖 对我们晋国才有好处 因此我们希望 韩家能够奉献给我们一个义 就是一个城市 加上周边的地区 这个韩氏要讨论 军臣非常愤怒 你认为我们最软 最好捏 所以先找我们来欺负 但是又想一想 如果不给 有万户以上 所以叫做万户义 这个万户义 作为注意 至少他如果调集军队的话 每一家调集一个兵 他就是一万人的军队 所以这样一来 韩氏受到的损害就很大了 而自家得到发展 那么韩氏是怎么考虑的 韩氏是这样考虑的 我们给他 他一定也要向另外两家 去索要义 如果另外两家不同意 这就有戏看了 于是可能就会发生 对自私不利的局面 那我们这个义就可以夺回来 不但夺回来 可能还可以分到一点 其他的好处 他们是这样想的 但是他们也不想一想 如果魏家和赵家 都跟他们一起想 那自家 这个计谋不是得逞的吗 自家自从得到了 韩家的这意义以后 很高兴 又派使者到魏家去讨要 这个魏家当然也很愤怒 但是 既然韩家给了 我们也给 魏家就比韩家的考虑 又进了一步 进了什么一步 如果我们给了他 他一定就骄傲 而给了他土地的 一定愤怒 我们可能可以联系手来 最后消灭他 而且他们还寻找到了一个依据 一个理论依据 这个理论依据是上书上面的 怎么说呢 上书的周书里头 有这么一句话 将于败子 必顾辅之 将于取之 必顾与之 什么意思 如果我们想消灭一个敌人 我们想打败一个敌人 而这个敌人可能又在我们云里里头的 我们怎么办 先辅助他 先帮助他 让他 忘乎所以 然后再来打败他 我们要从他里里夺到东西 我们先采取的办法 是给他一点东西 你像中国后来的一句著名的成语 叫欲擒故重 就是从这里来的 所以魏国也给了知识一个意 而且也是万富一 这个知识果然更加得意了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齐国本是江太公江姓的封地 但败河道战国却成了姓田的地盘 田世代齐是怎样发生的 敬请收看国史通鉴之 齐鲁大帝 两次索要城池都取得了成功 智瑶更加大胆 也更加贪婪了 这一次他把手伸向了赵家 但是这一次他却遇到了阻力 赵家不愿意给 那么智瑶会怎么做呢 赵家得罪了智瑶 又会有什么应对之策呢 赵氏这个时候的当家人是谁 赵央赵贱子的儿子 他的名字叫赵吾絮 赵吾絮跟大家一讨论 坚决不给 坚决不给怎么办 坚决不给智氏 就联合魏氏和韩氏攻打赵氏 并且对韩氏和魏氏说 如果能够打破赵氏 我们三家均分他的土地 那么这个时候赵家就要讨论 三家联合攻击我们 我们跑到哪里去 结果有人建议 跑到长治去 长治在哪里 就是我们现在山西省的长治一带 跑到那里去 说那里离京城比较近 而且城墙我们修得非常厚 一手难攻 我们在那里坚守 和三家周旋 但是赵吾絮否定了 说当年收城墙的时候 我知道 为了修这个城墙 老百姓损失了无数的生命和财产 现在你想跑到那里去 想依靠这个城 想老百姓支持我们 但不到 他不可能和我们 省事于过 于是有人又提出 到邯郸去 邯郸在哪里 就是我们现在 河北省的邯郸 赵吾絮也否定 邯郸不能去 提出去 邯郸的有什么想法 说邯郸我们积累了 大量的粮食 在那里 可以跟他们拼消耗 赵吾絮说不行 当年我们储存这么多粮食的时候 收刮民财 收刮民子民膏 老百姓已经恨之入骨了 他会跟你同义同德吗 不能去 去哪里 赵吾絮实际上心里已经有去的地方 这个地方叫静阳 就是现在山西太远 但是不是原来的地址 地址已经变了 太远那一块 在内 到静阳去 他为什么到静阳 这就不能不说 赵简子的伟大 赵简子在世的时候 就专门派了一个心服 到静阳去进行经营 给老百姓好处 帮助老百姓发展生产 深得民心 所以那个地方 江氏和赵氏家族 同生共苦的地方 那么临死之前 他告诉赵吾絮 如果静国发生动乱 静阳是可以和我们同生死共患难的地方 所以为什么说赵简子伟大 他不但能够撂生 还能够撂死 当然 如果光是老子伟大 儿子不伟大 那老子也不伟大 我们想想看 如果赵简子赵阳 辛辛苦苦地派人进行静阳 碰到他儿子赵吾絮 别人说取一个亿 他一看另外两家给了 那我们也给吧 那这静阳不是白修了吗 但是恰恰这个儿子也伟大 于是遵循老子的临终于言 撤退到静阳 自私三家兵进静阳 陈内那是万众一心 事实抵抗 陈外呢 虽然滨山降海 但是是离心离德 所以自私也担忧 担忧什么呢 担忧生变 担忧生变的韩氏和魏氏生变 所以他着急 他在座魏韩两家的掌门人 到山头进行巡视 看这个静阳城 到底怎么公差好 结果发现 风水就在静阳的附近 于是他又足矣了 不诸之多谋吗 把风水难断 破开口子直观静阳 所以这样一来 静阳城内 随可宰州 离那个城墙高 只有三次 如果再涨大水就要淹没了 但是里头还是拼命抵抗 城外 这个治疗带着将领们 还有韩魏两家的头头巡视 非常得意 你们看看 破城就在丹系之间 同时看了看了两个 说我现在知道 水竟然可以灭人家的国 这里头又表现他的一个字 特点 一个狠字 一个贪字 实际上是警告这两家 你们注意 粉水可以冲垮 静阳 你们的都城两边 也都是有水的 小心 他觉得城只能可破 但就在当天晚上 正在熟睡 突然之间千军万马 轮运一半 一起床 发现自己的军云全乱了 滔滔的分水 直冲自私的大运 那怎么回事呢 就在他威胁这两家 在灌静阳城的过程中 三家实际上在秘密交涉 秘密谈判 就在这天晚上 把冲向静阳的口 那个水口 把它封住 然后把水口 对于做自私的云盘 当然这个先要把 守提拔的士兵给杀掉 然后河水分水 倒灌自私军云 三家的兵马 统统像自私 这个沼水般的供来 这样一来 只要一看 这个形势非常糟糕了 带着身边的这个心服 从奔西托 但是冲不出去 死于乱军之中 这样一来 四个家族 又灭了一家 而且是灭了最强盛的这一家 按照中国的兵法 中国政治家的政治魔术 是换在外子攻击落 换在内子攻击墙 那么赵寒卫三家是内嘛 你要攻 应该打他的墙的 他先打落的 结果三家联合在一起 这样一来 进国 师门就剩下三家了 这三家 就是赵家 韩家 魏家 他们把自私的地盘 自私的人口 全部分掉 三家越来越壮大 到了公元前 403年 周威猎王在位 公开承认 赵寒卫三家 诸侯的身份 司马光写 自私通鉴 也就从这一年开始写 叫三家分进 但是 晋朝的国君 还是苟延传采 过了洛杆年以后 这三家干脆 一不住二不休 把进国国君 留下的一点点土地 一点点人口 干脆瓜分算了 彻底瓜分 从此以后 中原就没有进这个国家了 是说超级大国 晋国的宫南倒塌 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过去 那就是温文尔雅的 春秋时代的过去 随着赵寒卫三家的崛起 这三家 以及我们所知道的 秦国 楚国 齐国 还有北边的 英国 这七个诸侯国 被人们称为 战国七雄 战国时代 也由此开始 但是齐国 这由以前的姜氏 变成了田氏 他不姓姜了 姓田了 那么关于这个变化 我们下一次再说 谢谢 齐国本是江太宫 江姓的封地 但为何到战国 却成了姓田的地盘 田世代 齐是怎样发生的 敬请收看 国史通鉴之 齐鲁大帝 在春秋战国时期 齐国一直是 实力雄厚的东方大国 齐国本是 堤洲史江子崖的封地 国姓为江 齐国在江市的带领下 开鱼岩山川之力 经济发达 并在齐皇宫时 率先成霸 成为春秋武霸之首 但到战国时 齐国的田姓 却重要起来 不仅出了 回带兵打仗的司马 田壤举 回娇人赛马的田记 更由声名远扬 赡养门客的 孟长军田文 齐国的国君 竟然也姓田了 那么田氏 是如何取代 江姓入住齐国的呢 这期间发生了 怎样的逆转 江西师范大学 方志远教授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国史通鉴 第十集 齐鲁大帝 在中原地区的超级大国 晋国 被三家分了 所以我们上次谈到 赵寒为三家 把晋一分为三 那么在黄河的下游 率先成为春秋霸主的齐国 也在偷粮换柱的义主 由原来的江氏 正在变为田氏 本来齐国是江子牙的风国 国姓姓姜 那么齐国的很多女子 嫁到春秋时期的各个诸侯国 做妻子 他们的国君做妻子 就出现了所谓的文姜 所谓的宣姜 都是姓姜 而且那个时候 齐国是经济发达 民风开放 盛产 俊男谅女 所以大大小小的什么 带江子号的齐国的女子 到其他各个国家 成为春秋时代的一道风景 而且齐国的国臣 就是上清 长期是由姓国 高两姓 所控制 那么怎么就变成一个田氏呢 这是因为在齐帆宫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事 在齐国的西边 有一个国家叫成国 这据说是顺帝的后裔 在西州的时候 封的一个诸侯国 那么齐帆宫的时候 这个国家发生了一乱 成国的太子 叫陈丸 没有能够继承 这个地位 他就逃到了齐国 逃到齐国以后 齐桓公想给他一个亲 给他一定的地位 但这个陈丸 坚决不干 说我是积虑制裁 来逃难 能够在齐国生存下去 就非常感谢 所以坚决不敢做了个亲 那个齐桓公 他也是君子之风 从来不强人所拦 你既然觉得不合适 就给你一个公证 什么叫做公证呢 就专门管工匠 管理工匠 这样陈丸就在齐国生活下来 同时在齐国 娶了一个江姓女子 于是就和齐国公主联姻了 同时也避免大家 老是记住 他是一个陈公子 陈国的太子 所以把自己的姓 由陈改为姓田 这当然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说 那个时候 陈和田他的读音相似 所以取一个谐音 就姓田了 另外一个说法 说是他到齐国以后 把这个田这块地方封给他 所以从此以后姓田 天下有了田氏家族 那么这个陈丸 现在应该叫田丸了 因为是顺帝的后代 所以他行事 据说也有顺帝的那种做法 代人非常谦工 非常愿意帮助人 他死了以后 这个谦工和帮助人 变成田氏家族的 一个代代相传的家方 这样一来 这个家族就在齐国 扎下肝 并且迅速的繁衍起来 那么到了第六代 这个田氏的主持人 叫做田齐 就做了齐国的大夫了 那么同时主管财政 他利用这个机会 干了一件 在当时看起来 是极其不可理解的事 无论他自己家里的田 做给别人 还是他代理国家放粮 他都采取 小斗径 大斗处 这个跟我们传统理念上 地主收租 完全不一样 这样一来 无论是老百姓 无论是贵族 都得到了很多的好处 所以大家对田氏 就更加的拥护 这个时候 就出现了一些传说了 出现什么传说呢 两个传说 第一个传说 说这个田丸 就是陈丸 他出生的时候 那个时候 他父亲还是国君嘛 陈国的国君 正好东州的太子 来到陈国 来到陈国呢 就让那个东州的太子 给这个新色的小孩 算上一卦 东州的太子 那些太子 都是和天人对话的嘛 具备当时最高的 这种知识 这太子给他占了一卦 发现这个卦象很奇怪 很难理解 这个卦象叫 官国之光 所以他就对这个 陈国的国君经理解释 说你看看 这个卦象很奇怪 第一 官国之光 有反客为主的意思 那么是不是这个小孩 以后的陈国 另外建一个国家呢 不可能 因为他是这里的主人 那么第二 他就有可能 另外的地方建立一个国家 这叫反客为主 但是从卦象来看呢 这个小孩这一代 他实现不了 那么应该是 他后代干的事 那么他应该在哪里 反客为主 好像是应该在一个 姓江的国家 这个指向就非常明确了 最后 如果 这个小孩的后代 在姓江的国家 昌大了 你这个陈国 就要衰落下去 这叫 物模两大 你不可能说 你的后代 在别人 别人的国家 壮大起来 你这个国家又繁荣起来 物模两大 不可能得两头 这是一个传说 另外一个传说是什么呢 说是 成完到齐国以后 我们说 娶了一位姓江的女子 做妻子 这个姓江的女子家里 也给他算了一卦 这个卦象 就指向非常明确 这个三门是这样说的 凤凰于飞 和民枪枪 有归之后 将御以将 五四其仓 并于正清 八四之后 末之与今 这个就有意思了 这个指向非常明确 什么叫做 有归之后 就是陈氏的后代 那么通过江氏 他在齐国进行繁衍 繁衍到了第五代以后 他开始昌盛 变成正清 到八代以后 恐怕齐国 没有哪个 可以跟他进行针锋 所以我看到 这两档传说 两段神话的时候 断定 他一定是 田氏 在取代齐的过程中 他所制造的舆论 他绝对不可能是田丸 刚刚来到齐国的时候 和田氏正在壮大的时候 出现这种谣传 他不可能的 他一定是正在 取代齐的过程中 来制造社会舆论 过去的舆论是非常重要的 他是明星 觉得本来一个 可能不合理的事情 他逐渐变得合理化了 他起这样的作用 那么后来 田氏也果然是这样 我们刚才说到这个田起 就是田王的第六代孙 到了田和的时候 第九代 受到周天子的承认 成为诸侯 这个时间是公元前404年 比承认赵韩卫三家还早一年 这样一来 在齐鲁大帝上 应该说在齐国 出现了一次 头梁换柱 虽然国号还是齐国 但是国君的姓 已经有江姓 变为了田姓 那么大家要问 在这个过程中 应该是个长期的演变过程 齐国是江子牙的后代 而且齐樊公 为齐国人民 争下了巨大的脸面 首罢中原 那么眼看着田氏 在取代江氏 他的人民 他的贵族 难道不闻不问 难道不奋起反抗 难道听之认之 这就有意思了 里头有很复杂的原因 但是我们今天不想分析复杂的原因 我们只说一个最简单的道理 有的时候我们对一个事物 我们看不透 想不明白的时候 我们恐怕 可以把这个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用最一般的道理 用最简单的道理来分析的 可能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本质 那么就齐国的人民来说 对于民众 国君到底信什么 重不重要 根本不重要 人民所看到的是 我生存在这个国家 我生命似乎是有保存 社会治安是不是好 我的日子过得是不是不错 生产是不是能高 老百姓讲究的是 过安稳的日子 你只要给老百姓看得见的利益 管你信张信王 还是信其他的 东东没有关系 跟老百姓无关 老百姓要的是看得见的利益 那么特别是 田氏戴琪的过程中 民众还用不着付出任何代价 和任何的牺牲 不需要付出 他只会得到实惠 和罗而不为 每个人都会选择田氏 而抛弃江氏 如果说贵族 你不是跟江氏是同心的吗 但是我们看看 从江子牙以来几百年的历史 这个江氏家族已经分成很多支了 除了跟国军最靠近的这些贵族以外 其他的都变成 庞兹的庞兹 他的血缘已经很远了 很难能够说得到齐国国军的关照 但是田氏不同 田氏对这些庞兹非常客气 给他们非常好的优待 在这两种选择之下 这个选择是非常容易的 当齐国的国军 在不争气的醉生梦死时 逃难来的田氏 则抓住了机会不断发展 最终纠战雀巢 反客为主 齐国又江姓改为田姓 史称田氏代齐 田氏上位并非朝夕之功 而是经过九代人的共同努力 那么在这个长达数百年的过程中 难道江姓子弟和齐国进城 就没有人看出危险 任由田氏一家做大吗 那么大家说里头有没有反对的 当然有 这些主要发生在和齐国关系比较密切的那些贵族 和在齐国的政权里头 担任比较显克职务的那些人们 这里头有一个代表人物 大家都知道耳熟能详的 他的名字叫什么 叫燕音 姓燕 名音 自贫重 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燕子 我们中学教材里头就知道他了 说燕子始楚的故事 燕音始楚 因为燕音它有一个特点 个子比较矮小 是个矮个子 结果楚国 楚君知道齐国 来了一个北方的小个子 那北方人是大个子 想奚落他一下 于是在我们楚国 选一批高个子 用南方的高个子 来接待北方的矮个子 使燕音要赶到自残行贵 这个燕音跟着这些高个子接待人员 来到楚国 做的更绝的是 让他走旁边的小门 不开正门 这是对齐国的一种侮辱 齐国是大国嘛 楚国也是大国 要讲究礼节的 结果他开小门 燕音不进去 抬起头来 汪汪身边的接待人员高个子 说你们是不是带错了地方 我来到的是楚国 怎么不小心 你们把我带到狗国来了 这不是狗洞嘛 是狗钻的嘛 不是轮走的嘛 楚王受到虚落了 受到虚落还不甘心 于是当着燕音的面 审判一个由齐过来的小偷 当着燕音的面审判 那我问燕音 那听说齐国 那是文明程度很高的国家嘛 怎么要盛产小偷 燕音怎么办 燕音回答 说齐国确实文明程度很高 民风也很好 我们国家是从来不发生小偷的 但是齐国的乱到楚国来变成小偷 说明楚国的社会风系不怎么好 好人到你这里来都变成坏人 就好像有一个传说 有一个故事 说菊子生于淮南 这位菊很甜 菊子到淮北去 这变成汁了 就很苦 所以中国有一个著名的典故 就是由燕音说出来的 说菊生淮南这位菊 生于淮北这位子 那个楚王 你看看 碰到这样的人 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们小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故事 我们现在的小朋友也读这个故事 但是 这种故事 对于大政治家来说 是雕虫小偷 所以司马迁在史记里头 不提这些事 司马迁看重的是大智慧 认为这是雕虫小偷 只要燕音身边有一个跟班 他的脑子灵活一点 处理这些小的细节 那用得做燕子来处理吗 那么燕音 他的大智慧在哪里 司马迁认为有两个 第一 始终保持自己的这种谦虚 始终保持自己的这种坚持原则 用自己的这种人格 来争取感染习国的贵族 这是他的大智慧 所以出了一个著名的故事 司马迁也落意记载 说是燕子的一个车夫 很张扬 跑到家里去 向老婆也张扬 这老婆说 你才是小人 他说我怎么小人 别人对我都很客气 他老婆告诉他 别人对你客气 不是对你的尊重 而是因为对你的主人的尊重 是对燕音的尊重 而不是尊重你 所以司马迁把这个故事记下来 燕音出出路路 他都保持自己的千空 礼貌待人 这是他的一个大智慧 第二 就是不断地协调各种关系 不断地混合各种矛盾 尽可能地远缓 这种田式带齐的步伐 所以司马迁认为 燕音的真正的 他的智慧 他在这里 所以司马迁 在写燕音的时候 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他在史记里头 专门列了一个管燕列传 把燕音和管子列在一起 同时对燕音进行评价 甲令燕子而在 于虽为之之边 说心目眼 如果我和燕音 处于一个时代 我即使坐他的车夫 即使坐他的马夫 我也心甘情愿 这是我的荣耀 在我所看到的史记里头 对人物的评价 司马迁还肯少有这种 敬仰的心情 来评价一个人 但是燕音 除了用自己的智慧 来缓解田势 带齐的步伐以外 除了对齐国的国君 不断地进行告诫 说要管政事了 不要管自己的享乐了 现在局势已经很危险了 除此之外 没有办法 这个时候局势的发展 已经不受个别人的驱使了 它是一个大势所去 什么样的大势所去 这个形式 严格说起来 从东周已经开始了 东周迁到了洛阳 从此以后 正不由天子处 有哪个处 由诸侯处 有哪些诸侯处 有五霸处 所以齐凡公 靖文公 楚庄王 都可以对诸侯们发号施令 都可以对周天子 说三道四 随着争霸的过程之中 各个大家族 在五霸的过程中 它兴起 小国里头 在通过对小国的治理过程中 它也逐渐崛起 所以风云俱会 优胜乐泰 所以在这些大大小小的诸侯国中 也兴起了一批新的家族 那么这些家族 开始在自己的国家 发号施令 所以孔子于就明年 说天下有道 礼乐正华 天子处 天下无道 礼乐正华 由谁处 由诸侯处 如果再不计 由大夫处 现在的形势 就到了这样一个形势 谁做各个私家 他占领的地盘越来越多 他占有的人口也越来越多 这样一来 他土地上所有的民众 只知道有主人 不知道有国君 就像当年 各个诸侯国 只知道有国君 不知道有周天子一样 所以天下大事 已经发展到这么一种地盘 群穷逐鹿 曹操究竟是如何奠定 军事强人地位的 曹根俊杰 邓爱又是如何攻陷 一手南弓的属地 开启了三国同一大幕 为什么说诸葛亮 是战场上的发明家 他所推演的八镇图 究竟有着怎样的奥妙之处 百家讲坛近期播出 三国名将系列 敬请关注 燕子再贤德 也只能一代人管一代人的事 在燕子去世几十年之后 齐国发生了一场 不流血的和平政变 从此停止待起 从春秋到战国 国际局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而对于天下无道 李怀岳崩这个局面 感到非常不满的 恰恰是对燕子推崇备制的 鲁国人孔子 齐国在发生这种情况 不但齐国 贵族有些在着急 比如燕英 邻国也有人着急 邻国谁着急 有一个当时并不著名的 后来极其著名的伟大人物 他的名字叫孔子 他关注了 他一看到田氏这样干 上书给鲁国的国君 要求进行讨伐 他干这种事 那么他干这种事 是出于他的理议所造成的 所以我们谈了齐国 我们看看他邻国怎么样 这个孔子 实际上他的血统是很高贵的 血统是商汤的血统 商汤的后裔 他的先祖在宋国 因为咒王发咒以后 把商汤的后裔 一个叫威子的 封在商丘 建立一个宋国 这是代表商汤的后代 那么应该说 孔子的血统比较高贵 但是到他真祖父那一代 他家里破败了 这和其他的贵族争夺的过程中 没有争夺胜利 结果逃到了鲁国 这样一来 就像田氏到齐国一样 鲁国从此除了一个孔氏 他们这个家族到了鲁国了 说到孔子的出生也很有意思 他的父亲叫苏良和 到73岁的时候创造奇迹 跟一个18岁的小姑娘 生下了孔子 如果他不生下这个小孩 我们到现在绝对不知道 在中国的历史上 还有一个叫苏良和的人存在 之所以知道他 是因为他生了一个伟大的儿子 这个儿子叫孔子 孔子生下来 果然与人不同 有缺陷 这引起父母的极大担心 他有什么缺陷 大家看看 我们每个人相互看一下老门 老代 我们都是拱起来的 是脱顶 老顶是脱顶 但是他是猫顶 陷下去 这个就糟糕了 这个小孩是不是畸形 所以给了他一个名字 叫秋 孔秋就是这样来的 但是随着这个小孩逐渐长大 智力发展 一切正常 不但正常 而且显示出超人的智慧 还有一个特点 与人不同 这个小孩子长得特别快 长得特别快 最后长到多少 长到九尺六寸 高吧 那不得了 但是那是当时的尺 我们得有一个参照 九尺六寸道理有多高 我们把我们刚刚说到 齐国的那个 北方的矮个子拎出来 燕音 燕音多高 身高六尺 孔子的身高 比他多三分之一 但是燕音是出名的矮个子 不能作为参照子 我们取一个美男子 作为参照子 叫幽梦 是当时最著名的演员 美男子 凯末 他多高 身高八十 如果我们按照春秋时期 孔子那个时代 以此相当于我们现在 二十厘米左右来计算 那么那个幽梦 身高是平均身高 大概当时的人的身高 是一米六零到一米六五左右 那么孔子的身高是多少 一米九零到两米 即使在我们现在 也是个大个子 所以人们叫它长子 很高 要抬起头来看它 你看看 父母的这种野核 不守规矩 没有遵照正常的生育 年龄生下来的小孩 竟然变成一个奇才 所以中国人说 任何事情的发生 可能都有奇特 这个孔子也许是 与生俱来的 我们后来的知识分子 后来的儒家学者 总有一个遗憾 遗憾是什么呢 遗憾是孔子身不逢食 孔子周游了九个国家 没有在一个国家 能够在高的位置上 待留很久 也就是说没有掌权 没有领导一个国家 没有机会 实证他的领导国家的才能 但是我坦率地说 根据我读史料 孔子不具备管理国家的才能 他更大的强项 他可能是属于一个 教学科研系 他搞学术可以 他不属于政治管理性 他最大的兴趣是什么 从小就喜欢理 从小就跟周围邻居家的小孩 他就教别人演戏理 他的这个感兴趣 后来就变成理的专家了 他可能根据自己的经验 说了一句著名的话 说一个人要学习 怎么学最好 学之不如好之 好之不如乐之 你学习一个东西 不如喜欢这个东西 喜欢这个东西 不如以做这件事情 作为自己的快乐 他就是以谢礼 作为自己的快乐 后来随着年龄逐渐长大 对鲁国的形式 对齐国的形式 对天下的形式 特别担忧 所以这样一来 他把自己的学术 对于理的研究 和把他对现实的关怀 结合在一起 所以成为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 中国历史上 所有伟大的思想家 都是把学术和现实关怀 结合在一起的 如果不结合 可以有点伟大 但是不能形成很伟大 那么孔子生活的时代 正是这么一个动荡的社会 所以他特别希望 恢复李 孔子一生对李的追求 孔子一生对李的追求 自自不倦 把李列为儒家的无经之一 据统计 《论语艺术》中 李字出现了74次 孔子不断地与弟子们讨论李 把李当作重要的行为准则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 孔子口中的李 我们普通人 又是否能够达到呢 我们现在对李这个字 有很多误解 一说到李 就觉得是教条 一说到李 就觉得是繁文如节 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没有那么多复杂化 但是我们是一种误解 李应该是什么 李有两个含义 第一个含义 是由原始社会 它的风俗 和人们在生产生活里头 形成的习俗 然后通过一些专家 把它整合起来 同时又通过夏商周 不断地制度化 和规范化 它的一套仪式 同时是完成 这套仪式的一种程序 但是这只是李第一个方面 也就是我们看到的 繁文如节的方面 但是在这一套程序 和它的仪式里头 它承载着道德的标准 承载着人生的规范 所以李它包括两个方面 所以孔子他不断地在吸李 他希望在这个看得见的李的仪式的过程中 来贯注看不到的这种道德标准 和为人的准则 那么他对李也有自己的解释 李的目的是什么 李的目的 吸李的目的 是为了达到另外一个字 叫伦字 所以我们说 在孔子这里 李的核心价值 就是一个伦字 什么叫伦 这又是个概念了 我们也说的很多 但是在孔子那里 伦是一种 和天道并行的人道 它也可以包括两个方面 哪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看得到的 摸得着的 看得到的摸得着的是什么 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 相互理解 相互关心 这就是人 这是我们看得到的 还有看不到的 看不到的是什么 看不到的是 人的道德的标准 人的道德的境界 看不到的是这个 由看到的论 来体现看不到的人 所以他谈论 他就有两个标准 一个是最高标准 一个是最低标准 对于这个最高标准 所谓的道德原则 道德标准 和道德境界 这是孔子的论点 最高标准 这个很难达到 孔子也觉得自己很难达到 所以他跟弟子们有一番话 说得很好玩 他怎么说呢 他说 若胜以伦 这无奇感 你为之不厌 惠伦不倦 这可谓云而以义 达到了那个伦 那就变成圣伦了 如果要说圣和伦 我怎么敢当 我是不敢当的 如果说我该做什么 我只是不断地去努力 我只是不断地教育别人 如此而已 这是尽我的努力 这是他认为的 仁的高的境界 那么仁呢 他有一个低的标准 低的标准就简单了 我们看得到了 因此他有一句名言 说 人远负债 人太远吗 我与伦 我想伦 私伦自言 伦就到了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 看得到的 人们之间 相互尊重 相互理解 相互关心 这就是伦 所以伦又是做得到的事情 我们通过做得到的伦 来逐步实现 逐步捷径 到那种 很难到达的 这种伦的境界 他的弟子们经常说 孔子有三个字 实际上很少说的 哪三个字 第一个字 例字 孔子很少说 还有一个名字 孔子也很少说 还有一个伦字 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伦字 孔子也很少说 但是 孔子有一次和他的一个 他认为最能和他沟通思想的弟子 叫沟渊 来谈过这个伦字 沟渊问伦 伦是什么 伦该怎么达到 孔子说了一句名言 克己夫礼为伦 一日克己夫礼 天下归伦焰 伦怎么达到 克己夫礼就可以达到伦 也就是说 每个人克制自己对财富 克制自己对权利 克制自己对美色的 这种过多的欲望 那么伦就比较好达到了 那么沟渊还是不太明白 我到底怎么实践他 你教我 有哪些道路可以走 结果孔子又说了 四句非常著名的话 十六个字 非礼无事 非礼无听 非礼无言 非礼无动 事物 不合乎理的 不合乎道德的事情 我们不要去看 不要去听 更不要去说 更不要去做 这就可以达到人 恰恰是这事物 在后代碰到猛烈的抨击 我记得我们鲁迅先生 就专门谈到这个 说着事物 非礼无听 非礼无事 非礼无言 非礼无动 恰恰是把它 舒服中国人 把中国人 舒服成 一副死相 什么事都不敢动 实际上 这也不能怪鲁迅 实际上是当时的人们 对礼的歪曲 我们已经很长时间 把孔子说的礼 歪曲得一塌糊涂 把它由全体民众 不管是上层 还是下层 都要遵守得 变为舒服下层的一个家属 把孔子认为的 对一切人都应该实现的轮 而仅仅变成对上层的 这么一种 已经发生变化了 那么我们现在说 孔子的伟大 我觉得有一点特别要突出来 我们曾经说到过 政治家 管仲 练英 资产 这都是政治家 我们也曾经说到过 著名的军事家 孔子 我们下面还将说到几个 更著名的军事家 武器 但是无论是政治家和军事家 他们所做出的事情 是有时效的 有时间界限 有时效的 通过他们的努力 所得到的实惠 也是有局限性的 只是部分群体 比如说 军事家孙吴 他通过他的智慧 他带来的利益 吴国享受 楚国就是灾难 但是孔子不是这样 孔子提出的礼仪 孔子提出的轮 实际上是带有永久性的 所以他长期以来成为中国思想界 成为中国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部分 但是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 后来情况发生变化了 孔子的伟大还在于一个 还在于一个什么呢 他始终是站在 在我看来 也许有学者 有听众觉得不以为然 但是至少就我看来 他考虑问题 更多的角度 是下层 什么原因 存在决定意识 尽管他出生高贵 但是在他这一代 已经败落了 尽管他想进入上层 但是他生活中的 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下层 所以他考虑问题的立场 往往是站在下层来考虑 他把贵族的精神 贵族提炼的精神 来延伸到对全体民众 的一种最高的这种信仰 或者是一种道德境界 同时他希望回过来 来影响贵族 所以我们就看到 一个很好玩的现象 我刚才说孔子经历过 九个诸侯国 这是有记载的 没有记载的可能更多 但是没有一个地方 能够接受他的理念 那是不是他的理念不实行 但是他身边总是跟着 一大批有志亲眼 那些人不离不弃 自始至终地跟随着他 这就说明 他的思想在当时就已经产生影响 然后他怎么变化 那我们将在以后的过程中 来逐渐谈 从下一集开始 我们又得把眼光 由我们刚才说到的旗 说到的鲁 说到的旗鲁大帝 我们将转回到中原地区 谢谢 在战国七雄中 魏国率先崛起 从李亏变法到西门报志业 再到长盛将军吴起 魏文侯完美阐释了德仁者昌 敬请收看 国事通鉴之德仁者昌 公元前406年 赵魏涵三家把晋国一分为三 史称三家分晋 晋国从此不复存在 而中国历史也以此作为分界 从春秋进入到战国 春秋有五霸 战国有七雄 随着周天子势力的彻底衰落 列国争雄进入更加激烈的状态 而在当时 一个国家想要崛起 天时 地利 人和必不可少 天时是国际环境 地利是地缘政治 而人和则强调 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君主 而魏国的魏文侯 正是这样一位君主 在他的带领下 魏国率先走上了 富国强兵的道路 百家想谈 邀请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 为您讲书系列节目 国事通鉴 春秋战国篇第十一集 得仁者昌 而在战国七雄里头 第一位以马领先的 就是魏司 三家分进其中的魏国 那么领导着魏国 以马当先在战国七雄 率先崛起的 是他们的一个当家人 主持魏司政务 达五十年之久的 魏文侯 魏司 这个非常不简单 一个人物 能够主政五十年 而且领导他的 这样一个新兴的祝贺国 能够在中原率先崛起 至少这个人物 他具有强大的 这种人格魅力 我们往往看到他具体做的事情 比如说他用人 比如说他的政策 但是同样的用人的方法 同样的推行的政策 你有人格魅力 和没有人格魅力 结果完全两样 那么魏文侯恰恰是具有人格魅力 魏文侯时候 做了一个出人意外的事情 怎么出人意料之外 他寻找了给自己 寻找了一位老师 幸福 民伤 自子下 所以人们把它叫做子下 注意 这可能是中国有文献记载以来 第一位真正的帝师 大家说不对啊 你过去不谈到过 商汤的时候 他为自己请了一位妇 叫做伊允 这个伊允后来有人评价他 本事大到什么程度 治大国 如喷小仙 他管理一个大国 就跟炒盘小菜一样的 还有 周文王的时候 在魏水 请了一位师 这位师叫做江子牙 有惊天伟地制裁 那么这不都是有了吗 但是我要说 不管伊允也好 江子牙也好 他们都是师父意义上的 父和师 是帮助一个小的部族 帮助一个小的国家 来取代一个大的国家 来建立一个政权 但是魏文猴请的这位师 他不一样 他不是务实 他是务虚 干什么 聊聊天 谈谈话 讨论讨论 为人之道 讨论讨论 为君之道 他是务虚 这位 补子下 非 既在引先人物 他是孔子的学生 加上寿命特别长 所以在孔子的学生 图子图孙门里头 在儒家学派里头 具有非常大的号召力 在他的号召之下 子宫的学生来了 齐国 鲁国一批 原来对孔门 对儒学感兴趣的学者过来了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 务虚 千万不要只知道埋头骨干 务虚是看路 务实是做事 务虚是为务实来指明方向 为务实来令民愤 所以我们经常谈到论语里头的一句话 民不正 则言不顺 言不顺 则事不成 所以务虚 他可以为务实来令民愤 指引方向 这在当时 就是中原大地的一种文化 所以魏国就成为 整个当时中国大地的文化重心 和文明重心 是人心向往之处 但是魏文侯很明智 他尽管尊重补伤补子下 尽管尊重这些奴者 但是不给他们实际办事的权利 他们只是务虚 不务实 那么魏文侯 他一方面要选奴家来务虚 来指明方向 来证明 但是同时 大量地用 办实事的人 广泛 也难人才 这个时候来到魏国的 许多后来成为大名鼎鼎的人 比如说 来自魏国的 那个魏 宝魏的魏 不是我们现在这个赵寒魏的魏 来自魏国的魏国 来自魏国的李亏 吴启 一个是战国 战国时期第一位伟大的改革家 一位是战国初期最伟大的军事家 来到了魏国 来自平民的岳阳和西门豹 被请到了庙堂 岳阳为魏文侯 占领了中山国 而且流传下来很有意思的故事 他跟岳阳经过三年打下了中山国 觉得自己功劳太伟大了 然后回到魏国的时候 魏文侯亲自去接他 他至高一满 目控一切 觉得这一下可以得到很多的赏赐 这个魏文侯果然赏赐了他 赏赐了什么 一大堆猪骗子和摸骗子 他觉得奇怪这是什么 然后抬到家里打开一看 全是朝中的人物 来抨击他 说他消耗军饷 说他可能是有野心 说立即要撤他的职 这样一些温数 所以他才警醒 如果没有魏文侯的 用人不疑 疑人不用 你能够在中山国打胜仗吗 所以我说魏文侯的人格魅力 也在这里体现出来 西门豹就留下了一个 西门豹自孽的故事 把那些巫婆 说何伯起亲 把女孩子丢下去 最后西门豹把巫婆丢下脏水 留下了著名的西门豹自孽的故事 所以这两个被请到了庙堂 所以这一批人都来到了魏国 当然我们没有时间来一个一个的介绍 春秋战国时期是英雄辈出 风云突起的时候 英雄太多了 所以我们只能选 跟我们这个主题 特别密切的一些人物来谈 魏国的崛起得意于魏文侯光纳贤才 而在诸多的人才中 最重要的就是李贵 那么李贵在魏国都做了哪些事呢 敬请收看 国事通鉴制 德仁者昌 在战国那个群雄争霸 风云变换的时代 一个国家想要崛起 想屹立不倒 势必要进行政治和军事的双重改革 我们都知道了 商阳变法帮助秦国复国强兵 而在商阳之前 另一位伟大的改革家李亏 就在魏国率先实行变法改革 那么李亏是如何改变魏国的 他给后世都留下了 怎样的经验教训呢 我们先谈这个李亏 李亏在魏国的一番作为 被历史上称为李亏变法 所以一个国家要富强 在春秋战国时期 离不开改革家 那么李亏他什么来历 真不知道 因为没有记载 很多记载里头 又把它叫做李克 人们就觉得李克和李亏 他应该是一个人 所以我们用李亏这个名词 把它进行讲述 李亏来到魏国 做了三件大事 或者说他的改革 有三个主要类 第一个 发展三产 增加税收 这是他的第一个改革 这个改革是有前提的 什么前提 虽然我们对李亏这个人物不了解 但是他一定是来自于底层 对民众的生活有很多的关注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来到魏国以后 就提出三个概念 打三个概念 第一 树建商隆 就是我们后来说的 古建商隆 粮食的价格低了 损害 农民的底 丰收了 粮食多了 卖不出去了 农民受到损害 古建商隆 所以他 树建商隆 但是 如果 古贵怎么样 树贵怎么样 把粮食价格抬起来怎么样 树贵 这伤民 非农的那些民众 他同样受到伤害 而且 农商国贫 如果农民受到伤害 国家就贫穷 他提出这么一些理念 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知道 古建商隆 但是我们只是耳熟 但是未必能详 古建是怎么商隆的 那么政府应该怎么办 李辉提出 取有余而补不足 也就是国家在粮食丰收的时候 他用平价来收粮食 储存粮食 保护农民的底 当发生自然灾害的时候 欠收的时候 国家用平价卖出粮食 来保护平民的利 这样社会就和谐了 但是大家说 这个说得容易 做起来来 国家哪里那么多的存粮 国家哪里那么多的财政 那么李辉提出 一个著名的措施 或者说一个著名的理念 叫尽地利之教 什么意思 国家要求各地的官员 各地的贵族 教导农民 要进行农业的投入 如果我们多几时间 多几投入 每某地 可能可以增加三斗粮食 农民富裕了 国家的税数也多了 所以平易物价 他就可以办得到 所以这是李亏 在魏国做的第一件大事 那就是发展生产 平易物价 那么第二件大事干什么 制定法律 以法治国 我们曾经说到过 资产在郑国 是住行顶 还有赵央在郑国 那是住行书 都是把法律公布 但是他的法律 到底内容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 我们所知道的 中国第一部的法律 它的具体的名目 是李亏的这个法律 所以后人叫做 法经六篇 他六篇 哪六篇 盗贼王谱杂具 一共六篇 他认为国之大事 以盗贼为大 所以要打击盗 要打击贼 所以他的法经六篇里头 手具盗与贼 盗是什么 盗损害人民的生命安全 和国家的安全 这是什么 损害民众的财产 财产力 所以首先要打击 然后如何打击 他下面两篇 就是网和补补 来进行打击了 进行治罪了 但是除了这两种 还有其他的罪 所以他来了一个杂 其他的罪 都在这个杂里头 然后最后一篇 叫做据 就是立法的依据 量法的依据 量刑的依据 等等 那么任何一个国家 他富裕以后 他要强大 他要和谐 他都要依法来治国 所以李亏颁布法律 根据这个法律 来治理魏国 这样一来 魏国的次序 魏国的社会 他就安定了 不仅如此 他们有一张讨论很有意思 就是魏文侯和李亏的一张讨论 这个讨论 引发出李亏变法的第三项措施 什么措施 打击移民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隔出四官四路 建立官僚制度 这个在当时是非常 金丝害术的 可以说是石破天津的 不容易办到的 他怎么办到 两个老称念达的政治家 通过一番讨论 来做这个事 那么魏文侯问李亏 他说我们这个国家 也办了一些事 还有哪些事该做的 叫魏国如河 李亏说 魏国之道 死有劳 而路有功 死有人 而赏必行 罚必当 他提出这个 我们自己国家 应该是 让那些 对国家有功的人 得到俸禄 让那些 对国家有功的人 得到奖赏 谁立了功 奖赏谁 谁犯了罪 处罚谁 魏文侯 想了一下 说我们现在是这样做的 我们法经右偏都颁布了 我们也教人民 去增加生产 但是好像效果不怎么太好 还有什么问题 这个李亏好像等着 魏文侯这个问 他说之所以我们效果 还没有达到极致 是因为国有盈民 什么叫做国有盈民 盈乱的盈 但这个盈民 大家注意 不是指那个意思 而是指 坐享其成的 享乐腐化的 这么一些群体 它的原话是这样 原话说 其父有功而路 其子无功而食之 出着乘车马 依美求 以为龙华 入着修 与情忠实之声 和安惜子女之乐 以乱相取之教 你看看 现在我们就知道 他所说的国有盈民是哪些 是指那些 他们的祖辈 他们的父辈 他们的先辈 曾经为国家立了功 而国家给他们的父辈 祖辈以很多的俸落 他们坐享其成的那些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顽固子弟这一辈 那么这批人 为什么要打击 因为他们败败风气 给社会 引出一种不好的导向 引导社会比叛比 去拼爹 谁的爹厉害 谁就有本事 谁就可以享受 龙跨富贵 李贵怎么办 哥出 父亲是父亲的功劳 儿子你必须为国家做出事情来 这个决策在当时 是刺伤了很多人的 多少人是捧着祖宗的饭碗 在这里享乐 现在要打破你这个饭碗 所有的人都用自己的业绩 用自己的努力 来创造自己的前途 来营造自己的梦想 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不但是打破旧的事情思路 而且绝不建立新的事情思路 那么他官员靠什么 靠任命 靠有功劳 靠有作为 靠有能力 所以这样一来 整个魏国就进入了一场机器运行了 社会治安好了 国家富裕了 人民富裕了 剩下的强大 怎么强大 它已经强大了 然后如何体现强大 这就要复制于军事上 酒鬼香全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吴奇为魏国的崛起立下了赫赫战功 但是吴奇的为人却颇受外界质疑 甚至指责他不孝不义 敬请收看国时通建制 得人者昌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 政治 经济和军事 是相辅相成的三个方面 在魏国 政治上魏文侯长期执政非常稳定 经济上 李亏的改革逐渐成效 有了政治和经济作为后盾 军事上的扩张就势在必行 军事上强大了 翻过来又能够公固国内的政局 在此情况下 魏国又迎来了另一位军事人才 吴奇 正是在他的带领下 魏国一跃成为战国第一强国 所以李亏的改革 为另外一个人 制造了平台 为谁 和李亏同样来自 魏国的一个小兄弟 他的名字叫吴奇 魏文侯曾经针究过李亏的意见 说这个吴奇为人怎么样 李亏对吴奇有两种评价 一个是谈他的缺点 一个是谈他的优点 吴奇的缺点是贪而好色 四个字 这是吴奇的缺点 那么吴奇的优点是什么 一句话 难用兵 司马郎局不能过眼 如果比起兵法 比起用兵 齐国的那个非常著名的司马郎局 吴奇只在他以上 不在他以下 这个评价极其的高 吴奇实际上是背着坏名声 来到魏国的 从鲁国跑到魏国来 开始在魏国 那个保卫的魏的魏国 是魏国人 然后从魏国到鲁国 然后鲁国到我们现在说的这个魏国 是背着不好的名声 什么不好的名声 第一不孝 第二不义 是背着不孝不义的名义 来到魏国的 为什么说他不孝 这就要说到这个谈字 吴奇的贪 不是贪财 他对财不感兴趣 他贪什么 贪权 贪出能头地 本来这是好事 一心铺在事业上 但是如果过分看中于民 看中于自己的地位 那就出现问题 他一心一意想出民 所以把自己的家产 好贵而尽 到处去找关系 结果最后还是没有出能头地 弄得倾家荡窄 结果发现在魏国不行 他想到鲁国就学习 那么离开了母亲 来到鲁国 拜到孔子的一个弟子 叫真生的门下 学奴的过程中 家乡传来消息 说母亲去世了 母亲去世 在奴家学者看来 那就立即奔伤啊 还要守志啊 但是吴奇怎么样 吴奇正在读书 读着读着 大哭三声 至于怎么哭的 我们不知道 哭了以后 送书不错 继续读书 你看看 这么一心扑在事业上 但是真生接受不了 这是大不孝 所以真生辞退了这个弟子 不能在孔门 随便你干什么事情去 不能败坏我的名声 不能败坏私门的名声 这就叫不孝 不孝怎么办 契儒学兵 所以我们中国语句话 叫做赛翁司马 焉之非福 吴奇学兵法 把自己的天赋发掘出来了 变成鲁国最著名的资兵者 这个时候正好齐国打鲁国 鲁国怎么办 派兵抵抗 三军一德 一将难求 于是有人推荐 说现在的鲁国 吴奇是最治病的 所以鲁国的国军 准备拜吴奇为将 但是有人提出质疑 说听说吴奇的太太 是齐国人 她会为我们鲁国服务吗 这个消息传出去 吴奇一听 非常失落 失落怎么办 要弥补 怎么弥补 回到家里 跟老婆说 我现在立功的时候到了 向你借件东西 妻子说借什么 什么都给你 他说借你的头 于是把妻子杀害 有更极端的记载 说把头取下来 直接向鲁国的国军请命 弄到五顾鲁国的国军 都不冷心看 说你带兵吧 当然他一带兵打胜仗了 打败了齐国 民生大早 但是在鲁国待不下去了 这就叫不义 你对母亲不孝 对妻子不义 这种人不伦不义 不孝 怎么能够隆人 所以他又得换一个地方 换到哪里去 到魏国来 所以他是背着不好的民生来的 但是魏文侯正需要人才 特别是需要军事人才 吴起来了 很高兴 此人的军事才能 不在司马郎局之下 于是唯一众人 众人干什么 当时魏国和一个强林交界 这个强林就是秦国 但是秦国当时正在发生一些内部问题 虽然像东晋 但是内部问题没解决 所以那个时候 秦国严格说起来 不具备和发展中的魏国向抗衡的这种力量 这个时候吴起正好花费他的军事才能 那么不但阻止了秦军的东晋 而且带领卫兵越过黄河 我们上一次说 晋国是和秦国以黄河为界 大体上是他们的势力范围 黄河这个湾的东边是进的范围 西边是秦的范围 那个吴起不但阻止了秦军的东晋 而且带兵夺取了秦统之下的秦地势力范围的河西地区 这个河西地区在哪里 在我们现在 陕西省 黄河里西和 洛水南段以东的那一大片地区 吴起的功劳不但表现在西线 而且 四边都在出气 所以有一种记载说吴起 与周边的诸侯打76次仗 他胜64次 其他几次没败 双方的死伤差不多 没败 能不能说兵家 兵家无常胜 但是吴起却是常胜将军 不但如此 吴起还为 魏国训练出一支 非常精锐的部队 这支部队叫什么 或者说这一支部队是由五族组成 什么样的人才能进入这一支部队 才能成为五族 他需要全服武装 顶盔灌甲 带着三天的口粮 背着配件 持着长矛 还要背着长弓 这个弓还是硬弓 三弹的硬弓 带着五十支箭 怎么办 半天时间 新军白铁 当然那个白铁 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八十里左右 极新军 八十里 半天 这样一支部队 大家想想看 在当时的战国时代 这就是一支铁军 所以在吴起这支部队的 这个打击之下 不管是秦 不管是赵 不管是韩 不管是楚 还是齐 都要打败仗 所以这样一来 魏国 不但政治上的改革 着见成效 而且在和周边国家 军事抗争中 频频取得胜利 魏国的崛起 成为战国第一强国 那是没有怀疑的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商鞅 一个充满理想的热血青年 他的变法是秦国一支独秀 彻底改变了战国格局 他为变法而生 也因变法而死 敬请收看国事通鉴之 商鞅入秦 俗话说 千军一德 一将难求 吴奇确实是 那个时代的军事天才 在他的带领下 魏国的军事实力 大大增强 在国际局势中 有了话语权 而吴奇的个人声望 也达到了顶点 以吴奇不惜 不孝不义 而勃起孤勉的过往 此时的他认为 依自己的巨大贡献 在权势上 理应更上一层楼 那么事实能否如他所愿 吴奇最终的结局 是什么呢 在君主治的时代 在个人的魅力 个人的能力 往往决定 事情的成败的时代 正义人心 也往往正义人亡 魏文侯你再英明 再有强大的人格魅力 你再治理魏国五十年 你总是要老的 你总是要死的 所以魏文侯最后 也像齐藩公 靖文公一样 离开了他的臣民 离开了以后 魏国继续强大 但是情况发生了一些 小小变化 吴奇在这个时候 他的略的那一面 就表现出来了 可能在魏文侯在世的时候 在李亏当政的时候 他贪的这一面 暴露的不是很完整 但是他们一去世 吴奇就变成一个不安定因素了 怎么不安定 魏文侯死了以后 是他的二十七位 此人后世把他叫做魏武侯 相国也去世了 于是另外选了一位相国 这位相国名字叫田文 这吴奇觉得自己功劳很大 他没有做到相国 他就拦着人家那个田文 人家散朝出去 他当中拦着 我们讨论一个问题 讨论什么问题 连续提三个问题 这三个问题通过司马迁的史记 记载的非常精彩 他这样问的 第一 将三军 使四族落死 敌国不敢谋 只属于其 第二 自百官 清万民 使府库 只属于其 第三 守西河 而秦兵不敢东下 寒召兵从 只属于其 也就是说 自军 自国 与各国真雄 你和我比起来 你行 还是我行 这个吴奇 你看看 他问人家三个问题 治理军队 打仗 治理国家 你厉害 还是我厉害 田文怎么回答 连续回答了三个 不如子 三个都是说 我不如你 那吴奇就更有理论了 你治国不如我 治军不如我 打仗不如我 外交又不如我 凭什么 这个相国是你做 而不是我做 田文也胸有成竹 好像就预料到 吴奇要提问一样 问他一个问题 向吴奇提了一个问 这个问怎么说的 主少国仪 大臣为父 百姓不信 方氏之时 属之于子夫 始足于我夫 支持主少国仪之计 大臣还没有完全父 老百姓还没有心 完全定 在这个时候 你做何事 还是我做何事 吴奇想了一下 我不如子 我不如你 这一条 就这一条我不如你 所以我们大家想一想看 一个国家的驻 大驻 一个国家的相国 一个国家的宰相 一个国家的当政 不是说你哪方面的人力强 就是你做的 你可能可以做国防部长 可能可以做外交部长 可能可以做什么其他等等 但是这个宰相 这个相国 是要那个有强大的人际关系 大家都信得过 大家都认为在他的领导下 我们都有好日子过的人 是这个人才能做的 但是吴奇办不到 田文死了以后 仍然没有伦到吴奇 我想如果我是魏国国君 也可能不愧给吴国国旗 你猜厉害了 那别人怎么干 别人没办法活了 给了一个叫公输错的 这个公输错也不是魏国的贵族 而是韩国的贵族 来到了魏国 但是这个人应该说 也是把握大局的能力很强 那么吴奇这个故事 他不可能不知道 他也知道 自己在位吴奇肯定是不服 不服怎么办 将相合 也许合不了 自己也许驾驭不了 所以只有一个办法 把吴奇逼走 所以只要诸位看看 如果没有强大的魅力 没有魏文靠的那种魅力 没有李逵的那种魅力 吴奇就驾驭不了 田文难驾驭 公输错还是驾驭不了 所以用了一个小小的伎俩 引起魏国的国君 对吴奇的猜测 而吴奇这个人的性格 是受不得委屈的 一被猜测 他一路之下走人 走到哪里去 走到楚国去 后来他在楚国主持了一项变法 把李逵的改革带到楚国 曾经一度是楚国雄壮起来 到了最后他在楚国被杀 那么这个公输错了 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气量 尽管他逼走了吴奇 但是他在有一次和赵韩联军 进行战争的时候 他取胜了 魏国的国君准备奖赏他 他说千万不要奖赏我 虽然这场战争是我打的 但是我用的军队是武器训练的 如果没有武器训练的军队 我这场战争是打不赢的 所以要奖赏 奖赏武器 因为他训练了一支 由武族组成的部队 这个事情一传出 大家对公输错的评价 那是极其是高 像这样一种事情的做出 武器恐怕是做不出来的 但是作为相国的公输错 他做出来了 但是公输错也打了败仗 打了什么败仗 在公元前362年 公输错在一次和秦军的战争中 失败了 不但失败 而且被俘虏 后来秦军把他放了 放了以后 这公输错又是羞愧 又是愤怒 又是疲惫 然后又是疾病 结果一病不起 一病不起怎么办 当时魏国的国君是魏惠王 魏惠王就来看他 说相国如果不信 傻我而去 我该依靠谁 公输错不放不忙 胸有陈处 早有定算 他说我已经为您 勿设好了一个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才能胜我十倍 可以说有惊天伟地制裁 如果您用他的话 我们魏国一定继续强承 魏惠王位置可否 这个时候还没有称王 他以后称王了 但是我们叫他叫魏惠王 魏惠王没有表态 心里可能就狐疑 不以为难 公输错看出来了 说希望你一定用他 我的话不愧错 魏惠王还不吭声 公输错加了一句 如果您不用他 你把他杀了 以免他流到敌国去 成为我们的祸害 魏惠王这一次倒很赏快 可以 于是告辞而去 魏惠王一出去 公输错立即把这个年轻人叫来 说我这是先功后世 我已经向国君推荐了你 希望他用你来取代我 来为魏国做贡献 但是魏王没有答应 于是我劝他 如果不用把你杀了 国君答应了 你赶快跑 我是先功后世 我先要对得起国家 然后要对得起朋友 你看看 那个时候讲究这样住人的 但是这个年轻人笑了 说没必要 您看看 魏惠王我们的国君 之所以不听从您的建议 而用我 说明他没有看出我的价值 既然他没有看出我的价值 以我们国君的为人 好面子 又在掩懒人才 他怎么可能杀我了 我哪里也不去 我陪着你 不久 公输错去世了 果然魏惠王没有杀这个年轻人 出门以后 就对身边的人说 你看看 这个人不能老 也不能病 你看看公输错 当年多精明 多大气 现在一老一病 就糊涂了 让我把国家交给一个鲁臭味干的 小青年 这怎么行呢 我们魏国人才积极啊 还说如果不用就杀了人家 凭什么杀人家 大家哈哈一笑 说真是老糊涂了 但是公输错死了以后 另外一个国家正在掩懒人才 于是这个小青年就来到另外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叫秦国 我们也应该知道这个小青年 他的名字叫商鞅 自从商鞅到了秦国 魏国从此没有安政之日 关于这个情况 我们下一次再谈 谢谢 商鞅一个充满理想的热血经年 他的变法使秦国一枝独秀 彻底改变了战国格局 他为变法而生 也因变法而死 敬请收看国事通鉴之 商鞅入秦 在那个一切极有可能的战国时代 刚过而立之年的商鞅 怀揣梦想 知身父亲 冲破重重障碍 规划并推动了战国时期 规模最为庞大 最彻底的一次变法 他的变法 即春秋战国时期 众多改革家之大成 有人说商鞅是狂人 有人说他是野心家 也有人说 他是敢于触动旧势力 敢于改革的英雄 但无论如何 他所推行的变法 渗透到了秦国人的血液中 秦国因为他的变法 而成为一台所向披靡的战争机器 悲剧的是 商鞅也最终死于他的变法 那么商鞅的变法 究竟是如何从理想变为现实的呢 商鞅变法究竟带给我们怎样的启迪呢 百家讲坛邀请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国史通鉴春秋战国篇第十二集 商鞅入秦 我们上一集说 在卫国没有得到重用的商鞅 他来到了秦国 秦国在春秋时期 他曾经强盛过 特别是在秦穆宫的时候 曾经被认为是春秋五霸之夜 人才极其 开边拓土 但是从那以后 秦朝内部发生了一系列问题 所以在和东边的晋国 在和楚国的争锋之中 他们就处于下风了 也不被中原各国所看好 但是在商鞅到秦国之前 他已经开始发生一些小小的变化 这一大的变化 发生在公元前364年 公元前364年 秦国和进攻的魏国军队 甚至包括韩国的军队 在现在陕西的三元县的以北 一个叫石门的地方 发生了一场比较惨烈的战争 这场战争据记载是 秦军斩首六万级 这个六万级在中国历史上 特别是斩首两个字 在中国的死机上 这是第一次出现 所以我说 中国大地上的战争 从这一次战争开始 就由过去的 讨伐性的战争 演变成殲灭性战争 由过去的惩罚性战争 变成杀戮性战争 所以古人把这一段历史 叫做战国时代 确实是有道理 所以我们把这一段时间 说它是腥风血雨 斩首两个字的出现 非同小可 所以东方各国 后来谈秦思变 说秦国是腐狼治国 跟秦国在以后的一系列 战争中的斩首行为 它是有直接关系的 那么两年之后 在公元前362年 在这个时候 秦国又发生了变化 发生什么变化了 秦宪公去世了 由他的儿子秦孝公继位 在秦孝公继位的时候 只有二十一岁 应该说是 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 他继为秦穆公时代的秦国 而感到自豪 但是他仍然感到深深的耻辱 耻辱在哪里 长期以来 中原的各国 就把秦国当作落后的符号 结盟也不找秦国 蔑氏秦国 歧视秦国 特别是魏国的崛起 他不但堵住了秦国 向东发展的出路 而且占领了秦国的河西地区 不但占领了河西地区 而且在那里设立了一个西河眷 这犹如一个蝎子 插入到秦国的躯体之中 秦孝公感到极度的迟路 所以他要振奋起来 希望重新崛起 那么这重新崛起怎么办 魏国就是榜样 魏国的榜样无非是两条 第一改革 第二延揽人才 所以秦孝公继位以后 就向全国发布告示 延揽各国的人才 其中有一句话 是他的告示里头的一句 他这样说 兵克群臣 有人出奇迹强秦者 无且尊观 与之分土 不但是对于秦国 所有东方各国的人员 凡是能够为强大我秦国 而作贡献的 都是我秦国的英雄 不分秦国还是国外 所有的都可以 所以这样一来 在这种背景之下 商鞅来到了秦国 商鞅到秦国 他要建 建秦孝公 但是尽管说秦孝公 也懒人才 不军门万里 要建国军 也不是十分的容易 这就要说商鞅 他完全不是书呆子 他不会在外面等候 也不会在外面 拼命地地信书 他是收买了 或者说买通了 秦孝公的一个心服太监 叫做景建 通过这个人 介绍他建到了秦孝公 司马迁的史记 用带有文学色彩的笔调 记载了商鞅 建秦孝公的情况 这三建秦孝公 那么商鞅第一次建秦孝公 高谈国论 喋喋不休 边谈 秦孝公就边在打瞌睡 谈了大半天 商鞅出来了 秦孝公还不错 当时没发火 等到商鞅一出去 立即把景建招过来 说你这是什么朋友 白痴一个 要他从哪里来 滚回哪里去 这个景建 受了一顿路骂 结果跑去骂商鞅 但是商鞅没有生气 商鞅笑了 他说我告诉你 我今天跟你们君主谈的 是谈帝王之道 帝道 但是你们这个君主不开窍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跟他说一说 我再跟他谈一次 结果过了五天 商鞅第二次建秦孝公 同样谈了大半天 虽然秦孝公没打瞌睡 但是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兴趣 谈完以后 秦孝公照常把景建叫过来 又骂了一头 景建窝着一肚子火 正准备骂商鞅 商鞅说你别骂了 我知道你爱骂了 你再去跟你们君主说一说 我这一次跟他谈弟是王道 但是你们君主有点开窍了 第三次 我再跟他谈一次 你小时候等着受奖吧 过了几天 第三次建秦孝公 时间不长 商鞅出来了 景建紧张嘛 可能这一次被赶出来的嘛 但是一下 秦孝公也出来了 和颜瑞设 算这个朋友不错 你再跟他说 很好 我要继续跟他谈 于是商鞅和秦孝公 连续谈了几天几夜 谈得秦孝公 没肺受复 兴奋异常 有几次 甚至把膝盖支起来 支撑着身体 向商鞅求教 非常高兴 那个景建就找个机会 问问商鞅 说你小子给我们 给我们国军灌了什么药 弄得他这么兴奋 商鞅卖官子嘛 说我开始说的是地道 后来说的是王道 谁知道你们的君主 层次比较低 地道不听 王道不入 我只好降低规格 给他做霸道 给他说复国 给他说强兵之道 原来是这样 他说我本来想辅佐你们的国军 成为尧顺之军 再不拒 也做一个商汤 做一个周五 看来都没戏了 只有城城罢了 商鞅说服的秦孝公 可以说是打开了变法之窗 走向了实现个人理想之路 然而接下来的阻力 却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商鞅几乎是一个人 在和全秦国人在战斗 他面对的 既是利益的权贵阶层 横加阻挠 以及老百姓的不理解和不支持 那么商鞅最终依靠什么 扭转乾坤的呢 任何的改革都谈何容易 特别是商鞅来到秦国 商鞅来到秦国 是带着李亏 在卫国的改革的成功 以及挟取了资产在政国 还有管仲在齐国的 一系列改革的经验 来到秦国 所以他制定的这套改革方案 应该说 集春秋战国时期改革加之大成 但是秦国不一样 秦国地处关中地区 经过很长时间的发育 它已经变成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了 而且这一代非农业民族还蛮多 所以人们说秦国长期和龙敌为伍 所以他对中原那一套 他就很难适应 所以商鞅要把中原的一些改革的措施 而且更加全面 更加彻底要在秦国推行 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当时的记载是秦人不愿 秦国上上下下都不高兴 不高兴怎么办 不高兴要统一思想 特别是要统一统治者的思想 实际上统一什么呢 统一就是干还是不干 改革还是不改革 所以在秦孝公的主持之下 商鞅就要和秦孝公的其他大臣 在庙堂之上要进行辩论了 要先无虚了 要先统一思想 要不然这个事怎么做呢 商鞅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呢 史记做了很好的记载 鉴于改革措施 秦人都不愿 很多人认为是不符合秦国的国情 老百姓都不高兴 贵族也不高兴 所以商鞅要发表一套言论 这套言论很有意思 是这样说的 一行无名 一四无功 是以圣人格可与强国 不法其故 格可与利民 不寻其理 什么意思呢 说老百姓呢 一般的老百姓 你不能和他来讨论 一个改革开始的时候 怎么起步 只能够和他共享改革的成果 那么我们要把秦国强大起来 先王也是这么做的 可以不按照原来的这个套路来出牌 我们完全要走新的路子 他是做这面套理论 不管你反对不反对 反对才是对的 那么我们这些圣人 我们这些改革者和老百姓 和一般的平民 他的思想 他的理论 不是一个台阶上的 所以开始的时候 完全没有必要跟他们讨论 同意不同意 无所谓 关键在于我们把事情做好 他们就满意了 他这一套理论 很有意思吧 然后有人反对了 谁反对 一个著名的人物叫甘隆 这个甘隆实际上 不是秦国的宗士 而是从干过来的一个贵族 但是由于他长期在秦国辅政 又辅着了秦宪公 同时成为秦孝公时期的元老 所以他地位很高 他首先提出反对 这个反对的意见也肯有意思 他这么反对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 真正的智者 真正的圣人 是不需要太改变人民的生活习惯 是不需要太多的打破常规 我们只要顺着民情 顺着民众的愿望来做 我们就可以成功 那么大家说 谁对 我也糊涂 不知道谁对 按道理来说 可能甘隆还更对 你看看 一切要顺着民众的意志 你看商鞅怎么说的 老百姓甚至就是群忙 你不需要跟他商量 不可以和他律死 只可以和他们乐成 但是商鞅继续有自己的理论 商鞅的理论怎么样 商鞅听到甘隆这么说 他进行反驳 要不然甘隆的言论 甘隆的理议就占上风了 他怎么同意思想 没办法同意思想 这都是准备好了的 要论战了 于是商鞅继续发表言论 隆之所言 世俗之言也 常人安于故俗 学者另于所闻 以此两者 居观守法可言 非所于论与法之外言 三代不同理而亡 五伯不同法而罢 智者作法 与者自焉 贤者根理 不消者拒焉 什么意思 你甘隆说的这一套 顺从民意 按照人民的意愿来办 你可以用来干什么呢 你可以用来 居观守长 过安门日子 但是我们现在的秦国 不是过安门日子的时候 我们是需要强大 我们是需要崛起 我们是需要改变面貌 因此你那一套是不行的 所以诸位看看 这里头你说谁是坏人 要我看没有人是坏人 你说甘隆是坏人 它是自国理念的不同 严格说起来 就是一个主张守长 按照老祖宗的方法来做 一个主张变法 我们要重新振奋我们的国家 它不一样 所以这是自国理念的不一样 但是自国理念的不一样 有可能双方成为政体 这是非常有可能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 甘隆他一定还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 但是秦孝公做裁判 一个字 一个什么字 善 商鞅说的太有道理了 就按他的办 庙堂统一了 表面上统一 那么就要推向实施 推向实施 我们还说了一句话 当时秦国的人 他不习惯 秦民不悦 那么如何推进 如何让大家跟着国家的步伐 按照政府的号令 我们说什么 你们要干什么 商鞅有商鞅的办法 于是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可以说是雕虫小祭的故事 商鞅玩了一个雕虫小祭 什么雕虫小祭 令人把一根山藏长的木头 山藏之木 放在雕的城的栏门 说如果有人能够把这一个木头 扛到或者搬到北城去 立上石金 这三藏长的木头 大概有多少 如果按照战国时期 那个时候的尺度 我们现在大概25厘米左右 一尺 那大概就是7米5 这个木头应该不是太粗 如果这个木头太粗 那不是撞劳动力 背不动 但是一定又不是太细 一般的劳动力可以做得到 这才有后造型 而我们常常说 或者这样说吧 或者我们常常希望 天上掉线品 有好事多好 但是一旦有一天 天上真的掉线品 我们会换嫡谷 我们会迷惑 有这么好的事吗 是陷阱还是陷品 陷品弄得不好 就是一个陷阱 所以大家 一存十 十存百 说这个木头一挪 就可以到十斤 十斤到底是多少 那年都是以铜来说的 我们假设 说是一斤铜 购买力相当于后来一养银子 一养银子相当于我们人民币 两百块人民币 那么就是两千块人民币 一个木头挪过去 两千块 应该是还不错 但是大家只敢议论 没有哪个停舍而出 什么原因 都怕是陷阱 商业一看 恐怕嫌这个钱太少 奖赏太少 实际上 大家是觉得这个奖赏太多 于是由十斤提升到五十斤 能够扛着这个木头 到北门去里 立上五十斤 大家还是人头传动 不敢动手 但是铃子一大 人一多 什么样的人都有嘛 终于有一个人 摩拳擦掌就走出来了 一边走一边唠叨 说我来扛 总不至于被杀头吧 于是在人们的错用之下 这一位扛着那根山畅长的木头 由南门到北门 大家可以想一想那个情景 一定是浩浩荡荡 那真好玩嘛 结果到了北门 什么陷阱也没有 什么阴谋也没有 立上五十斤 于是就传开了 说秦国的国军真想信用 说到做到 这叫什么 商鞅就有这个效果 叫立信 但是侵法一公布 还是推动不动 怎么办 什么原因 原来有人作梗 反对的人很多 就像我们谈资产的改革 一样 最坚决反对的 还是来自于贵族 那么贵族里头 这一次反对 据称 最大的头 是来自于太子 请校工的儿子 带着反对 那这个法就很难行嘛 商鞅这个时候不客气了 王子犯法与孰明同罪 这是李逵在制定法经历时候 具有的这个准则 那么怎么办 但是太子是储君 我不好对他用刑 对谁用刑 对太子的父 和对太子的师 就是对太子的师父用刑 一个把膝盖挖掉 一个在脸上赤字 这恐怕是当时 除了死刑以外 最带有侮辱性的刑法 把你的膝盖挖掉 那么你失去了活动能力 在你脸上赤字 使你慈怒一辈子 那么这样一来 其他的贵族不敢反对了 这一个叫什么 叫立威 商鞅是幸运的 他的变法赢得了 秦孝工的权力支持 君臣二人共同的信念 转化为排山倒海般的力量 在秦国掀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正因为这份信任 商鞅才得以无后顾之忧 放手变法 秦国在二十年中 一举成为战国七雄之中 最强大的国家 通过立信 通过立威 新法在秦国 终于强制地推行下去 在公元前356年 也就是商鞅 入秦以后的几年 经过几年的酝酿 终于推出第一批新法 第一批新法 如果我们概括地说 四条 第一条 建立和推行 个体农业所有制 凡是 一家一妇 有两个以上成年男子 必须分开 必须单独立妇 每个成年男子 都必须承担起 养活家庭 向国家承担义务的责任 所以他这个法 应该说起来 是推行一种 个体农业的所有制 对于后来 中国以家庭 来取代家族 作为一种生产单位 它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这是第一 第二 奖励农耕 打击奢侈 凡是以全心全意 投入到农业生产的 国家 凡是那些 不愿意劳动 还过着奢密的生活的 像我们上一集 所说到的 魏国的改革 李亏所做的一样 对他进行严厉的打击 所以这样一来 实际上是用法律 来奖励和督促人们 用更大的力量 来从事农业生产 这也是秦国 开始建立 以农为本的一个国家的推荐 第三 奖励攻占 禁止私斗 什么意思 凡是为国家从军的 在和其他国家进行战争中 能够立功的 通通级的奖赏 凭什么给予奖赏 这就要说到两个字 首计 在战争之中 杀敌杀得越多的 你砍头砍得越多的 用头来计算你的功劳 头越多 你这个级别越高 级别越高 给你的田地 给你的牢狱就更多 所以这样一来 养成了一个虎狼之情 但是禁止私斗 你如果有发生矛盾 邻里之间 兄弟之间 人与人之间 你要交于法律来解决 而绝不允许自己私两 这就叫奖励攻占 而禁止私斗 第四 加强户口管理 实行十五年撞 这是商鞅改革里头 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例 我们在管仲时期 在资产时期 在李亏时期 都看到有类似的户口改革 但是商鞅不但加强户级的管理 而且实行十五年撞 一人有罪 其他的人要进行检举 如果不检举 实行连撞 如果有人举报 即中伤 所以你们看看 在这个时候 商鞅在秦国建立的 实际上是一种国家机器 每一个人都在这个机器里头运转 这是第一批新法推行 过了六年 公元前三百五十年 秦国随着他的力量的强大 把都城由过去的雍 也就是我们现在 渭水流域的中部 凤翔那一带迁到辽 现在的西安那一带 叫咸阳 把都城由雍迁到咸阳 这就向东方各国 摆出了一种东晋的态势 同时推进第二批改革 第二批改革 归纳起来两大措施 第一 以县为单位 划分全国的土地 当时一共三十一县 这个县呢 有点像过去的义 但是不一样 过去的义 是贵族的领地 如果他不犯罪 世世代代 就由他这个家族再管理 但是县不一样 县的管理是由政府 是由秦国的国军派出官员去管理 他是只属于秦国国军的领导 然后地面上的出产 交税直接入国库 这个改革措施力度是很大的 它的意义在于两个 第一 逐步铲除秦国的事情思路 而改用官僚制度 而这个官僚制度的官 它县里面是县了县令的 是定期制 有论期制 是流官 而不是士气官 特别重要的是 由于这些县都是只属中央 所以大大的加强了 秦国国军的力量 也就是中央的力量 这是第一个事 第二次改革的第二件事情 是实行土地的私有化 并且在秦国推行 杜亮恒地统一 你看看 这些权在为后来秦始皇做准备 所谓的实行土地私有制 是由过去的公田 过去的公田 它是通过水渠把它割离开来 像个井字 用水渠 用道路把它割离 但是秦朝开前过 把那些道路把它挖开 把水渠把它挖开 谁真耕种 谁占有 向国家交水 所以这样一来 它实际上是在 我们过去 一些改革的技术上 它在秦国 更进一步推行 土地的私有制 为了内部 这种商业贸易的方便 为了内部 这种收税的方便 因为它越来越加强 中央的统治 所以中央的税收 它的税质是要一致的 为了这个的需要 所以它统一 秦国内部的杜梁痕 所以秦国自己统治下的 这个杜梁痕 在秦孝公商鞅改革的时候 它已经开始了 公元前350年 第二批改革措施的推出 实行十多年 秦国的情况怎么样 秦国的情况发生大大的变化 用司马迁的话说 行之十年 秦民大悦 由秦民不悦 变成秦民大悦 道不时鱼 三无盗贼 家己人足 所以秦国变成一个富国了 自然也很好 所以商鞅一套改革的理论 一种改革的指导思想 说民不可律使 而可以落成 在这里得到表现 所以秦国这样一来 它跟东方各国的比较起来 它经济上在发展 而且肯有发展的后利 所以我们通过这些种种改革措施 我们甚至看到一个问题 看到一个什么问题 就像我刚才说的 秦国上上下下 通过商鞅的改革 正在变成一个国家机器 这个国家机器 由国家管理制度 以个体农业为生产的 这种生产力的单位 生产机器 还有马上我们要看到的 一台战争机器来组成 所以东方各国 一旦涉及到秦国的 这样一架战争机器 那在战争之中 就很难占到便宜了 通过商鞅的改革 通过商鞅的变法 秦国的人就切于私斗了 而勇于攻占 凡是国家的事情 它挺身而出 什么原因得到奖赏 凡是私人的交往 通过国家的法律 来进行解决 什么叫做法治 就是由国家的法律 来解决民间和社会的纠纷 同时按照法律的规定来办事 商鞅变法在中国历史上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商鞅几乎凭一己之力 打破了一个旧世界 开创了一个新时代 他的变法不仅为秦国 最后统一六国 达下了坚实的基础 甚至奠定了后世 两千多年的国体 政体和法治基础 变法的成功 使商鞅获得了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荣耀和权力 然而 这也为他的悲剧人生 埋下了伏笔 商鞅为变法而生 也为变法而死 秦孝公兑现了自己的诺言 凡是对秦国有功的 不但给他官 而且给他土地 实际上商鞅做官 已经做得够大了 大量造 据秦是秦国最高的官位 但是还没有裂土封他 于是秦孝公兑现 把一个叫商的地方 好几百里地封给商鞅 所以以后史记也好 其他的著作也好 就把商鞅叫做商君了 叫商君 当然他不能叫商侯 不能叫商公 只能叫商君 我们说到这个人 一直把他叫商鞅 实际上 史记和通建 是把他叫做卫鞅 为什么呢 他是卫国来的 但是有些记载 又把他叫做公孙鞅 什么原因 他应该是那个卫国 保卫的卫的卫国的 一个国公的孙子 所以叫做公孙鞅 只是因为到秦国以后 立下了功劳 秦孝公把商这个地方 封给他 称为商君 所以以后 人们就把他叫商鞅了 我们这堂客呢 也就根据这个惯例 称之为商鞅 但是好景不长 就在秦孝公 把商鞅封为商君以后不久 去世了 去世的时候 年龄只有43岁 应该说正是盛年 他去世以后 他儿子继位 这个儿子后来被人们称为 惠文王 所以叫做秦惠文王 那么 就是商鞅变法的时候 触发了他老师的那个太子 所以秦惠文王一继位 他的老师们当然很高兴 于是在老师的弟子们 就要为老师复仇了 于是有人举报 商鞅功劳大了 谋反 这当时是不得了的大罪 我们现在看起来 觉得不可能 但是当时的人看起来 这个案是很难判的 商鞅一个外地人 到这里功劳这么大 又猎徒封了军 他是不是有其他想法 这也很难说 结果秦惠文王派军队 去捉拦商鞅 商鞅不甘束手就擒 也不服啊 也是逃跑 往哪里逃 往东边逃 结果晚上住店的时候 人家不让他住了 什么原因 身份证 商军规定 凡是住店都要身份证 当然那个时候不叫身份证 你至少要有证件 但商鞅没油 你油也拿不出来 不敢拿出来 你要通缉你嘛 结果商鞅无法住店 结果洛方往东边逃 逃到哪里 东边是魏国 一听说是商鞅来了 不让进去 商鞅没办法 又逃回去 逃到他那个封地 想引兵自卫 结果这个战争 肯定是失败的 他已经帮秦国 建立那么大的国家机器 你这个商 这个弹丸之地 怎么能够抗拒 秦国的这个铁军 秦国的这台战争机器 他没办法 所以战争失败 失败被杀 杀了以后 尸体运回到咸阳 武车列尸 当然至于己车 史料上没有名说 这是车列字 但是后来人们传说 那就是武车了 中国所谓的武车分尸 就是由此而来 但是这个秦桐文王 不是等先之辈 商鞅的这一次悲剧 严格说起来 是秦国的贵族 多年以来 积压的一种怨愤 甚至可以说是 秦国在一个新军上台以后 他的权力的重新分配 但是秦桐文王 尽管车列商鞅 但是商鞅的新法不变 什么原因 因为商鞅的新法 经过二十年的推行 将近二十年的推行 已经深入到 秦国的每一个国家机器 和雪豹之中 或者说 深入到秦国的人民的生活之中 它已经成为秦国民众 秦国贵族生活的一部分了 血浓于水了 你没有办法把它分离出来 所以这倒给我们提到一个 有意思的事情 商鞅变法是秦国强大 商鞅最后自己被车裂 于是商鞅变法 应该说给我们提供的一些启示 一个什么启示 第一 一个国家要富强 必须以法制度 但是同时 他又提出了另外一种启示 当在中国古代 一个国家要富强的时候 他必须强化中央集权 必须强化君主的权力 在当时的个体农业的生产力之下 君主的权力 中央集权是极其重要的 实际上不仅仅是秦国 秦国也给其他的国家开了一个先河 以后我们会看到 不但秦国 魏国 齐国都向秦国这一条路上走去 最后导致秦始皇帝 从于中国 那么商鞅变法 商鞅本人 这另外一个贡献 我倒觉得这也是很有意思的 商鞅制定的法律 但是商鞅自己 以身是法 他不带身份证件到处窜 最后死于自己之法 这恐怕应该也是一个很好的 这个传承和启示 当然他有一些不好的启示 什么不好的启示 我们现在看起来不好的启示 过于强调个人的力量 过于强调专制的力量 过于强调独裁的力量 觉得只要有个人的力量 独裁的力量 一切都可以办得到 但是他这个启示 实际上也带有献报 后来秦始皇 秦朝的二世而亡 实际上就是反面 吸取了这个经验或者教训 从下面一节开始 我们将看看其他各国的情况 谢谢 人们熟悉的田记赛马 究竟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 三十六级中的第二招 唯未旧招 又具有怎样的奥妙之处 敬请收看国史通鉴之 斗智斗荣 商鞅的变法 使得秦国逐渐显示出 虎狼之星 东方的六国 东赶危机重重 尤其是他的近邻魏国 作为魏国的当家人 魏惠王深知 拳头才是硬道理 他也学秦孝公 广纳英才 富国强兵 他终于也招揽了一位 人中俊杰 庞涓 拜他为大将 他帮助魏国训练了 最精锐的五族 一时升阵诸侯 庞涓还把同门孙斌 也介绍给魏惠王 师兄第二人 本可以同心协力 帮助魏惠王 共谋霸业 没声想 后来两人 却反目成仇 各为其主 庞涓孙斌 这两位军事奇才的斗法 最终改变了战国的格局 那么这其中的来龙去脉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江西师范大学 方志远教授 为您讲述 国师通鉴 斗智斗勇 春秋战国时代 应该说是一个风起云涌 英雄辈出的时代 那个齐宽公 靖文公 孔子 孟子 吴王 夫差 岳王勾剑 管仲 资产 等等等等 只要你有一技之长 就不怕 不出人头地 所以无论是 四龙工商 还是儒家法家 或者阴阳家 纵肯家 只要你能够功夫下的身 不怕 铁棒模不成真 我们今天要谈的 两个非常著名的人物 一个彭娟 一个孙斌 他们是军事家 是兵家 也就在商鞅 在为国苦苦等待机会 并且 修习法术的这段过程中 这两个年轻人 他们另辟蹊径 走了另外一条路 走哪条路 学武企 学武企干什么 学武企 学兵法 所以他们两个是学兵法 孙斌呢 有记载 说他是齐国人 并且说是孙武的后代 但这个庞娟是哪里人 不知道 由于他后来回到了魏国 所以伦伦认为 他应该是魏国人 那么这个时候 魏国的国君 叫魏惠王 这个人非常著名 他所统治的年代 他在魏国担任国君的年代 有半个世纪之久 和他的祖父 为文猴差不多 所以他见证了战国中期 风云变幻 和他的种种格局的变幻 他还继承他祖父 他父亲 这种家业 并且不断地把他发扬光大 广为收落人才 所以就在这个时候 孙并和彭娟 有一位就来到了魏国 他的名字叫彭娟 大家说 这不是有病吗 魏国放着一个 那么杰出的人才 商鞅不用 让他到了秦国 那么现在又来了一个彭娟 我也觉得不理解 但是一想理解了 为什么理解 第一 在商鞅还没有做错成绩来的时候 谁知道他是真正的人才 还是浪得虚明 特别是 外来的和尚好燕金 身边的人才从来不受重视 那是古往今来的场景 所以商鞅走 让他走 彭娟来 让他来 第二 魏国通过魏文猴时候去改革 他的政治改革 已经推进到了一个高度 而魏惠王现在需要的是开疆拓土 他要的是军事家 而秦国呢 民风未开 他需要的是改革家 所以秦国他选择了商鞅 而魏国选择了彭娟 这对于商鞅和彭娟来说 是人尽其才 而对于秦国和魏国来说 是各取所需 那么彭娟到了魏国以后 带着了一只 曾经经过武器训练的武竹 四处出击 闯下了极大的名头 而且功劳也越来越大 但是功劳越大 他越有一种隐隐的担心 在胸头 一种什么样的隐隐的担心 中国历史上 总有一种现象 一种什么现象 叫既生雨 何生量 你既然有一个周雨 何必又生一个诸葛亮 既然有我这个彭娟 但是为什么还需要那个生病 所以他心里永远担心点 是那个师兄弟 生病 生病他认为普天之下 除了那位师兄弟以外 大概论兵法 没有随时自己的对手 如果这个生病 不幸跑到秦国 或者不幸回到他的齐国 那的魏国大大不利 对自己也大大不利 怎么办 很好办 派人去请生病到魏国来 说是共同发展 同享互贵 到了孙兵来了 但是来了以后 事情不怎么回事 彭娟设置陷阱 进行陷害 结果安插了孙兵的阵营 把孙兵的腿膝盖 也挖去了 在孙兵的脸上 脸颊上赤字 这是情形 这对于当时的孙兵来说 应该说是极大的侮辱和屈辱 但是不知道这个彭娟 是由于心存这种怜悯 还是觉得既然把他的膝盖挖了 既然在他脸上赤字 他就没有作为了 因此到这里为止 也就不再放在心上了 以为 这个隐患 这个浅仓在这里 敌人可能出去了 但就在这个时候 正在他已经不把孙兵放在心里的时候 孙兵却在齐国的死者的帮助之下 回到了齐国 不但回到了齐国 还受到一位齐国的贵族 非常高的领域 这位贵族叫田济 当时齐国的国君是齐威王 我们在讲春秋的时候 曾经说到楚国的一位国君 叫楚庄王 说楚庄王是三年不明 移民进来 这位齐威王更有意思 因为九年不闻正事 持户完了 但是九年以后 患难一新 所以别人说他是 九年不明移民进来 这位田济 是齐威王的 应该说是童中的兄弟 这位齐威王尽管姓田 但是他的性格和我们曾经讲到过的 那位姓姜的齐桓公特别相似 好酒 好色 好游戀 另外还多了一号 好赌 他赌什么 赌马 赌赛马 过了一段时间 就要让大家把马拿出来 溜一溜 每家三匹马 然后下赌注 这叫赌马 那么田济他的马斯可能不如别人 所以他每一次总是输 从来没赢过 又临近赛马了 那么田济 反正赔君子完命 无所谓 但是孙兵来了 他跟他说 不能再无所谓了 有我在 我可以帮你赢 田济觉得你怎么可能帮我赢 我每一次都输 孙兵说 你们赛马我已经看了几次了 你们一般都是出三匹马 你的上马比别人的上马要差一点 你的中马又比别人的中马又差一点 你的下马还比别人的下马又差一点 所以你赢不了 但是我让你赢 田济说你怎么让我赢 孙兵说 用你的下士 就是下马 出战别人的上士 也就是上马 这个田济一听 眼睛一亮 明白了 田济不是傻瓜 如果点不透 孙兵也不会帮他 田济认为 你既然开了我的窍 我就知道了 然后用我的上士 对别人的中士 用我的中士 对别人的下士 孙兵说 对了 于是加大赌注 三场赛下来 田济赢了一大批 这个齐威王奇怪啊 看着那个田济说 你小子傻阴谋 田济说 我哪里有这个本事 是别人教我的 所以 孙兵 齐威王一听 还有这么的高人 请过来 一看 一谈 不得了 说先生 岂子是赛马 你是天下之奇才 然后继续一交谈 原来是五圣人 孙武的后代 更高兴了 大家不要小看 这个上士对中士 中士对下士 也就是说 不要小看 这个赛马的故事 我们很多史料 根本不记在这个 觉得这是雕虫小技 觉得这个实战里头 可能性极少 哪里你的上马 就一定比人家的中马要高吗 除了现在 男子乒乓球 羽毛球单打 女子乒乓球 羽毛球单打 还用一用 这个战略以外 其他的根本不记在 但是 这个下士对上士的 这个典故 却包含着大的智慧 什么大智慧 就是集中我方的优势兵力 对敌方进行各个击破 各个歼灭 这种大智慧 我们过去曾经谈到过 陈朴之战 陈朴之战 进军用自己的左军 也就是他的上士 迅速击溃 储君的右军 也就是储君的下士 然后用自己的下士 也就是下马 来引诱 储君的左军 也就是储君最强大的 那笔上士 引诱 右地深入 然后集中我方的下士 中士和上士的一部分 对储君最强大的 他的左军 进去围剑 结果是储君全线溃败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战略 另外 孙宾的祖先 也就是孙武 在吴国的时候 经常派出 吴国的一些游记 用我们现在话来说 也就是下马 下士 来引诱 储国的上士上马 结果弄得储国的主力 疲于奔命 最后 聚而兼职 所以这叫什么 这就叫集中我方优势兵力 对敌方进行各个击破 这可以说是孙子兵法的最高境界 叫做兵无常事 水无常行 乃是最高境界 所以孙兵以后的战法 大体上就是根据这样来的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唯卫旧照 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孙兵用兵的奥妙之处 究竟是什么呢 请您收看 国史通鉴之 斗智斗勇 为了图谋霸业 魏惠王把都城迁到了 地处中原核心地区的大梁 以便于更有效地参与中原事务 这一举国进攻的态势 让周边国家忧心忡忡 尤其是北面的赵国 赵国与魏国全境接壤 二指的矛盾不可调和 公元前354年 魏惠王派旁娟 只取赵国都城邯郸 实力弱巧的赵国危在旦夕 孙兵由此上演了一出 唯卫旧照的精彩好戏 也就是桑央在秦国 推行变法的第二年 魏国开始打赵国 那么一打赵国 赵国要拼命地抵抗 但是魏国那个时候的军力太大 赵国抵挡了大半年 终于觉得无法抵挡 魏兵已经包围邯郸 这个时候赵兵没有办法了 赵国向齐国求救 齐国仍然是齐威王领导 这种骨子里头 那种争霸的这种基因 始终存在 所以齐威王一看 你三进 不是内部发生内控吗 赵寒威 能不能称他三进 你现在在鱼蚌相争 那么我齐国就可以鱼翁得利了 所以齐威王立即决定 派兵援助赵国 带兵力是谁 田击 军师是谁 孙兵 军队一起成 田击就请教了 这可以说是田击最大的优点 什么优点 虚心 扶高人 他就问孙兵 这个仗该怎么打 孙兵说 我已经想好了 田击说你别说 我先说说 我也想好了 孙兵说你怎么想的 田击说 只取邯郸 乘坐卫兵和赵兵 正在邯郸城下血战的时候 我们兵临邯郸 和赵兵夹击卫军 孙兵说非也 并且乘这个机会 和田击讲解 叫做解杂乱分纠者不空权 救斗者不搏起 批抗倒虚 行革四尽 这自为解恶 凡是排解纠纷的 善于排解纠纷的 从来不去帮权 他不帮权的 你帮权不是参加群斗吗 该怎么办 该避时就须 攻敌之所避救 你要避时就须 打他所避救 那个田击说 我现在有点开窍了 我们该怎么办 孙兵说 直扑未度 现在邯郸 我想已经被打下了 你看看 当魏军包围邯郸的时候 赵国迟迟没有向我齐国求救 拖了半年才向齐国求救 说明开死 不想让我们插手 现在实在没办法 军情危机了 等到他的使者到我们国家来 我们然后千里行军到邯郸去 也许邯郸就被打下了 这样我军疲惫 魏军曾心胜之势 对我军不利 因此 我们就打魏国的都城大梁 他一定是空虚 天机高兴 真是高人 不服不信 于是带领军队直扑大梁 这个时候消息已经传出去了 魏军打邯郸的将领 其中一位就是彭娟 刚刚打下邯郸 正要享受胜利果实 但是一听 齐军打大梁 那不得了 如果魏王一有闪失 那就罪魔大烟 所以急急忙忙带领一支军队 回元大梁 但是孙并和田记 并没有真正打大梁 而是在路上等着 在什么地方等着 在桂林等着 就卫独的卫兵 那么这个桂林 是我们现在河南省的长元一带 在那里找好有力的地心 结果魏军急急忙忙 魏元 在桂林被骑兵打了一个伏击 完全没有准备 完全不知道他竟然没有到大梁去 而就在路上等 这个战力 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小的战争 但是在中国历史上极其著名 后来叫做唯卫旧兆 我要元兆 我不去圆 我是唯卫国的都城 那么攻敌自所必救 然后我们以意待劳 伏击运动中的敌来 后来的军事家经常用到这一招 也有好事者 后来编了三十六计 把这一计编到第二计 仅次于瞒天过海 那是第一计 第二计就是唯卫旧照 据有些材料记载 彭娟也在这一次战斗中被俘虏了 被骑兵俘虏 但是孙彬卖了一个人情 把他放了 尽管放了 但是彭娟仍然不以为戒 为什么呢 因为彭娟在和齐军的战斗中 无论在这之前 还在之后 都是胜多败少 另外三进的兵 从来就不畏惧骑兵 恰恰是齐国的军队 怕三进的部队 因为三进的军队战斗力特别强 为什么孙彬唯卫旧照的策略 屡试不爽 深暗兵法奥妙的庞娟 为什么会被孙彬牵着鼻子走 请继续收看 国始通见之 斗智斗勇 经过十几年的经营 魏惠王决定要做一件 前无古人的大事 他要取代周天子 成为一位真正有能力 贯彻自己意志的王 公元前343年 魏惠王举行了正式称王的登记大典 成为中原诸侯国中第一位称王者 然而不久 东方大国齐国就向他发起了挑战 孙彬旁军各位齐主 展开立场立于智的对决 时间一旷 十多年过去了 到了公元前342年 这个时候也是商鞅变法大有成效的时候 但是商鞅在六部变法 军队还没有东进 这个时候魏国还是中原第一强国 所以他继续在 试图开战 到了公元前342年 和赵军联合 打三军的另外一个国家 打哪个国家 打韩国 大家说 这怎么回事 十多年前 魏军按照赵军打 按照赵军打 现在赵国又和魏国联合起来打韩国 怎么回事 这正是那个年代的一种常态 什么叫常态 今天你联合我 打另外一国 然后我联合另外一国 又打你这一国 我们一句非常著名的话 叫做没有永远的朋友 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在战国时期 如果形容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这就非常恰当 那么韩国抵挡不住 又要求援 求谁 又希望齐国来援助 结果齐国一看 机会又来了 继续打吧 带兵的冷难是天机和生病 天机说 这一仗怎么打 我又听你的了 顺便说还是一招 这就叫一招自敌 我们继续攻打大梁 根本不救韩国的独城 天机说 好 我们就打魏国的独城 于是浩瀚荡荡的大军 向大梁进发 消息一传出 这个魏菲王非常的牢牢 而攻打韩国都城的 冷难是彭娟 彭娟也非常牢牢 所以军臣决定 给齐国这一次 要来一次致命的打击 因为这个齐国太讨厌了 每当我们有好事 他就坏我们的好事 我们曾经战胜过他 他们老不长记性 这一次要让他们好好长记性 争取全坚齐国的独力 那么彭娟带着包围 包围那个韩国都城的部队 然后会和魏汇王带出的部队 这支部队由太子申来引导 两地合在一处 寻找齐军的主力决战 但是一寻找 齐军的主力不见了 到哪里去了 不知道 派出探子 四处去查探 那么齐军又怎么回事呢 田姬一听说魏军的主力迎战 他心里就虚了 他胆怯 为什么 齐国的忌击 碰上了魏国的武足 基本上是败仗 所以三进的兵 一般瞧不起起兵 但是孙兵就看重这一点 这一点就是克敌自胜的一个基础 那田姬问他怎么办 孙兵说一个字 逃 田姬傻眼了逃 逃到哪里去啊 孙兵说齐国 田姬更不理解了 那仗还没有打完逃回齐国去 那就是大罪啊 孙兵说不但要逃 而且要逃得特别狼狈 逃得别人觉得我们走投无路 这才叫逃 但是这又叫因势而力导致 这个原话叫做因其势而力导致 什么意思 继续讲解兵法 百里而驱立者 学上将 五十里而驱立者 均半字 这一讲解田姬有点明白了 就四个字 诱敌生怒 怎么又 旁娟在寻找 结果探子回报 说齐兵逃跑了 然后一算 齐兵逃跑时候留下的行军罩 一算吃了一件 怎么吃了一件 原来这些行军罩 足够十万士兵吃饭 所以旁娟就觉得 我们有没有这么大的胃口 齐兵来了 齐军来了十万 就有点担心 但是还得继续追 结果追到第二天 发现 放心了 怎么放心 十万人吃饭的罩 变成五万人吃饭的罩了 说明齐军怕未决 还没有结战 已经逃亡过半 继续追 最到第三天 彭娟走得焦急了 第一天 觉得有点担心 齐兵太多 第二天 觉得有点放心 齐军逃亡大半 到了第三天 他着急 着急什么了 他的行军罩 只够两万人吃饭 那如果再追下去 还没有追上 齐兵早不见忠意了 所以继续 把支重 把大部分军队 留给太子增 自己带着清齐 带着精锐 加速前进 追击齐军 但是这正是 孙兵要的效果 你不是有上马 有中马 有下马吗 我们就让你 把你的中马 把你的下马 全部抛弃 我只打你的上马 一路上 一路上 撤退 一路上 逃跑 逃到了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 叫马林 注意 这个马林 现在在山东省的境内 也就是 眷城省的附近 我们要 说明一下 这个眷城 就是孙兵的家乡 孙兵应该对这个 地方的地形地貌地的位置 特别熟悉 而且这里要跟大家说明 应该是孙兵 在来的时候 就已经看好了的地形 而且 要非常精确地计算 卫兵追赶 你如果没有计算真确 计算的时间少 卫兵提前到来 你措手不及 如果计算得不好 卫兵没有到 你这个埋伏 可能就白费 所以他们来到了马林 也就预计 卫国的军队 在当天傍晚 他要追到马林 这个地方 第四险要 一手南弓 而且非常适应打埋伏 于是孙兵命令 士兵把树砍下来 前面的道路 统统组射 用石的块 用木头 把它组射掉 等待 卫军的到来 并且把 就在旁边的一棵大树 剥下一块皮来 然后上面书写 一句话 蓬娟死于此树下 并且吩咐 埋伏好士兵 两边三头 埋伏上万名攻坚手 如果一看到 卫军点火 立即万箭齐发 这个蓬娟 从中忙忙 带着卫军的军内 一直的追赶 追到了马林 发现前面已经被拦截了道路 蓬娟这个时候 还丝毫没有想到 可能其中有诈 他的一个想法是什么呢 一定是齐军 怕我军追上 于是来延缓我军追击的时间 他这样下令 因此命令士兵 清除道路 让我军通过 结果一清除道路 发现 树边有棵树 唯独这一棵树 没有被砍倒 而且好像上面 云云约约有字 于是让人 点起火把 一看这个字 上面一行字 蓬娟死此树下 这边一点火 等于给了齐军一种信号 齐军在山头上万箭齐发 蓬娟一看 糟糕又中埋伏 于是带着卫军 突围 但是突不去啊 前面冷藍被堵死 后面又被堵死 就活活被射死 结果还有人传出一句话来 说蓬娟临死的时候 并不是被射死的 而是八箭自杀的 自杀之前 留下了一句临终语言 叫什么呢 说 遂成树子之名 什么意思 终于让这个树子 这小字成名了 我自杀蒜鸟 寄生鱼 何生量 有你这个量 我这个鱼死了蒜鸟 史记里头经常有这种 非常形象的描写 包括姚项羽 志文在乌江 也说非战至罪也 天亡我也 还有其他的 都有这种笔法 所以后来的历史学家 后来的读者 就老是想提出一个疑问 临死时候说的这句话 是谁听到的 又是谁传出去的 司马迁又是听到谁说的 口耳相传的 但是有些时候啊 对历史著作 我们也不需要那么多挑剔 历史学家写到兴起的时候 偶尔写写心理活动 也不要太责备 当然这是文学家的语言 所以说到史记 我们说它既是文学著作 又是史学著作 为什么它那么快自人口 就是因为它这里头 带着文学的色彩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我们今天常用的纵横一词 来源于战国时期的国际关系 合纵连横 那么纵横究竟是什么 它又如何改变了战国呢 敬请收看国史通鉴之 合纵连横 马林之战 是战国中期 一次化时代的战争 魏国的战神庞涓 重拂战死 魏军十万精兵 全军覆没 从此以后 中原的第一强国魏国 国运终衰 一蹶不振 正在魏惠王 为痛失爱将 而心灰意冷之际 又有一个传奇人物 为他献上了一个 与旁军截然不同的 治国之道 那么魏惠王 能够听进去吗 马林之战以后的不久 经过商量变法 已经强大起来的秦国 开始出兵东进 夺取了河西地区 这个河西地区被魏国 是占了将近半个世纪 成为岔路道 秦国心脏的 一个致命的鞋子 现在终于被拔除 魏国的西河郡 从此不存在 那么秦国扫出了东进的障碍 从此以后变成了东方各国 特别是三季的梦魇 这才是魏惠王 感觉到的最大的问题 当然生病和天际 他们也想到这个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 历史的发展 历史的进程 它往往不是受人的意志 所左右的 所以它充满着戏剧性 充满着不可预测性 这个马林之战就是这样 那么就在魏惠王 没有这个马林之战 弄得焦头烂额的时候 他一定 他在后悔 后悔什么呢 第一 后悔没有听 公司错的话 把商鞅这小子杀了 结果商鞅 跑到秦国去了 成为我们巨大的祸害 他现在一定又在后悔 后悔什么呢 后悔没有让彭娟 把孙病给杀了 弄得东西受敌 两方面受敌 但是就在他烦恼 他郁闷的时候 来了一个人 来了一个后来著名的人物 谁 一个卢氏 孔子的孙子的弟子 叫孟子 孟子来到了魏国 来到了魏国 魏惠王很高兴啊 因为从他祖父 他父亲开始 就得卢氏特别的尊重 那么他把高规格的 把孟子引寄过来 先生千不远千里而来 有什么可以立我魏国的吗 本来这是个正常的一句问话 但是没有想到 受到孟子的当头半壳 孟子怎么说 我此次来不谈力 何必谈力 我只谈两个字 哪两个字 一个人 一个义 我为什么谈这两个字 孟子说的很有意思 君月何以立五国 大富月何以立五家 世俗人月何以立五生 上下交争力 而国为义 当上上下下都在谈钱的时候 这个国家就乱了 所以我谈的是一个人 人者爱人 大家就相互之间 不争权夺利了 还有我谈的是义 一个人如果有仗义 他一定不会亏待他的国君 不会亏待他的朋友 这样天下就太平了 你看看他有他的一套 这个故事 后来就变成叫 孟子见梁慧王 是儒家著作里头的一个 非常著名的故事 后来之所以著名 因为孟子成为亚圣了 亚圣的经历是需要著名的 特别是孟子和论语和大学和中庸一道 成为世俗之业 成为明朝和清朝读书人考科举 必考的 必读书 所以这个故事非常注目 但是我要说 这个故事在当时充其量 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第一 那个时候还没有独尊卢术 卢家学说 还适合法家学说 兵家学说 阴阳家 纵横家 道家在一起 它是各种学派的一致 第二 魏飞王根本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在当时也不知道有多少 像孟子这样的人 像我们将要说到的 苏秦和张仪这样的人 就在外面四处游说 谋得富贵 而当时魏飞王最需要的是什么 他举目看去 秦国通过商鞅变法而强大 齐国通过用田记孙病而强大 而我国 我们魏国是通过理亏变法 通过武器训练武足而强大 你这个仁义之说 现在有什么用 你跟别人谈仁义 别人跟你搬拳头 你还不是死路一条吗 所以魏飞王这个手最需要的是能够实干的 而不希望这种说大道理的 所以我们当年说 商鞅到秦国去见秦孝公 说王道 说帝道 秦孝公都觉得 既鱼又阔 这就像现在魏飞王看孟子一样 但是我们话说回来 虽然当时魏飞王没有采纳 孟子的建议 虽然孟子见魏飞王在当时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但是孟子所倡导的伦和义 恰恰是儒家学说的核心进程 应该说是中国千古以来的社会和谐 社会进步的一个基本价值理认 那么到后来 卢家和法家的河流 富国强兵的道理和讲究仁义的道理 要两者并用 两个权德都要硬 否则国家一定出问题 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 孟子见梁飞王又应该是战国时期的一场 非常重大的事情 那么就在这个时候 又有人来到了魏国了 但是这个人来到魏国倒不是再讲仁义的 而是来讨论我们东方各国如何联合起来 共同抗击秦国 这个倒是魏飞王很高兴的事情 因为在他看来 东边的那个齐国还是比较好对付的 因为齐国好面子 好讲仁义 所以魏飞王跟齐威王一沟通 一交流 两国的国群在徐州见了一面 就向王了 什么叫做向王 你承认我是王 我承认你是王 大家捐弃前仙 一字向前看 这个比较好解决 但是秦国不是这样 从来不讲仁义 他也不要什么面子 所以东方各国说他是虎狼之情 动不动斩首行动 所以有人说要联合抗秦 这倒是很好的事情 但是当这位来鼓动 来策划联合抗秦的人来到魏国的时候 魏飞王已经死了 那么是谁来到了魏国 我们下一次再说 谢谢 我们今天常用的纵横一词 来源于战国时期的国际关系 合纵连横 那么纵横究竟是什么 它又如何改变了战国呢 敬请收看国事通鉴之 合纵连横 春秋战国的历史 就是一部争霸的历史 为了崛起成雄 各国都在盐览人才 而除了文臣和武将以外 战国时期还出现了一类特殊的人物 他们辗转游说于各国之间 慷慨陈词 敲舍入皇 历史上把这类人称为纵横家 与儒家 道家 法家等并列于三教九流之中 然而与儒家 道家之类影响显于后世者不同 纵横家在当时就发挥了巨大作用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 改变了战国的政治格局 仅仅说几句话 就能够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 天下真有这样的高人 又真有这样的歧视吗 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 为您讲述细致节目 国史通鉴 合纵连横 我们上一次说 就在孟子来到魏国的脚前脚后 另外一位人物来了 他的名字叫苏秦 是洛阳人 那么这个苏秦来到魏国 这又是一位被称为是鬼姑子的学生 当然他这个鬼姑子的学生 和彭娟孙并 那种被称为鬼姑子的学生不一样 彭娟和孙并学的是兵法 是军事家 而苏秦以及他的同学张仪 还有其他的大大小小的苏秦章仪 他们学的是纵横术 什么叫做纵横术 用我们现在的这个话来说 就是外交术 但是更确切地说 应该是变术 也可以说是口才 凭着三寸不难之舌 可以把死的说成活的 把活的说成死的 但是这是误解 我们往往对变术和口才产生误解 以为它是一种技巧 以为它是一种方法 这并不完全错 错的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你通过这个变术 通过口才说出来的什么是内容 这才是更为重要的 也就是说 你通过这种方法和技巧 说出来的话 能够说出什么话 还要得看你肚子里头有什么祸 根据史记的记载 这个苏秦呢 他是投奔到鬼谷之门下 但是学了几年 大困而归 什么意思 好像没有许多什么成果 结果回到家里 回到家里受到全家人的奚落 大家都说他 你像我们周人 我们周人都是靠自产业 物工商 这才是我们的自负之路 你放着这么好的自负之路 不去走 偏偏要靠着嘴巴 偏偏要靠着变术 靠投机取巧拨富贵 你不是老子进水了吗 苏秦自己也觉得很惭愧 于是关起门来读书 把自己存的那些 所有的作片木片 全部倒出来 翻箱倒柜 一片一片地读 一片一片地看 结果看到有一部书 非常高兴 什么书 周书音符 两个字 阴谋的阴 符路的符 看了这个太高兴了 于是他认真学习 仔细琢磨 琢磨了一年之后 觉得学有所成了 于是重新告别父母 踏上了博求富贵的道路 说周王 说秦王 说赵王 杜不禄 最后到了燕国 到了燕国以后 等了一年 等机会 好不容易见到了 当时的燕王 于是一见面 一番贪讨 这个燕王觉得 此人太了不起了 于是 苏秦 博得富贵 战国册 战国册的记载呢 苏秦就完全是一个自学成才者 在整个战国册里头 根本没有给过两个字 说苏秦 先是到秦国 希望用他的变数 来谋得富贵 但是不受 礼服破损了 盘参化光了 面目憔悴了 满脸愧涩 回到了洛阳 结果很感叹 什么感叹呢 妻不以我为父 嫂不以我为书 父母不以我为子 你看看 全家人都不认他了 苏秦自己也觉得惭愧 于是同样的 饭想倒柜 把自己几十箱的木片 竹片 统统翻出来读书 读到了太公英服 大喜 于是仔细做梦 仔细掩读 咳水来了 怎么办 拿把锥子 朝大腿刺一下 然后又打咳水 怎么办 再刺一下 我们中国一个古代的成语 悬梁刺骨的后半部分 刺骨的这一部分 就是苏秦给我们留下来的 不但认读 而且细心的揣摩 而且假设现场来进行演练 一年以后 此真可以谋富贵 于是 重新踏上了博求富贵的道路 你看看 根据这种记载 史记的记载 战国策的记载 都提到一个叫音符 但是史记说是周术 战国策是说太公的音符 两者不矛盾 因为江太公 江子牙 就是当年西州第一大阴谋家 所以这个音符完全可以认为 是江太公的 当然也许是其他阴谋家的 于江子牙民族最大 所以大家认为是他的 苏秦因为读音符而开窍 所以他上了 他以变术 博取富贵的道路 那么他到了赵国 首先是到燕国 被别人 然后到赵国 到韩国 到魏国 到齐国 再到楚国 东方六国 他全到了 而且战国策给我们留下了 苏秦见各个君主 他说的一套陈词 那么这些陈词 逻辑非常严密 迟早非常华丽 甚至可以说 有那种滔滔江水的 这么一种气势 所以我觉得 他一定是经过后人的改编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些辩词 给我们留下了 公元前三百年前后 战国时期的一种形式 在苏秦 仲恒书得寿的那一段时间 战国七雄的这个态势 基本上正在形成 西边是秦国 北边是燕国 南边是楚国 东边是齐国 中间是三晋 赵汉卫 那么除了这七国之外 还有一些国家 现在正在衰落 一些传统的著名的国家 也不见了 比如说曾经出现过 职产的政国 早在商鞅 入侵之前 就被韩国给灭了 还有孔子的祖国 孔子的祖国是 宋国 已经被齐国给灭了 被齐国给灭了 还有曾经产生过李亏 产生过武器 产生过商鞅的 那个魏国 现在他的君主 他不敢叫功了 自己降格 自称君 自称君是表现一种什么态势 我不跟你们争了 如果谁 想坚定我 我随时恭候 我们投降 那么这是一种形式 另外一种形式 七国的形式 在七国里头 尤其是在东方六国里头 南方楚国的地最大 兵最多 东边的七国 最繁荣 最富属 北边的燕国 最安闲 最安全 而赵韩卫三国 赵国的地最大 韩国的地最咸 而卫国的人最多 三进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军队战斗力 特别强 那么这是七国的形式 另外 苏秦向六国进行游说 这个游说 带于一个前提 他有一种力量在制约他 一种什么力量在制约他 那就是秦国的力量 秦国自从商鞅变法以后 尤其是夺取了河西地区以后 他一直在向东兼兵 成为六国的 我刚才说 特别是三进的一种梦魇 所以 苏秦 他要周游各国 要宣传自己一套礼宴 这套礼宴 他用了四个字来归纳 叫做 合纵 抗秦 大家联合起来 来对付秦国 秦国在商鞅变法以后 国力大增 尤其在军事上 更是所向披靡 在战国时 逐渐成为各国的功敌 于是 抗秦各国间有着光泛 而迫切的需求 那么苏秦的合纵之术 能否说服诸国 苏秦的主张更重要的 是为了博取自己的功敌 那么他最终得到了 自己想要的成功吗 各国游说 要有游说的方法 这个苏秦通过读音符 通过仔细地琢磨 对战国时期 我们刚才说 他对形式 有很透彻的看法 所以他对各国的 这种说词 他也不一样 当然 首先要说一个统一的东西 什么统一呢 他到每一个诸和国 都要说一番大道理 要给他们打气 无非是说 我们这个国家 是历史悠久 是有文化传统的国家 我们的先辈 是卢河洛的英雄 我们完全有自强的这个本钱 我们为什么要怕秦国 特别是韩国 魏国 楚国 当秦国一出动的时候 往往隔地求河 我们凭什么怕秦国 所以他对所有国家 都在这样说 但是 国家的利益不一样 他有不同的说法 比如说 他到燕国 你要告诉燕王 为什么你暂时这么安定 为什么你暂时这么安心 是因为有赵国 替你挡住了秦国 所以你必须和赵国搞好关系 到赵国怎么办 要告诉赵国 你为什么暂时没有受到秦国的威胁 是因为有魏国和韩国 在骚扰他的腹部 再有韩国和魏国 在对他进行骚扰 所以你赵国都和魏国 韩国搞好关系 楚国的形势一样 为什么秦国现在暂时没打你 还是因为有魏国和韩国 那么到齐国 人家留言嘛 苏秦也得有一套说法 你不要看你齐国坐享山海之利 秦国离你还很远 一旦魏国和韩国放出一条路来 甚至魏国和韩国就依附了秦国 我看你怎么办 那么大家说怎么办 只有一条路 什么路 大家联合起来抗秦 所以这四个字提出来 是非常有道理的 从北到南 燕国 赵国 魏国 韩国 楚国 这五国 是一条重线 而齐国在后面进行援助 结成抗秦的统一战线 秦国打一个国家 我们其他几个国家都骚了他 齐国在后面进行支持 你看看 这幅美好的蓝图 弄得各个诸侯国 这个都心潮澎湃 都很激动 结果还真有效果 什么效果 第一 在有一段时间之内 东方的六国结成了貌似强大的这种联盟 对秦国进行了一种威慑 而秦国突如其来的碰到这种情况 一时还没有想出对应的方略 所以在有一段时间里头 东方各国和秦国之间的战争 它减少了 各国人民都得到了一定时间的凶养生息 所以说苏秦他的功劳还是很大的 第二个效果 本能富贵了 有记载说 苏秦从此以后就成为六国的众约长 甚至挂了一两个国的相国的相印 当他从楚国 出使楚国到赵国的时候 那个气派是非常大的 说是诸侯各法使送之慎重 礼于王者 他的出行就像王者出行一样 各个诸侯都要送礼品 都要派人去跟随 所以他路过东周的时候 就非常得意 回到自己的家乡嘛 一锦回乡 结果父亲啊母亲啊 嫂子啊妻子啊都刮目相看 特别是妻子和嫂子 甚至头都不敢抬起来 苏秦很得意 问了他嫂子一句话 说何故前居而后宫也 你为什么前居而后宫 这个嫂子实际上很可爱的 可爱的不得了 他说出了一句 人们想说 但是不好意思的说 他说了四个字 位高精多 什么意思 叔叔你地位很高 你的钱又很多嘛 所以我猜前居而后宫 苏秦一听 反倒觉得自责起来 立即收敛了那一个得意的神态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什么叫做事态的言良 什么叫做人间的冷暖 家里面的人都是这样嘛 你还能够怪亲戚朋友吗 所以我倒要想说 通过书秦的这种自责 倒告诉了我们一个做人的道理 做人还是要大气 不要在乎别人对我们看法的改变 无论是前居后宫 还是前宫后居 你都要接受 如果说要改变 是谁改变的 是你自己首先改变的 谁让你从贫困料倒 变得富贵发达 又谁让你从富贵发达 变得穷困料倒 所以首先是你自己变 才导致别人对你的看法变 所以你说 是不是要怪怪自己吗 因此要用平常心态 来看待自己的变化 和别人对待自己的变化 要不然的话 那就小家子气了 苏秦合纵抗秦指数 在多案时期内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而在其中收益最多的 其实是他本人 但秦国被称为虎狼之秦 他们面对其他各国的合纵 秦国也需要一个对策 于是张仪的连衡应远而生 那么连衡是怎么回事 张仪又是如何说服秦国的呢 和苏秦先到秦国不一样 张仪是先到楚国 到了楚国 逮住了一个机会 参加了一个朋友聚会 那场朋友聚会 由楚国的相国出席 张仪也想好好弄一个练手 结果 酒宴结束 客人散去 楚国的相国突然发现 身上佩戴的一个玉佩不见了 当然这个玉佩应该很值钱的 应该很珍贵的 这个手下人要撇开干净了 所以大家聚在一起 人人都变成了临时侦探 就是分析 今天参加宴会的 都是有身份的人 可能不会做这种下山烂的事 偷一个玉佩 那么有人突然一想 有一个人是没有什么身份的 有所好闲的 浪迹天涯的 这个人是谁 张仪 当我们怀疑一个人的时候 当我们认定这个人可疑的时候 也许我们就不断的 可以从他身上寻找到疑点 于是猜测就变成了判断 猜测一变成判断 冤贾错案 大体上古今中外都由此而起 那么这些人 一伙人把张仪找到 让他交出一辈 但是张仪没头啊 没头就打 但是张仪很坚强 取打不成招 不是取打成招 取打不成招 结果打得遍体鳞伤 这国人散去了 张仪的妻子看着自己的丈夫很心疼嘛 说你干什么不好 老是想靠舌头吃饭 张仪一听到提醒了她了 她把舌头伸出来 问她的妻子 我的舌头上唇腹 舌上唇腹 妻子笑了 你舌头当然还是在这里嘛 张仪说 那就没关系了 只要舌头在 就有饭吃 只要舌头在 就可以拨富贵 那么既然在楚国受到了屈辱 那就得搬回这个屈辱 放眼天下 谁能够为自己报仇 依托哪一个国可以击败 楚国 只有秦国 所以张仪 调头而言 调头而言 到了秦国 实际上话说回来 东和众 严格说起来 由于他的利益不一样 真正的合众是很难形成的 实质上还是无核之中 要破这个局 并不是太难 结果张仪来到秦国 秦国就是那个 车裂商鞅的秦桧王 他还在位 又叫秦桧文王还在位 那么秦桧文王 一看到张仪 张仪向他一翻遂词 说到秦桧文王行动了 这真是人才啊 张仪立即在秦国得到重要 大大中硬 干什么 我们要破 苏秦桧的那个合众的局 它是由北向南一条线 我们破它的局 我们来一个游西向东 也是一条线 它是合众 我们叫连横 如果一连横 它这个合众 这个局就破了 连横怎么办 要先找到突破口 于是军臣们就找突破口 这个突破口很容易找到 是失去了西河以后 同时又在马林之战 丧失了阻力以后 这么一个魏国 于是秦国把魏国 当成是最薄弱的一款 怎么打击魏国 怎么先瓦解合众 张一就来到了魏国 张一是哪里人 他就是魏国人 他不是两手空空来到魏国 带来了丰厚的礼品 什么礼品 秦国从魏国夺取的一些土地 现在还个魏国 你说这不是黄鼠狼给鸡半年吗 又是于秦顾重的惯忌嘛 当然魏国还是很感激 觉得不愧是魏国人 还是为我们魏国考虑 但是当张一一提到 魏国被盟 而和秦国签约的时候 魏王还是非常仗义的 坚决不干 这个事我们不能干的 不能干怎么办 不能干就打他 所以秦国出品打魏国 打一次 打两次 斩首数万 有一个数字说是斩首八万 不但魏国恐惧 六国都震撼 大家说合众到哪里去了 不是说打魏国 韩国 造国要进去支持吗 但是有两个因素 造成合众难而连狠义 那两个因素 第一 原水解不了尽可 秦国在对东方六国的这种态势中 他始终是占有主动 他可以统一跳背 统一指挥 统一行动 可以很快地集结军队 攻其一点 而六国他非常困难 一个国家受到攻击的时候 其他国家要合众要帮助他 这是要讨价还价的 军队出来以后 要多少开支 要多少后勤 要多少供给 你都给我钱的 当你讨价还价 好不容易出兵力的时候 战战可能结束 斩首行动已经完毕 所以这是原水 他救不了尽可 第二 孔秦正正蔓延 什么叫做孔秦正正蔓延 谁做秦国的战争机器越来越强大 东方六国说是说合众抗秦 但是大多数叫得响而干得少 都是想把货水引向别人 所以魏国等于单独在抗击秦军 但是扛不住了 经过多次打击 魏国被蒙了 和秦国结好 你看秦国这个流行 连横的第一话就画出去了 韩国一看 魏国跟扛不住 我也被冤 你看一话又延长了 魏国和韩国一被蒙 一连横合众抗秦的统一战线 就开始瓦解 但是韩国和魏国 毕竟还是力量不强大的国家 那么我们还要选择一个 力量更强的 影响力更大的 让他被蒙 那么谁 秦国选择到了楚国 从国际关系来说 楚国是战国七雄中 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 张仪如果能够说服楚国被蒙 那么合纵展现 自然图崩瓦解 而从个人情感来说 张仪又曾经在楚国受辱 他必定想要讨回面子 于是张仪出使楚国 那么张仪能否说服楚王 连横最终破了合纵吗 到了楚国面见楚王 这个楚王是谁 著名的楚怀王 张仪资本主题 说我是给楚国带来了福音 楚怀王一听 我相信 贵使到来一定有什么好的 给我们楚国 张仪有一套什么样的策略 张仪告诉楚王 最近齐国得罪了我们秦国 我们秦国准备跟齐国开战 但是 楚国和齐国有盟约 如果我们打齐国了 楚国得出兵 这样就破坏了你我两国的关系 那么现在我们秦国希望 楚国和齐国解约 你采取中立 我们也不要你帮助我们 用我们秦国的军队 打齐国那是绰绰有余的 我们不要你帮助 只需要你解除和齐国的盟约 就可以了 而且我们还不让你白白解除盟约 我可以跟你承诺 并且带来秦王的意思 第一 如果楚国和齐国解约 我们将赠给 楚国 商与了一带六百里的土地 再只是齐 其二 我们秦国将把自己漂亮的公主 送到楚国 我们两个结成友好的邻邦 结成兄弟之国 你看这多好 你楚国什么也没有损失 还得到了这么多的好处 天下哪里有这样便宜的买卖 楚王一听 很高兴啊 大臣们一听 很高兴啊 这真是天上掉馅饼嘛 还不需要起早 但是也有人反对 说秦国可能不安好心 但是反对的意见 立即被楚国王压制下去 你这次不是破坏来自不易的 秦楚弟兄弟之一吗 破坏友好团结吗 因此 楚国王决定 派死者向齐国下国术 断绝梁国之间的关系 另外 派一个人 派一批死者 随着张仪到秦国去 接受土地 伤于六百里 你说如果打仗 要死多少人吗 结果到了秦国 张仪不小心 从车上摔下来了 不但闪了腰 我就崴了脚 从此就在向府休息 不见来客 楚国的死者很着急啊 把这个消息告诉楚王 楚怀王丝毫不觉得 其中有诈 他只想到一个事 也许秦国认为我们 和齐国关系断绝 还不彻底 那怎么办 派一批音乐家 声音很好的 跑到 楚国和齐国边境上 人口密集地 朝着齐国方向 就骂开了 骂什么 无非是骂 田氏忘恩负义 人家当年齐桓公 收留了你们 后来你们还夺 人家的国家 无非是骂 现在的齐王 生活上如何的污秽 品格上多么的卑劣 骂的齐王大陆 早有消息传过去了 这么不够意思吗 于是齐国派出使者 到秦国 要求和秦国联合起来 打楚国 你看看 你还和什么众吗 这一横早就画过去了 一只画到齐国 张仪要的 就是这个效果 因为他要破 和众这个局 而且要捉弄楚国 当齐国的使者 到了秦国 张仪的腿伤 终于好了 腰也直起来了 于是开始上朝了 一出门 一上朝 还没有上朝 就见到楚国的使者 他很吃惊嘛 说贵使怎么又来了 楚国的使者说 先生 我从来就没走 张仪又吃了一斤了 你怎么没走呢 楚国的使者说 苦笑吗 说我这个地 六百里地还没有拿到 我怎么回去复命 张仪听 不明白 说哪里什么六百里地 楚国使者说 你不是亲口答应我国 国君 说是只要我国和齐国断绝关系 你们秦国就把伤于六百里地 给我们楚国吗 这个时候张仪不敢了 从来没有看过 他这么严肃 立即震慑 这个话不敢乱说的 什么时候我答应过你六百里地 秦国的尺寸之地 都是经营过来的 一寸不给别人 我给楚国的 是我自己六里地的封地 这楚国的使者傻眼啊 看过骗子 没有这样骗子 人家说君子妻子以方 那张仪他没想到张仪就不是君子 所以只好又跑到楚国 把这个事情向楚快王溃报 楚快王一听 也很大怒 大怒以后怎么办 决定攻打秦国 你这个说话不算数 派兵打秦国 结果一打 又被人家斩首行动 又愤怒继续打 又失败 又被人家斩首行动 通过几次交往 楚快王彻底被打醒了 如果以楚国单独的国力 要和秦国开战 没有好果子策 死路一条 但是他这个气放不下来 什么气 上了张仪的当 这个时候秦国又派死者来了 大家看一看啊 国际关系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 都是坍坍打打 谈的是要打 打的是要谈 外交和军事 从来就是两手 你不要 不要放掉另外一手 不要以为只靠拳头 还得靠外交 这个秦国的外交使节一来 要求又住一场买卖 什么买卖 建议楚国把前宗之地 前宗之地在哪里 就在现在湖南省的西北部 和湖北交界的那一块 也就是楚国国都 引都的南边 希望得到那一块土地 那么秦国作为补偿 给楚国另外一块土地 哪里 五官一动 也就是现在 河南省的西南部 我给你楚国 楚国一王不干 怎么不干 他倒不是看出 秦国的居心不良 五官之地虽然给了你 秦国什么时候要收回去 就收回去 而前宗之地 如果给了秦国 这秦国可以对楚国 形成南北加工之势 他不是这个原因 是什么原因呢 他是 淹不下这口气 我不要你五官之地 我把前宗之地摆给你 但是我一定要得到张仪 秦国的国军心动了 不费一兵一卒 白白得到前宗之地 但是要损失张仪 不好意思开口 张仪倒是很丈夫 说我哪怕死 能够得到楚国的前宗之地 我也甘心 结果他来到楚国 来到楚国 大家认为他必死无疑 没死 不但没死 还不到底负忧 把楚白王还负忧到秦国去了 这个楚白王到了秦国 秦国就把他幽静起来 软静起来 不让他回去 所以最后这个楚王还死在秦国 说到这里 我和大家可能一样 都觉得什么意思嘛 这个楚白王怎么这么愚蠢 楚国的大臣怎么这么弱智 怎么被一个张仪这样的骗子 骗得团团转 但是回想一下 我们琢磨一下 也有可能 在抒情张仪出现之前 各间虽然说也有欺骗 虽然说也有兵不厌诈 但是还从来没有这样 不讲信誉的 楚国就从来不是这样 第一次碰上 所以第一次碰上遭学会 是很正常的事情 第二 天下的骗子 古往今来的骗子 都有一个法门 四个字 幼稚以利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 那是一遭仙 吃遍天 他屡试不爽 只要你想占便宜 可能就上当 那么楚国 楚国海王也是这样 那么我们花了这么长的时间 来谈两个 晋副与江湖骗子的人物 大家觉得有意义吗 意义很大 大在那里 第一 我们可以看到 当时战国的一种形式 有无数的人 在各国之间进行游荡 在各国之间 既为自己谋得富贵 也为他所在的国家服务 来推动 战国时期历史的形成 而联合合众 就是当时战国时期 一种非常有意思的战战态势 他对于后来全国的统一 造成一种趋势 这是其二 无论是淑秦 还是张仪 我们可以看到 他几乎是没原则 他从来没有把他的国家 放在心上 国家在他们这里 几乎就变成一个籍贯 变成一个籍贯了 他可以四处服 你看 如果淑秦到秦国 秦国用他 他一定出的主意 是连横事情 如果张仪到楚国 楚国用了他 他一定出谋划策 是合纵而抗秦 但是秦国没有用抒秦 楚国没有张仪 所以他们做自己相反的事情 第三 不光是抒秦张仪 我们就看到商鞅 看到李逵 看到吴启 看到所有的这些人 他都把他们原来的这个国家 当作一个机关 因此 在他们的身上 我们看到一种大的趋势 诸侯国 这个国的概念正在淡化 天下的概念正在形成 而这个天下的概念的形成 恰恰是 秦国统一中国 后来中国有向统一的 一个观念上的基础 但是不管怎么说 通过这些贪贪打打 受欺骗 楚国 彻底 放弃了对秦国的抗拒 那么秦国的东京 只剩下一个强大的对手 这个对手就是齐国 那么齐国的情况怎么样 我们下一次再说 谢谢 战国时风云变幻 曾经弱小的燕国迅速崛起 一举打败了曾经帮助过他 却又伤害他的齐国 那么齐与燕之间 有着怎样的恩怨呢 敬请收看 国时通鉴之 齐燕争风 燕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 它在西州时 是少工的封地 但由于位置偏僻 与中原往来不多 文化落后 在春秋时 并未斩露头角 曾经一度被游牧民族入侵 险些亡国 是靠着齐皇宫 尊王攘仪的帮助 才得以保全 但是到了战国时 燕国却崛起 成为了战国七雄之一 而燕国能够位列大国 是因为他打败了 曾经帮助过他的齐国 差点让齐国灭亡 那么弱小的燕国 是怎样迅速崛起的 他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江西师范大学 方志远教授 为您讲述细致节目 国史通鉴 齐烟争锋 那么齐国通过马林之战 取代了魏国的地位 现在正在经历一个 再度辉煌的时期 他不但称王 而且有一度 和秦国相互称帝 那么齐国是东帝 秦国是西地 在齐国的北边 是另外一个大国 叫做燕国 也是战国七雄之一 他是第一个支持 合纵这个主张的 那么苏秦得到第一个支持 就是在燕国 因而他加入了 这个大国的这个行列 他在加入了 大国的行列里头 以后闹出了一个 令人体笑皆非的闹曲 那么这个燕国 应该说也很有传统 他是周文王 素质的一个封国 但是由于材料的缺乏 同时由于他这个封国 在燕山 偏居燕山 所以留下来的材料很少 他们具体有些什么活动 我们应该说是 滋滋甚少 在春秋时期呢 齐桓公曾经帮助这个燕 抵御山龙 那么出了那个老马仕途的故事 后来到了战国期间 苏秦第一个说服的 就是这个燕 当时燕国在位的是燕文公 燕文公死了以后呢 那么是他的儿子继位 叫做燕义王 燕义王死了以后 那么这个时候出现了一种动荡 一种什么动荡呢 齐国出兵占了人家十个城市 十座城 虽然后来撤兵了 但是给燕国还是造成了一种伤害 燕国继位的是一个叫做 快的一个太子 后来人们把他叫做燕王快 我们现在所说的 他出的闹句 就出在这个燕王快身上 坦率地说这个燕王快应该是个不错的人物 他有理想 有抱负 还特别善良 但是善良得有点迂腐 问题就从这里开始 那么有记载说 他理先下士 他专心人意 而且很体恤老百姓 甚至亲自去进行耕作 那个可能大有当年顺地 挥边牛耕的那种场景 而且他非常羡慕和憧憬 当年姚舜宇 善浪的这么一种故事 觉得如果这种故事能够在自己身上发生 那真是太好了 他是这么一个人 所以后来由于出了问题 很多人讥笑他 挖苦他 比如韩非子 韩非子就给了他四个字的评价 那四个字 叫做苦生爱民 先是自己吃苦 他不游乱 不享受 但是爱抚老百姓 那么他既然憧憬这么一种 圣贤的世界 希望有朝一日 能够在自己身上重演 那么这个时候 你想什么 什么就来了 他想做贤人 那贤人就在他身边 谁 他的相国 这个人叫子姿 这个子姿到底什么来历 我们现在还没有弄清楚 不知道他是何方人士 只知道 他在燕王快的时候 做了相国 非常有能力 而且他的政治主张 还跟燕王快很接近 比如说 比如说燕王快 要弄民生 要关心民生 那么可能子姿早就送温了 这燕王快 希望能够有人才 这个子姿可能就把他需要的人才 就带到他身边来了 那么很多事情 在燕王快 还在构思的时候 子姿可能就做出了判断 而且一般来说 他的判断还比较准确 这样一来就有意思了 有一位国君 他想效法 宠敬 那个当年姚舜宇 姚舜宇 善浪的故事 那么他身边就有人 以圣贤自居 你如果善浪 不如善王可活了 既然有这么样个人 于是就有人进去推动了 所以在中国历史也好 世界历史也好 我们现实生活里头也好 你有什么想法 有人可能会帮你实现 于是就出了一批人 来运作这个事 运作什么事 运作让燕王快 很好的实践自己的理想 同时也让子姿 更大的花费自己才能 来推动这么一个事情 其中有两个很重要的东西 哪两个很重要的人物 一个叫苏黛 这个名字我们是第一次提到 据称是苏群的兄弟 但是到底是苏群的兄 还是苏群的弟 有不同的说法 还有一个人叫陆毛寿 这两个人在主要推动 当然还有人在推动 在他们的这种推动之下 事情发生了 在公元前三百一十六年 这个燕王快举行了一次 隆重的善浪典礼 把自己的燕王的位置 隆重的浪位给 子子也就南面称君了 面南称君 而燕王快竟然变成城子了 我们过去曾经谈到过 姚舜宇的善浪 这是传说 这是故事 但是燕王快的善浪 这是真实的记载 和实有其事 这就可以说 是一种战国时期的 当代版的善浪 但是同时 也是中国历史上绝版善浪 就是当一个国君 权力还很大的时候 还能够操纵国家的时候 他竟然主动地把这个位置 让给一个贤人 那么这一次的善浪 严格说起来 他是分三步进行的 这三步都有一个前提 前提就是燕王快的 有理想 同时燕王快的善良 和好面子 于是有三步 第一步 由书代推进 书代怎么推动 书代推动的是 强化燕王快 用弦让弦的 这个理念 他本来就有这个理念 现在强化他 怎么强化 他利用一次 从齐国出使回来的机会 当然其他 肯定还有过很多的机会 那么燕王快就问他 齐国怎么样 齐国的国君怎么样 本来是一个很正常的 这个文化 结果书代把事情引向自己的局 怎么引 说了三个字 必不罢 齐国虽然国家强胜 虽然国君很了不起 但是他一定成不了罢 就引进自己的局 那个燕王快就问他 他为什么必不罢 又说了一句话 不信其成 不相信自己的大臣 或者是相信 但是用人不作恩 这样一来 就引起燕王快的反思了 我尽管重用纸质 是不是用他用的还不够 用的还不作恩 你看看 书代就化了这么个笼子 让他继续往里头钻 于是燕王快就给了 这次更大的权力了 第一步推进 第二步 由陆毛兽来推进 推进什么呢 推进燕王快 由用贤让贤的理见 转为用贤让贤的实际 他把它推进了 实践这个事 怎么推进的 也有一番说辞 说当年姚 把这个王位 要散让给许游 但是许游这个贤人 他不愿意做 他逃掉 所以尽管没有散让成功 但是姚 已经有了散让的美名 所以建议大王 不如 你也把这个王位 说要传给指示 观察他的态度 如果他接受下来 说明他有这种想法 我们未必给他 如果他不接受下来 他就真正的贤人 燕王快一听 这倒是个办法 于是表示散让 结果一散让 只是坚决不接受 他一不接受 燕王快就觉得 这个人更是贤者 一定要你接受 我这个国君就不做了 一定要你做 如果你不做 我还做 我算什么吗 那我实现不了自己 用贤让贤的这个理想 所以才出现 我们刚才说的 公元前316年 出的那样一场剧 就是把王位 散让给下面一个 他认为是贤的城市 此之 做燕王了 那么燕王快 做城了 这是第二步 推进了 但是还要第三步 那第三步 又一伙人 在燕王快面前 在推动 说当年 还有一个例子 一个什么例子 是宇 把王位 让给了博弈 但是他儿子 还在管事 宇死的时候 宇的儿子 就是起 发兵 攻打博弈 然后把这个王位 抢过来了 所以天下人 都此笑这个宇 说这个宇 假装把王位 让给博弈 实际上是 让自己的儿子 自取之 要不然的话 你进来浪位了 你的儿子干嘛 还有那么大的权利呢 这个冤王快一听 对呀 于是 彻底浪位 怎么彻底浪位 把自己所派下去的官员 把他的太子 所派下去的官员 三百多人 统统撤回 然后又指质 来任命自己的官员 你看看 所有的权利 全不搬一场 有一个野心家 和一伙死党 应该说 苏黛和这个陆毛寿 以及其他等等 推动的人 都是指质的死党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明眼人一看就清楚 这帮人明显地在设局 一步一步地夺权 一步一地抢班 名义上 这个燕王快 是主动的 他善当 实际上是这帮人 正在推动的 但是唯独不明白的 只有一个人 就是燕王快 在这个过程中 谁只要说 只知的不是 他就跟随即 谁要说 只知的不是 他就认为 人家是嫉妒 是在影响自己 实践自己的伟大理想 但是历史是讲究效果的 不管这帮人 你说他野心家也好 你说他死党也好 如果这帮人 能够在散浪以后 能够在继位以后 能够在掌权以后 把这个国家治理得很好 让燕民能够过上好日子 让英国能够和谐平安 稳定地发展 这不仿倒是为 中国后来的发展 提供了一种政治格局 但是他办坏了 怎么办坏 太着急 在这个过程中 他没有像田氏戴琪那样 给燕民有很多好处 让人民都拥护你 恰恰相反 是迅速地进行官员的换班 在这个换班的过程中 失去权力的 失去利益的 自然就不满 他们以燕太子为核心 就形成了反对派 一形成反对派 国内就陷入内战 一内战 燕国就落了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燕国发生内坏 于是想去齐国班救兵 不曾想 齐国的救援 却变成了燕国的一场浩劫 齐燕争锋 由此开始 敬请收看 国事通鉴制 齐燕争锋 燕王快的善长 是一次理想主义者的失败 并非因为他不够好 而是适宜时宜 美好的善长 也许只存在于传说中 战国时 国际局势 纷繁复杂 各国的统治者之间 也盘根错节 国家无论大小 在处理本国事务时 均不免受国际环境所牵制 此时燕国的内乱 已经不再仅是燕国的事了 有人就想伸手帮他解决 这个时候 如果燕国本身乱 也许只知和他的同伙 也许还能够评判 这样一种混乱 但关键是 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系 所以有的时候 国际社会的干预 往往会影响一个国家的进程 那么 想干预燕国的是 他身边的一个强大的邻国 那就是齐 齐国这个时候 齐威王已经去世了 继位的是齐宣王 他的儿子 那么燕国发生内乱 就是邻国的一种姓氏 所以既然燕国求救了 那齐国很高兴 上下摩拳查掌 这正是扩大地盘的好机会 所以齐宣王派军队到燕国去 燕国一看到齐国派兵的援助 大家都也都很高兴 就把齐军变成燕国的解放军 所以大家都欢迎 大家都帮助他 所以齐军进入燕国的国境 一路上四路破组 很快就打到燕国的都城 鸡 这个时候子子在干什么 要组织抵抗 但是一抵抗失败了 因为他没有得到多少民心 老百姓和贵族都在这里欢迎齐军 所以子子战败逃跑 逃跑以后被俘虏 俘虏以后据说是堕成肉将 再也不能干这个事了 齐国干你什么事 齐国实际上是警告 齐国的臣子 你不能仿效子子 你告诫以后的 全臣奸臣不得效法子子 要不然子子就是下场 那么燕王快到哪里去了 死于乱军之中 燕国就更混乱了 但是燕国的混乱它又有序 这个时候燕国的贵族 和燕国的民众 拥在了他们自己的新国军 这个人就是后来著名的燕昭王 既然人家拥有了新军 而乱又被平定了 按道理来说 齐国应该撤军 得到靠靠平 得到一些土地以后 他就撤军 但是人们发现 齐军没有任何撤军的态势 没表现 恰恰相反 在夺房子 占土地 清敦财富 正在由解放军 变成占领军 这个问题就大了 大在哪里 大在三个方面 第一 燕国的贵族和百姓不干 所以大家都拥在自己的国军 和齐军作对 为齐军在燕国 就日子就不好过了 这是第一 第二 引起了各国的抗议 过去你这个齐国很强大 我们觉得你还不错 现在竟然要侵吞人家燕国 那就一定打破 战国的 齐国之间的格局 打破这个格局 其他不干了 你不能做它 所以大家都干预 第三 出在齐国自己身上 齐国还没有强大到那种 见随 灭随 的这么一种地步 另外 齐国 我刚才一再跟大家说 还是一个礼仪之邦 还怕别人说坏事 所以这样一来 国军一人一大了 英国一反抗了 他扛不住了 于是撤军 一撤军 变成了一场掠夺 于是埋下了祸根 齐军撤退以后 燕国就要重新来整领虫 去拜访国伟 这国伟是个老先生 说国军来拜访我 我很高兴 我知道你想干什么 希望人才 我跟你讲个故事 讲个什么故事呢 他就讲了一个故事 说是原来有一个国军 非常向往千里马 所以派人带着千金 到处去寻找千里马 这一位带着千金 倒是寻找了千里马 而且找到了千里马 但是等他找到的时候 千里马已经去世了 死了 那死了怎么办 他对着千里马哭 哭了以后怎么办 然后咬咬牙 用五百斤 就是一千斤一半 把这匹死马的尸体 给运回去 运回来以后 国军看到非常不高兴 我一千斤让你买千里马 你竟然用一半 买了一匹死马 这怎么行 但是这个人 既然敢用五百斤 买一匹千里马的尸体回来 一定有他的想法 和他的说法 当然我们如果以小人之心 剁君子之福 也可以说 谁知道这匹马 到底是不是千里马 他已经死了 跑也跑不动了 无法跑 但是这个人说 如果我们这个事情传出去 五百斤买一匹千里马的尸体 如果真的有千里马的人 还不屈之落物吗 国军一听 很高兴啊 你说的有道理 于是事情传出去了 于是不到一年 三匹千里马 被人带过来了 燕昭王一听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 确实可以这样做 那么下一步我们怎么办 各位说 下一步就这样 您就把我 当作这匹死了的马骨头 把我这副老骨头 当作千里马的私底来买 让我过上好日子 受到高待遇 因我这种才能 如果在这里受到高待遇 那人才还不来吗 燕昭王说 对 就按你的办 于是 命令 给这个国伟 吸起了非常豪华的宫殿 这座宫殿据说 比燕王自己做的还豪华 把宫里面的 把贵族存的 什么金银 珠宝 凡事之前的 统统堆到这里 堆到这里怎么办 让国伟 任意使用 实际上人家国伟 不怎么使用 这样一来 天下的人才一看 燕国这么招揽人才 于是 人才 分达而至 拿了一大批 军事家 政治家 仲恒家 什么阴阳家 全来了 这个故事 也引起了 后来 很多文化人 和很多 希望得到 重视的这些 自认为是 才子的 才子的 这个 群慕和向往 所以大家都 一直称赞这个事 那么李白就羡慕 有人能够 像对待国伟一样 对待自己 所以写了一篇 很著名的 五言古风 燕昭燕国伟 遂诸黄金台 巨姓方赵志 周燕夫齐来 你看看 说 这个 燕昭王 为了优待这个国伟 弃起了黄金台 这样一来 赵国的人才也来了 齐国的人才也来了 杜芙也不甘落后 他有一个奇诀 说是 东欲辽水 北湖陀 星象风云 喜思河 紫气官邻 天地阔 黄金台柱 俊仙多 那杜芙也很眼空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燕国打败其国 一雪前耻 一局机身大国行列 而帮助燕国 在军事上崛起的 是一位来自赵国的名将 他就是越异 敬请收看 国史通鉴之 齐燕争锋 在战国时期 一个国家要想强盛 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 明势力 有作为 敢担当的君主 他要有宽广的胸怀 更要有伯乐的眼光 地处北部边陲的燕国 在沉寂了多年以后 终于迎来了一个明君 燕昭王 有了明君 贤臣自然到来 但是李白大概是酒喝多了 他恰恰一个最著名的人物 他没有写到 所以 约翼 诸葛亮自比管仲约翼的 那个约翼 那么这个约翼的到来 才使燕国 彻底改变了 若国形象 而成为一个强国的强者 说到约翼 也是有来头的 他是当年魏文侯 一个将领叫岳阳的后代 我们曾经谈到过 在魏文侯的时候 余文名叫岳阳的将领 受魏文侯的派遣 灭了一个国 那个国叫中山国 同时把中山国的国都 叫林寿 就赐给了岳阳 所以岳阳这个家族 就由魏国搬到了中山 搬到了林寿这一带 但是魏国打中山 应该说是一种实测 中山离魏国很远 中间割着赵国的大片土地 他打下来以后 他难以占领 所以后来中山国复国了 复国以后 他又被赵国占领 所以这样一来 岳阳就由魏人 就变成赵人了 所以这个岳阳 是从赵国到燕国 那么到了燕国以后 他本来是以死者的身份 到燕国去 结果到了燕国 被燕昭王这种 阎兰人才的这种 诚意所感动 于是留下来 就像我们上次说的 人们对这个国 这个概念 实际上正在淡化 出生地 这个国 正在变成一种籍贯了 所以 约翼留在燕国 也很正常 燕昭王 让他做亚亲 用我们后世的说 说是副宰相吧 主持军务 经过长期的这种修养生息 燕国觉得兵强马壮了 这个时候 国际形势 发生了更进一步的变化 齐国 现任的国军 已经由齐宣王 到他的儿子 齐明王 这个齐明王 可以说 把齐宣王和齐威王的这种霸业 推向了极致 就在他手上 灭了树 而且在他在位的时候 称帝 这样一来 我们刚才说 他就打破了国际之间的平衡 这样一来 人们就觉得 得给齐一些打击才好 那么谁来动手 燕开始动手了 于是燕昭王 召集约翼 当然还有其他的官员 讨论 如何找齐国报仇的这么一个事情 于是摆到桌面上来 约翼非常清醒 以燕国的国力 虽然我们自己认为兵强马壮 但是还不足以和齐国抗抗 我们的兵强马壮 要通过联盟 来使我们更强大 什么更强大 又动用外交手段 于是燕国派出了直接 到韩国 到魏国 到楚国 到那里干什么 来说服那里的国军 和燕国一起 给齐国一些打击 结果游说成功 约翼自己亲自来到赵国 他为什么亲自来到赵国 因为严格说来 赵国是他的祖国 他跟赵国很多人关系很好 由他来说服赵国 或者用我们普通话 叫说服赵国 由他也出兵 同时希望赵国 来做好秦国的工作 在秦国 达到量解 结果他也成功了 赵国不但同意 而且据记载 把相印也交给约翼 也同时 管赵国的军队 和燕国的军队 这样一来 燕国 赵国 魏国 韩国 楚国 五国 结成了一个联盟 又是一个合众 合众干什么 合众不是对付西边的秦国 而是攻打 东边的七国 你看这个合众倒过来了 反向而行 于是在公元前284年 由元宇做统帅 五国联军从各个方向 向齐国发动进步 这齐国就惨了嘛 五国同时起兵 齐国忙了东头 忙不了西头 忙了北边 忙不了南边 所以全线亏退 五国联军 取得了对齐国的决定性胜利 并且全监了齐国的阻力 群穷逐鹿 曹操究竟是如何奠定 军事强人地位的 曹根俊杰 邓爱 又是如何攻陷 一守南宫的属地 开启了三国同一大幕 为什么说诸葛亮 是战场上的发明家 他所推演的八镇图 究竟有着怎样的奥妙之处 百家奖谈近期播出 三国名将系列 敬请关注 战国时赵国依靠赵武灵王 推行的胡府起设 成为中原第一强国 然而一代枭雄赵武灵王 最终却被饿死在行宫 敬请收看 国史通鉴之赵武灵王 齐国虽然是东方大国 但他的实力再强 遇到燕 赵 魏 韩 楚 这战国七雄中的五雄联手大塔 战争的结局也是显而易见的 燕国一雪前耻 一局机身大国行列 此时的齐国已经濒临灭国 那么燕国会怎样处理战局 其他四国又怀着怎样的心思呢 这个时候摆在各国盟军面前的两条路 第一条 让齐国认错 齐国也正在认错了 准备割地求和 然后我们得到一些胜利的果实 大家散了 第二继续进攻 甚至把齐国给灭了 这样一来 联军就发生分歧 怎么发生分歧 楚国 赵国 魏国 韩国 他们觉得给齐国一打击 他们不能威胁我们 另外我们能够得到一些财富 能够分到一些土地也就可以了 尤其重要的是 如果一旦齐国灭掉 谁得到最大的好处 燕国得最大的好处 各国绝不希望看到一个 不可一世的齐国帅乐 又出了一个不可一世的燕国 所以大家看 战国时期 春秋时期 我们永远脱离不了这种国际关系 但是燕国不这么看 他们觉得报酬还不彻底 另外还有其他的想法 其他的想法就是 最好把齐国把它灭了 因此这样一来 一分歧四国撤军 但是是友好的撤军 不是闹欢 任意给了四国以充分的这种战利品 于是分散了 燕国继续进攻 燕国的继续进攻 我们有三个片段 可以看看他们干了些什么事 第一件事 攻下临滋 攻下临滋还不算 进取其宝 烧其公室众庙 这个就很严重了 这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要斩尽杀绝 要把齐国给灭了 这是一件事 第二件事 燕渣王亲自到前线好军 不但好军 而且封约义 封约义为什么呢 封约义为昌国军 这个昌国在哪里 昌国就在林子的附近 也就是说 燕国正在把齐国 变成自己的领土了 把被占领的齐国 变成自己的领土 这是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 愿意继续攻略齐国的 这个土地 而且美宫下一地 皆以郡县 以输燕 美宫下一地 就把它改造成郡县 然后作为燕国的领地 你看看 他一路上打 经过几年的努力 把整个齐国打下 打得只剩下两个地方 一个叫做举 一个叫做姬茂 其他的都被燕军占领 占领了以后 抚恤其民 给老百姓也安定 而且把它作为燕国的郡县 这就叫什么 这就叫蚕食 这就叫占领 而且他吸取了当年 齐军占领燕国的 这么一种教训 他不掠夺 军队的纪律很好 让齐国的人民觉得 我们燕国统治之下 比你齐军的统治之下 要更好 你为什么不服用 所以齐民也没有太多的反对 三步齐 但是就在继续向齐国 进军的过程中 风云突变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 一个政策 一个措施 因人而兴 也因人而亡 燕昭王 死去了 他的儿子继位 儿子后来也叫燕惠王 也叫惠王 惠王一继位以后 立即调兵遣将 派人到前线 取代约翼 说你岳将军 常年在外 非常辛苦 我非常体训你 你回来吧 好好过日子 约翼能回去吗 绝对不能回去 约翼到哪里去了 逃回自己的祖国 到赵国去了 受到赵国很高的礼遇 后来成为赵国的 一个重要的幕后谋士 但是新结果燕军 在军队里头是没有威望的 军队不但能领兵打仗 而且非常体恤士兵 所以在军队里头 建立了崇高的威胁 新来的将领管不住军队 管不住军队 军队就乱 军队一乱就进行掠夺 也变成当然齐军 在燕国的那种态势了 变成真正的战领军了 这样一来就引起 齐国军民的不满 而在这个时候 齐国也正在积举力量 结果沉积反计 全部收回师徒 燕军退回到自己的国家 这个事情结束以后 也引起后人的诸多贫义 大家都非常惋惜 特别是为越义感到惋惜 如果燕国继续用越义 那不是可以很好的结果吗 但实际上我们回过头来想 燕惠王继位以后 他收回越义 他是有他的道理的 道理在哪里 就在他父亲燕昭王还在位的时候 就不断地有人打报告 打什么报告 小报告 说约翼你看看 这很短的时间之内 少拼齐国几十个城 现在就剩下两个了 那这两个那么难打吗 他一定别有用心 这个别有用心在哪里 可能想在齐地自立为王 那么当时燕昭王在位 对这一种言论进行了坚决的批评 说不要说越义没有这种想法 即使有这种想法 也没什么了不起 如果没有越义 我们来很好的复国吗 如果没有越义 我们来打败齐国吗 这个消息一传到前线 越义非常感动 就像当年他的先祖 岳阳遇到了魏文侯一样 非常知己 所以拼命地给燕国卖力 但是燕昭王不是这样干 他对他父亲这么信任约翼 已经不满 一旦自己继位 他立即要采取措施 特别是 他的祖父被指资 通过各种方式 所谓的善浪 他夺取了燕国的这种国家政权 他一直耿耿于快 所以不能让历史再重演 所以我们如果站在古人的角度 站在燕汇王的角度 来理解他对越义的这种措施 也不作为怪了 另外 国际形势又发生变化了 怎么又发生变化 当齐国大的时候 大家觉得不能让齐国大 现在燕国大的时候 大家也不能让燕国大 所以各国的干预 也是非常厉害的 那么这一场战争 燕国的灭国和复国 齐国的崩溃和重新复国 给战国的格局 又重新缓和下来了 齐国不再强大 燕国也不再落小 燕国成为战国其雄 别人不堪小觑 跟这一次的战争直接有关系 那么战国到底怎么走 这个趋势 这个走向 下一步将发生些什么事情 得看另外一个国家的脸色来 哪个国家 赵国 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说赵国了 那么赵国如何在战国的后期 来发生他的作用 我们下一次再说 谢谢 战国是赵国依靠赵武凌王推行的胡府起设 成为中原第一强国 然而一代枭雄赵武凌王最终却被饿死在行宫 敬请收看国事通鉴之赵武凌王 在战国七雄中 唯一能和秦国长时间抵抗的是赵国 赵国的先祖是春秋时曾经跟随晋门公流浪十九年的赵崔 此后赵家人才辈出赵顿 赵朔 赵氏孤儿赵武一直到赵央 赵氏作为超级大国晋国的家臣逐渐作大 并最终联合韩卫两家三家分进 在赵国成立以后 赵氏家族又出了一位今天为敌的人才 他就是赵武凌王 正是在他的带领下 赵国成为了又一个中原地区的超级大国 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 为您讲述系的节目 国史通鉴春秋战国篇赵武凌王 在于秦国的一系列的抗争之中 楚国一决不振 在和燕国的交锋之中 习国不再强大 但是在这个时候 谁也没有想到 有一个国家他独自扛起了抗争的大旗 那么这个国家就是赵国 那么这个赵国我们说 他能够独自扛起抗争的大旗 是因为他经历过一场别样的改革 我之所以说他是别样的改革 因为他这个改革和我们过去说的改革不一样 你像管仲在齐国 资产在振国 李亏在魏国 还有商鞅在秦国 他们都是从政治上 经济上施行改革 但是唯独这个赵国 他几乎就是一场 纯军事的改革 那么 主持这场改革的 是他们的一个国君 叫做赵武林王 这个武林王继位的时候 只有十五岁 是个青年 赵国师父有对年轻的君主 实行教育的一套制度 所以他们给这个年轻的君主 配置了三个博文师 什么叫做博文师 应该是专门跟君主 讲国内和国外的一些风土人情 政治原格 历史文化等等 这是博文师 另外 还设了三个左右诗过 什么叫做诗过 就是记载和纠正国君的言行 来规范他的生活习惯和工作作法 那么 所有这些 博文师也好 左右诗过也好 他们的领班 是一个著名的人物 这个人物叫匪义 他是赵武林王的父亲的时候 就已经是赵国的重臣了 现在留给赵武林王 成为他的老师的领班 那么 赵国他管辖的范围 我们的 回顾一下 他所在的范围 大概相当于我们现在河北省的中部和南部 山西省的中部和北部 他是管辖这一带地区 那么他的北边 东北是燕国 他的东边东南是齐国 他的南边是魏国 他的西南是秦国和韩国 然后他的西北和北边 又是林湖 楼梵 等等游牧民族 也就是后来被称为匈奴驻步的那个湖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 这个赵国是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 接浪的这么一个国家 但是我们这样描述实际上还非常简单 实际情况比这复杂的多 就在赵国的府地 我们现在石家庄和宝定那一带 还有一个几乎可以称得上是 中等强国的中山国 这个中山国我们曾经说到过 说魏国 魏文侯的时候 曾经派一个著名的将领 叫岳阳 灭了这个中山国 但是魏国 大中山国坦率地说 是一种实测 什么原因呢 因为这个中山国离魏国太远 中间割着赵国的很多地板 所以他虽然能够歼灭 或者说打败中山国 但是他无法长期在那里管理 所以这样一来 中山国复国了 这个中山国实际上是戎 或者叫一个叫狄龙的 这么一个民族它建立的 而且是一个由游牧部落 向农业生产方式过渡的这么一个民族 所以这个国家是这样一个国家 赵国 他的国内 他的许多土地 也是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扎居 所以这样一来 赵国就很有意思了 他实际上是一个两重因素的国家 哪两重因素 第一 农业民族 农业生产方式 第二种 游牧民族 游牧生产方式 所以它有两重因素 但是在它发展的过程中 从经济上来说 它越来越偏向于农业 这是人口的繁殖和财富的积累的需要 那么赵武林王继位的时候 各国的君主 都已经仿效魏国和齐国称王了 但唯独赵国没有称王 不但不称王 赵武林王甚至认为 我们这个国家还比较弱小 我们没有必要那么张扬 我们还没有高调的本钱 既然没有高调的本钱 我们只能低调 所以赵武林王继位以后非常低调 甚至一度让国内的民众 让国内的贵族称自己为君 你看非常谦虚 但是在对燕 对齐 对秦 对魏 乃至对中山的一系列战争中 赵国在一段时间里头 经常是败仗 经常受到欺辱 所以这样到激发了赵武林王 一个年轻的君王 他奋发图强 希望强大国家的这么一种决心 那么事情发生在公元前307年 赵武林王和他的老师 也是赵国的重臣 回忆 他们密谋了几天 就有点像当年秦孝公 和商鞅密谋几天一样 经过几天的密谋 他们推出了一套计划 这个计划四个字 福福起色 那么什么叫做福福起色 说起来很简单 就是仿造少数民族 那个时候还不能叫少数民族 是游牧民族 所招的服装 简单说 是短衣 杂袖 但是注意 这个短衣 是相对于长袍而言的 仍然是倒气概 这叫短衣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 倒是长服了 但是对于过去 人们穿的长袍 它是短衣 所以短衣 杂袖 长裤 束腰 这身影于马上活动 另外 皮靴 带棍 穿着皮靴 带走 投棍 这就是服服 什么叫做骑射 训练马上的冲刺 马上的批射 马上的射箭 这样一套军事方法 那么这样一种军事方法 一经过训练军队 而且赵武林王请 游牧民族著名的马师 著名的骑士 训练部队 而且赵国 又是农业民族 和游牧民族杂居之地 所以他这支部队 严格说起来 是多民族的奉合部队 由游牧民族 和农业民族的建儿 所组成的这么一支部队 后来发现 几乎是所向无敌 在进行野战的时候 那么我们后来 有一些说法 说某人龙马一生 说某人龙马生涯 什么叫做龙马 龙马就是乎乎其色 什么叫龙 全龙也 三龙也 敌龙也 都是龙 有的解释 龙就是兵器 但这个兵器 和这个民族这么接近 那不是有天然关系吗 什么叫做马 就是骑士 所以这个变成中国历史上 非常著名的典故 和具有重大影响的 一种文化符号 在春秋战国时期 生活在中原的农业民族 由于经济发达 文化进步 相对于生活在边塞的 游牧民族 狩猎民族而言 向来以先进文化自居 而赵武陵王提出的 胡福奇社 是要先进的华夏 向落后的遗笛学习 这在当时 无异于石破天惊 那么朝中的大臣们 是否会支持他 如果不支持 赵武陵王又该怎么办呢 那么胡福奇社 这个概念的提出 在中国当时 是惊天动地的 他分两步走 第一步 赵武陵王想实践一下 这个胡福奇社 他到底效果怎么样 所以他带领一支 赵国已经有的 骑兵小分队 自己亲自带领 从南到北 穿过中山国 然后向西北进军 到达赵国的一个重镇 带 也就是我们现在 山西大同一带 再继续进发 到无穷之门 这个无穷之门在哪里 在我们现在 河北省的张北 这个时候已经接近 和深入到 湖的地区了 这是楼梵所剧 那么到这一块地方 接着到黄土高原 南边望 韩国和秦国 觉得胸怀很开阔 最后回到赵都韩旦 通过这一次的千里新军 赵武陵王对自己这支骑兵 他深有感受 他在一路上 他也经受过中山国 英国 林湖 楼梵 这些小部队的侵扰 但是都化险为夷 所以他决心 通过这一次小小的事业 认为这一种战法 可以无敌于天下 因此第二步 公开宣布 在朝廷里面讨论 要在全国的军队里头 资金不顾其手 结果这个主张一提出 受到赵国上上下下的 热烈的反应 支持者有 但是不多 而且支持者一般具有 游牧民族的身份 那么反对者非常多 而且大多是农业民族的 这种背景 尤其是赵氏贵族 吉辅 异口同声 坚决反对 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赵武林王又找他的老师 回忆来商量 怎么办 这么多的反对 回忆给了他一句话 一句什么话 一事无功 一心无名 什么意思 如果我们对自己 正在做的事 没有信心的话 我们办不下去 如果对我们现在 正在做的事情 不断 质疑的话 我们将民不正 而言不顺 所以要坚定立场 成大事者 成大功者 不谋于正 所以赵武林王 推行苦苦其色 他也需要建立一种 统一战线 要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那么怎么争取支持 他们选择了一位 谁 赵武林王自己的叔叔 也是赵氏贵族的灵魂人物 叫公子成 选择了他 他是前辈了 又有威望 如果他能够支持改革 那么事情就可能好办 于是赵武林王派密使送信 给自己的这位叔叔 告诉他 自己要福福其色的这种苦衷 我们要改变自己面貌的出路在哪里 但是他叔叔听了以后 回过来的话 这是长辈对晚辈的教诲 什么教诲 说我们中国是什么地方 我们这个中国 是聪明才智之士 所居之地 万物财富 所聚之地 是圣贤所教 仁义所诗 诗书礼仪 所用之地 也是蛮仪 所倾慕之地 这么好的文化传统 这么好的优良传统 你不学 你去学了些苦 学蛮 这像什么话 也就是说 晃着好的文化你不学 学洛克文化 这像话吗 这几天我症有病 你的那个上朝 你的宣布我就不参加了 你看看 一口拒绝 赵武林王怎么办 边缘化他 不理他 甚至霸他的官 驱逐他 不能这样做 如果换成商鞅 商鞅可能这样做了 因为商鞅是外地人口 到秦国实行改革 那么赵武林王 和这个公子成 他们是殊子关系 赵武林王 也是赵氏家族的一员 所以他不能这样干 他怎么办 亲自到公子成家里 进去说服和动员 当然先要讲道理 讲什么道理 这个道理是这样说的 福者 所以变用也 理者 所以变世也 服装的式样 要适合穿着舒服 法则的制定 要适合办事 所以我们很多道理 不了讲空道理 圣贤道理 它可以管原则 但是实施起来 要与是俱进 这是谈大的方面 然后又说小的方面 小的方面怎么说 我国我们赵国 是四战之地 怎么叫做四战之地 所有的地方 都可以对我们发动进口 现在的问题是 不但是秦国 不但是祝福 不但是齐国和魏国 乃至小小的中山国 都曾经欺负过我们 我们在和他的战争中 都曾经打过败仗 先王死不瞑目 一直耿耿于怀 舒服难道觉得 我们赵国这种情况 还要继续下去吗 公子成也是赵氏的子孙 身上流畅着赵氏的这种热血 所以一听 自己也觉得激动起来了 这股热血被赵武凌王 搅动起来了 所以什么叫做动员工作 这就是动员 公子成一同意 一赞成 同时表示 来日我也胡胡上朝 结果到来天上朝的时候 叔子两个都穿着胡胡上朝了 这个事情带于决定性意 为什么这样说呢 倒不是说公子成一支持 所有的赵氏贵族都支持 而是即使公子成支持 仍然有许多人反对 这就显得公子成的支持 更加重要 正是因为叔子一心 君臣一心 所以使反对力量 行不成这样一种气候 通过这么一次改革 赵国强大了 赵武凌王带着这么一支部队 灭中山国 驱逐领虎 把自己的边境 一直推进到云中 九园 渝中 这一带在哪里 在现在内蒙古的南部 比如包头 托克托 还有陕西的渝林这一带 所以大大的开舵了赵国的边境 同时在河套地区 修起了一道长城 这道长城叫赵武长城 赵国的力量强大了 赵武凌王 也非常高兴 下一步 也许要和秦国发生问题了 因此赵武凌王甚至做出一个 令世人都惊慨的举动 打扮成赵国使者随从的模样 出使秦国 来考察秦国的山川地底 以及观察秦王的威人 为以后如果万一两国之间发生战争 要取得先机 这个举动让秦国非常忌惮 但是人呢 是这样的 我们一个目标达到了以后 我们可能会想到另外一个目标 军事改革的胜利 让赵武凌王非常的兴奋 他想把这个成果继续推演下去 所以他想进行二次改革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 他二次革命论 在军事改革的同时 他想进行政治改革 怎么样政治改革 很简单 他自己觉得对这个胡胡其色非常有心得 对开边拓土非常有心得 他希望自己全部经历 用来为赵国开疆拓土 但是国理国家怎么办 他也一个助手 于是他想到自己的儿子 本来他阻碍儿子之类也就可以了 但是他做出了一个金氏害俗的决定 提前让位 让给谁 不是让给外姓的贤者 那就叫善让了 他让给自己的儿子 希望在赵国构建出一个 二元化的政治结构 什么样的二元化政治结构 老子 也就是父亲主外 儿子主内 父亲掌管军事 儿子掌管治理国家 这样一种二元化的政治建构 如果我们不是以成败论英雄 针对燕造奇侠之事 表示清卑 你看看人家燕王快 那么大的理想 像效法 姚顺瑜 善浪 现在的赵武灵王 这么大的报复 但是可惜他们都没有办成 为什么没办成 我们要从他的一个家庭开始 我们说要修身 要齐家 赵武灵王之所以 最后这种二次革命没有成功 二次改革没有成功 跟他齐家没有齐好 有关系 那么他继位以后 为了和韩国来建立联盟 于是娶了一个韩女做夫人 这个韩女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取名为张 并且立为太子 于是叫太子张 夫长夫和 夫持子孝 齐罗隆隆 如果是这样的话 赵武灵王这个家就好办了 但是问题出来了 出在哪里 他一直出巡 出巡做了一个梦 这个梦非常美妙 美妙在哪里 美妙在于 他有艳遇了 他梦见了一个极其美妙 面容极其的娇好 而且身材极其的 这种修长的一个女子 能够善呼 而且还对着他 唱了一首歌 他醒来的时候 竟然这首歌还能够背得出来 你看看这就奇怪了 那么所以赵武灵王 这个梦以后 他非常兴奋 但是又非常惆怅 兴奋在于自己一个美好的梦 惆怅的是什么呢 这个美人到哪里去看 到哪里去见 于是他在一段时间里头 经常喝完了酒 兴奋就告诉别人 有这个梦 而且连歌连舞 把这个美人在梦中 给他唱的这首歌 他唱给别人听 你看看 结果这样一来 有人就想解决 君主的这种苦恼 有一个叫吴广 的臣子 他家里就一个女儿 这个女儿呢 他就觉得和武灵王 描述的这个小姑娘 很相似 于是通过自己的太太 把这个女儿献给武灵王 结果武灵王一看 这不得了啊 谁说天下 无巧不成书 这不就是梦中人吗 因此对于这个梦中人 由于她是吴广的女儿 所以把她叫做吴娃 对这个吴娃特别的克服 后来韩女死了 她把这个吴娃扶正为夫人 而这个吴娃呢 又给她生了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取名叫和 又是一轮夫唱夫和 夫持子孝 齐罗隆 如果这样的话 赵武灵王一生 真是太幸福了 你看 治理国家 治理的那么好 开疆拓土 开掉那么多 而且又一个幸福美好的家庭 齐罗隆了 但是 英雄难过美女观 本来是天下很好的事 英雄美女 是千古佳话 但是 英雄又难过美女观 她就在怎么看吴娃怎么可爱 怎么看这个儿子怎么可爱 为了表示自己的爱心 把原来的太子废了 把这个小儿子立为太子 这就是一个昏招了 曾经有昏君做过 谁 周幽王就曾经干过这个事 你看看她干这个事 于是 随着她理想的不断要推进 在公元前299年 她正式宣布 把自己的位置 让给这个小儿子 也就是太子和 自己 让别人称 祖父 什么叫做祖父 国主的父亲 就是后来的太上皇 那个时候没有皇帝 他不好叫太上皇了 叫祖父 那么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头 赵国平文过渡 群穷逐鹿 曹操究竟是如何奠定 军事强人地位的 曹根俊杰 邓爱 又是如何攻陷 一手南宫的属地 开启了三国同一大幕 为什么说诸葛亮 是战场上的发明家 他所推演的八镇图 究竟有着怎样的奥妙之处 百家讲坛近期播出 三国名将系列 敬请关注 赵武陵王把内政交给儿子 自己专管军务 这种二元化的政治体制 也是他的一种独创 而且他重新立的太子 也并没有让大家失望 也是一位非常有能力的继承人 但偏偏事于愿违 英明伟大的赵武陵王 最终还是败在了 接班人的问题上 甚至被自己的儿子 活活饿死 但是不幸的是 成也武陵王 败也是武陵王 那么就在这个二元化政治结构 推行不久 破坏这个二元化政治结构 的仍然是武陵王 什么原因 虽然已经进行了二元化 但是在武陵王的心里 他的脑子里 他的血液里 仍然是流畅着 一元化的基因 仍然觉得这个国家 只能自己自己说了算 他可以安排一切 因此 在陈作灭了中山国庆功宴的时候 他一时高兴 而且大儿子也立了战功 他得给一些奖赏 一眼看到大儿子 又怎么看 觉得又喜欢了 这个儿子怎么看 怎么像自己 非常勇武 非常有斗志 所以他得给他一个交代 给他一个什么交代呀 给一片地方 让他去管理 于是给了他一个封号 叫做安阳君 把这个长子就封为安阳君来 同时给他配备 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像 一个助手 这个人叫田不礼 田不礼 这就两个儿子 小儿子做国君 他也有一个著名的助手 这个助手就是 赵武林王自己的老师 和主要助手 肥义 他让肥义去帮助自己的小儿子 管理国家 那么这个大儿子 也配了一个叫田不礼 这样一来 这个赵国就形成了一个三元 祖父一元 也就是赵武林王 那个国君和 后来人们把它称为赵慧王 赵慧王又叫赵慧文王 这个慧文王又是一个角 现在又出了一个小小的势力 叫做安阳君的势力 这问题就严重了 结果就引起 慧文王这个集团里头的禁忌 这样搞国家不要乱 因此在慧文王的手下 有一个著名的谋士 这个人叫李队 这个李队很担忧 于是他就来到相国 也就是 国君和 慧文王的老师和相国 回忧的家里 来讨论当前的时局 说自己很担忧 慧文王说我也很担心 国家不要动乱才好 你看已经费长离诱了 现在又把长子重新搬出来 那长子一定会有想法 那国家怎么办 你怎么看 李队说我倒有一个想法 就急 但是长远我不知道能不能管 慧文王说你说 李队说 我建议你 把相国的位置辞掉 而推荐公子成做相国 因为公子成在我们 赵国的贵族里头 具有崇高的威望 恐怕只有公子成 才能保护现在的国家 那么您也可以脱离危险 这个慧文王很感动 他对李队对这种深谋缘虑 觉得很钦佩 对这么为自己着想又很感动 但是他不干 他跟李队说 我受国军的重拓 来保护我们的右主 我不能脱身 后来两人制定了这么一个原则 什么原则呢 飞翼在明处 冷拦住相国 保护这个小国军 而李队则和公子成暗中联络 集结力量 如果一旦有变 他们出兵来拼 所以一条明线 一条暗线 这就做了准备了 那么对方怎么办 对方也在集结势力 根据李队和肥义 对太子张的这种描绘 说这个太子张很健壮 但是贪欲很多 而他的这个助手 天不礼 又是一个非常残忍的地来 所以我们绝对要提高警惕 而对方他也在集结力量 事情如果到这里为止 危机在量成 但是还有危机 又一个什么危机呢 到了第二年 也就是封这个太子张 为安阳军的第二年 有一天 这个惠文王 他召见群臣 开朝会 武林王就想看一看 自己这个儿子怎么听证 自己能不能放心 于是躲在暗处 进行窥一侧 结果很高兴 发现这个小儿子虽然年轻 但是稳如泰山 处理朝政 有条不稳 他放心了 也像我 像我的儿子 他放心 再看诸位大臣 对自己的儿子彬彬有礼 非常谦恭 他非常高兴 国家会稳定 但是再一看 他不舒服了 看到了一个什么镜头 看到这个身强体壮 又酷似自己的大儿子 这个安阳君张 困扎在群臣之中 雷蓝眼 什么叫做雷蓝眼 非常萎缩 非常垂头赏气 结果他越看又是越心酸 越看又觉得对不起这个大儿子 连带想起对不起他的母亲韩语 所以他又一个想法产生了 又一个改革的思想正在出现 怎么出现 把赵国一分为二 这个儿子赵贵王 赵贵文王 在邯郸 作为赵国的国王 另外 把这个太子张 就是安阳君封到戴去 另外建一个戴国 让他做戴国的国君 虽然没有实施 但是君主有什么想法 别人会看得出来的 而且也许他和别人讨论过 这样一来形势就非常危机了 兄弟之间就剑拔鲁章了 而且武林王又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火兵的机会 什么机会 他带着两个儿子 开戊戌会 到哪里去开戊戌会 到离邯郸 大概一两百里的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叫沙丘 就是我们现在河北省广中县 这个地盘上 这个沙丘 曾经是商朝的离宫别馆 商朝曾经在这里建过离宫别馆 娱乐的地方 那么赵国定都邯郸以后 也在这个地方建立了行宫 应该说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尽管叫沙丘 但是我想那个时候一定是三清水秀 由于一个是国君 一个是祖父 还有一个安阳君 所以他们安排的住处 就不是在一个宫里头 当然即使在一个宫 可能问题也会发生 何况不是一个宫 这就给太子张 也就是安阳君 实施自己的想法提供了便利 于是他让人 假传祖父 也就是武林王的命令 让惠文王到祖父的宫殿里面去 去参见他 结果惠文王很单纯嘛 一个小孩 尽管处理国家 正在成熟 但是完全没有想到有什么风险 结果他整理厅当 就准备去了 但是回忆多一个心愿 回忆交代 一个叫做高姓的将领 你好好保护我们的国军 同时派人通知李队和公子成要做好准备 我先去见 如果我见了以后没什么问题 我们的君主再去见 如果我有问题 立即保护好我们这个惠王 结果肥义一去不复返 被杀了 这边被杀 一杀肥以后 这个公子成觉得他们的策划已经被暴露 所以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带兵包围了惠文王的心管 于是高兴带兵抵抗 那边公子成和李队正在调动部队 结果部队一到 公子成的部队当然不是对手 那是国家的正规军 经过胡胡骑射训练出来的军队 那公子张毕竟是名不正言不顺 他属于乱党 结果一战击溃 田不理被杀 公子张到哪去了 公子张就逃到了 嘱咐 武陵王的宫殿里头 公子成李队怎么办 他们也是一不做二不休 干脆把武陵王的宫殿 把它包围起来 要求武陵王立即把这个公子张放出来 要交给他们处理 说武陵王就是你是天大的英雄 你也无人为力了 只能把公子张送出来 送出来立即杀掉 这个时候就已经是你死我活了 没有什么仁慈 对敌人的仁慈 可能就是对自己的一种残疗 同时继续一不做二不休 把武陵王所住的这个别管 这个李心宫全部包围起来 里面的人不允许出来 这个最后的结局怎么样 最后的结局 盖世英雄武陵王和当年的一代豪杰 其皇宫一样活活落死在沙丘的心股 这个是个很悲惨的事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 这个武陵王的悲剧在哪里 它的意义在于 向后人结识了一个中国历史上的规律 凡是在君主制这种体制之下 任何方式的二元结构 它都不可能成功的 因为几乎在所有的人骨子里头 它只有一元 赵武陵王自己是一元的理议 那么这个国家始终是他掌控 还有李队 肥毅 以及公子成 他们也是认为天无而日 明无而处 这个赵只能是一个人当将 不能两个 所以武陵王的悲被诺使 同样是这种理议的一种结果 我们回过头来 要说武陵王还是很伟大的 他的伟大不但是让赵国强大起来 而且实践了一个二元化的结构 尽管不成功 但是成为一种教训 第三 他还干了一件事情 利用他的国际影响 为赵国培植了一颗克星 这倒有意思了 那么他为赵国培植的这个克星是谁 我们下一集再说 谢谢 秦国与赵国本是同宗同祖 却在战国时打得你死我活 一场长平之战 让秦国真正成为虎狼之秦 敬请收看国事通鉴之秦昭相王 在历史上 秦国和赵国有着共同的迎姓祖先 经过数百年的繁衍迁徙 其中一只来到晋国 成为晋国赵氏的祖先 另一部分则聚聚在秦国 成为秦国赵氏 而赫赫有名 支持商鞅推行变法改革的秦孝公 就是秦国赵氏 由此秦国与赵国有着很深的渊源 但在战国时 秦国却与赵国成为争霸的死敌 那么在赵武陵王胡扶骑射 不断进步的同时 秦国的国君在做什么呢 他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百家讲坛邀请江西师范大学 方志远教授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国史通鉴春秋战国篇 第十七集 秦昭湘王 秦孝公死了以后 秦桧王击飞 秦桧王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举措 杀了商鞅 并且策略商鞅 但是商君之法继续推行 秦国继续奖励跟赞 所以在秦桧王或者秦桂文王时代 秦国冷难再继续发展 秦桧王死了以后 他的儿子继位 一个小伙子 十九岁 这个儿子继位以后 后来人们把他叫做秦武王 这个秦武王有一个特点 非常仗义 非常后斗 他身上有一种武士精神 在他在位的时候 他也一直把秦国的国境线 一直想东退役 那么他还有一个愿望 一个什么愿望呢 在春秋的时候 不是一个楚庄王吗 楚庄王问顶中原 他也想去看看 这个顶到底什么样子 于是派将领攻占了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叫夷阳 在现在洛阳的西南 这是韩国过去的都城 也是军事和经济重镇 把他夺过来 另外太平 在黄河的北岸 建立了一座重镇 这个重镇叫武锤 又叫武锤城 那么这样一来 这两个地方 一个夷阳一个武锤 对洛阳行刑夹击之势 两个地方到洛阳 只有一天的路程 另外 分别对韩国和魏国 形成巨大的威胁 这个事情做完以后 武王 带着他的遗仗 带着他的清兵卫队 浩浩荡荡地 向东州进发 那么就来到洛阳了 来到洛阳干什么 来到王城 我们应该说 来到王城 来到王城干什么 看传说中的 大雨流下来的 龙纹刺顶 一看这个龙纹刺顶 非常高兴 当年楚昌王 只是问一问 还被王孙满 把他挡回去 现在亲眼目睹了 到底怎么回事 他的体型 他的形状 他的花纹 他的颜色 什么样子都看到了 但是他的重量 到底多少 还不知道 当年也没有谁称过 也没有那么大的秤 如果有那么大的秤 在几百年以后 不是一个著名故事 叫曹冲成像吗 还用得着 把像赶上船 做一个磕水线 然后把像弄下来 再搬上东西 再分别秤 它不必要 就是没那么大的秤 但是武王想试试看 这个顶到底有多重 虽然别人没称过 但是大家估计 至少是千斤吧 而且在春秋时期 一个著名的人物 叫做吴子虚 吴子虚据说 能够举顶 这秦武王就想试试 自己的力气大 还是吴子虚据的力气大 于是他就想 举举这个顶 他的这个想法 一说出来 身边的人大吃一见 我们刚才说 这个小果子 是个好斗之士 既然他好斗 他身边就有一帮好斗的人 所以他集结了一批武士 最著名的三位 一个叫做伦毕 一个叫做乌祸 一个叫做孟月 又叫孟奔 每一个都是后来武士的符号 都是武士的象征 人病和乌祸比较老成 一听说王要弄这个顶 那还行 怎么说他有千斤 那出了事怎么办 但这个孟奔刚刚来到秦国 小果子力气大 据说他在来到秦国的路上 见到两头水牛 正在干仗 正在敌脚 他想把他们分开 硬是用两个手 双臂自立 把两头水牛 把他分开 结果有一头水牛 扶了他了 不动了 也许他这个右手的力量 比较大 但是另外一头牛 还不服气 继续顶 那就变成和孟奔在顶了 孟奔大陆 左手仍然扎住这个脚 右手把另外一个脚拔起来 牛当场流血而往 你说这要多大的力气 随抚撞里的武松 可能不是他的对手 那么他看到王 武王要搬这个顶 他说我先试试 于是他走到顶面前 运了运气 站好布装 然后一运进 这个顶被他抱起来了 但是抱起来 不说明能够举 那举跟抱是两个概念 举是无论如何举不起 不要说举不起 连布子也漫不出去 他就把顶放下来了 累得气喘吁吁 武王一看 你还是不行嘛 让我来 这个人并不误惑 再一次劝阻 这不行 武王破坏他们 自己亲自来 也是站好布置 一运气 一用力 也把他抱起来了 众人欢呼 说了不起 武王怎么怎么定 这小伙子一经鼓励 二十三岁 这个时候 做王做了四年 血迹方刚 心想 这也抱起来 显不出英雄好汉嘛 这个孟敦不是也抱起来了吗 我举也举不起 看起来这个吴子虚当年绝对不是举这个点 但是我可以走一走吧 于是再晕一进 慢开了脚步 众人正想喝彩 糟糕 没进了 这个顶掉下来 扎在了脚上 这还了得 什么叫做天津顶 扎在脚上 顿时就痛得晕死过去 当天晚上 不幸去世 这个武王的去世 应该说是个意外 这个武王一死 意外的意思 就给很多人 给了意外的机会 什么机会 他要继承人了 于是各种想法就来了 于是赵武林王 就有机会 发挥他的功能了 这一年大家注意 公元前307年 正是赵武林王 扶扶其设的那一年 于是他运用他的国际影响 把秦孝公的一个孙子 秦桧王的儿子 也就是死去的武王的一个 同父异母的弟弟 正在燕国住智 把他从燕国迎接到赵国 给予极高规格的款待 同时和燕国的使者一起 他也派出使者 燕赵两国 共同派出使者 把这个小果子送回到秦国 建议秦国立他为新的秦王 如果一立的话 那么秦国和赵国和燕国 他就是盟国了 所以这个力量是很强大的 但是仅仅靠此 还不注意让这个小果子 做秦王 他的母式家族非常有势力 在他母亲和舅舅的 这种直接的干预下 同时有赵国燕国住外援 最后他做了国军 做了新的秦王 此位就是秦昭相王 昭相王继位的年龄是18岁 但是他虽然做了秦国的国军 但是感觉到一种压抑感 什么压抑 这个压抑来自于哪里 压抑来自于他的母亲和他的舅舅 他的母亲在他继续以后 被封为宣太后 他的舅舅早就有名了 被封为然侯 叫魏然 这个宣太后 是一个非常精明强盖的女人 而且好弄事 他这个舅舅也非常有自卯 而且也是秦国著名的勇士 如果他们没有自卯 能够扶得上 他这个儿子或者外甥 做秦王吗 能够挫败所有的势力吗 他没有这个力量 所以正是他们有力量 昭相王才击飞了 昭相王击飞以后 他们继续施展自己的这种影响 所以昭相王就感觉到愚奔 感觉到压抑 尽管如此 秦国丝毫没有放松 继续前进的步伐 而这个时候秦国 升起了一颗将心 这个将心的升起 几乎使整个春秋战国时期 所有的将心黯然死射 什么原因 因为这个人 他的名字叫白起 那么白起横空出世 在昭相王在位的这一段时间 白起连续地向东方各国发动进行 在昭相王继位的十多年后 有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行动 和韩国卫国的联军 在一确进行决战 一确在哪里 一确在现在洛阳龙门那一带 双方的军队几十万人进行决战 白起怎么样 斩首二十四万 这是有记载以来 最大的一批斩首数 关于秦国的这次王位继承 背后有着惊心动魄的政治角力和博弈 当时一同争夺王位的还有公子壮 由于他是嫡子 竞争力也很强 但秦昭相王母亲家族的实力 还是更胜一筹 最终由十八岁的昭相王继承王位 秦昭相王从小就作为人质 生活在燕国 这次回国继承王位 等待他的会是什么呢 在这个过程中 魏燃和其他的秦国将领 也不断地向东线发动进攻 秦国兼并各国的趋势 已经越来越明显 但是他的问题也越来越暴露 问题暴露在哪里 还是老问题 宣太后再继续管事 然后魏燃在继续揽权 而且不断地权力越来越大 他有两个封印 一个在碗 一个在陶 这个碗现在的南洋 陶在现在的定陶 你看相距几百里上千里 都是他的封印 另外 昭湘王也正在长大 而且也形成了 自己的势力 这样一来 秦国就又形成了 三股力量 宣太后的力量 然后的力量 秦王的力量 而宣太后的力量 和然后的力量 又是一股力量 怎么办 所以秦国碰到了 比较大的政治问题 这个时候 有一个人来到了秦国 叫什么名字 他的名字叫范居 是魏国人 范居来到了秦国 面见昭湘王 然后就展开他的一番碎词 说的昭湘王毛骨重来 这一位把秦国 正在出现的政治问题 上升到政治危机 说我在东方来 在齐国 在魏国 我们只听说 有太后 有然侯 没有听说有什么秦王 你看看 这不巧不离间 而且这个狼猴 他现在正在干什么事 放着魏国 韩国不打 他打齐国 打齐国的目的是什么 表面上是扩大 他在逃的封印 但是 狼子之心 路人皆知 你看又一次挑破 实际上宣太后 和狼猴 他们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他们最大的问题 是想为国家做贡献 所以老不放权 还有一个问题出在哪里 老觉得这个国君 还是个小孩子 十八岁继位 他一直就把他当儿子看 当小朋友看 这样一来 第一 对他不尊重 不尊重 就容易产生怨恨 第二 看清他 看清他就是一个危险 所以在这个时候 经过犯居的策划 宣太后和狼猴 根本没有任何的防备的情况下 采取决烂行动 什么决烂行动 取消 宣太后的封号 你还是我的母亲 但是没有政治身份 没有政治身份 你就不能干政 第二 把然后驱逐出境 你到你的风雨去过吧 不要再勤过 你看看 束手无措 就脚械 如果真的是有想法 问题就不会这么简单了 所以我为什么说 范居是把政治问题 它上升到政治危机 这也是仲恨家的一般的伎俩 三分的问题 他说成七分 没有的事情 他说成有 那么云造一个非常紧张的气氛 所以最后宣太后和狼猴 得到这种下场 本来人家对秦国的贡献也是很大的 因此 得到后来史学家的 非常大的同情 但是话说回来 如果这个范居 只是会搞挑拨离间 他也就不可能得到 招相亡的重用 他还有一套 一套什么 他总结了一套经验 这套经验 是秦国之后兼并六国的 一个基本的战略方程 什么战略方程 四个字 叫做远交进攻 当然他的话是五个字 远交而进攻 我们把它简化一下 四个字 远交进攻 和当年苏秦 和当年张仪 提出的口号 一样的囊囊上口 连横合纵 他现在是远交进攻 什么意思 先打靠近的 魏国和韩国 我们占有一寸土地 这一寸土地 就是秦国的 然后灭了韩国和魏国以后 再收拾赵国和楚国 最后 燕国和齐国 就是束手待毙了 那么他制定 这么一套策略 但是这个远交交谁 还要和齐国搞好关系 让他不要支持 其他的这些国家 所以他的贡献 应该是很大的 此后 秦国兼并的方略 就是按照他的来做 但是一个意外的事情 是秦国改变了 打击的方向 一个什么事件呢 大概是在公元前 262年前后 秦国不断地 对魏国和韩国 发动进攻 同时把韩国的一块地方 把它割离开来 这个地方在哪里 在现在山西省的南部 叫上党 一共17个城 把它从韩国的本土 把它割出来 然后准备把它吃掉 韩国为了延缓秦国的攻势 主动说你别打了 我们就把那17座城 就献给你 他主动献 不要你打 但是 这17座城 上党的军民 特别是守将 觉得非常窝火 怎么打都不打就投降 他们宁愿把这片土地交给赵 我们还是三进兄弟嘛 肥水不流外人田 也不愿意和抚劳之情 在一个舞台上表演 于是他们派人到邯郸去 要求献这17座城 这17座城是好得的嘛 这就是烫首帝 善于 烫得不能再烫 群穷逐鹿 曹操究竟是如何奠定 军事强人地位的 曹根俊杰 邓爱 又是如何攻陷 一手南弓的属地 开启了三国统一大幕 为什么说诸葛亮 是战场上的发明家 他所推演的八镇图 究竟有着怎样的奥妙之处 百家讲坛近期播出 三国名将系列 敬请关注 历史上的秦昭相王 是一位很有作伪的君主 尤其在军事上 为秦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正是他当政数十年的苦心积累 为日后秦国统一六国 达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秦昭相王即位四十余年后 秦国把目光投向 韩国的上党地区 这只是他向东扩张 谋徒霸业的其中一步 但上党军民却把赵国拉入战区 那么面对上党这块肥肉 赵国该如何应对 赵国怎么办 赵国这个时候在位的是 孝臣王 孝臣王啊 他也是一个很有理想的青年 他正在沉浸在一个梦中 他做了一个什么梦啊 梦见自己穿着双色衣服 沉着飞龙往天上飞去 但是没能上去掉了下来 但是掉的过程中发现满地的金玉 那这个梦太有意思了 尽管上天上不成 但是满地的金玉还是很诱人的嘛 于是他心情大好 就就问了 专门解梦的死 叫事死 就把这个梦告诉别人 这个事死就泼他的冷水 说你这个梦不怎么好 双色衣 说明残缺不全 飞龙上天又上不去 说明有名无实 满地金玉 可望而不可及 这不是什么好梦 梦的这个孝城王心里不舒服 就在这个时候 韩国上党地区 表示献十七成 这个孝城王大喜 谁说梦想不可以成真嘛 谁说是残缺不全嘛 谁说是可望而不可及嘛 这不是可望可及了嘛 于是把他的叔叔 也是赵国的相国 叫做平阳军赵豹 请过来商议 这个赵豹也知道这个事 但是坚决反对 接受上党 说了一句话 甚能甚过 无故之力 这个无缘无故的得来的便宜 我们绝不能要 天上掉下的馅饼 未必是好馅饼 这个孝城王觉得 又一次受到打击了 这不和那个姐孟丢 是死是一麻事吗 赵豹一出去 他请来另外一位叔叔 这个叔叔就是著名的平阳军 叫赵胜 赵胜也知道 上党要现成了 觉得这是天大的好事 这是上天给我们赵国的奖赏 如果不接受下来 那是逆天之行 孝城王一听 这才符合自己的心境 我们现在说历史 我们现在研究历史 一般不谈梦的 觉得那是唯心主义 觉得那是虚无缥缈 但是古人把它记下来 一定有古人的道理 这个梦 它是带有暗示的 可以影响人们的决策的 当然到底决定干这个事 还是放弃这个事 是有另外的因素 在这里起作用 但是梦的暗示 也是重要的力量 那么这样一来 赵国决定 接拉这个尽管烫首的山域 不接受也不行 这不是让各国耻笑吗 你不是公开怕秦国吗 所以必须接受下来 但是应该说 孝城王还是非常有主见的 接受下来上党 立即调集军队 派遣当时赵国最著名的将领 连婆带兵 接受上党 这可以看出 孝城王也知道 秦国绝对不会散罢甘休 接下来的是一场血战 但是我们赵国什么时候 又怕了秦国嘛 打就打 这个时候我们刚才说 赵小王一听 我们秦国马上就要到手的上党十七成 竟然被赵国坑刀夺碍 这个还了得 立即派军队 这样一来 秦国和赵国就面临着提前决战 双方都派出主力 那么秦军一来到上党的边缘地带 来到长平 发现已经驻扎了赵军 所以两军就在长平地区形成了对峙 双方都发动了一些试探军的进攻 但是秦军经常的胜 赵军经常失败 而连婆又先来到长平 他看好了地形地貌 所以借着地形修筑攻势 就做长远地打算了 秦军不断地进攻 但是效果比较差 这样一来 两军就形成对峙 这个对峙就是消耗战了 消耗的是什么 消耗的是能力 财力 物力 如果打起消耗战 当然更拖不起的是赵国 为什么呢 因为赵国 它是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扎居的地方 它能够积累的财富相对要少一些 特别是它拓边 你看拓到了云中 九园 渝中 那都是游牧民族居住地 你没有太多的战略物质 那秦国不一样 秦国不但关中卧也千里 而且已经取了汉中 还取了巴蜀 还取了河内 整个黄河 衣水 落水 那一带地区 秦国全部取下来 所以秦国的物质 它供应更快 因此 赵孝城王更熬不住 而且听说 连波在前线 经常打败仗 还坚守不出 这个单纯的防御 你能够防得住吗 我赵君 就是靠运动战取胜 胡胡其色 不是用来坚守的嘛 所以他不断地派人 吹连波出战 他是盯着连波了 你干嘛不打 秦朝向王也着急 他着急的是什么呢 区区一个上党 竟然弄了两年 那天下不此笑我秦国吗 要监兵天下 监兵到什么时候 因此 他们也在想办法 但是比赵国的办法高一招 赵国的办法是内部挖钱 让连波打 秦国的这个高招 是内部外部都挖钱 外部怎么挖 派出监殿 到赵国 到邯郸 以及其他一些地方 散布谣言 说秦国 从来就不把连波放在眼睛里头 这个连波 充其量和楚国打一打 和魏国打一打 什么时候战胜过我秦国 秦国从来不怕他 秦国怕的是谁 赵舍和赵阔父子 虽然赵舍已经去世 但是真正赵国打败秦国的 还是赵舍 而赵舍能够打败秦国 他的儿子赵阔 在里头取了很重要的作用 所以如果赵阔为将 秦国才真正害怕 注意注意 虽然是敌对国家 秦国的间谍 发布的谣言 但是经过赵国的臣民 一认同一传播 他就变成了舆论 而这个舆论 就可以影响上层的决策 本来是秦国攻占韩国上党地区 最后却演变成为 秦国和赵国的对决 秦国被称为虎狼之秦 战斗力十分强悍 而赵国经过赵武林王胡扶骑射 又有人才积极的赵氏家族 作为首领 军事实力也不容小觑 最终战国时期规模最大 最重要的一场战役即将打响 那么这会是一场 怎样的巅峰对决呢 赵孝成王一听 提醒了他 是啊 真正能够打败秦国的 还应该是我赵家将 于是把赵阔 认名为全军党帅 到前线去 替代连婆和秦军决战 赵阔很高兴 长期跟着父亲 虽然没有太多的历练 也有一定的实战经验 特别是军事理论素养 特别的高 那么现在赵王派他为将 他非常高兴 儿子高兴了 母亲担心 母亲担心什么 是赵母 颤颤呦呦呦 去见赵王 因为都是亲戚嘛 见赵王说 坚决不能派赵阔为将 什么原因 因为他父亲交代过 赵舍生前的时候交代过 说这个儿子 把战争当儿戏 而且没有实战经验 所以不能让他带 说是兵死地 而阔一言之 使赵不降阔即已 若必将之 破赵军者必阔也 这小子把战争当儿戏 除非赵国不用他为将 如果用他为将 赵军的失败 一定是因他而起 母亲把丈夫临终于颜 拉起来劝赵王 但赵王不提 所以谁说他没有实战经验 实战经验不是在实战中 锻炼出来的吗 冷难 坚持要派赵国为将 这个母亲只好接赵国的短了 所以不但空有理论 不但没有实战经验 他还不体恤士兵 赵王就觉得奇怪 他刚刚带兵 你怎么知道他不体恤士兵 他母亲说一个例子 说当年他父亲在世的时候 凡是有国军的奖赏 凡是有战场的战获 统统分个士兵 从来不带回家里 但这个儿子倒好 您刚刚给他的奖赏 他全部搬回家了 如果这样的话 士兵为他卖命吗 真是伟大的母亲 中国历史上 举不罚这种伟大的母亲 当年吴起为将 为一个士兵 吸毒疗伤 这个士兵的母亲就流眼泪了 别人说 吴起将军爱兵卢子 你怎么这么悲痛 他母亲说 当年吴起也为我丈夫 吸毒疗伤 结果丈夫死了 现在又为我儿子吸毒疗伤 他爱兵卢子 将士就卖命 我儿子回不来了 你看看 两位伟大的母亲 为后来的军事家 为后来的将领 提出了一个简单不过的道理 在冷兵器时代 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士气 将领只有爱兵如此 将士才在战场卖命 如果你不爱士兵 不爱兵如此 士兵将在战场上 把你送给敌军 这也是孙子兵法的告诫 所以在战场上 士兵往往决定一切 那么赵阔来到前线 他是个后战者 赶战者 立即改变策略 寻找勤兵决战 勤招相往等的 就这个消息 一等到这个消息 非常高兴 立即两个措施 哪两个措施 第一 立即派天下第一杀星 白旗赶赴前平战线 而且命令 军中反有泄露 武安军为将者 立在 武安军是谁 就是白旗 另外 另外自己清零前线 调集后勤供给 把秦国所占领的 长兵周围的 十五岁的男子 全部冲军 或者赶赴前线 或者运送粮草 你看看 秦国在进行调动 那么白旗来到前线 用了四招 克敌制胜 第一招 查看地心 在远离赵军 赵军云宝的地方 而又有利于 防守的地方 筑起了一道 长墙 叫做秦碧 又叫秦长蕊 自己带兵 在这里坚守 然后第二招 派出也是主力军 向赵军挑战 结果赵阔正在寻战 一看到 秦军的主力挑战 非常高兴 带着自己的主力 引起 双方进行了 拼死的争斗 最终 秦军失败 节节败退 败退 赵军去追 追了秦军又打 结果停停打打 打打停停 一直逃到秦碧 也就是秦长蕊 然后进入到秦碧 赵阔 兵宁臣下 应该说兵宁臂下 但是 久攻不下 秦碧 勿落金汤 第三步 早有一只主力 几万人 把赵阔的前锋主力 和大本云的赵军 把它切断 而且把它的梁道 把它切断 同时 还有一支部队 对大本云的赵军 进行骚扰和攻击 你看看 第四步 水到渠成了 赵阔 前不能进 后不能退 结果 自己也收起攻势 等待后续援兵 但是后续援兵来不了 通过四十多天的围困 赵军 两朝断绝 发生内乱 赵阔没办法 带兵突围 一突围 遭到秦兵里 为奸 这个时候 赵阔才知道 白旗有多厉害 他过去也忌讳他 认为天下 普天之下 大概除了白旗之外 其他人不可以 搁自己打的 但是恰恰碰到白旗 秦军 在这一场战争中 这一场战争 就长平之战 我们的过程 非常简单描述的 秦军 全歼 赵军主力 四十多万 那么同时 白旗做了一个 非常令人惊骇的决定 把投降的 所有的赵军 全部坑杀 只留下两百四十多人 让他们逃回 赵国去 说秦军多么的恐怖 多么的可怕 邯郸成内 一夜三尽 如果这个时候 陈基会发动 全面的进攻 也许 赵国 可能非常危险 我们回过头来 要讨论一下赵阔的问题 赵阔实际上非常冤屈 非常有可能成为 一代军事天才的 一个军事将领 一出道 碰到了天下第一杀行 一点锻炼的机会都没有 不给他机会 秦昭湘王 之所以派出奸铁 要让赵国派出赵阔 并不是看不起赵阔 实际上是重视赵阔 重视赵阔的什么 重视他的敢战 野战 这样战 秦兵才能够在运动中签订 如果长期对峙 可能对秦军不是太有利 他看中的是这一点 而不是他们的本事 我们看看 赵湘王 以得到赵阔为将的消息 立即启用白起 说明他也认为 在所有的秦军将领里头 恐怕除了白起 还真地没有谁是赵阔的对手 后人讥讽赵阔 说只上谈兵 说他 当然那年头还没止 说明是后来的人说的 讥讽他 只会空谈兵法 恐怕是以成败类影响 而赵孝成王之所以接受上党十七成 应该说也不是什么错误的决策 赵国和秦国终有一战 如果让秦国兵不血刃 得到上党十七成 对赵国实际上非常不利 但问题在哪里 他们得十七成的时候 上党的军民献成献给赵的时候 是希望推进韩赵联盟 共同打击秦国 但是韩国没出兵 赵国独抗 抗秦力这段打击 所以最后这场结局 可以说是提前的决战 那么接下来 白起不治 全军向坎丹进发 那么赵国的命运怎么样 我们下一个再说 谢谢 秦国在对外战争中不断壮大 最终由赵正灭六国统一天下 然而赵正能够成为秦王 真正的幕后推手 却是吕不韦 敬请收看 国事通鉴之 一同天下 据史记记载 秦赵长平一战 秦军坑杀赵军降军四十万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虎狼之情 但在长平之战后 秦军却并未继续东进 顺势消灭赵国 而是就此收手 那么秦昭相王此时 为何心慈手软 他有怎样的政治意图 在四十年后 他的子孙秦王嬴政 最终是如何消灭六国统一天下的 板下讲坛邀请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国史通鉴 春秋战国篇第十八集 一统天下 我们上一次说秦国和赵国在长平进行了一场提前的决战 并且全前赵军四十万 那么长平之战取得胜利以后 白旗准备挥兵北上 直接攻打邯淡 甚至就是消灭赵国 但是事情一波三折 赵国这个时候通过这一次打击公开复苏了 秦国不是那么好扛的 于是派出了使者 要求隔地求和 隔五座城 我们谈条件 和平解决 而赵国派到秦云进行谈判的 又是一位著名人物 这个就有点有意思了 叫什么名字 叫书代 不但带来了求和的 服软的这么一个信息 而且带来了对秦国相国 范居先生的私人关系 那么使者见到了范居以后 怎么关心他 说您看看 现在武安军白旗 他曾经大败过 韩军和魏军的联军 斩首24万 同时夺取了 楚国的五百年的古都 印度 逼迫楚国东迁 现在又在长平一战 全天造军四十余万 如果打下寒滩灭了赵国 秦国的第一功臣 就应该是白起 如果到那个时候 您向国该在什么位置 您的处境是不是有些尴尬 你看看 这又不是挑破吗 但是注意 这种挑破和当言范居 挑破人家母子之间 深究之间的挑破 它更光明磊落 什么原因 各为其主 这是赵国的使者 于是给范居出主意 最好是劝阻清军 不要打寒滩 那么对你是有利的 对我们也有利 这个范居 是通过剥夺宣太后 和阳后的权力 受到秦昭王的重用 同时提出远交进攻的策略 现在他最大的政治对手 当然就是白起 所以赵国使者 希望他劝说 秦军不要打寒滩 也正中他的下坏 想到一起 明治 范居决定 向赵湘王权贱 不打寒滩 任何一个说法 你都要摆在桌面上 当然范居 有范居的说法 虽然我们打败了赵国 但是杀人一千 自损八百 我们秦军也是伤亡惨重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 巩固一下胜利成果 我们缓口气 我们让军队 我们让百姓得到休息 那么等我们休息一段时间以后 要打寒丹 那不是手到擒来吗 秦昭湘王应该说 对范居是非常感谢的 如果没有范居 给他出主意 也许他现在 他的母亲还没有死 那么郎侯更还在掌权 所以范居应该说 他是他政治上的恩人 加上特别信任 所以对范居 几乎有一点言听计从 加上范居的话 也很有道理 所以秦国停止了 向韩班的进攻 几年之后 这个事情重新提起来了 因为经过长明之战 经过前后的战争 秦国上下 越来越产生一个念头 六国之中 除了赵国 再也没有对手 如果能够把赵国灭了 那么其他五国 可以说是顺势而下 所以秦国又起兵 攻打邯丹 但是这一次不太容易 赵国恢复了一些元气 邯丹成内 邯丹周边 拼死抵抗 所以秦军有些 进军不力 不力怎么办 秦昭王就想起了白起 本来白起就有怨言 秦昭王也有些后悔 当年没有打的邯丹 现在看起来 要打赵军 还非得是白起 所以范居 受昭王的委托 亲自去请白起 白起这个时候在干什么 养病 于是幻居 见到白起 说看样子还要请将军 亲自走一趟 其他人还是不行 白起怎么样 不买账 说你们以为赵国就那么好打的吗 当年长平之欲 我们也是侥幸取胜 牺牲了多少将士 我当时就说 要成长平之胜 这种威势 只取邯丹 你们不同意 现在赵国恢复了元气 不好弄了 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按照向国宁的战略方针 我们先打卫国 先灭韩国 然后再打赵国 你看看 这不是赌气吗 谁都听得出来是赌气 那么秦王也是很了不起的了 很羞的吧 说天下 特别是我们秦国 哪里还真是你一个白起吗 没有你 我们就不打仗了吗 于是继续调兵遣将 继续围困邯丹 而在这个过程中 白起也被逼得出走 最后被迫自杀了 那么秦军在邯丹城下 仍然没有占到便宜 这个时候赵国有一个人挺身而出了 谁啊 那个人脉关系很广 黑白两道通吃点 平原军造胜 这个时候他发挥着用 发挥什么着用 第一 写封集信 给他的好朋友 也是四大公子之夜 魏国的信林军 魏无忌 说希望你赶快出品 看着我们赵魏两国的交情 和我们的友谊 以及存亡此寒 赵国如果灭了 你魏国还有好果子吃吗 这个信林军 魏无忌 在四大公子里头 尽管年轻 但是从胆略 从他的壮意 从他的豪爽 应该说是首屈一指 结果在魏国 调动各种力量 包括 魏国国军的 喜欢的女孩子 包括 三教九六之辈 包括魏国大梁街头上的 那些屠夫 九妇 统统力量调集起来 后来演出了一场 非常著名的国剧 叫 切符就造 把兵符 偷出来 然后援助照顾 平原军做的第二件事 亲自带着 一些门客 来到楚国 劝楚国出兵 这些门客里头 其中有一位 本来没有资格的 后来自己 请英 于是也参与了这次活动 这位人物 叫毛粹 那么毛粹 通过自荐 也来到了楚国 连粹服 带妖蝉 胁迫 楚王出去 所以后来也流传下了一个故事 叫做毛粹自荐的故事 楚国的军队 魏国军队 以及造过其他地方的军队 一起 集聚于寒潭城下 对秦军就更不利了 秦军怎么办 不打五把握之仗 撤兵 这可以说是 在战国时期 六国最后一次联合抗秦 并且取得了胜利 可以说是一次决战 但是从此以后 没这个事 即使有这个事 也变成闹局 虽然在长平之战以后 秦国再次攻打邯郸 没有成功 但是分析此时的战国局势 秦国一家独大 已成定局 秦昭相王是秦国 在战国时期 最伟大的国君之一 他执政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正是他在位期间的积累 为日后秦国统一天下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那么在秦昭相王死后 秦国的政局会如何发展呢 我们说到伟大的秦昭相王 他一共活了75岁 在秦国的所有的国君里头 大概是最高瘦的 那么秦昭王年龄一大 在位时间一长 出问题了 出什么问题 他必然压缩 他的儿子在位的时间 因为他太长了 根据我的这个粗略的这个古迹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国君 他的寿命 大概是在四到五十岁 由于享乐腐化 由于做通业之欢 九和赦两把斧头 夺取了他们的年龄 秦昭相王 他在位五十六年的时候 他立的太子 他的长子就没有挠过他的年龄 还在做太子的时候就死去了 所以他立了另外一个儿子 做太子 叫安国君 那么死的时候 安国君已经是五十三四岁了 这个时候如果放在整个 春秋战国的国君里头 他又算高瘦 结果守之一年 正式做国君 做了三天去世了 三天去世你不要小看三天 他的寿命也算是还可以的 有五十多岁 于是由他的儿子 后来叫庄襄王继位 那么庄襄王继位 他的名字叫义仁 这个人的继位就充满着悬宴 可以说是机遇和努力的一个模板 尽管秦国在商鞅变法以后 特别是秦惠王 以及后来的秦昭王的打击之下 应该说对中方六国取得了这种绝对的优势 但是贪贪打打 仍然是那个时候的常态 秦国今天打这个国 明天又跟人家谈和 所以这样一来为了表示诚意 秦国的诸多的公子 就散布在东方六国 散布在那里干什么 甚至还有一些小一些的国家 做智 作为注意 这个智也可以解释为人智 同时更可以理解释亚 就是交换 你的王子到我这里来 我的王子到你这里去 表示一种我对你的友谊 所以秦国很多公子都在东方六国 包括我们刚才谈到的秦昭相王 他就在燕国驻治 而这个秦昭相王的长子 还没有等到继位就去世的那个太子 死的时候是在魏国死的 什么原因 他正在那里做智 我们现在说到的这个 后来继位的秦 庄相王一人 也在外面做智 他在哪里 在照顾 尽管这个安国君继位以后 只有三天就去世 当然后来给了他一个嗜好 叫做孝文王 这个孝文王五十多岁去世 有二十多个儿子 其中有一部分就在各地为之 大家生活的都不错 比如说在魏国里 在韩国里 在楚国里 尽管不断被秦军打击 但是还是不敢得罪秦国 所以这一批人在那些国家 可能生活的不错 还可以弄点土特产 送回秦国 孝敬孝敬祖父 那就是昭相王 孝敬孝敬还在做太子的安国君 就是他们的父亲 但是义人没有办法 什么原因 因为他在赵国 赵国在长平之战的前后那几年 移植和秦国的关系很紧张 所以他在赵国没有得到很好的待遇 特别是长平之战 坑杀赵军 若干万亚 赵国把秦国恳之入骨 所以这个义人在赵国 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他 哪两个字 落魄 叫落魄公子 但是他在落魄的时候 恰恰迎来了机遇 这个机遇是什么 他遇见了贵人 这个贵人是谁 一个商人名字叫吕不韦 扬笛大鼓 韩国来的大商人 出手豪阔 仪表堂堂 而且不但是大商人 还是一个有政治眼光的大商人 所以当他在韩带街头 一看到落魄公子 一人以后 立即发现 这小子奇惑可居 可能是我潜在的机遇谷 潜力谷 于是找一个机会 扬笛大鼓 李不韦 拜访 落魄公子 艺人 这个艺人呢 也就非常热情地接待了 李不韦 李不韦是商人 而且气派很大 出口 就开门见山 说了几个字 武人大子之门 什么意思 我能让你过得风光起来 作为不要小看 秦公子一人 在赵国落魄 但是还有公子的气派吧 于是一句党回去 且自大君子们 而来大五门 你说了吧 别含谈我 你自己发财吧 把生意做得心弄 你不一看 碰到对手了 这才有意义 如果碰到一个窝囊费 一点意思都没有 你一句话过去 人家一句话过来 这才是 齐风对手 降雨良才 才是自己要找的 然后李不韦 继续担刀此路 五门 带子门而大 什么意思 我的生意形容 倚藏于你的生意 这就有玄机在里头 公子一人 悟性也很高 立即明白 这个杨帝大骨 是来跟自己谈生意的 于是更加诚心请教 于是谈起了生意经 李不韦就问 公子有什么想法 当然一人说 我没什么想法 李不韦说 我跟你分析一下 贵国的形势 秦王老义 这个秦王是谁 昭相王 他已经年纪很大了 李 安国君为太子 安国君又非常喜欢 华阳夫人 而这个华阳夫人 又没有儿子 你看看 这就是你的机遇 但是 有机遇未必就属于你的 如果一旦 安国君继位 在你二十多个兄弟里头 你有没有优势 一人说 毫无优势 什么原因 又是数字 又是中字 又叫中蓝 前面有很多哥哥 下面有很多弟弟 怎么轮也轮不到他 从上面排轮不到 下面排还在最后 所以他一点指望都没有 李不韦告诉他 不能这样看 有机遇就有希望 我能够用我的力量 来帮助你把机遇 转化为这种可能 这就有意思了 人都是有欲望的 如果没有欲望 被别人捣鼓一下 这个欲望也容易出来 本来没有的想法 被吕不韦一捣鼓 这个想法起来了 于是很激动 安打不住了 于是像很多想拥有财富 但是又还没有财富 想拥有权力 但是又还没有权力的人一样 张口空头支标就出去了 如果有朝日一日 我富贵 有朝一日 我有秦国 当于无子共享 我们两个共同享受 李不韦就要他这句话 这就是承诺 于是李不韦开始化腐朽为神奇 用财富来运作政治 这就叫购买权力 什么叫做用财富来运作权力 李不韦第一批投资 他做生意了 第一次千金 其中五百金给公职一人 让他把自己修理得好一点 随从多一点 一种豪华一点 要拿出公子的气派来 不要老是这个横身像 看他就是个倒霉蛋 这是五百金出去了 另外五百金干什么 买礼品 齐无完好 买五百金 买了干什么 到秦国去活动 李不韦来到秦国 见了一个人 下了两步棋 就开始运作了 找了一个什么人 找了华阳夫人的姐姐 当然一定要给好处的 什么齐无完好 可能也就给他一部分了 另外可能还有其他的津贴之类 然后两步齐哪两步 都是通过这位姐姐来下的 第一步 通过华阳夫人的姐姐 把李不韦从东方带来的 这些齐无完好 以艺人的名义 献给华阳夫人 尽管秦国强大 但是如果比文化 比完 秦国 还是很土的 那么李不韦带来的这些 齐无完好 从东方各国购买的 乃至从海外购买的 可能秦国是文所未文 见所未见 很稀奇 不但要把礼物带到 还要转一句话 转一句什么话呢 说远在异国他乡的 儿子一人 非常思念父亲母亲 经常以泪洗面 经常夜不能寐 这就很说胡话了嘛 说得有点肉麻了嘛 你又不是人家的亲儿子 人家过去也没有对你好到哪里去 哪里会想念到这种程度嘛 但这个华阳夫人呢 大概想儿子想疯了 自己又没有儿子 所以一旦有人自认为是自己的儿子 也很高兴 这是吕不韦通过华阳夫人的姐姐 下的第一步棋 这步棋叫做动之以擒 第二步 小之以利 什么叫小之以利 还通过这位姐姐来说服 这个华阳夫人 跟他说悄悄话 说女人以色是男人 以美貌来伺候男人 特别是伺候君主 靠地是美貌 美貌靠地是年龄 如果一旦年老 必然色衰 色衰以后必然失丑 这是多少美人的悲剧 那么有什么可以解救 可以破这个局 只有母以子贵 如果你有儿子的话 将来你老了 你儿子有地位了 还可以母以子贵 现在你又没有 怎么办 这个艺人送我们礼物 明摆着地 是想攀高枝 想做你的儿子 想子以母贵 你为什么不可以顺水推舟 就论他这个儿子 将来如果他继位以后 你就可以母以子贵 诶 诸位看看 这比买卖有意思了 大家都是明白人 大家都是聪明人 不要以为自己什么脚久久 别人看不穿 都可以看得出来的 关键在于 生意是不是互利 是不是互惠 是不是双赢 华阳夫人决定 和这个叫艺人的公子 进行一次交易 取得双赢的结局 论他为儿子 论他为儿子 他说了不算了 还要这个安国军论账才行 于是他要说服安国军 说服他丈夫 要把这个艺人 弄到他自己名下 做他的儿子 怎么说 这也有前夕 这个前夕两个字 眼泪 女孩子的眼泪 特别是漂亮女孩子的眼泪 是无坚不摧的力气 所以安国军被他眼泪 一迷惑 一说同意了 不但同意 还通过合法的手续 要办手续的 把这个艺人 作为华阳夫人的儿子 这样 这个艺人就变成师次了 或者叫嫡次 什么叫做嫡次 夫人的儿子 这就叫嫡次 就取得了名正言顺 来继承安国军地位的 这么一个身份 在商言商 本已腰缠万贯的富商 吕不韦 他在秦国的这场政治投资 自然不是无偿的 那么他得到了 怎样的回报 为了巩固这场政治投资 他还将使出 什么样的招数呢 李博威第一步棋 走通了 下面该怎么办 下面该继续投资 并且争取分红 那么下面这个继续投资呢 是历代文学家 眼睛发亮的题材 什么题材 邯郸和林芝 也就是赵国的都城 和齐国的都城 是当时天下最繁荣的地方 商谷城市 美女如云 李博威又是扬笛大鼓 出手于豪阔 所以他在美女之中挑美女 最后挑到一个赵妓 据记载是 知龙绝美 而又善武 长得特别的漂亮 还能歌善武 太了不起了 就是个幽误 结果把他取过来 作为自己的妻子 或者情人 同时又有意无意 开家庭宴会 请公子一人出席 那么公子一人 一看到这个赵妓 眼前一亮 焚不覆体 这小子也说得出 说你干脆把它 让给我算了 李博威当时 勃兰打辱 哪里有这样弄的嘛 但是一想 既然做了投资 继续投资吧 就把这个赵妓 让给了公子一人 关于这个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 李博威 真的很生气 你这个一人 多人所爱嘛 另外一种说法 是李博威 假装生气 本来就是他的一个局 这个女孩子弄过来 就准备要送给 一人的 继续加强 两人的关系 一年以后 赵妓 给公子一人 生了一个男孩 这个男孩 取名字叫正 就是后来的秦王正 也就是后来的 为一大的秦始皇 那么这里又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 李博威本来 就知道这个女孩子 怀了孕 是他自己的 然后再把这个赵妓 让给公子一人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商人就太不地道了 太不能这样干了 到了第二种说法 坚决反对 这种说法很有道理 说根据中外医学科学 从来就没有说 怀孕十二个月 在先小孩的 没这个事 古今中外没有先例 医学上是不存在的 所以这个小孩 一定是公子一人的儿子 实际上有三种可能 哪三种可能 尽管李博威 把这个赵妓 让给了公子一人 但是大家同在一个城市生活 而且两个人又是很好的朋友 这个赵妓和李博威 继续保持关系 这也是非常可能的事情 所以这个秦始皇 这个秦王正 到底是公子一人的儿子 还是李博威的儿子 恐怕在两口之间 当然没有哪个 做那个DNA鉴定 当时的人只能从龙脉来看 不管怎么说 也不管哪种可能 从此以后 这个赵妓和叫正的小孩子 就用他们的这种联络 把公子一人和李博威 两个男人 永远地联系在一起了 解也解不开 这些事情都发生在 长平之战的前后 赵湘王还在世的时候 长平之战以后 几年 秦军继续打邯郸 赵国人对秦国 那时候恨之又古了 所以有人提建议 把这个公子一人给杀了 以表示我们抗秦的决心 李博威这个时候又挺身而出 又花了五百斤 买通门利 把这个一人给运到了 秦军里均匀 最后回到了秦国的都城 咸阳 那么这个赵妓怎么办 赵妓家里也是有势力的 在家里人的保护之下 藏起来了 后来就发生我们刚才说的事情 赵湘王去世 于是他的儿子安国军聚位 真正做国王只有三天去世了 他做国王的时候 这个公子一人就变成太子了 他一去世 公子一人继位 于是成为秦庄相王 昔日的邯郸街头的落魄汉 现在摇身一变 变成秦国的国君 赵国怎么办 赶快采取行动 把赵妓和他的儿子 礼送到秦国 于是一人一家 夫妻 父子 团圆了 一人一坐 秦王 李不韦的投资 立即得到回报 那么给李不韦什么回报 第一 任命他为丞相 这厉害吧 丞相 第二 封文信口 第三 赏给或者赐给洛阳十万付 我们在春秋的时候 战国的时候 说到一个万付一都了不起 现在给他十万付 可以说 吕不韦的投资 得到大大的回报 在秦国后期的证据中 吕不韦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 公子 义人 赵基 和秦王 赢政 三个人的命运 甚至秦国的命运 都因他的老毛深算而改变 那么在他位高权重之后 他的个人命运又将如何呢 如果到此为止 立即脱身 吕不韦 可能还不愧为一代英豪 但是他脱不了身 为什么脱不了身呢 庄乡王继位以后三年去世了 这个时候才三十四五岁 所以就有人怀疑 怀疑什么呢 是不是吕不韦和这个赵基 旧情未了 他们未了不让庄乡王来报复 为了让自己共同的儿子 这个郑赶快继位 是不是采取什么方式 来害死了这个双向 当然文学家可以发挥想象的空间 小说家 戏剧家 可以任意地去演绎 但是历史学家 没有证据的话不能乱说 但是我们只知道 根据这个年龄的推算 赵基也就是三十岁出头 三十岁出头变成寡妇 儿子郑一继位就是秦王了 就封他为太后 一个三十出头的太后 应该说还有点风发正茂嘛 所以跟与不为 关系断不了 甚至弄出更愉快的事情来 那也很难说 随着秦王阵的一天天长大 虽然在继位的时候才十三岁 但是很表现出一个非常老练的 这个男子的气概 随着他年龄越来越大 他性格中这种沙发果断 这种残忍 这种断绝 这种性格也越来越出来了 这个时候 吕不为有点害怕了 害怕遭到打击 害怕遭到报复 所以想抽身而出 但是来不赢了 在秦王阵继位的第九年 一到命地 把自己的母亲 从咸阳搬到雍去居住 并且从此幽静在那里 其他人见不到面 第二 把跟他母亲有关系的男子 全部处死 全部杀掉 第三 仅剩下一个吕不韦 应该说 他还是有一些报恩之心 不管是他的父亲也好 还是是他父亲的恩人也好 他想保全吕不韦 但是吕不韦在秦国 在咸阳是无法保全的 让他到哪里去 让他到洛阳去 他不封在洛阳吗 让他到洛阳去 拾了十万户 但是吕不韦的名气太大了 而且谣言太多了 都说当今的秦王就他儿子嘛 你不讨好他 讨好谁嘛 所以他不管到哪里 他都进不下来 都安静不下来 没地方躲 到了洛阳 看望他的门客 看望他的秦国的 文武重臣 看望他的各国的实责 那是洛意不绝 洛阳变成又一个政治中心了 怎么办 那对秦王正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 秦王正写信给他 你确实有功劳 但是你功劳也不至于过大了吧 我们已经给你够多的好处吧 你还要怎么听 现在看样子你洛阳不能待下去了 我还想保全你 让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哪里 属地 属地在哪里 现在的四川盆地一带 成都那一带 你到那里去吧 但是吕不韦想一想 自己也曾经获得过 什么都曾经获得过 财富获得过 权力获得过 漂亮女孩子也获得过 什么都获得了 干脆 为了自己的儿子 或者是朋友的儿子 如果自己不死 这个结局永远没有了解 你到成都去 这伙人还不去看你吗 只要吕不韦一口气在 他就是一个政治中心 就是一个文化中心 而且他还集中了人 编吕氏春秋 那很了得的 而且甚至悬赏 有一个不对的 有一个错的 我就给你多少斤 所以最后他干脆 自己不散 应该说也是一定要汉子 秦王正 从此以后开始清政 这个时候我们要分析一下 秦国和六国 他的关系 秦国自从商鞅变法以后 整个秦国成为一个战争机器 贵族通过战争 可以不断地获得荣誉 民众通过战争 通过立功 可以不断得到自己的身份 因为秦国的法律 斩首一级 给一级 爵位 所以你斩首的越多 立功越多 你的爵位就越高 而且无论是贵族 还是民众 都可以在这个战争之中 获得经济利益 六国不一样 六国经济利益不一致 贵族可以通过多占土地 通过多占人口 通过其他的方式 他获得利益 而民众 他可以通过务农 务商 务守无略 获得利益 对于秦国军民来说 战争就是利益 对于他们来说 战争就是户害 所以一场战争一旦发动 各个国家里 贵族和军民 对于战争的认识不一样 这种认通性不一样 将决定做战争的胜负 那么秦王正在他继位以后 从他继位的第十七年开始 用甲仪的话来说 开始继六四之渔猎 扫平东方各国 因为大四语区 所以他这个扫平东方六国 我们看起来非常的简单和容易 但是他的祖先 已经把路子都铺好 公元前二百三十年 韩国扛不住 率先投降 公元前二百二十八年 秦军破韩丹 赵国密网 公元前二百二十五年 秦军用水罐大量 喂国密网 公元前二百二十三年 秦国公楚 楚国密网 公元前二百二十二年 燕国密网 公元前二百二十一年 最后一个 齐国密网 所以秦始皇通过十年的时间 继六四之渔猎 一统天下 公元前二百二十一年 秦王嬴政扫平六国 一统天下 完成了中华大帝 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统一 开启了中国统一王朝的历史 关于秦朝 关于秦始皇 我们将在以后的日子 为您讲述 请继续关注 白家讲谈系列节目 国史通鉴 秦汉片